高五蓝星,强者如云,异兽遍地,普通人命如草剑 顾清云穿越而来,五考三次不中,五道希望渺茫 幸而觉醒绝世剑仙系统,只要挥剑,杀敌,就能获得奖励 恭喜主人挥剑十次,奖励无上级体质,混沌剑体 恭喜主人挥剑百次,奖励无上级天赋,剑进呼道 恭喜主人挥剑千次,奖励S级武技,剑开天门 顾清云的第四次五考来临,面对所有人的质疑,不理解 他一袭白衣,长剑出,天门洞开 银河般的剑翼倒卷而下,飞流三千尺,一试银河落九天 同届五考考生,这只是高考,白衣剑仙什么鬼啊 妹妹顾清雪,我哥,是白衣剑仙 第一章,绝世剑仙系统 妹妹顾清雪,哥,你要不,还是放弃五考吧 蓝星,谷国北方行省,春城 不大的出租乌客厅内,一位少女看着顾清云,如此这般说道 少女有着一头瀑布般的雪白长发,脸蛋十分漂亮精致 俨然是一位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清纯女神 顾清云看着自己妹妹顾清雪,心头充斥复杂 二十年前,她穿越到这方平行世界 这个世界和她前世大有不同,是一方高五世界 自古,人类就与异兽共同生活在这颗星球上 异兽很强大,每一头都有着极其恐怖的力量 好在人类也能修炼武道,强大自身,对抗异兽 双方互相争夺生存资源,也将双方当作口粮,共同到了如今 顾清云二十年前穿越而来,十年前觉醒前世记忆 当时的她,想着自己能走上武道,成为一位武道强者 不知道有多么激动 不过,顾清云一切的梦,却都在她十七岁参加武考时破灭 武考就类似于前世的高考 这个世界有着诸多武道大学,简称武大 他们是培养人类种子的地方 只要进入武大,修炼资源将由古国全部承包 可在十七岁那年,武考第一门资质考核时 顾清云就被刷了下来 她的武道资质极差,甚至可以说是没有 若是选择继续参与武考第二项考核,将食死无生 顾清云不认命,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第二项考核 可她并非天命之子,哪怕侥幸活了下来,却是并没能考上武大 同年,顾清云和顾清雪的父母在城外遭遇意外 双双被异兽所杀,尸骨都没带回来 顾清云自此与妹妹相依为命 她一边打工,供妹妹上高中,一边坚持锤练武道 之后,顾清云分别又在十八岁,十九岁时参加了武考 可结果,成绩都是垫底 她连最差的武大都上不了 好在顾清云的运气还不错,三次危险的武考都活了下来 这也能算是另一种的,运气 见顾清云不回答自己,餐桌前的顾清雪有些焦急 哥,今天是你二十岁生日,我真的不想让再参加第四次武考了 我们老实说,这次武考的难度会很高很高 对资质在一级以下的考生都有生命危险 哥,你的资质只是G 这次就别参加了,我真的怕你有事 顾清雪的话,将顾清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 这方世界,武道境界有十阶 相对应的,武道资质也有十阶 SSS,SS,S,A,B,C,D,E,F,G 顾清云的资质只是G,还是勉强勘勘勘进入G 距离五大最低的基准现役要差了不少 顾清雪此次劝她,是真不想再让她去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了 可想想,来到这方世界二十年,想想父母的死 想想自己对武道的渴望 顾清云心底又充满不甘 她看着妹妹顾清雪笑了笑 清雪,可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还是想继续参加武考 她决定了,自己要当个武考钉子户 就像是前世的那些高考钉子户一样 只是她若是一次不慎,可能就会允满在武考之中 代价属实是有点大 但顾清云觉得,来到高武世界走一遭,不踏上武道 她岂不是白来了 清雪,你是A级资质,好好修炼 争取在武考前进入一阶五者 那样,你就一定能被顶尖五大录取了 顾清云说完起身,走向自己的房间 顾清雪看着顾清云的背影,满眼复杂 哥,顾清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精致漂亮的妹妹 顾清雪转身,从身后拿出了一个白色盒子 白色盒子很精致,一看就是顾清雪精心准备的 哥,这是我打工一个月,给你买的战斗服 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顾清雪笑着看向顾清云 她知道自己哥哥的倔脾气 本就没对劝动顾清云放弃武考抱有多大希望 所以她也只能尽自己的一些绵薄之力了 一件战斗服,能增加顾清云不少在武考中的保命能力 顾清云闻言却是皱眉 你去打工啊,我不是说能供齐你的吗 你就好好修炼 顾清云仿佛化作了前世最讨厌的那些唠叨父母一般 顾清雪赶忙将白色锦盒递给顾清云 哥,我打工只是为了给你买这件战斗服 不是觉得你给我的修炼资源不够 父母死后,顾清云每天打三份工 月入一万块蓝星币 其中大部分都供给顾清雪修炼 顾清雪自然知道顾清云对她的好 顾清云见状心底动容,摇头笑了下 好 她接过了白色锦盒,走回自己的卧室 卧室很简陋 顾清云放下白色盒子 正准备打开看看妹妹送她的生日礼物时 在她的脑海内,一道悦耳空灵的声音响起 叮! 能量积攒完毕 绝世剑仙系统启动成功 顾清云动作停顿 表情微愣 系统? 她没听错 自从觉醒记忆 顾清云就在想自己也会不会有个系统 能让自己逆天改命,走上变强之路 然而 她等了十年,都没等到 幻听吧 顾清云摇摇头 觉得这可能是自己太想要个系统了 都出现幻觉了 然而这时 系统那悦耳的声音再次响彻在顾清云脑海 本系统名为绝世剑仙系统 终极目标是将主人培养为一位绝世剑仙 万千环宇 宇宙星空 沧海茫茫 三千世剑 我自一剑斩之 什么? 真的有系统? 顾清云双目瞪大 尚未来得及惊喜 系统就继续到 主人 本系统能力很简单 只要主人不断地挥剑 达到十次 百次 千次 万次等整数时 将会触发稀有奖励 每次练剑 主人也将获得剑道感悟 积少成多 水滴是川 希望主人多多努力 坚持挥剑 听着系统的提示 顾清云彻底愣了 劲儿 是狂喜 三年啊 你知道我这三年 怎么过的吗? 三次五考 四次失败 妹妹A级资质 天赋非凡 她却只是G级 连最低的五大都上不了 哪怕三次五考都失败 她还准备参加第四次 她的坚持 终于是看到了一丝希望 听着系统的提示 顾清云没有犹豫 她来到墙边 拿起自己 一直用作训练的 普通合金长剑 合金长剑握在手中 重量不轻 顾清云随手一挥 合金长剑仿佛与她融为一体 破空声响起 一剑落下 外部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顾清云脑海内 第二章 挥剑十次 混沌剑体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一次 剑到感悟加一 顾清云保持着落剑的姿势 忽然对自己刚才那一剑 有了许多感悟 刚才那一剑 在她现在看来 简直太过简陋了 破绽 也太多太多 带着这感悟 顾清云再次抬起长剑 轻轻挥下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两次 剑到感悟加一 收剑后 顾清云又觉得 刚才那一剑 有着许许多多的破绽 她再次抬剑 挥下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三次 剑到感悟加一 那种感觉再次浮现 顾清云带着全新的感悟 继续挥剑 就这样 四次 五次 六次 她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之中 仿佛忘记了时间 只知道挥剑 每次挥剑后 又会停下子子细细分析上一剑的好与坏 就这样 十分钟后 叮 恭喜主人挥剑十次 触发特殊奖励 沉浸挥剑的顾清云 被系统的提示音惊醒 她回过神 来不及惊讶 系统的提示就继续响起 叮 恭喜主人 获得无上级体制 混沌剑体 混沌剑体 超越SSS级体制 无上级体制 使用长剑时 自身所有属性增强百倍 永久有效 混沌剑体 天生极为剑道第一线 天生站在剑道终点 系统的一连串提示 将顾清云彻底给震撼到了 无上级体制 顾清云的了解中 蓝星上不就只有十个等级的体制吗 SSS就已经是最高了 并且那样的天才 可以说数十年难得一遇 哪怕是SS 也得几年才能遇到一个 S级天才 京都和魔都那边 每年倒是都会有一两个 但那都是极其强大的强者 所诞生的后代 才有可能是 那等资质啊 正常来讲 像是自己妹妹 顾清雪那样的A级天赋 就已经是很不错很不错的了 败入最高等级的 集所五大之中 完全不是问题 可她这混沌剑体 直接超越SSS级体制 无上级 没有再高等级的体制了 自身 级是无上 顾清云着实给震惊住了 系统之前说 练剑到十次 百次等整数次时 会有特殊奖励 但她完全没想到 这特殊奖励 居然这么一天 她这简直是小母牛做火箭 牛逼炸了呀 太疯狂了吧 顾清云震惊了好久 感动的眼泪都快要流出来 毕竟 三次无考失败 谁能理解她这三年是怎么过的 而今 终于要改善了 顾清云激动地在脑海中道 系统 领取无上级混沌舰体 爹 正在为主人绑定混沌舰体 系统的话音落下 很快 顾清云眼前一黑 继而 她面前的世界缓缓亮起 入目之处 是一片苍白之色 天地之间 仿佛没有任何事物存在一般 顾清云低头看看自己 发现她此时的身形流光一彩 是一个半透明的人 下一秒 顾清云仿若本能地抬手 掌中 不知何时浮现了一把同样半透明的长剑 顾清云本能地挥动 一剑横出 天地变色 苍茫一片的天地之中 氢气上升 浊气下降 俨然一副开天之景 我这一剑 可开天 顾清云开口 忽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说完 她自己都震惊了 下一刻 苍茫的天地消失 顾清云重新回到了老旧卧室之中 她双目瞪大 表情震撼 尚未从刚刚的场景中缓过神来 而这时 顾清云只觉得自己 好似要被劈开了 继而 一股霸道至极的力量 进入她的体内 那力量澎湃至极 疯狂涌向全身每一个角落 顾清云觉得自己浑身的每一处毛孔 都仿佛在迸发剑意一般 恐怖的剑意 在改善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让她那原本可怜的寂静资质 在短短时间之内 飞速提升 但是很意外的 这种改善 却一点都不同 反而让顾清云十分舒服 甚至差点呻吟出声 正常的小说剧情中 融合体质不都是很痛苦的吗 她甚至都做好剧痛来袭的准备 在口中咬了一包纸巾 结果 却是这般舒服 三十分钟的时间过去 外面天色缓缓暗淡 顾清云却睁开了双眼 感受着自己与之前完全不同了的体质 顾清云的双目充斥惊喜 她 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混沌健体的力量 在体内澎湃盘旋 时时刻刻提醒着 顾清云 她现在几乎可以称 一句天不声我顾清云 见到万古如长夜 无上级混沌健体 就是这般逆天 心中大喜 顾清云趁热打铁 五考在一月后 今天上午 她去参加了资质测试 依旧是G 下午 妹妹顾清雪给她过生日 同时劝她 不要参加这次的五考了 而资质测试结果已经确定 她改变不了 也不用改变 但一月后的正式五考 她要拿第一 一定要拿第一 顾清云心中坚定 起身握紧合金长剑 这一次 再握紧合金长剑 那种长剑 仿佛要与她身体融合的感觉 越发真实了 仿佛长剑就是手臂的延伸 是身体的一部分一般 刷 顾清云挥剑而出 定 恭喜主人挥剑十一次 剑道感悟加一 顾清云这次没再着急挥剑 而是与之前第十次挥剑的自己对应 她发现 获得混沌剑体后 她的剑道造诣 直接提升了不止一个层次 这次挥剑后获得的剑道感悟加一 竟然没让她看出 自己之前的一剑有多少破绽 一滴水和两滴水会有很大区别 但一百滴水和一百零一滴水 却很难看出区别吗 顾清云知道自己 这多半是因为绑定混沌剑体后 剑道直接被提升了的缘故 她再次抬剑 却没着急挥出第十二剑 而是尝试着 在挥剑的同时 调动体内的气血 淬炼血肉 五道有十阶 每阶有九重 一阶五者 二阶五兵 三阶五将 四阶五军 五阶五王 六阶五皇 七阶五尊 八阶五神 九阶五仙 十阶五胜 而五道一阶 舞者最重要的特点 是炼肉 淬炼血肉 当全身血肉全部淬炼一遍 都能容纳气血之力后 便是一阶五者了 顾清云这一剑很慢 没有着急 因为她在调动体内的气血 淬炼血肉 这次的一剑落下 系统提示也稍稍有了些不同 第三章 灰剑百次 绝世天赋 叮 恭喜主人灰剑十二次 奖励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提示 主人可打开属性面板 查看自身各项属性 系统提示 让顾清云双目一亮 面头一动 就在眼前打开了一道半透明面板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不入阶 气血 四百二十六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武 武技 武 武器 普通合金常见 不入阶 看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顾清云不免自嘲一笑 上午测试资质的时候 他就知道了自己如今的气血 只有四百二十五 这是他自十五岁进入高中开始 至今六年修炼的结果 而五大最低的录取气血线是 五百 他在这资质第一关 就是绝对不合格的 好在 五考也不是只有一个资质测试环节 还有一个实战环节 不然顾清云根本不可能参加三次五考 呼 轻轻呼出口气 顾清云病气过往 拿起合金长剑再次挥动 挥剑同时 体内气血掉动 淬炼血肉 定 恭喜主人挥剑十三次 奖励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顾清云微微停顿 思考上一剑中的好与坏 随后继续挥剑 这一连 顾清云就再次进入了忘我的状态 足足四个小时的时间过去 定 恭喜主人挥剑九十九次 奖励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他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逼近一百次大关了 依旧收剑 借助感悟总结 随后再次挥剑 刷 银白的剑光落下 顾清云脑海同步响起系统提示 定 恭喜主人挥剑一百次 触发特殊奖励 定 恭喜主人 获得无上级天赋 剑进呼道 剑进呼道 无上级天赋 挥剑技能点满 寂静呼道 在攻击范围内 只要出剑 避重 堪比规则 脑海内的系统提示 让顾清云从沉静炼剑中回过神来 听着系统给剑进呼道这门天赋的解释 顾清云直接愣住了 在攻击范围内 出剑必重 堪比规则 这不是跟那个百分百空手接白刃一样 而他 这是在自己的攻击范围内 出剑百分百必重 顾清云再次震惊了 规则之力 出剑必重 哪怕敌人站在面前的虚空中 他也能一剑辞重吗 太逆天了吧 顾清云这时想到了自己妹妹顾清雪的天赋 顾清雪是A级资质 同时还有个极为匹配他自身的天赋 A级冰金玉骨 他的满头雪白长发和蓝眸 也正是因此 觉醒天赋资质前 顾清雪依旧是黑发黑眸 只是长得比较漂亮 而觉醒天赋资质后 他的头发便转为雪白 眸子转为蔚蓝 十分好看 让顾清云总结一下就是 资质是修炼武道的硬性条件 天赋则是修炼武道的加分项 有天赋和没天赋 简直可以用一句天差地别来形容 现在 他不只有无上级体质混沌剑体 更有了无上级天赋 渐进呼道 顾清云笑了起来 拿起合金长剑 他看向了自己房间那老旧的床头柜 斩下一片0.1毫米的木片 顾清云脑中念头微动 手中长剑斩出 刷 他看都没看 长剑落下 叮 恭喜主人 挥剑101次 见到感悟加1 气血加1 床头柜侧边 一道极为薄的木片被斩下 轻盈地落在地面上 顾清云看了眼合金长剑 他的天赋 甚至增强了这把合金长剑的锋利度 俯身 顾清云拿起那枚自己斩下的木片 木片晶莹剔透 0.1毫米的薄厚程度 甚至能看清楚其中的木头纤维 这也太逆天了 顾清云已经不知道 自己今天是第几次 有这样的想法了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境界 不入阶 气血 526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镜呼道 无上级 武技 无 武器 普通合金长剑 不入阶 顾清云又查看了岩鼠星面板 他的气血 如今已经来到了526 已经达到了武考的气血及格线 但这是终点吗 我记得 一阶舞者的气血标准 最低是1000 顾清云口中喃喃 继而握紧合金长剑 继续挥出 叮 恭喜主人 挥剑102次 剑到感悟加1 气血加1 带着全新的感悟 审视方才那一剑 随后继续展出 顾清云手臂不断挥动 右臂酸痛后 就换左臂 左臂酸痛后 就再换回右臂 每一次挥剑 他的气血和剑到感悟都在增加 剑到感悟 还有些玄乎 但气血增加 他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就这样 一夜的时间匆匆过去 顾清云一夜未睡 当黎明天亮 时间来到早上6点多的时候 呼 爹 恭喜主人 挥剑575次 剑到感悟加1 气血加1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静剑 不入阶 气血 1000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武技 无 武器 普通合金长剑 不入阶 顾清云看着属性面板上达到1000的气血 下一刻忽然笑了 因为那气血 1000 前的不入阶正在缓缓蜕变 在顾清云体内 气血之力也好似沸腾 在自行运转 顾清云这次没有着急继续挥剑 而是细细感受自己体内的变化 他的体内传出一道道扑扑声 像是子弹深深嵌入肉里 这次就没有融合混沌剑体 那般舒服了 反而是有股剧烈的疼痛 自体内各处传来 近乎被加特林机枪扫射 嗯 身体碎裂的那一瞬间 应该是这种感觉 顾清云打去着自己 死死忍着体内疼痛 十分钟后 蜕变结束 境界一栏的不入阶 直接化作了一阶舞者一重 这让顾清云笑了起来 满心都是感慨与唏嘘 来到这方高五世界二十年 接触修炼六年 他蹉跎了六年 失败了整整六年 今年二十岁 一夜入阶 第四章 一切都不同了 未来 这方天地 一定有我顾清云的名字 顾清云开口喃喃 眼眸无比坚定 感受着周身沸腾的气血 虽然一夜未睡 但他却丝毫不觉得困倦 只想继续挥剑 不过这时 顾清云的周身忽然传出一股剧痛 特别是双臂 疼得要死 这感觉 就像是顾清云前世去健身房 把自己给练猛了一般 之前沉浸挥剑不觉得 突破境界时也不觉得 但这后面 这股痛劲就上来了 一阶舞者很强 一旦达到 就可力达千斤 平行世界 没有筋和公斤的概念 千斤等同于一吨 但强虽强 却依旧还是个人 既有短时间虚脱乏力 后面还是会带来疼痛的 顾清云有些呲牙咧嘴 这才感受到 自己昨晚练了一夜的剑 是有多么疯狂 不过 收获也是让人很满意的 他一夜入阶 成就从前自己 梦寐以求的舞者之境 顾清云放下合金长剑 为了怕吵醒妹妹 他没去浴室换洗 直接躺在床上 身体虽然疲累酸痛 可顾清云 却没有多少困意 没办法 突破一阶舞者 他的大脑太亢奋了 不断传来各种念头 我成功入阶 一月后的舞考试 不用担心了 只要坚持练剑 应该很容易就能取得第一 嗯 妹妹上大学的钱 也该着手去赚了 高五蓝星 五大虽然是为人类 培养中间力量 不需要学费 但顾清雪上大学的生活费 却依然需要 父母死后 顾清云扛起了家里的一切 对于妹妹 她只想让她好好修炼舞蹈 不想让她操心一点钱的事情 从前 顾清雪上大学后的生活费 这是让顾清云 十分头痛的事情 甚至像是一座山一样 压在顾清云身上 让人喘不过气 不过 现在倒是不用担心了 她已经是舞者 踏入舞道 对舞者来说 赚钱的路子有很多 嗯 之后去把三份工作辞了 顾清云想到了自己的三份工作 现在终于可以摆脱了 我自己好像也要上五大了 顾清云如今已经入阶 凭借绝世建仙系统 她更会飞速崛起 而五大 绝对是前期很好的发展平台 不仅不用交学费 还能获得诸多资源 人脉 关系 这些 可都十分重要啊 顾清云思绪万千 有很多事情在脑中划过 迷迷糊糊之中 她终于睡了过去 早上八点 满头银发的顾清雪 走出卧室 少女穿着简单 但精致的容颜 却依旧青春亮丽 正准备出门 顾清雪轻一生 疑惑地看了眼顾清云的房间 五考还有一月 五到高中现在都已经放假 让学生们自主修行 但今天是周一 顾清云可不会休息 她有三份工作 不可能会有休息的时间 想到这 顾清雪心底 就有些心疼哥哥顾清云 只是 顾清云怎么没去工作 顾清雪好看的蓝色毛子中 满是复杂 想到了昨日 自己劝顾清云 不要参加这节五考的事情 哥哥 她一定很伤心吧 顾清雪低下头 看着紧闭的房门 心中难受 片刻后 少女重新抬起头 满眼都是坚定 哥哥 我一定会在这次五考中 取得好成见 将来养你的 少女在心中立下誓言 离开出租屋 她没有打车 乘上公交 直奔韩武馆 高五蓝星 五道昌盛 武馆应运而生 每一家武馆 都要到谷国官方注册 记录 有的是官方运营 有的私人运营 这一点和公司很像 好比国企和私企 40分钟后 顾清云自公交车上走下 来到了韩武馆面前 韩武馆是一座独栋建筑 通体冰蓝 韩武馆并不算春城顶尖武馆 在一众武馆之中 只能算是中流 即便如此 韩武馆的学费 一月也要5000 十分昂贵 这甚至还只是 初级学员的学费 高级学员更加昂贵 要到一万蓝星币 以顾清雪的资质和天赋 它是符合高级学员标准的 不过那高昂的学费 却让顾清雪望而却步 抬脚 充满青春靓丽气息的顾清雪 走入韩武馆之中 武馆大厅不远处的沙发上 正坐着一个长相不错的少女 穿着蓝色的韩武馆高级学员练功服 虽然容貌被顾清雪碾压 少女却也是充满青春气息 少女看到顾清雪脸色一洗 快步走了过来 清雪你来了 我们去修炼吧 来人名叫吴小雨 算是顾清雪的好姐妹 吴小雨的家境不错 是韩武馆的高级学员 但天赋资质就差了顾清雪许多 顾清雪笑了笑点头 我先去换练功服 你去训练室等我 吴小雨点了点头 看着顾清雪的背影 眼中有些意味难鸣 这时一旁走过来一个男生 嬉笑着打去道 吴小雨 你说 你为什么非要和顾清雪一起玩呢 你看看你自己 除了家境比人好一点 其余各方面都被顾清雪碾压 你难道就不自卑吗 听着身旁男生的话 吴小雨嘴角抽了抽 转头怒瞪向那名男生 江明 我就喜欢和清雪一起玩 怎么 你追求清雪 居然打击我这个她的好姐妹 你懂不懂追女孩 换做江明的男生一愣 继而又嬉笑起来 怎么 我昨天给你的钱又花完了 说你两句怎么了 两句话 便将江明的富二代本性 展露无遗 吴小雨气急 正准备在说什么 顾清雪换好普通学员的 白色练功服走出 眼神疑惑地看向吴小雨 小雨 你怎么没去训练室 吴小雨转过头 看着顾清雪笑了笑 清雪 遇到江明了 我跟她聊了两句 顾清雪 这才看到吴小雨身旁的江明 她点了点头 却没多说什么 江明追求她 她知道 但还不说她 没有谈恋爱的心 就这江明是个花花公子 她也不喜欢 吴小雨最后瞪了一眼江明 与顾清雪 一同前往训练室 妹妹那头 开始一天的修炼时 顾清云睡到下午一点 终于从床上醒来 她坐起身子 忽然发现 早上还酸痛的身体 现在居然一点都不痛了 难道是混沌健体的原因 修炼武道 是个很吃苦 也很吃钱的过程 不仅修炼的过程艰难 需要百倍于常人的毅力 修炼之后 还要用昂贵的药育 来滋补身体 修复暗伤等等 不然 就只能一点一点修炼 每天都不能练过头 顾清云也是来到这个世界 才真正理解 穷文富武这四个字 缓缓起身 她看了眼 被自己静音的手机 仅仅一扫 上面就有十多个位阶来电 都是她工作的地方打来的 没有看内容 顾清云编辑了三个短信 分别给三份工作的老板 发了过去 昨天正巧是发工资的时间 她也不用再管什么工资 而她现在 终于能豪气地说一句 我不干了 发完短信 她将三人的电话拉黑 老死不相往来 父母死后的这两年时间 她过得真的不如狗 那三份工作 她每天都在忍着屈辱受气工作 但现在 不需要了 一切都不同了 第五章 苍云五管 气血破五千 顾清云起身 用了半个小时 将自己浑身上下洗刷了一遍 随后她就准备出门 去武盟认证一下武者身份 得到武盟认证的武者 就可以以武者的身份去找工作了 武者 和普通人差距很大很大 哪怕是最普通的一阶武者 给人当保镖 每月的工资 也在两三万蓝星币 临走 顾清云想起了妹妹为她买的战斗服 白色的锦盒被她打开 锦盒之中 是一套很像是西装的白色战斗服 战斗服摸上去十分柔软 弹力也很不错 这战斗服的多少钱 顾清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心疼 继而 是浓浓的感动 父母死后 她便与妹妹顾清雪 相依为命 兄妹二人 都将对方是做了自己最重要的人 顾清雪背着她打工医院 买了这件战斗服 这件战斗服 绝对不便宜 没去深究 带着浓浓的暖意 顾清云换上了这身 很像白色西装的练功服 别说 她长相本就不错 配上这一身白色西装 颇为有种世家公子少爷的感觉 若是她再输个小辫子 拿着一个古典手杖 就是妥妥的英伦绅士饭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顾清云笑了笑 拿起墙边的合金长剑 离开家门 下午两点半 顾清云从公交车上走下 看着位于市中心 独享一栋大楼的苍云武馆 苍云武馆 这是春城三大顶尖武馆之一 有官方认证的那种 而也只有 这三大官方认证的顶尖武馆 才能进行武者验证 将她的武者身份记录在武蒙 另外两家武馆 分别名为雷霆武馆 飓风武馆 两家武馆也都很厉害 离家也更近 顾清云舍尽求远 选择苍云武馆的原因 是因为苍云武馆敌传 主要已剑道出名 认证武者身份的同时 她也想来着看看其他的同道中人 顾清云手持合金长剑 一身白色西装 剑眉心目 她缓步走入苍云武馆大厅 很快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不过苍云武馆很大 来这里的帅哥美女有很多 此刻正有不少美少女 白领女工作人员 看着顾清云小声议论起来 有大胆的 更是拿出了手机对她拍照 毕竟人长得帅嘛 很正常 周围不少男性 则也投来目光 有羡慕 有嫉妒 有鄙视 有不服 感受着那些目光 顾清云心底一笑 抬步走到大厅的水晶柜台前 水晶柜台后 本正在一轮顾清云的几个女白领 顿时双目一亮 相互争强起来 金发玉姐安娜 大家对付看 有一个很不错的金发成熟玉姐 抢先一步 站在了顾清云的面前 露出笑容 这位先生 我是苍云武馆接待处安娜 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顾清云一身白色西装 长相帅气 这样的人 一看就是富家贵公子 又帅又有钱 谁不喜欢接待 毕竟大多数 不 是所有男的看到美女 尚且走不动的 顾清云没过多关注柜台后的金发玉姐 笑了笑道 我来进行舞者身份认证 金发玉姐文言笑容越发浓郁 递给她一张表格 你先填的表 登记一下信息 我给你准备测试试 好 顾清云接过表格 一行行填了起来 表格很简单 就是一些姓名 年龄一类 并没有家庭住址 武蒙登记 也要注重个人隐私 更何况 是在这高五事件 为了一些丝绸 而登门报复的 可有不少 武蒙作为官方机构 可不承担那个责任 安娜接过顾清云递来的表格 扫了一眼 看到年龄上写的20岁 安娜目光微亮 大多数人 是17岁参加舞考 进入舞大 20岁左右 气血达到极限 进入一阶五折 所以 顾清云这是哪个舞大的帅哥 安娜职业素养还是有的 只浮想连篇了一瞬 先生 请跟我来 说着 金发玉姐走出柜台 露出那身穿白衬衫 黑色包臀裙 黑丝袜 与高跟鞋的穿着 顾清云看了一眼 剑客的心神无比坚定 但是 这样的美女 谁不想多看两眼呢 跟在安娜身后 顾清云看了一路 没办法 安娜的身姿太摇曳了 他没猜错 对方应该 是在故意诱惑他 二人上到二楼 通过长长的走廊 来到了一间单独的测试室前 安娜伸手打开测试室 伸手示意了一下 先生 您可以进去了 舞者认证分两个环节 第一轮测试 是不用武器 武器 单凭自身气血 攻击测试台 测试气血实力 第二轮测试 您可以用上自己全部的实力 攻击测试台 好评估您的真实战力 顾清云点点头 好 多谢了 安娜摇了摇头 露出一抹妩媚的笑容 不用谢 金发玉姐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地离开 顾清云独自走入测试室中 测试室不算多大 大概有十个平方 最前方摆着一个圆形测试台 测试台上方投影着一道虚拟屏幕 其上的各种数值都为零 第一轮测试开始 请测试者卸下武器 站在测试台前 对测试台攻击 电子机械音响起 顾清云根据指示 来到测试台前站定 他将手中拿着的合金长剑放下 又全握紧 顾清云双目认真 下一刻出拳 碰 顾清云的一拳 狠狠打在测试台上 发出巨响 整个测试台都微微震了震 不过很快平息下去 顾清云收拳 看向测试台上方的虚拟屏幕 虚拟屏幕上的数字飞速划过 顷刻间突破一千大关 破了一千 便是五折 但数值却远远没有停下 两千 三千 四千 五千 最终 测试台上的数值 停在了五千零八十二这个数字 同时 测试室内响起语音播报 您的气血为 五千零八十二 一阶五折五重 是否重新进行测试 您第一轮测试 还有两次机会 顾清云看着那个五千零八十二 有些愣神 他的气血 不才一千吗 怎么就五千零八十二了 顾清云没太理解 混沌剑体是强 可介绍上不是说 只是使用长剑时 自身所有属性增幅百倍吗 他这还没用长剑呢 顾清云眼神古怪 却也大概明白了 这是怎么回事 混沌剑体 乃是无上级体质 对于剑道的增幅是其主要作用 而普通挥拳 这却也不是没有增幅 没有增幅 那就不是无上级体质了 可是 刚刚他只是 简单地出拳 就增幅了五倍 认真一拳 会有多少 顾清云看向了测试台 说道 重新测试 第六章 综合潜力评价 S 顾清云说吧 面前的虚拟屏幕上 数值很快归零 顾清云这次宁谋认真 右臂肌肉微微鼓起 碰 他用上了自己全部的力道 只想看看自己全力的一拳 能达到什么层级 测试台再次微微一阵 骑上数值飞速跳动 这次 一千大关直接没有 起步就是三千 四千 五千 六千 七千 八千 顾清云眼睁睁地看着数值跳动 最终定格在了9930这个数值上 您的气血为 9930 一阶五折九重 是否重新进行测试 您第一轮测试还有一次机会 看着这个气血 顾清云梦了 一点气血 等同于一斤全力 而现在 他的实际气血 其实只有一千 全力居然有9900多 将近一阶五者巅峰 混沌舰体 在他不使用剑的情况下 将自身全方位增强了十倍 卧槽 太恐怖了吧 顾清云没忍住 心中抱了句前世的国粹 随即 他看着眼前的9930 再次选择测试 用掉最后一次机会 这次 他左拳握紧 对着侧室抬打出 碰 竖直跳动 最终定格在8736竖直上 顾清云眼中浮现一抹果然 和他想得不错 左拳的尽力 要比右拳少一些 那么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 人的双腿力量 肯定要超过双臂 他现在要是踢人 能直接踢出万斤之力 十吨多 这比得上一个大货车撞人了吧 顾清云为自己的实力 感到有些震撼 这就是有系统的那天吗 系统爸爸真好 摇了摇头 顾清云从对自己实力的震撼中走了出来 他看向虚拟光屏上的三个数值 选择了第二次测试 作为最终结果 您的气血为 9930 一阶五折九重 下面进行第二轮测试 真实战力测试 请您全力攻击测试台 顾清云缓缓拿起合金长剑 出鞘 握紧长剑的那一瞬间 他整个人的气质都变了 原本 是内敛 沉稳 而今 是自信 灵力 仿佛天地之间 唯我了一剑 剑进呼道 发动 混沌剑体持剑时 全属性增强百倍 发动 顾清云一剑刺在测试台上 专心致志 全力施展 身为天才 他没准备刻意张扬 但却也绝对不会刻意低调 低调 那只是虚假的天才 顾清云对自己这一剑有预料 可能直接会有十万精力道 然而 合金长剑 刚刚刺中金属测试台 就直接开始寸寸崩碎 这一幕 是顾清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 他愕然地看了一眼手中的长剑 心头这才恍然 这把长剑 只是很普通的合金长剑 售价一千多 这还是当初父母在世时 给自己买的 用到了现在 而经一剑下 他竟然碎了 并且还是寸寸崩碎 粉碎的那种 顾清云心中来不及心疼 面前的测试台上方 虚影光屏上的数值 飞速跳动 最终定格 爆发净力 18626 二阶五兵一重 爆发速度 17772 二阶五兵一重 精准度 综合战力平定 顾清云看着前的爆发净力 和爆发速度 眼神尽是满意 他现在一阶五者 手持长剑 出手就是二阶五兵 一重层次的攻击 并且 这还是普通合金 长剑崩碎了的缘故 若是手中有一把 能承受自己尽力的长剑 顾清云简直不敢 想到最后的数值 看着虚拟光屏 顾清云皱皱眉 等了这么久 那精准度和综合战力平定 怎么还没出来 下一秒 他心头恍然 自己刚才 本能地用上了剑镜胡道 规则系的无上级天赋 可能 这测试台测试 被他打崩了 就在顾清云 这般猜测的时候 光屏一闪 最后两栏终于出来了 精准度 百分之一百 综合战力平定 二阶五兵一重 综合潜力评价 S 在综合战力平定后 又多出一栏 综合潜力评价 顾清云微微愣了愣 继而笑笑 没有再继续第二轮测试 常见都碎了 还测试个什么 并且这个结果 顾清云也是比较满意的 若是太逆天的话 他怕被人盯上 顾清云拿过垃圾桶 仔细收拾起 地上碎裂的合金长剑 几分钟后 他重新来到大厅 找到接待他的金发玉姐 安娜这时 正和身旁的同事们聊着什么 脸上笑容满满 这时 一个女白领问道 安娜姐 你说那小帅哥 会是什么境界 战力又能有多少 安娜想了想 根据自己对顾清云五大天骄 富家贵公子的身份 平定了一下 最终给出回答 我觉得 至少是一阶舞者三重 战力应该在五重之上 女白领狐疑 能有这么高吗 小帅哥看起来也就二十岁 不会有这么高吧 是啊 安娜姐 我刚刚查了下 春城几所五大的天骄 没有和刚才那位小帅哥 长样的呀 安娜闻言 却也不知道 该怎么和几人解释 反正 顾清云给他一种 很自信的感觉 这种人来参加舞者认证 安娜没见过 战力低于五重的 这时 一身白色西装的顾清云归来 安娜看着她目光一亮 满面笑容 结束测试了 我来看看 说着 她打开面前的电脑屏幕 查看起有关顾清云的测试数据 安娜身旁的几个女职员 也都来了兴趣 纷纷围过来观看 电脑屏幕上的夹载画面 很快划过 一页崭新的测试数据生成 第一轮测试 尽力结果 9930 境界平定 一阶五折九重 前两行映入眼帘 安娜的一双美眸 顿时露出惊讶之色 在她身旁的一众女职员们 看着那个9930的数字 也是都愣住了 一阶五折九重 这比安娜预测的还要夸张 并且 这还只是境界而已 五折的真实战力 一般都比境界要高 安娜和众女一同向下看去 接下来的结果 让安娜和一众女职员们 全部惊骂了 第二轮爆发测试结果 爆发净力 18626 二阶五兵一重 爆发速度 17772 二阶五兵一重 精准度100% 综合战力平定 二阶五兵一重 第七章 巅峰舞者 武馆教练 苍云武馆的水晶柜台后 经发玉姐安娜和一众女职员们 看着顾清云的测试结果 所有人全部愣住了 一位女职员呆呆转头 看向安娜 安娜姐 我没看错吧 爆发测试结果 净力和速度都达到了 二阶五兵一重 精准度100% 综合战力平定 居然达到了二阶五兵 天呐 她的境界 这是一阶五者九重 竟直接跨越了大境界 开玩笑的吧 众女满心吃惊 先前两位说 顾清云连五者五重都达不到的 现在只觉得一个个无形的巴掌 扇在了她们的脸上 好在 她们的话没被顾清云听到 不然现在绝对的尴尬的要死 这哪不是五大天教啊 这是五大天教中的顶尖啊 众女都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安娜也看着顾清云的测试单 整个人有些凌乱 顾清云这时对着安娜笑了笑 开口问道 你好 我可以成为五盟的认证舞者了吗 水晶柜台后 金发玉姐回过神 连连点头 当然可以 先生稍等 安娜说完 挥手看向一众女职员 你们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那边顾客都在催了 观看顾清云成绩单这一会 水晶柜台旁 已经又来的几位办理事务之人 然而她们等待半天 女职员们都围在顾清云那边 几个男人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 女职员们文言纷纷低下头 赶忙回到各自的岗位上 安娜这时 一边给顾清云打印成绩单 将成绩上传到五盟 另一边 她鬼使神差地 拿出了自己的大厅主管卡 在机器上刷了一下 原本 那综合战力评定 下本没有的一行缓缓浮现 综合潜力评价 S 虽然早有预料 但看到这个结果 安娜还是小嘴微张 心头满是震惊 综合潜力评价 这是 只有天骄才会有的一篮 并且也不是谁都可以查看 要不是安娜是大厅主管 根本没有权限查看 一看之下 安娜彻底心惊了 她看向顾清云的美眸 满是惊讶 顾清云才二十岁啊 进阶是一阶五者九重 战力已经达到了二阶五兵 甚至 她的综合潜力评价 安娜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砰砰跳 什么绝世天才 今天居然被她给遇到了 这什么那天运气 安娜很快打印了一张测试单 走出柜台 先生 请随我来 带着顾清云 二人很快来到大厅旁的沙发处坐下 安娜将顾清云的测试单摆在茶几上 示意顾清云确认 顾清云看了一遍 没什么问题后点头 安娜满脸笑容 先生稍等 我这就去将你的五盟 认证徽章拿来 金发玉姐说完 玉手轻轻斧了一下裙摆 踩着高跟鞋 哒哒哒离开 顾清云看了一眼 再次确定了一件事情 这安娜在诱惑她 并且在看到自己测试单后 她的动作更大了些 却又恰到好处 既不让人觉得她风尘低俗 却又将自身的性感妩媚 体现得淋漓尽致 极品啊 顾清云感慨之时 安娜已经拿着一个锦盒走回 锦盒不大 也就一个表盒般大小 安娜将其打开 露出其中一枚白色金边的徽章 徽章很是华丽 是身份的象征 也是武盟官方的认可 安娜这时又递过一份证书 先生 签了字后 您就是我们武盟官方认证的 一阶舞者了 证书上写的境界 是一阶舞者巅峰 顾清云很满意 收起证书与徽章 谢谢 这句谢谢 是发自内心的 苍云武管之行 她一分钱没话 不仅倒了个官方认证的舞者身份 还白蹭了一次免费测试台 那东西可很贵的 一次使用 就要一千蓝星币 当然 顾清云也没忘记 今天出来的第二个目的 就是以着心到手的身份 去找一份工资很高的工作 顾清云刚有这一想法 还没等他起身 安娜看着他 就笑着开口 顾先生 你有没有想法 在我们苍云武馆任职个教练 安娜试探着问道 她看了顾清云填的表 上面没有自身 是在拿索五大 可能是顾清云不想透露吧 但是顾清云的综合潜力 可是SR 就白白在眼前走了 安娜太不甘心 苍云武馆的武馆主 才三阶武将巅峰 半步武军之境 而面前这位青年 年仅二十岁 就走到了武者巅峰 未来 这也绝对是一位 灰衣飞冲天的人物 安娜实在是想 多跟顾清云有些接触 听着安娜的话 顾清云也是愣了愣 她刚想到了找工作的事情 安娜居然就直接提出来了 只是 在苍云武馆当教练 苍云武馆的教练 不是需要最低武兵进吗 高五蓝星的境界跨度比较大 每个大境界之间 差距都是十倍以上的 所以 担当高中教师的 一般只是寻常的一阶武者 五大教师 才可能是二阶武兵 因此 想要给自家孩子更好的教育 那就要报名武馆 比如苍云武馆 二阶武兵进的教练 就有很多 就连三阶武将进的教练 都有不少 他只是一阶武者巅峰 有这个资格吗 安娜看着顾清云满脸笑容 说道 这一点 顾先生不必担心 你的战力平定在二阶武兵 我觉得武馆高层 应该会特批的 他起初 只是试探地说一句 没抱什么希望 毕竟顾清云这样的天才 几乎不可能答应来当教练 可他没想到 顾清云好像还真很有兴趣的样子 这时 安娜就见顾清云的双目微量 你们武馆的教练 工资有多少 他关注的只有工资 安娜笑着回应 普通教练月薪 三万到五万蓝星币 若是高级荣誉教练 月薪在十万蓝星币以上 安娜的话 让顾清云双目彻底亮了 不过他没被惊喜冲昏头脑 继续问道 工作时间呢 一天一节课 一个半小时 单独带学员有绩效奖金 并且 只要成为了教练 我苍云武馆的所有设施 都会免费开放 还有免费的高级药玉 每天可以泡 福利很多 这个条件 彻底将顾清云给砸懵了 一天一节课 一个半小时 月入三万到五万 所有设施免费开放 还有免费的高级药玉 天哪 第八章 会一点点见到 顾清云着实对安娜所说的待遇 有些心动 加入苍云武馆当教练 他不仅赚钱的事情 不用愁了 就连药玉都能免费跑 还是高级药玉 那东西 顾清云之前 可是很眼馋的 想必他每天练剑 若是能配合上高级药玉 身体恢复的绝对会更快 这样的条件 谁能拒绝 顾清云点点头 安娜见他反应 就知道这件事情 多半成了 他再次在心底感慨了一遍 自己的好运气 随即起身 顾先生 请跟我上八楼 安娜带着他 走向宽大的水晶电梯 不多时 电梯在八楼停靠 苍云武馆的八楼装修 更为豪华 安娜一边带路 一边给顾清云介绍道 苍云武馆大楼 一共有九层 一二层是办事大厅 和对外开放的场地 三层和四层 是普通学员 和高级学员们的训练场地 五层是教练办公室 六层和七层是精英学员 核心弟子的训练场地 八层则是高级荣誉教练 副馆主们的办公室 和训练场地 最后的九层 则是灌主的地方 安娜带着顾清云 一路穿过第八层 来到一间豪华宽大的办公室前 安娜让顾清云在外等一下 自己率先抬步走路 办公室墙壁 是特制的水晶玻璃 让里面之人的举动 一览无遗 顾清云就见安娜走路后 将她的材料 递给了办公桌后的一个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一头乌发 体型不算健所 却显得极为云尘 这就是沧云武馆的副馆主吗 顾清云有些好奇 副馆主 三阶武将强者吗 办公室内 安娜看向办公桌后的副馆主谭清松 有些急切地说道 谭管主 这是我招来的教练 你看看她的信息 办公桌后 谭清松接过测试单 扫了一眼 看到年龄和境界时 她皱了皱眉 才二十岁 一阶舞者巅峰 就这也来应聘 沧云武馆的教练 谭清松眉头微皱 安娜 我们沧云武馆 还没到缺教练的地步吧 金发玉姐站在办公桌前 却不答话 这时 谭清松也看到了 下面的爆发战力测试 综合战力平定 二阶武兵一众 谭清松一愣 抬眼看向安娜 安娜看着她 一脸的似笑非笑 像是在说 失策了吧 谭副馆主 谭清松低头 又重新看了一遍测试单 最终 她的视线定格在那百分百的精准度上 或许很多人 不知道精准度是什么概念 但谭清松身为武将强者 是十分清楚这个概念的 精准度 共有两层意思 第一个就是表层 打的是否准 第二个 则是在击中测试台时 这个人的发力损耗有多少 多少造成了真实有效的伤害 精准度百分百 开什么玩笑 一拳打出 没有半点浪费 这天才啊 谭清松一惊 赶忙看向安娜 这个顾清云的综合潜力了 单单是这份成绩单 谭清松就能看出 顾清云绝对不凡 安娜看着谭清松 笑容浓郁 谭管主 她的综合潜力评价是 S级 什么 谭清松大惊 转头看向了办公室外 一袭白衣的顾清云 就是她 谭清松压下眼底深处 浓浓的亥然 问道 安娜点了点头 谭管主 我觉得她有资格 当我们苍云武馆的教练 谭清松缓缓起身 瞥了安娜一眼 有资格 当我们苍云武馆的教练 安娜一愣 本能的皱皱眉 谭管主 她的境界虽然还有些低 但实力却已经过了五兵线 当教练没问题吧 谭清松文言笑了起来 苍云武馆 是春城三大顶尖武馆之一 想当这里的教练 虽然最低需要是武兵 但他们几乎不会 让一个武兵一重来当教练 最低 也要是武兵五重 这就跟顾清云前世 有的公司招人说不限学历 但到了面试环节 只有大学本科一样 安娜柳眉微皱 觉得今天这件事 有些难办了 但若是 这谭清松不同意 那她就去找别的副管主 甚至是去找管主 不论如何 这个潜力S级的天才 得留在苍云武馆 谭清松见到安娜的反应 就知道她理解错了 她倾笑出声 带头走向门口 普通教练 太折辱她了 至少也要是高级荣誉教练才行 你先跟她聊聊擅长什么 能教学哪方面的课程 我去找其他两位副管主 高级荣誉教练 安娜为之一惊 完全没有想到谭清松出口 居然是这句话 高级荣誉教练 在苍云武馆 可是只受于武兵巅峰 乃至武将的教练啊 顾清云 安娜都惊住了 这时 谭清松走出办公室 对门外的顾清云笑着伸手 你好 我是谭清松 小友真年轻啊 对方的善意很浓 顾清云自然不会冷脸 只是她性子冷淡 与其握手时笑了笑 叫我顾清云就行 谭清松伸手 示意顾清云进入办公室 你先进办公室 和安娜聊聊 日后教授课程的事情 我先失陪一会 没有多想 顾清云点点头 走入办公室内 安娜正坐在会客沙发上 包臀裙下的黑丝长腿并拢 既妩媚又优雅 顾先生 你当教练的事情 基本已经敲定了 由于高级荣誉教练的事情 还没确定下来 所以安娜暂时没说 她上露出笑容 月薪三万多 福利满满的工作到手了 果然 舞者来钱就是快 天才舞者 赚钱更快 只是很多天才舞者 家境都很好 压根就不用出来赚钱 这时 安娜问起顾清云擅长什么 拳腿刀剑 好决定给她今后 安排什么课程来带 说到这里 顾清云谦虚笑笑 我倒是会一点见到 可以给我安排这方面的课程 见到 安娜挑了挑眉 顾清云有些好奇 怎么了 安娜摇摇头 她倒是对顾清云 擅长剑道不意外 毕竟顾清云来测试的时候 就带了一把合金长剑 只是那把合金长剑 现在不知道去哪了 安娜解释道 你也知道 我们苍云武馆以剑道为主 所以 教剑道的教练要求会比较高 你可能还要经历一次考核 顾清云听后恍然 苍云武馆这么大 又是以剑道文明 来这里学剑道的学员肯定不少 苍云武馆 一定会好好筛选教授剑道的教练能力 不然 那不是砸自己招牌吗 顾清云表示理解 点头 可以 考核没问题 第九章 S级武纪 剑开天门 二人聊着 慢慢熟络 不多时 安娜对她的称呼 就从顾先生 变做了如今的清云 顾清云对安娜的称呼 也变成了安娜姐 十分钟后 谭清松匀称的高大的身形 推门而入 在她身边 还跟着一位老者 老者黏过半百 两鬓斑白 穿着一身黑色金纹的锦衣 谭清松介绍道 这位小友 这是我苍云武馆的另一位燕馆主 老者看向了顾清云 对她清和笑笑 我名言和 小友叫什么 顾清云 顾清云起身 与老者握了握手 老者清和地看着她 满脸都是笑意 如若看到了西式珍宝一般 谭清松转头对安娜问道 安娜 你和顾小友聊得如何 顾小友擅长什么方面 能带哪方面的课程 安娜将顾清云自称 会一点剑道说了出来 谭清松一愣 转头与烟河对视一眼 继而晚而 她摇头看向顾清云 感慨说道 我苍云武馆已剑道出名 可我与烟馆主 却都不擅长剑道啊 无法对你进行考核 谭清松说着 有些难办 她擅长的是体内的气血调整 以及一部分拳法 而烟河 擅长的是腿法和调理要一方面的 另一位主抓剑道的副馆主 今天不在 甚至想找馆主考核 顾清云都不行 因为苍云武馆馆主 也不在 烟河这时笑道 高级荣誉教练的事情 我们二人都同意 只需要上报给馆主审批就能下来 不会有什么问题 至于剑道 既然王馆主和馆主都不在 无法考核 那就让清云小友 和一位教练 相互用剑道对战试试吧 清云小友若能胜出 自然应该没什么问题 谭清风想了想 笑着点头 听着他们的对话 顾清云却有些发猛 高级荣誉教练 不是普通教练吗 他看了安娜一眼 安娜笑着给他解释了一遍 顾清云被惊喜砸中 完全没想到自己 竟直接成了 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月薪十万 那可是 各种隐形福利 也肯定要比普通教练 好处很多 直到最后 走出苍云武馆 顾清云都是有些发猛的 怀揣着提前预知的三万块工资 顾清云路上 顺手购买了一把一阶合金长剑 花了一万块巨款 随后 他又买了不少补身子的补品 这才回到家中 等顾清云回到家时 妹妹顾清雪已经回来了 并做好了一桌的饭菜 顾清云开门走进来时 顾清雪着实看愣了 少女看着一袭白衣的顾清云 目光有些呆滞 她被哥哥帅到了 哥 顾清雪有些呆呆地说道 顾清云看着他笑了笑 将一大堆补品 以及剩下的一万五千块蓝星币 放在了桌子上 顾清雪倒吸一口凉气 哥 你抢银行了 顾清云玩耳一笑 摇了摇头 她今天的经历太过离奇 还有些没想好 怎么和妹妹说 这些钱是我赚来的 我换了一份工作 钱和补品你放心用 还有一个月 好好努力 争取迈入一阶五者 顾清雪看着顾清云 眼神越发古怪 顾清云今天穿上了他买的那身西装 这明显不是去做什么坏事 所以 顾清云怎么赚到这么多钱 顾清雪眼神变了 紧紧盯着顾清云 他哥 该不会被富婆包养了吧 天哪 顾清雪心头情绪疯狂涌动 他看着顾清云 走回房间换衣服的背影 莫名觉得顾清云脚步有些虚浮 当顾清云换好衣服 坐在饭桌前时 顾清雪想说些什么 却没说出来 他含泪收下钱和补品 看着顾清云满心坚定 哥 我一定会努力变强 帮助你脱离苦海的 未来 妹妹一定不再让你被包养 顾清雪觉得 顾清云为她简直付出太多了 不过被富婆包养一段时间 这好像对自己哥哥来说 也挺不错的吧 就看是什么富婆 如果能让顾清云放弃这次五口 那顾清雪还真要感谢那个富婆 顾清云并不知道 自己妹妹想的有多偏 兄妹二人吃完晚饭 晚饭期间 二人都没有多说 各有心事 顾清云是想着未来 参加了五口 她是选择去京都和摩都的五大 还是留在春城 春城地处北方行省 地理位置很不好 各种修炼 自然没有中步发达 但今天得了 沧云武馆这么大安慧 还给她提前预支 三万蓝星币工资 让顾清云直接拍拍屁股走人 属实有点不好意思 顾清雪 则一直都在想 顾清云可能被富婆 包养了这件事情 顾清云要知道 自己妹妹居然是这样想的 绝对会当场气到脸黑 吃完晚饭 兄妹二人各自回房 顾清雪修炼了一整天 晚上只需要好好休息 所以她很快沉沉睡去 顾清云确实没睡 虽然在身体有些累 明天还要上班 但她却也想将 剩下的424次挥剑给做完 这样 她的挥剑次数 就来到了1000次 又能触发一次特殊奖励 顾清云站在不大的空地前 拿起新买的 一阶合金长剑 这花了她一万块蓝星币的 一阶长剑 比之前的普通长剑 精良了太多 坚韧性 锋利性 也是之前那一把 远远不可以比你的 握紧长剑 那种与长剑快要融为一体的感觉 再次浮现 刷 顾清云身前 一道剑光闪烁 第一剑结束 叮 恭喜主人 挥剑577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带着全新的剑道感悟 审视之前那一剑 总结缺点与优点 继而重新挥剑 刷 刷 老舅的卧室内 一声声挥剑声响起 一练就是到了后半夜 凌晨3点 顾清云浑身大汗淋漓 最后一剑落下 叮 恭喜主人挥剑1000次 触发特殊奖励 恭喜主人 获得S级5G 剑开天门 剑开天门 S级5G 我这一剑 可开天门 听着脑海内的系统提示 顾清云笑了笑 不过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意识就不禁再次被拉远 和绑定混沌倒体时差不多 苍茫的天地间 透明人影静静而立 顾清云的意识 在透明人影内 缓缓抬剑 长剑挥落 天穷之上云层炸裂 一道门户自虚空中敞开 投射出宛若银河一般的剑光 剑光清晰而下 奔流不息 强大非凡 下一秒 顾清云的意识 离开这片苍茫天地 回到了老旧出租屋之中 这就是 剑开天门 顾清云下意识难难 心头充斥震撼 姓名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一接五者一重 气血 14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5G 剑开天门 S级 入门 武器 一接合金长剑 一接 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那原本最后空缺的5G一栏 现在也有了一项 并且 有了刚才的意识传功 顾清云的剑开天门 直接入门 顾清云不禁有些兴奋 想尝试一下 剑开天门的威力 不过 他想到 那恐怖绝伦的场景 打消了在家里尝试的念头 顾清云穿上衣服出门 打车到了郊外 站在公路旁 顾清云手持长剑 盯着远处的大山 那是春城很有名的原始森林 其中没有什么人烟 不过 为了防止伤到人 他又沿着公路走了很远 找到一片空旷的空地 一眼望去 一个人都没有 顾清云笑了笑 站在公路旁 手握合金长剑 我这一剑 可开天门 顾清云抬剑挥处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一千零一刺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 脑中系统提示响起 顾清云没有在意 他全力施展剑开天门 轰隆 头顶虚空云层之中 一道门户隐隐动开 投射出一道剑光 剑光照射地天地微微亮起 像是一道闪电般 劈向大地 剑光没有在意识空间中那般浩瀚 却也是强大无比 顾清云这一剑最终落下 在他面前十米外 炸出了一个巨大的大坑 大坑很深很深 被剑一穿透 这就是 剑开天门吗 顾清云持剑 全属性增强百倍 几乎等同一位巅峰武兵 而他在施展剑开天门 感觉自己的力量 已经隐隐达到了更高的层次 武将吗 我这一剑 可战武将 顾清云心中好奇 这是公路旁路过的几个车子 不由停下 奇奇看向这边 卧槽 那是什么 闪电吗 不像啊 天空又没打雷 怎么会有闪电 那会是什么 我怎么看着 像是 剑光 剑光 你开玩笑吧 春城范围内 有谁能施展这么恐怖的剑光 谁行车记录仪拍下来了 刚才都没来得及用手机拍 我我我 快看行车记录仪 这发到网上去 绝对会爆火呀 说话的人 打开行车记录仪 放大看去 由于离得很远 行车记录仪的像素又不高 所以 那里面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 以及那人影出剑后 伴随而至的剑光 还真是个人啊 这真是那人在出剑 天哪 这是什么剑道强者 太夸张了吧 众人好一番的震惊 纷纷将视频保存 发到了网上 第十章 闪电与持剑身影 早上八点 顾清云再次穿上一袭白衣 从房间中走出 今天第一天上班当教练 他还是有些兴奋的 同时 今天还有一场属于他的剑道考验 顾清云也很好奇 不用剑开天门 单凭剑道 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水平 餐桌旁 一头白发的顾清雪 早已经做好早饭等着他了 兄妹二人相依为命 顾清云工作很忙 所以 早饭和晚饭 一直都是顾清雪来做 顾清云偶尔休息时 也会做饭 但他做的味道 属实是不怎么好吃 和妹妹差了太远 吃着很有营养的早餐 顾清雪看着顾清云 一袭白衣的样子 眼神越发古怪了 他很快吃完 穿上衣服 出发前往寒武馆 看着妹妹离去的背影 顾清云依旧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与对方开口 不过 寒武馆和苍云武馆比起来 差了太多 等他这两天 在苍云武馆站住脚后 便将自己已经踏入武道的事情 告诉妹妹吧 五考还有一月 顾清雪得到更多的资源 才能拥有更强的实力 届时在五考之中 也才会更有把握 心中决定 顾清云收拾了下餐桌后 拿起合金长剑前往苍云武馆 顾清雪一头白发 长相清丽 倒了一次公交车后 他终于来到了寒武馆的门口 而寒武馆此时的大厅内 吴小宇和江明再次聚在一起 吴小宇已经换好代表 高级学员的蓝色练功服 江明则是一身黑色练功服 代表着他寒武馆精英学员的身份 二人坐在沙发旁 这时正窃窃私语地交流着什么 江明 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今天请教练 要带我们去苍云武馆测试气血 观摩苍云武馆 到时候看到苍云武馆的好 我会帮你多说说 清雪一定心生羡慕 而以清雪的家庭 是绝对上不起苍云武馆的 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江明文言笑了笑 脸上浮现一抹自信 我也有败入苍云武馆的想法 只是当初跟着顾清雪 才来这寒武馆 不然这种破地方 我才不来 只要你今天帮我 苍云武馆的高级学员学费 我给你出了 吴小宇点头笑笑 看到顾清雪自大厅门口走入的身形 起身相迎了过去 江明坐在沙发上 看着顾清雪满眼都是热恋 吴小宇这个计策不可谓不妙 在这个武考仅剩一月的时间点 教练带着他们去苍云武馆测试气血 观摩大武馆的环境 届时所有人都会想到 我要是能在这修炼 那武考的时候实力肯定更强 这个时候 自己再站出来报名苍云武馆 绝对会将所有人 对苍云武馆的渴望拉到极致 再有吴小宇的旁策帮忙 顾清雪肯定也很想 败入苍云武馆 可以顾清雪的家境 韩武馆高级学员的学费都出不起 又何谈苍云武馆的学费 那可是春城三大顶尖武馆之一 哪怕普通学员 学费也是一万五起步 高级学员的学费更是高达三万 此行 江明的花费预计在九万块钱 近乎是他两个月的生活费 不过 只要能追求到顾清雪 这些都值得 他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顾清雪性格倔强 宁可不败入苍云武馆 也不接受他的钱 那他就很难办了 韩武馆大厅门口 顾清雪白丝如铺 五官精致漂亮 他的一双美眸 看了吴小宇 又看了一眼 他和江明刚刚所在的沙发 顾清雪没说什么 转身去换练功服 很快 一身白色练功服的顾清雪 来到训练室 见到了和自己一个班的训练室同学 最前方 一个身穿黑色练功服的中年教练 正站在那 笑着给大家讲着什么 训练室内的气氛很热烈 这让顾清雪有些疑惑 吴小宇这时给他介绍道 清雪 我们无关的测试抬坏了 原定的测试器学 要改在沧云武馆进行 沧云武馆 顾清雪惊讶了下 那可是春城三大顶尖武馆之一 无数高中生们 梦寐以求的修炼天堂 去那里测试 吴小宇点了点头 是啊 连我都没有去过沧云武馆呢 秦教练这次还是动用了关系带我们去 我们可太幸运了 顾清雪眼中惊讶 却也跟着点了点头 能去沧云武馆 哪怕只是去掌掌见识 这也是很难会有的阅历了 最前方 中年教练秦大海拍了拍手 吸引所有人的目光 诸位同学 上午还是照常训练 调整好你们的状态 下午一点 我们准时出发前往沧云武馆 训练室内又是好一阵的热恋 随后 所有学员在训练室内纷纷训练起来 一个个拳头打得虎虎生风 鼓足了干劲 顾清雪也差不多 穿着白色练功服来到练肉去 高五蓝星 人人体内天生就有气血 而一阶舞者还有个名字 练肉镜 以气血之力 淬炼周身血肉 淬炼完整一遍后 便能够正式跨入舞者行列 顾清雪在身上绑了很重的沙袋 不断地锻炼力量 锤打自身气血 在这个过程中 他引导气血之力 淬炼自身血肉 进度虽然缓慢 却也实实在在地在提升增长 而他专心致志地训练的时候 一旁的吴小雨 跟着训练了半个小时 就有些累得喘不过气 摇头直呼要休息 随后 他就坐在一旁 边喝水边刷手机 顾清雪没搭理他 他知道吴小雨的性子 要不是对方死缠烂打地跟着他 再加上二人是同班同学 不然 他也绝对不会和对方成为好姐妹 如今这样 顾清雪努力修炼 吴小雨摸鱼 这就是二人的日常 不过 本安安静静刷着短视频的吴小雨 却忽然惊呼一声 天哪 顾清雪瞥了他一眼 微微皱眉 吴小雨却没发现顾清雪的视线 自顾自看着手机中的视频 视频有些黑 并不能完全看清 但很快 视频中远处的天色 微微亮了一下 天地之间 像是有一道闪电披在了大地上 吴小雨定睛看去 发现那闪电旁 居然站着一个人 虽然很模糊 但绝对是人影 人影手持长剑 正在挥砍 而那闪电正是人影一剑所劈砍出来的 这 吴小雨双目瞪大 满眼震惊 第十一章 那才是安娜杰喜欢的类型 在蓝星 修炼境界并非秘密 一阶五者 主炼肉 二阶五兵 主炼皮 一旦成就 会获得一身铜皮 普通刀剑难伤 三阶五将 则主炼一身筋骨 钢筋铁骨 无坚不摧 防御力非凡 四阶五军 则是炼斧 淬炼五脏六斧 而到了五阶五猴镜 舞者方才会掌握神意 视频之中 那道白色的闪电 很显然就是那人影所展出的剑意 剑意 五猴镜 春城连一位五猴强者都没有 这人影哪来的 吴小雨满心地吃惊 顾清雪发现 他情况不对 也暂停修炼走了过来 看着吴小雨手机上的视频 漆黑一片的天色下 能朦胧地看到一道人影 站在那灰剑 继而闪电般的剑意闪烁一瞬 这 顾清雪也皱紧眉头 想到了吴小雨所想 春城最强者 也就是城主柳青山 不过是四阶五军巅峰 在苦苦领悟意 可那视频之中 却有一人掌握了剑意 顾清雪向下看了一眼 发现 IP地址就是在春城郊外 他的眉头微微皱紧 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 绝世天骄 五阶五猴镜 方能掌握意 不过这也并非唯一 有一些天才 在武将镜 或者武军镜 便能提前领悟意 不过那样的天才太少了 至少也得是拥有 S级天赋的天才才行 S级天赋 顾清雪心头沉吟 忽然想到了一人 城主柳青山 是春城最强者 四阶五军巅峰 而他有一位女儿 名为柳寒韵 柳寒韵在一年前参加武考 一举检测出 S级资质和超绝天赋 成为当时春城的荣耀 莫非 那个灰剑之人是他 想起那位昔日 偶然见过的传说学姐 顾清雪就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但他心底 依旧有些匪夷所思 柳寒韵今年才上大一 应该才二阶五冰境吧 这么快就突破到武将境了 还掌握了建议 顾清雪心头 诧异沉思的同时 另一边 顾清云也来到了 位于市中心的苍云武馆 一袭白衣的他 走入武馆大厅 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那奢华的装修 宽阔的大厅中央 摆放着一张水晶柜台 柜台内有的女职员们 正在工作 大厅主管安娜 也站在柜台之中 不过他却没第一时间 发现顾清云 因为他被一个讨人厌的家伙 给缠住了 安娜 你怎么就不同意我的追求呢 我现在是二阶五冰境七重 我想我很快就能突破 这三阶五将的 你给我时间 最多三年 我就一定会成为武将 这样的我 还不足以成为你的另一半吗 一个个子不高 约莫只有一米七的 三十多岁男人 站在柜台前 对着安娜苦口婆心地说道 安娜白了他一眼 摇摇头道 丁教练 我在工作 请你不要打扰我好吗 男人名叫丁海洋 是苍云武馆的一位教练 追求安娜很久了 但安娜却根本不搭理他 对待他 甚至连养鱼都算不上 每次见到他 都是冷冰冰的 这让丁海洋有些无力 觉得自己是不是 真的没希望追求到安娜 但让他放弃吧 他还不甘心 安娜不论是长相 还是身材 意或者气质 这些都全部长在他的审美上 所以 丁海洋便不肯放弃 哪怕每次都碰壁 却也没有个自知之明 依旧在追求 安娜身旁 不少女职员们 看着丁海洋无嘴偷笑 丁海洋发现之后 脸色一板 拿出了自己当教练时的气势 你们笑什么笑 女职员们却不害怕他 见他生气 都咯咯笑了起来 他们的顶头上司 只有安娜 而安娜还十分互端 丁海洋根本欺负不了他们 这时 一位女职员好心提醒丁海洋 丁教练 你今年33了吧 以你的条件 找个脸蛋漂亮 又有身材的女人结婚不难 你为何偏要追求我们安娜姐呢 是啊丁教练 你是苍云舞馆的教练 月薪有四万多 找个好看女人结婚很简单啊 安娜姐才26 她可还想着小鲜肉呢 你根本不是她喜欢的那一款 丁海洋的条件 看起来确实很不错 月薪四万多 还是二姐舞兵七重 而能成为舞者的 没几个会丑 再丑的人 练舞后 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所以丁海洋虽然算不上帅气 但却绝对不丑 可一是年龄的关系 安娜不可能会看上她 二是 她的实力确实低了一些 别看安娜只是大厅主管 却也是二阶舞兵巅峰 她怎么可能 找个比自己还弱的男人 就算找 也要是昨天顾清云那样帅气的呀 女职员们的话 让丁海洋面子上有些挂不住 她的目光在安娜舞妹的俏脸上留了片刻 正要转身离开 却忽然发现 安娜冷冰冰的脸上 忽然露出笑容 丁海洋一愣 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在跳动 郑春心萌动之际 她却发现 安娜看的不是她 而是她的身后 丁海洋愕然转头 就见一袭白衣的顾清云缓步走来 长相和气质完全将她吊打 一米八几的个子 也比她高出了太多 丁海洋再看看满脸笑容的安娜 不禁觉得自己的心要碎了 她皱眉看着顾清云 走到柜台前 和安娜攀谈起来 安娜姐 我今天是什么安排 金发玉姐上身 依旧是白色衬衫 下身则换了一件 酒红色的包屯裙 上身还披着一件黑色西装 更为突出性感妩媚的同时 还有种豪门大小节风范 她对着顾清云笑了笑 说道 你每天只有一节课 今天上午十点考核 所以考核结束后 就没有其他事情了 你自行安排就是 顾清云听后 心中很是满意 这苍云武馆教练的工作 简直太简单了 一天一节课 这简直可以和闲鱼话等号了 不过 苍云武馆的教练 却也都是有真材实料的 哪怕上一节课 只有一个半小时 却也够那些学员们 领悟一整天 乃至好几天 特别是高级荣誉教练 再放一张安娜 大家对付看啊 安娜走出水晶柜台 顾清云这才发现 她那酒红色包屯裙下 依旧穿着黑丝 勾勒出纤细修长的双腿 踩着高跟鞋 安娜带着顾清云直奔八层 第十二章 太妙了 我还能挑对手 一楼大厅的水晶柜台前 仅仅只有一米七 长相平庸的丁海洋 见此一幕 顿时觉得面子上挂不住 刚刚安娜的前后反差 不能用太大的来形容 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丁海洋脸色一阵扭曲 转头看向柜台内的 一众女职员们 你们谁认识刚才那人 她做什么的 丁海洋心情很差 这一开口 就不免带上了训斥的口吻 但女职员们可不是她的学员 一个个都不吃她这一套 纷纷回来的白眼 而后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丁海洋脸色轻一阵紫一阵 最终愤怒地一甩手 转身直奔五层 那是普通教练们的 办公训练场地 她要去找人打听 打听刚刚的人的情况 跟她抢安娜 毛掌齐了吗 看着丁海洋脸色漆黑地离开 女职员们一个个无嘴偷笑 这时 有位女职员忽然说道 姐妹们 你们昨晚做安娜姐 布置的任务了吗 文言 众女都是一愣 继而起起点头 安娜姐让我们查那小帅哥 谁敢代卖啊 谁有收获 说话之人再次问道 却见众女连连摇头 我查了春城五大 以及各所五大的天交名单 但根本没有叫顾清云的 我们也查了各行各业 根本没有顾清云这位天交 那这小帅哥出身何方 难不成是其他城市来的 春城周边的小城 不知道 我倒是查到 有个人叫顾清云 年龄应该也对得上 这时 一位女职员开口 吸引了众女的目光 吴云你快说说 众女都来了兴趣 像是要揭开顾清云的神秘面杀一般 被换作吴云的女职员想了想 表情古怪地说道 春城这三年来 有个很特别的人 他连续参加了三次舞考 都没能考上五大 据说今年还要参加第四次舞考 这时当时还上了次热搜 那人就叫顾清云 就是没有照片什么的 听着这位女职员的话 其余众女们瞬间失去兴趣 哄堂散开 你就胡扯 顾公子一看就是大士家子弟 并且他可是一阶五者九重啊 你告诉我这样的人考不上五大 对吗对吗 简直胡扯 吴云也没多想 他也觉得这两个人不可能是一个 见四下无人女职员们 纷纷低头刷起手机来 摸鱼这种地方 在各行各业都存在 哪怕是再高端的场所 也一定有员工摸鱼 无法杜绝的 另一边 一袭白衣的顾清云 跟着金发玉姐来到八楼 一边走一边问道 安娜姐 刚刚那是你的追求者 安娜走在她身侧 文言叹了贪手 满脸都是苦恼之色 算是吧 甩都甩不掉 顾清云玩耳笑笑 果然啊 漂亮女人走到哪 都是受人追捧的 舞蹈虽然能练肉练血 成为舞者后 长相怎么都不会差 但舞蹈可不会整容 反而会把人往定性上发展 比如刚刚看到的那位男教练 踏入舞蹈后 身高就会定型 她可能进入舞蹈太早了 顾清云心中想着 又忽然一个机灵 安娜这等漂亮女人 在外这么受欢迎 那自己妹妹呢 自己妹妹比起安娜 可是一点都不差 虽然性感欲解 对顾清云的杀伤力 是比较大的 但自己妹妹 可是在还在上高中 那群男高中生们 一个个生龙活虎 会有多少 看上自己妹妹的 顾清云心头一速 决定自己的高级荣誉 教练身份确定下来 便让自己妹妹 来苍云舞馆修炼 安娜这时带着顾清云 再次来到谭清松的办公室 敲了敲门后 二人一前一后走入 正值上午 谭清松正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修炼打磨气血 他正在打一套拳法 出拳的动作很慢 可每一拳的拳锋 却都凌厉至极 带着呼啸的破空声 出拳的同时 谭清松浑身匀称的肌肉 微微颤动 膨胀 收缩 像是周身混元如一一般 这就是三接五加 顾清云心中微动 他和安娜 都没有打扰谭清松练功 就站在一旁看着 谭清松也没不让顾清云观看的意思 顾清云这位潜力S级天才加入苍云武馆 那未来绝对是副馆主起步 这等人物 谭清松自然要打好关系 没准自己未来 都要仰仗对方呢 一套拳法打完 谭清松轻呼口气 这才看向顾清云 顾老弟来了 一边笑着说道 谭清松一边走到沙发旁坐下 顾清云笑了笑 他不是处处忙碌的小伙子了 反而工作三年 他深知人情世故的重要性 谭老哥刚刚那套拳法叫什么 我好像看出了猿猴的灵敏 以及星星的刚芒 顾清云只是一阶五折九重 谭清松本没想到顾清云能看出 他刚才那套拳法有什么奥妙 便没开口问 以免服了顾清云面子 但顾清云却主动开口 一开口就直指他刚才那套拳法核心 这就有点厉害了 真不愧是潜力S级天才啊 谭清松心底感慨一声 对着顾清云笑着点头 顾老弟眼光很好啊 一眼就看出了我那套拳法的核心 说着谭清松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那套拳法 我这套拳法名为古猿拳 在很早的上古时期 星星和猿猴尚且还是一个种族 这种拳法正是从古猿身上学来 是一门C级武技 顾清云点点头 心中又有些疑惑 古猿拳是从古猿身上学来 怎么学来的 谭清松穿越回去学的 这绝不可能 那么就只有一种情况了 上古一技发觉 顾清云心头微宁 想到了高五时代的起源 具体的时间无法追溯 但人们口口相传 蓝星高五时代 是从弟弟涌出异兽开始的 同时 上古的各种遗迹被发掘 人们逐步开发出了 动用气血断体的武道之路 谭清松没在古猿拳上多说 转而提起正事 顾老弟 你的高级荣誉 教练身份 已经发给馆主了 由我和燕老同意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给你的考核定在上午十点 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顾老弟 现在有两个对手 可以给你选择 顾清云双目微挑 太妙了 他还能挑对手 第十三章 两种选择 谭清松解释道 馆主那边通过后 你就是我苍云武馆的 高级荣誉教练 而高级荣誉教练 正常是带武馆精英班的 但你的境界差了一些 所以只能暂时去带普通班 顾清云听着点点头 并不意外 蓝星上武馆 有着严苛的制度 每一家武馆都在官方注册 受到古国官方的监管 所以 所有的武馆学员等级 都是四个 普通 高级 精英 以及最后的核心弟子 前两个是花钱就能上 而精英学员 就没那么容易了 不仅需要花费重金 还需要境界达标 拿苍云武馆举例 精英学员 至少要是入了 接的武者才行 这样才不会浪费 高级荣誉教练的教导 至于最后的核心弟子 那几乎等同于武馆迪传 不仅不需要学费 甚至还有工资拿 未来最低能成为武馆的 高级荣誉教练 更有可能是 直接成为副馆主 比如谭青松 曾经就是苍云武馆 核心弟子 后面实力境界提升上来 一跃成为 位高权重的副馆主 顾青云这时想到自己 他若是只能去带普通班 那岂不是要跟交一群 末入品的高中生 想到这 顾青云就有些头疼 实力越低的班 越难带 反而对他来说 实力高点 没什么问题 他的真实境界 虽然才只是一阶五者一重 但是 他不拿剑的实际战力 就已经直逼二阶五兵 持剑后 更是直逼五兵巅峰 剑开天门施展之下 武将也可一战 带精英般 他觉得自己是没什么问题的 谭青松仿佛是看出了顾青云的想法 这时笑了笑 顾老弟 正是因为你境界的缘故 所以我们为你准备了两种考核 两种考核 正当顾青云好奇之际 谭青松中气十足的话音响起 第一种 是选一位普通的剑道教练与你对战 你在剑道上胜出 就可去带剑道班 第二种 则是你可以选择与剑道精英班的高级荣誉 教练挑战 只是对方的境界在五兵巅峰 你若在剑道上胜出 那么可以直接去带剑道精英班 顾青云听着双目一亮 他选择来苍云武馆任职教练 其一是因为工资给的确实高 月薪十万 这没人会不动心 其二 也是顾青云看中了苍云武馆 是以剑道立名的原因 修炼武道 可不是闭门造车 顾青云走剑道 也想多看看其他人的剑道 相比之下 于指挥普通挥剑的普通剑道班弟子 和可能会一点点的剑道精英班弟子 他选择哪个不言而喻 没有过多考虑 顾青云就是说道 谭管主 我选第二种 听到顾青云的选择 谭青松不禁和安娜对视一眼 两人都是笑了笑 安娜看向顾青云 提醒道 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 每个天才都这样 但你毕竟尚未成长起来 哪怕只是以单纯的剑道比拼 不涉及气血 可我们武馆教授见到的高级荣誉教练 也是二阶五兵巅峰 你想要战胜 还是很有难度的 安娜委婉提醒着顾青云 顾青云却是笑了笑 安娜姐的提醒我明白 可我想试试 不成地话 我再去挑战普通教练 听到顾青云的回答 谭青松和安娜都笑了起来 谭青松心未点头 顾老弟所说不错 年轻人也正是该有这股干劲 我这就为你 安排一位高级荣誉教练作为对手 顾青云点点头 看着谭青松走出办公室 一身性感 OL职业装的金发玉姐 这时看向她 笑也如花道 我其实挺想你选择普通教练的 顾青云察觉到 安娜的话里有话 来了兴趣 哦 丁海洋 就是在大厅反我的那个男教练 正是我们武馆的普通剑道班教练 顾青云一愣 很快想到了安娜的意思 安娜这是想借自己的手 来让丁海洋知难而退啊 想到这 顾青云心头一动 也想着反调侃一次金发玉姐 安娜姐利用我去挡田狗 给我什么补偿呢 安娜闻言 妩媚的翘脸愣了愣 仿佛没想到 顾青云居然会反过来调侃她 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 身子前倾贴近顾青云 顾青云甚至能闻到 金发玉姐身上淡淡的香水味 青云想我怎么补偿 以身相许吗 顾青云大脑一个机灵 有些受不了 安娜突然这个样子 身体往后缩了缩 前世虽然谈过恋爱 她却根本没有过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更何况 安娜这么会聊 这让她有些受不了 见顾青云后退 安娜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别看姐姐我26了 可还一次恋爱都没谈过呢 弟弟要想抛到姐姐 可也得费一番心思哦 顾青云心头兴趣浓郁 安娜这样的人 居然没谈过恋爱 不知道是不是在骗自己 但安娜这话的杀伤力 对顾青云来说是很大的 办公室内的气氛 渐渐变得暧昧起来 两人相互对视 顾青云五官如客 眼神有着剑客独有的坚毅 而安娜则满脸的笑盈盈 仿若心底一点也不慌一般 咔 房门被人打开 身形宛若健美运动员的 谭青松走了进来 看着气氛暧昧的二人 不禁一愣 继而她笑了笑 没有多说 顾老爹 对手给你安排好了 我们去对战室吧 一袭白色西装的顾青云 缓缓起身 点了点头 好 顾青云手持新买的 一接合金长剑 跟着谭青松和安娜走去 一边走 安娜一边给顾青云提前介绍道 跟你对战的高级荣誉教练 名叫林远 他是副馆主金鸿的得意门生 曾经是五官核心弟子 你应该知道 我们苍云五官已见到杨明 有招牌武器是苍云剑 这个林远 苍云剑的造诣很深 金发玉姐 提前给顾青云开小灶 走在前面的谭青松头也不回 压根没打算管 其实 他是更想顾青云能通过考核的 那不仅代表着顾青云的天才程度 也代表着 他选人的眼光毒辣 若是顾青云日后在苍云五官中有所成就 甚至扬名在外 这些可都有他一部分功劳 所以 安娜开小灶的行为 他就睁只眼闭只眼了 第十四章 手握长剑 唯我无敌 没过多久 三人便来到了同样位于第八层的对战室 对战室一片洁白 地方也很大 四周的墙壁 都是用特殊和金打造 能承受三阶武将强者 再次不用全力的大战 此时 对战室内正站着几人 有顾青云之前见过的 面容和善的燕妇馆主 同时 也有其余几位身穿黑底红纹练功服的 高级荣誉教练 人数不多 只有五人 三男两女 众人此时都对顾青云投来好奇的目光 顾青云昨日的测试单 他们看了 不过是没有潜力评价的版本 但这却依旧很夸张了 二十岁的一阶舞者巅峰 实际站立在二阶舞兵 哪怕他们 看不到顾青云的潜力评价 却也能大概猜出 是个什么水平 最低 A级 最高 那就不用说了 这时 见一戏白衣的顾青云走进来 两位女教练都双目一亮 真帅啊 对于他们饭花痴的眼神 安娜抬眼就瞪了过去 像是个护食的小母鸡一般 两位女教练撇撇嘴 却丝毫不收回 看向顾青云那火热的目光 三位男教练 就没那么友好了 看向顾青云的目光 齐齐都有些审视的味道 其中一个很年轻 也就比顾青云大几岁的男子 更是皱眉看着他 安娜带着顾青云 走到五人面前 为他介绍了一遍 顾青云这才明白 另外 皱眉看向自己的年轻男子 就是灵远 也就是即将要和他进行 见到比拼的那位高级荣誉教练 很年轻吗 这个年龄的高级荣誉教练 他的资质最少也是必把 顾青云心中想着 面上笑着伸出手 你好 我是顾青云 他出来乍到 没必要摆出一副傲气的样子 哪怕他确实有傲气的资本 但也不会到处趾高气昂 那是杀别 灵远见顾青云很有礼貌 心下有些诧异 他看了顾青云的测试单 本以为对方是某个世家子弟 性格必定趾高气昂 但没想到 初次见面的顾青云居然如此有礼貌 伸手不打笑脸人 灵远也伸出手 可顾青云握了我 你好 灵远 二者相互汗手 谭轻松站了出来说道 好了 这次的内部考核正式开始 你二人不动用体内气血 只比拼剑道 顾青云一袭白衣 与黑底红纹练功服的灵远 齐齐点头 场边这时传来了安娜的声音 顾青云 加油 我看好你哦 灵远的脸有些黑 她倒不是喜欢安娜 只是安娜这给顾青云加油的行为 让她觉得有些没面子 好在 其余两个女教练 这时纷纷给灵远加油 让其脸色缓和不少 但两位女教练给她加过油后 又纷纷看向了顾青云 灵远脸一黑 不再等待 这一战 我不会留守 但也不会伤到你 承受不住了 你提前说 虽然顾青云是挑战她的 若是被赢了她很没面子 但灵远不是那种无脑反派 哪怕真输给了顾青云 那也只是记不如人罢了 反而 她倒是真想 有个剑道教练 能和自己一起工作 这样 她便有了追求的目标 顾青云笑着点头 好 顾青云说吧 灵远就攻了上来 在这一刻 灵力的剑锋 瞬间便将顾青云锁定 灵远手中常见舞动 像是一遍遍云层一般 难以捉摸 这就是苍云剑 心中微动 顾青云没着急反击 而是抬剑抵挡 同时分析对方的破绽 灵远手中的常见很不凡 不是顾青云这种 普通的合金常见 应该是什么古法 打造的特殊兵器 品阶也要比顾青云的高 所以 为了防止自己 昨天刚买的常见 再被斩坏 她的出手很巧妙 不会和灵远的 剑正面对撞 但这样一来 顾青云就很难保持不动 她缓步后退 抵挡灵远剑锋 场边 其他四位教练和安娜看着 不禁都是有些着急 谭青松和燕河 凝神看着 忽然 燕河眼眸深邃地说了一句 见到 扬长臂短 视为最高深的对敌手段 这句话 老夫从前都无法理解 现在忽然明白了一些 谭青松看着顾青云二人的战斗 眉头一点点皱紧 没有回应 一旁 安娜和四位高级荣誉教练 都愣了愣 燕老这话什么意思 见到 扬长臂短 视为最高深的对敌手段 这不是管主的话吗 是啊 什么叫燕老现在 可以理解一些这句话了 几人愣神之际 交战之中 顾青云脚步一点点后退 手中长剑不断斩出 抵挡灵远凌厉的攻击 不过 不管灵远的攻击有多么凌厉 却都能被顾青云 恰到好处地挡下来 这让灵远有些难受 同时 她的心底不禁有些愤怒 这人不是要和自己对战 要击败自己吗 这一直后退 是什么意思 她脸色有些难看 开口说道 见到勇往直前 你难道只会一直后退吗 这样的话 可没资格 当我苍云武馆教授见到的教练 普通般都不行 灵远说着 手中长剑舞了个剑花 直刺向顾青云 在顾青云的眼中 灵远这一剑 宛若飘渺的云层一般 难以捉摸 仿佛可能从前方任何一个角度 刺来一般 若是换了其他人面对 绝对无法很好地破除这一招 哪怕是副管主谭青松来了 却也只能正面硬碰硬地去钢 但对顾青云来说 一袭白衣的她笑了笑 不再后退 继而 顾青云双目一凝 身上一股气势陡然升起 手握长剑 唯我无敌 灵远手中苍云剑的奥妙 她基本看懂了 接下来 就是击败对方了 对着那仿佛看不透的剑花 顾青云手中 一揭合金长剑刺出 剑进呼道 发动 在自己攻击范围内 百分百命中自己想要命中之处 刷 两把长剑交错而过 闪烁起一连串的火花 随后 灵远手中的长剑被摊开 嗡的一下脱手 掉落在地 顾青云手中之剑 则直接架在了对方的脖梗之上 剩余距离不足一寸 战斗开始得快 进行得也不慢 大部分的时间 顾青云都在一直后退 这个过程大概有十秒钟 最后 灵远认真 想要逼迫顾青云反击 或是直接击败对方 然而 战斗 却在一瞬间结束 第十五章 正式入职 苍云武馆 看着电光火石之间 结束的战斗 看着那瞬息间 架在灵远搏梗前的长剑 所有人都愣住了 四位教练 全部瞪大双眼 因为他们以武兵巅峰的视角 居然一点都没看懂 刚才顾青云那一剑 灵远 苍云武馆核心弟子 虽然不是馆主清传 但他师父可是惊鸿啊 那可是馆主最得意的弟子 这次外出论剑 都将对方一起带上 可灵远的结果呢 这一战开始前 他们四人都认为 那新来的荣誉教练 哪怕实力很强 也还只是舞者静 不可能击败灵远 但是现实 却狠狠打了他们的脸 二人的战斗 开始得快 结束得也快 灵远败了 一败涂地 甚至 他此刻正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败的 苍云武馆苍云剑 今日败在了一个 刚来武馆的小子手上 天啊 四人心底惊骇 金发玉姐安娜看着顾清云 一双美眸微微颤动 其中露出了浓浓的好奇 因为刚刚 他也没看懂 顾清云是如何一剑 击败灵远的 这小子有点厉害啊 安娜心底沉吟 谭青松与烟河两位副馆主 这事也反应过来 武兵巅峰的安娜他们看不懂 但二人却是能看懂 刚才那一剑 顾清云准确地击中了 灵远隐藏在剑花中的剑身 并且 恰到好处地 刺在了灵远手中剑身的七寸处 打蛇打七寸 长剑也是如此 七寸 是最无法控制力道的地方 所以 顾清云一剑之下 灵远长剑脱手 当场败北 苍云武馆最拿手的苍云剑 今日败在了顾清云手上 两位副馆主反应过来 心中不禁浮现浓浓的惊骇 顾清云 是剑到天才吗 跟金红都能一比的那种 场中 顾清云缓缓收剑 微微汗手 承让 他的话音直至落下三秒 灵远都一直未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刚刚那一剑 他究竟是怎么败的 灵远整个大脑 现在都是一片空白 他只记得 自己用出自己最拿手的一剑 也是苍云剑的一剑绝技 白武红尘 然而 他用出绝技 想逼迫顾清云主动出击 或是直接败北的同时 突然之间 他就从顾清云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 极其恐怖的感觉 那种感觉 仿佛是必无可避一般 顾清云一剑刺出 他无法躲避 这什么妖念 灵远反应过来 低头看了看自己掉落在地的长剑 不禁喉咙干涩 我败了 话落 他深深低下头 只觉得丢人 他也算是苍云武馆三代敌传 师父更是金鸿那等天骄 可结果呢 一败涂地 顾清云的初见 没有任何武技的影子 就是极其普通的一剑 可 他却败得彻底 灵远有些怀疑人生 站在原地无法动弹 一袭白衣的顾清云也没动 因为此时 他脑海内响起了系统提示音 低 恭喜主人 你经历了一场战斗 并成功击败对手 奖励剑到感悟加100 气血加500 A级5G苍云剑入门 顾清云微微愣了愣 打开属性面板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境界 一阶舞者一重 气血 1926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5G 剑开天门 S级 入门 千分之一 苍云剑 A级 入门 零一千 武器 一阶合金长剑 一阶 一次战斗 他的气血就增长了500点 直逼舞者二重 并且 一次战斗 他直接获得了苍云武馆的招牌绝学 苍云剑 这也是A级5G能用到的地方很多 毕竟他不能到处对敌 都剑开天门 大炮打蚊子虽然舒爽 却也是无奈之举 一旁 谭清松和燕河两位副馆主 终于回神 二人连妹而来 燕河对着顾清云露出笑容 顾小友果真见到天赋非凡 一来就能击败陵远 谭馆主没看错人啊 谭清松被夸 顿时不好意思地笑笑 燕老折杀我了 这些都是顾老弟自己强大 燕河这时看向陵远 宽慰两句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不要因此而影响武道之心 凌远对着燕河拱了拱手 多谢燕老教会 弟子不会的 说着 凌远想起了 自己被师父金红教导 剑道时的场景 和今日 和其相似 只不过是人换了一下 换成了个比他还年轻的男子罢了 谭清松接过话茬 看着顾清云笑道 顾老弟 既然你通过了考核 虽然馆主那边还没回信 但你明天就可以正式带领剑道精英班了 正好 多了你这位高级剑道教练 我们苍云武馆 又能新开一个精英剑道班 分担凌远的压力 凌远点点头 看着顾清云 此时已经没了脾气 顾老弟 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他对刚刚那一件耿耿于怀 很想找出自己在那一件之中的破绽 顾清云笑着点头 没问题 金发玉姐安娜款款款走来 带顾清云前去正式入职 顾清云也领到了一件 黑底红纹练功服 这是苍云武馆高级荣誉教练才有的 不仅是身份的象征 才智也是十分不错 任性很强 随后 安娜带着顾清云来到她专属的办公室 办公室不算大 只有三十多平 但却也不小 旗内休息的沙发 椅子等等一应俱全 安娜临走 给顾清云解释道 今天考核结束 剩下的时间 你就可以自行安排了 可以去看看其他班级上课什么的 也可以自行修炼 有什么 需要你直接找服务人员就行 苍云武馆的服务人员不少 都是一个个身穿正装的帅哥美女 顾清云一路走来 看到过不少 进阶对她恭敬汗手 我知道了 安娜姐 安娜关上房门时 还给顾清云抛了个媚眼 那姐姐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顾清云点点头 在安娜走后 于办公室内练起剑来 她的舞蹈修炼很简单 不需要努力打磨气血 只需要挥剑 挥剑 就顶得上一切 所以 顾清云给自己制定了个目标 每天挥剑一千次 今天才算挥了一次剑 还剩下999次 第十六章 熟练度飙升 不算小的办公室内 顾清云手持一阶合金长剑 一剑挥出 定 恭喜主人挥剑一千零二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脑海内的系统提示响起 让顾清云微微侧目 S级5G之下 就是A级 但二者之间的差距 看来却很大 如此这般 顾清云周而复始 一剑又一剑挥动 当她第十次挥剑落下后 苍云剑的熟练度就已经达到了精通 后面的数值也变成了 010000 精通在想提升到下一剑 需要一万点熟练度 不过对顾清云来说 就是一百次挥剑的事 同时 她每次挥剑 还会主动去修炼 自身所掌握的两大武技 偶尔时不时 剑开天门和苍云剑的熟练度 还会多增长一些 顾清云在办公室内练剑同时 苍云五管一楼大厅 安娜一身OL职业装 重新走了回来 走入豪华的水晶柜台中 她瞥了一眼手下一众女职员们 昨天交给你们的任务 完成得怎么样了 有谁查到顾清云的身份吗 安娜调查顾清云 单纯就是出于好奇 同时 顾清云还真的就是安娜所喜欢的那一款 让安娜都有些倒追的冲动 所以 顾清云的身份 她还是挺在意的 然而 被安娜视线扫过 一众女职员们却全部摇头 安娜姐 没什么收获 安娜正有些遗憾之际 乌云惊疑不定地说道 安娜姐 我倒是有些收获 但应该只是同名 哦 安娜柳眉一挑 来了兴趣 但当听到乌云说 她查到的顾清云 是个考了三次无考 都没考中之人后 安娜便瞬间失去了兴趣 她刚刚才看过顾清云 一见击败灵远 顾清云 会是那个三次无考 都没考中之人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乌云撇了撇嘴 也觉得 两个人不可能是同一个 安娜摇摇头 没有在意 静静坐在柜台内的高脚座上 安娜眸光沉思 觉得顾清云的身份 一定很不凡 指不定 是什么古老世家 或大族的子弟 如果是那样的话 就和她更相配了 想着想着 安娜脸上 就是不由露出笑容 水晶柜台旁 一个身高一米七的黑衣男子 这时走来 看到安娜露出笑容 她的双目顿时一喜 安娜 在笑什么呢 真好看 丁海洋笑着舔了一句 安娜回过神来 不悦地看她一眼 跟你没关系 自己正想顾清云呢 这家伙出来打断思绪 真是烦人 狗皮高要吗 这不 丁海洋碰了一鼻子灰 却也不气馁 安娜是苍云武馆大厅主管 一层二层都是她的地盘 所以 安娜的地位 等同于高级荣誉教练 男追点很正常 甚至丁海洋听人说过 安娜在苍云武馆内的地位 很特殊 副馆主们都敬她三分 像是身份不凡的样子 丁海洋笑呵呵地 话风一转 安娜 待会我带些人去二楼 用用测试台 安娜听到证实 这才看向了她 什么人 丁海洋解释道 是我曾经的一个大学同学 现在在航武馆当教练 航武馆的测试台坏了 我就让他带学员来我们这测试 也算给我们苍云武馆拉拉人气 拉人气 安娜狐疑 她看着丁海洋 是想在航武馆面前装逼吧 不过丁海洋是苍云武馆教练 确实有这个权利 安娜点点头 没卡着对方 OK 用完测试试收拾了就行 丁海洋笑笑 笑容有些油腻 安娜你可真好 安娜听了却不觉得舒服 反而一身的鸡皮疙瘩 她摆了摆手 行了 你赶快去吧 她多看着丁海洋 一眼就烦 丁海洋33 比她大七岁 关键长得帅一点也就罢了 可丁海洋长得 却只能说是跟油腻中年人 差不了多少 就这样的人 安娜可看不上 追她的富二代多了 丁海洋的条件 连让她侧目的资格都不够 并且 安娜是个实打实的眼狗 还是更清新顾青云那样的小鲜肉 丁海洋不觉得有什么 最后和安娜说了一句 安娜 我先上楼 等航武馆的人来了你在 通知我一声 听着这话 安娜无语地翻了翻白眼 一旁女职员们都无嘴偷笑起来 无奈之下 安娜只好点头答应 你快去吧 丁海洋离开后 乌云等女职员们都笑了起来 丁教练可真有意思啊 是呗 这是要在昔日的大学室友面前装个逼 女职员们哄笑一团 安娜瞪了他们一眼 处理起手头工作来 中午午休时 安娜再次上楼 敲响顾青云办公室的门 办公室内 顾青云一身黑底红纹练功服 挥出最后一件 丁 恭喜主人挥剑1300次 剑到感悟加1 气血加1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顾青云挥剑300次 今天的挥剑1000次目标 还差700 姓名顾青云 年龄20岁 境界 一阶五者二重 气血2225 体质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5G 剑开天门S级 入门300斜杠1000 苍云剑A级 小乘 10000001000000 武器 一阶合金长剑 一阶 扫了眼属性面板 顾青云笑笑 300次挥剑 让他的境界 来到了一阶五指二重 剑开天门熟练度 也增加到了300点 至于苍云剑 更是直接跨过了精通层级 来到了如今的小城 只是小城需要10万熟练度 方才能提升到下一等级 也就是大城 不过对顾青云来说 也就是还差900次挥剑的事情 顾青云看向房门 应了一声 安娜走了进来 笑着看向他 你还不知道在哪吃饭吧 我带你去 顾青云笑了笑 多谢安娜姐了 安娜带顾青云去吃了顿午饭 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 教练待遇是真的好 修炼武道 消耗的能量是可想而知的 苍云武馆的午饭 不仅种类很多 量也很大 味道还很不错 顾青云食指大动 吃了不少 吃饭期间 安娜就一直坐在一旁看着他 换上黑底红纹的 苍云武馆荣誉教练练功服 顾青云身上的帅气依旧 这让安娜心底的小冲动 越发浓郁 第十七章 好妹妹可真笑 吃完饭后 顾青云与安娜分别 继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练剑 安娜则一点准时打卡上班 来到大厅 没过半个小时 苍云武馆门外就走入一队人 人数约莫有二十多个 为首的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男子一身寒武馆黑色练功服 带着身后的学员们 走入苍云武馆 中年教练秦大海身后 顾青雪和吴小雨走在人群中 看着苍云武馆内 豪华的装修眼眸吃惊 哪怕是家境很好的吴小雨 却从未来过苍云武馆这种地方 因为这里的普通学员 每个月的学费就要三万 吴小雨家庭再有钱 却也支付不起这样昂贵的学费 顾青雪就更适了 看着周遭双眼充满好奇 而哪怕是 走在二女身后的江明 对苍云武馆这等大名鼎鼎的顶尖武馆 也是早有耳闻 特别是想到今天 她可能要再次花费九万块蓝星币 就不觉有些牙疼 不过 若是这九万块花出去 就能追到顾青雪 也算值得了 顾青雪除了长得好看 还是个拥有A级资质天赋的天才 这样的人 未来是有很大可能一飞冲天的 如若被她提前截胡 那不知道要偷着笑多久 哪怕她老爸知道这件事情 也绝对说不出什么 反而还得夸她儿子眼光好 心中微定 秦大海带着一众学员们 来到水晶柜台前 煞时间 江明等不少男学员的目光 就都直了 因为苍云武馆的水晶柜台内 全部都是肤白貌美的漂亮小姐姐 站在最中心C位的安娜 那更是对男学员们杀伤力巨大 江明瞳孔瞪大 看着安娜 整个人都吃了 这种性感大姐姐 对小男生的杀伤力 简直堪称降维打击 不过 江明视线忽然瞥到了身前的顾青雪 顾青雪满头白发 有着一双好看的蓝色毛子 再配合那清清冷冷的气质 绝对符合任何人 对初恋女神的幻想 江明甩了甩头 强行让自己的目光 不去看性感的金发玉姐 秦大海咽了口唾沫 也强制让自己镇定心神 她看向安娜 开口问道 你好 我是韩武馆的教练秦大海 与丁教练约好的 带着学员们来苍云武馆测试气血 水晶柜台后 安娜职业化地笑了笑 请稍等一下 说着 她看了一位女职员一眼 女职员拿起电话 给丁海洋拨了过去 说了两句后 个子不高的丁海洋 很快就走下来了 她依旧是那身 普通教练的黑色练功服 区别在于 此时的她腰间配件 给人的气息淋漓些许 丁海洋缓步走来 秦大海连忙伸出手 主动握去 十年过去 她和丁海洋 已经是完全两个天地的人了 虽然大家都是武馆教练 但丁海洋可是苍云武馆的教练 和她一比 简直高出了太多 丁海洋也伸手 与秦大海握了握 老同学 好久不见 二人简单寒暄片刻 丁海洋便看向安娜 安娜 帮我开通一下测试是权限 我带他们去测试气血了 丁海洋的话音 中气十足 不知道的 还以为她是安娜的领导 安娜文言 心底翻了个白眼 却也没在外人面前 拆丁海洋的台 那就有点让其他人 看苍云武馆的笑话了 安娜不会那样做 金发玉姐点点头 全献给你了 可以带人上去了 丁海洋回忆轻轻汗手 这一幕 让安娜身旁的女职员们 满心赋肥 有的已经开始憋笑 丁海洋也知道自己 在做什么 趴露线的他 赶忙带着秦大海等人离开 众人走后 水晶柜台内 爆发出女职员们的 一阵哄笑声 安娜姐 这丁教练 还真有意思 是啊 要不是我们安娜姐大度 今天高低 让这丁教练丢丢脸 不过 就凭丁教练今天这一举动 我就能看出 安娜姐是绝对不可能看上他的 是呗 姐妹们有没有想到 昨天的白衣小帅哥 白衣小帅哥 顾清云 对对对 人家上去测试完气血 就是简单正常的来 领取测试单 根本没有装逼的心思 哪像这丁教练 没逼硬装 哎 说的不错 还是顾清云帅 简直帅到 我心坎里 安娜听他们 有开始饭花痴的行为 当即打断 现在是上班时间 都给我好好工作 女职员们听了训斥 面上琪琪点头 心中却是撇嘴 安娜不让他们讨论顾清云 还不是因为 安娜看上了人家的缘故 哼 老母牛吃嫩草 安娜不知道下属们 如何议论自己 她此刻所想 只有刚刚秦大海 带来的一众学员之中 有个很特别的女子 满头白发 还有着一头蓝色毛子 五官轻利 那女还是谁 安娜心底沉吟 敏锐觉得顾清雪有些不凡 在这方世界 强者不一定长得好看 因为长得好看 需要很多种先天因素 哪怕舞蹈有一定的整形功效 却也无法变得 像顾清雪那般清理 但长得好看的人 却大部分都挺不凡 因为好看 本身就是一种体质最直观的表现 那些顶尖天才妖孽 就没一个丑的 顾清雪 安娜觉得也是这种人 想了想 安娜走出水晶柜台 踩着高跟鞋上楼 她有点好奇 准备去看看顾清雪的测试结果 而与此同时 丁海洋和秦大海 带着一众学员们 也来到了二楼测试事前 秦大海从丁海洋手中 接过需要填写的测试单 一一分发给手下学员 学员们都很兴奋 今天能跟着秦教练来苍云武馆 他们真是长了不少见识 顾清雪接过测试单 一边填表 一边想着 刚刚在一楼见过的金发玉姐 她和安娜所想的不一样 她想的只是 刚刚见到的那金发玉姐 还挺好看的 应该挺适合自己哥哥 等她今后变强了 也给自己哥哥找个那样 好看的玉姐嫂子 这样自己哥哥 就不会整日想着武道了 比起看到顾清云 因武道颓废蹉跎 顾清雪更想看到自己哥哥 多多跟女人浪费光阴 这想法要是被顾清云知道了 一定会感慨一句 这好妹妹 真笑啊 第十八章 顾清雪的测试结果 清雪 在想什么呢 吴小雨填完表 抬一眼看向顾清雪 顾清雪回身 摇了摇头 没想什么 说着 他将表递给秦大海 秦大海一一接过所有人的表 笑着 看向丁海洋 海洋 表都填完了 可以开始测试了 丁海洋笑着点头 转身到测试室面前 扫了下脸和掌纹 验证通过 电子机械女声响起 测试室的合金大门打开 这一幕 让秦大海和不少学员 又是一阵艳线 这大武馆的测试室 就是豪华 吴小雨抱着双臂 眼神发光地说道 要是能败入苍云武馆 在这里修炼就好了 武考之前 我说不定都能进入武者 吴小雨此话落下 周围人不禁在心底翻了翻白眼 就吴小雨那资质 还想武考之前进入武者 他在想辟吃吧 要是顾清雪 败入苍云武馆 那还差不多 吴小雨见身旁没人回话 也是大概明白了 他们在想些什么 吴小雨心底顿时有些生气 也有些对顾清雪的嫉妒 不过他没忘自己 今天来此最重要的目的 吴小雨将顾清雪 拉到了自己身旁 哼 我知道你们觉得 我资质只是C级 根本不可能在武考前 进入一阶舞者 但清雪呢 清雪你们总没话说了吧 吴小雨傲视群雄 仿佛他自己就是顾清雪一般 一头白发的顾清雪没有说话 他性子一向如此 轻轻冷冷 吴小雨见一众同学们 都低下头不说话 像是默认了这件事情 他顿时像是个高傲的小母鸡一般 环视一圈 最后吴小雨看向顾清雪 一脸畅想地说道 清雪 你如果能拜入苍云舞馆 在武考前进入一阶 真的有很大可能 吴小雨话落 顾清雪脸色犹豫地摇摇头 苍云舞馆太贵了 哪是我能进入的 他说了一句 却没否认自己若是在苍云舞馆 或许能在武考前进入一阶 这一可能 吴小雨点到极止 一众学员们交流的同时 秦大海那边也和丁海洋站在一起 看着顾清雪说道 海洋啊 你是不知道 我们班这学员顾清雪 他有A级资质 外加A级天赋冰金玉体 他是板上钉钉的 能进入顶尖舞大 要是让他败入苍云舞馆 真的有很大可能 在五考前进入一阶 那样的话 顾清雪甚至有可能 拿下我们北方行省的高考状元 丁海洋一听 也有些惊讶 天赋资质双A级 秦大海点点头 又遗憾摇头 是啊 可惜他家境不好 到现在还是他哥哥攻他练武 条件挺艰苦的 根本没办法败入你们苍云舞馆 丁海洋文言也遗憾地摇摇头 哎 我这倒是能给他打个友情价 但哪怕便宜完 也要两万八呀 秦大海文言摆摆手 那没谢 不说这个了 开始测试吧 丁海洋汉手 跟寒武馆众学员们讲了一遍进入后的注意事项后 测试正式开始 秦大海不断夸赞自己手下的学员 但丁海洋兴致缺缺 他对寒武馆的学员们测试一直没有什么兴趣 和秦大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时间缓缓过去 一个小时过后 寒武馆大部分人终于测试完毕 吴小宇从测试室内走出 欣喜地看向顾清雪 清雪 我的气血只有500呢 虽然爆发精力低一些 但我已经很满意了 现在就期待你的测试结果了 顾清雪看着他点点头 走入测试室中 房门缓缓关上 江明看着顾清雪走路 眼中的爱慕痴迷 毫不掩饰地显露出来 他的资质和天赋都是B级 刚刚也测试了气血 有700点之多 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 只不过 江明却也知道顾清雪的成绩一定会很好 秦大海也目光灼灼 紧盯着测试室门外的屏幕 丁海洋也来了些兴趣 双A级天赋资质 这样的人确实少见 只是顾清雪的天赋 偏向是寒冰系 和苍云武馆的剑道 有些不服 不然 他或许还真能破例收徒 这样的人若是收为弟子 未来也能给自己 带来不少好处 更重要的 顾清雪满头银发 眸子蔚蓝如海 长得太好看了 他哪怕自己喜欢安娜 不喜欢顾清雪这样的类型 但却可以将顾清雪 介绍给自己认识的那些大佬们吗 那可又是一笔巨额财富 三分钟后 顾清雪从测试室内走出 他一身寒武馆的白色练功服 脸色平静中夹杂着些许喜悦 这时 看到他的测试结果 擒大海惊呼一声 气血值832 爆发净力888 丁海洋看向了测试屏幕 也不经脸色微变 姓名 顾清雪 年龄 17岁 第一轮测试净力结果 832 境界平定 未入阶 第二轮爆发测试结果 爆发净力888 爆发速度902 精准度80% 综合战力平定 未入阶级线 看着这一页测试结果 丁海洋也是有些惊讶 越发觉得顾清雪天赋资质真不错 但很遗憾的是 顾清雪的天赋并非见到来 他哪怕想收下顾清雪为徒 将他带入苍云武馆 自己日后介绍给认识的商界大佬们 却也有些师出无名 正当丁海洋有些纠结时 秦大海走到顾清雪面前 看着他的目光充满欣赏 顾清雪的双A级天赋资质 放在哪里都不差 哪怕是京城 江海那种地方 却也是天骄 放在北方行省 这努努力 更是有机会竞争状元 那可是状元啊 若是得到 顾清雪这辈子 可就一飞冲天了 每个省的五考状元 在进入五大后 会获得额外的五道资源 秦大海真想让顾清雪 败入苍云武馆 但他只是个普通中年男教练 自己的工资 每个月才一万多蓝星币 大部分还都要上交给家里婆娘 他是真的拿不出两万八 去资助顾清雪上苍云武馆 唉 秦大海心中深深一叹 丁海洋看着秦大海反应 心中不禁越发易动 他越看顾清雪 越觉得顾清雪长得漂亮 这样的天才少女 是那些商界大佬们最喜欢的呀 第十九章 图穷比线 秦大海正要带着 韩武馆众人离开 丁海洋已经盯上顾清雪了 哪里想让他就这么离开 当即 丁海洋看向韩武馆众人 笑着说道 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去我们 苍云武馆学员训练的地方看看 秦大海双目一亮 转头看向丁海洋 海洋 这方便吗 秦大海有些局促 因为他都没参观过 苍云武馆学员训练的地方 吴小宇和一众学员们 也是心中好奇 哪怕是顾清雪 都被勾起了不少期待 他性子清冷 只是因为父母的死 再加上与顾清云相依为命的原因 只得将自己包装成清冷的样子 但顾清雪仍旧是个少女 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丁海洋摇摇头 哎 根本不麻烦 我带你们去学员训练的地方看看 苍云武馆的普通学员训练场地 在三楼 四楼是高级学员 丁海洋带着秦大海 和一众韩武馆学员 很快就来到了三楼 这下 韩武馆学员们 越发羡慕渴望了 没来真正训练的地方 他们只是 看到了苍云武馆的外表 来到训练的地方后 他们是真的发现 苍云武馆和韩武馆的不同了 二者相比 韩武馆就是小破旅馆 二十一宿的那种 而苍云武馆 是真正的豪华七星级大酒店 每晚要8888起步的那种 哪怕是家境不错的吴小宇 和富二代江明 二人都对苍云武馆渴望无比 丁海洋一直观察着顾清雪的反应 但他却不着急 现在还不是时候 果然 看完一圈下来 吴小宇抱起顾清雪的胳膊 一脸畅想地说道 清雪 这苍云武馆简直也太好了 在这里修炼 不仅器械好 教练好 要育好 这环境才是更重要的呀 有这样的环境 我无考前达到你现在的状态 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至于清雪你 就更一定会成为一届舞者了 吴小宇说着 顾清雪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因为他知道 吴小宇所说的是事实 他若是真能在苍云武馆修炼 那么在无考时获得的成绩 将是难以想象的 可是 普通学员的学费高达三万 自己哥哥 昨天虽然给了自己一万蓝星币 但那是让自己一个月用的 还是哥哥出卖身体换来的 摇摇头 顾清雪压下对苍云武馆的浓烈渴望 他觉得 凭借自己哥哥所给的那一万块蓝星币 他肯定也能自己修炼入阶的 吴小宇看着顾清雪双眼 这是说道 清雪 你是担心钱的问题吧 顾清雪脸色浮现微微的不自然 但他很快就压下羞涩 点了点头 苍云无管谁不想上 但我真的上不起 这种话 或许三年前顾清雪说出还会很自卑 但现在 自卑也就一点点 他已经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家庭了 哥哥顾清雪 更对他很好很好 很不容易 顾清雪懂得感恩 也懂事 吴小宇看了眼江明 事已该到你出场了 江明跨前一步 来到二女身旁 他看向顾清雪 双目露出笑容 清雪 你如果很想加入苍云无管 我可以帮忙 帮忙 顾清雪瞥了他一眼 却没什么兴趣 他深知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一道理 任何东西 得到多少 你就要付出多少 有的时候 二者是不成正比的 但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却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那可能不是馅饼 而是陷阱 这些话 是哥哥顾清云告诉他的 顾清雪一直谨记 但还没等他摇头 吴小宇就拉了拉顾清雪的胳膊 清雪 我已经决定好了 我要拜入苍云无管 吴小宇目光发亮地看了眼四周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当场 他便拿出了手机 看向了丁海洋 丁教练 你们无管报名的地方在哪里 丁海洋一愣 看着江明和吴小宇二人 很快明白了什么 他笑了笑 没准备跟着两个小孩子争抢 因为他大致明白了 这顾清雪的性格 绝对不是什么容易妥协的女孩 丁海洋带着吴小宇 二人来到一楼大厅 哟 丁教练 真给我们无管拉来学员了 听着女职员 那有些嘲讽的声音 丁海洋瞥了对方一眼 沉声问道 安娜呢 女职员一边给吴小宇 办理入管手续 一边回道 安娜姐上楼了 说是不想看到你 丁海洋冷哼一声 没再说什么 吴小宇办理完手续 跟着丁海洋走回三楼 迎着顾清雪 那一脸惊讶的目光 吴小宇回到其身边 晒了晒自己手中的学员身份证明 你 真要加入沧云武馆 顾清雪有些惊讶 没想到吴小宇来真的 并且这件事 之前可是都没跟他说过 这也太突然了 好姐妹突然离开韩武馆 败入沧云武馆 这已经实实在在地 勾动了顾清雪 对沧云武馆的渴望 江明和吴小宇对了个眼色 站在一旁说道 清雪 只要你肯做我女朋友 你那三万块钱 我给你出了 怎么样 顾清雪听到这话 翘脸直接冷了下来 但因为对沧云武馆的渴望 他还是犹豫了半秒 才摇头 不用了 谢谢 江明一脸的懊恼 拼了命地给吴小宇使眼色 吴小宇在一旁不断劝说顾清雪 为江明助攻 清雪 我觉得江明也没什么不好的吧 他的天赋和资质也是双B 虽然比不得你的双A 却已经不差了 你马上就要进入五大了 谈个恋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吴小宇的几句话 让顾清雪双目彻底冷了下来 他转过头 蔚蓝如海的双目宛若寒冰 小宇 你若是再这样说 我们就不要做朋友了 见顾清雪生气 吴小宇急了 拉住顾清雪的手臂 清雪 我也是在为你好啊 谈个恋爱怎么了 又不是让你跟江明做些什么 就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而已 你 没等他说完 顾清雪就甩开了他的手 满脸寒霜地往外走 这一幕的发声 让中年教练秦大海的脸上 充满苦笑 丁海洋则是饶有兴致地看着 觉得火候差不多了 第二十章 爱财之心 顾同学 丁海洋的声音传来 让顾清雪脚步一顿 他转身看去 眼神疑惑 一身黑色练功服 但个子还没顾清雪高的丁海洋走来 丁教练 丁海洋走到顾清雪面前 对他和善地笑了笑 顾同学 你的资质 真是让我多起了爱财之心 顾清雪没说话 也没什么兴奋的表现 等着对方下文 丁海洋想了想 看向了秦大海 大海是我大学室友 我们都是兄弟 所以 他看中的学生 那就是我的学生 这样 你如果想 败入苍云武馆 你那份钱 我为你出了 丁海洋的话 让顾清雪双目微亮 渐渐放下戒备 秦大海虽然教导人的能力不强 实力也不算强 但他人却很好 韩厚老实 他的好兄弟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并且 丁海洋是苍云武馆教练 图自己什么 他明显是喜欢一楼大厅那个金发玉姐 不会因为这个对自己青睐 所以 自己真的是天赋 引起了对方的看重 顾清雪双目越来越亮 江明的帮助他 不可能接 哪怕是说借他的钱 他都不可能用 吃人手短 拿人嘴短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的 但是 如果这人换做中年教练丁海洋 这就不同了 见顾清雪犹豫起来 丁海洋趁热打铁 笑容和善 怎么样 顾同学可同意 像你这样的天才 拜入我苍云武馆 可不仅仅只是五考前这一个月 会得到巨大提升 哪怕你今后进入五大 不管是京都 摩都那边 我苍云武馆都有分管 你若是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 还能加入我们苍云武馆当教练 一边上学一边赚钱哦 丁海洋的最后一句话 对顾清雪的诱惑力 简直太大了 父母死后 他最缺的是什么 是钱 因为钱 兄妹二人日子过得紧巴巴 再加上他要练武 顾清云每天打三份功 才能勉强攻得起他 哥哥的脸上 已经多少次没有露出过轻松的笑容了 钱不是万能的 但一分钱 却能难倒英雄汉 顾清雪曾经偷偷去看过顾清云打工时 可得连瓶矿泉水都不舍得买 所以 如果加入苍云武馆 他能很快赚到钱的话 顾清雪真的动心了 他深吸口气 看着丁海洋 丁教练 钱算我借您的 行吗 借的钱 虽然需要还 却好拿一些 他只要有了实力 迈入五者行列 赚钱的速度一定很快 但别人给的钱 就不是那么好拿了 丁教练却笑着摇了摇头 顾同学 就这么不喜欢欠人情 不过 我看中你的天赋 不就是看中了你的人情吗 我看中你的未来 相比之下 三万块钱只是小事 顾清雪文言 心中暗道一声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 他的心中不断权衡 思考欠下丁海洋 这一人情的后果 丁海洋是苍云武馆教练 自身更是二阶武兵强者 还可能是高位武兵 这样的人 他若是欠了人情 可就麻烦了 这时 一侧忽然走来一人 那人腰间配件 身穿和丁海洋 差不多的练功服 只是身上多了红色的云纹 一看就更为不凡 秦大海和吴小雨等人 都看了过去 丁海洋也转过头 看到来人后 目光一亮 林教练 你怎么来了 来人 正是上午 才败在顾清云手上的林远 林远闻声扫了一眼 见是经常请教 自己见到的丁海洋 随意回了一句 我们苍云武馆 要开一个新的精英剑道班 我来叫点人过去帮忙 新的精英剑道班 丁海洋一愣 苍云武馆普通的剑道班不少 丁海洋自己就带着一个 但精英剑道班 却一直都只有林远带的一个 在网上 那就是何欣弟子 才能拜师的副馆主金红了 想起金红 丁海洋就打了个寒蝉 苍云武馆女魔头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啊 他很快回身 看了一眼自己秦大海 和其一众学员 他的心里 很快就有了新的计较 大海 让你的学员们去帮帮忙如何 这忙可不是白帮的 精英班都在六层 我平时都很少有机会去 你们去那 更能大开眼界 精英班 六层 秦大海一愣 但很快就想到了 苍云武馆的分级 在这里除了核心弟子外 学员共分三个层级 普通学员 高级学员 精英学员 而苍云武馆的普通学员 每月学费就高达三万 高级学员则是六万 至于精英学员 学费更是高达昂贵的 十万蓝星币 就这还有无数人屈之若无 但想要成为 苍云武馆精英学员 除了学费 却还有个硬性要求 年龄二十岁内 达到一阶五者境界 这一点 恰死了太多的人 想到这 秦大海顿时惊喜点头 好啊 我们去帮忙 完全没问题 丁海洋看向林远 笑着说道 林教练 让我们这群人去帮忙怎么样 林远瞥了一眼 顾清学等人 眉头微皱 这些学员都没入品吧 能搬动器材吗 丁海洋已经做好了计划 顾清学现在还有些犹豫 但他去看了精英学员的 训练场地后 就一定不会犹豫了 所以 他怎么也要带着 航武馆众人去 丁海洋笑了笑说道 林教练 大型器材我和秦大海来搬就行 是不是大海 秦大海连忙点头 事实是 搬一些器材 完全没有问题 林远看了一眼中人 考虑了下最终点头 反正有他盯着 不会出什么问题 他这也是 想提前溜絮一下顾清云的马屁 好让顾清云之后 不多教他见到 当即 林远就带着丁海洋 和秦大海等人上了六楼 而与此同时 安娜刚刚从八楼下来 他去八楼处理了一些事情 现在才弄完 带着心中 对那白发少女的好奇 安娜来到二楼测试试 测试的记录是 苍云武馆绝密 一般人根本没有权限查看 但安娜恰好就不是一般人 验证过身份后 安娜查看起测试视频来 当她看到白发少女顾清雪 走入测试室后 随意扫了一眼 一旁机器上填写的表格 姓名 顾清雪 第21章 不会这要巧吧 姓名 顾清雪 安娜煞时间一脑门问号 看到顾清雪名字的第一时间 她就想到了顾清云 应该 没有这要巧吧 安娜红唇喃喃着 仔细观看起顾清雪的测试视频来 只见顾清雪进入测试室后 对着测试台碰的打出一拳 碰 测试台上方的虚拟屏幕上 数值飞速跳动 最终定格在了832 安娜眼眸微亮 顾清雪17岁 气血在800多点 这已经挺不错了 带着好奇 安娜继续向下看去 第二轮爆发测试 安娜能敏锐看到 顾清雪的双臂上 腾起一抹冰晶 同时 顾清雪的周身寒气微微散发 整个人宛若冰霜之女 A级的资质天赋 安娜越发对顾清雪感兴趣了 视频中的顾清雪一拳打出 砰 测试台微微一震 很快浮现最终结果 第二轮爆发测试结果 爆发净力888 爆发速度902 精准度80% 综合战力评定 未入阶级线 安娜美眸一明 心中简单一个评估后 就大概明白了 顾清雪的综合潜力会有多少 带着好奇与笃定 安娜刷卡 查看顾清雪的综合潜力评价 只见那隐藏的一栏 缓缓浮现 综合潜力评价 A 看着这个潜力评价 安娜微微有些谎神 却没有太过惊讶 A级 属于普通人之中 天才的级别 而S级 是天才中的顶尖天才 顾清雪的A级虽然少见 但安娜却也见过不少 正当她准备关闭视频 没有多想什么的时候 画面中的顾清雪转过身 安娜再一次看到了少女的正脸 之前 安娜并未仔细特意地注意过 顾清雪的正脸 但现在 一看之下 安娜红唇微张 双目微微瞪大 这 她有些愣神 因为视频画面中的顾清雪 简直和顾清云 有种神似的感觉 愣神片刻 安娜脸色惊疑不定 不行 我得拿着测试单去问问她 别真是她的妹妹 安娜此时已经想到了一个可能 顾清雪 如果和顾清云有关系的话 那只可能是兄妹的关系 可顾清云妹妹来苍云武馆测试 她居然连个招呼都不打 还真是大功无私啊 安娜感慨一句 答应了一份测试单后 直奔八楼 顾清云办公室内 此时的她 一身黑底红纹练功服 正在不断挥剑 刷 刷 叮 恭喜主人挥剑1500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境界 一阶舞者二重 气血 24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5G 剑开天门 S级 入门 500斜挡1000 苍云剑 A级 小乘 3000 1000 5000 武器 一阶合金长剑 一阶 吃过午饭后 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过去 顾清云成功再次完成了200次挥剑 各方面属性都有所提升 如今的气血已经来到2425 预计今天完成剩下的500次挥剑后 顾清云就能逼近五者三重 并且 只要她每天坚持练剑 气血就会以一个极为稳定的速度增长 再有七天 她差不多就能尝试冲击二阶五兵了 想着 顾清云露出笑容 放下手中合金长剑 连续高强度练了一个多小时的剑 她的双臂已经酸麻 心神也有些疲惫 需要休息一会 毕竟顾清云的练剑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挥剑 而是每次挥剑后 都要以全新的剑道感悟 去分析之前一剑中的优缺点 改正后再进行挥剑 这是很耗费心神的一个过程 就在顾清云休息之时 她的办公室房门再次被敲响 顾清云看向房门 语气平静 请静 金发玉姐打开房门 迈开大长腿走了进来 看着性感妩媚的金发玉姐 顾清云有些哭笑不得 心说这金发玉姐 就算诱惑自己 也不用一天来上好几遍吧 顾清云正想着 却发现自己小人之心了 安娜缓步走来 坐在顾清云身旁的沙发上 手中拿着一个平板和测试单 顾教练 有件事情 我觉得有必要和你确认一下 顾清云有些好奇 什么事情 安娜看着测试单上的名字 眼神古怪地问道 顾教练 你是不是有个妹妹 此话一出 顾清云神色一冷 双目微微眯起 她虽然没直接对安娜表露敌意 但也请客间从温润青年 化作了冰霜男神 安娜巧妙地感受到了顾清云这一变化 心里暗道一声果然 顾清云这反应 她还真有个妹妹 安娜将手中平板递给顾清云 上面是顾清雪测试气血的视频 顾清云也知道自己刚才的反应 有些过激了 但安娜提起她妹妹 这表明了安娜在调查她 换任何一个人 心情都不会好 顾清云拟谋接过安娜手中的平板 看了一眼 平板上的视频上 一头白发的少女正在进行气血测试 虽然只是背影 但顾清云却能一眼认出自家妹妹 啊 她瞬间觉得有些尴尬 这是 自己妹妹来苍云武馆测试气血了 顾清云充满歉意的 看了安娜一眼 安娜摇了摇头 回她一个性感妩媚的笑容 没关系的 如果有人突然说出了 与我有关的亲人 我的反应会比你更激烈 现在 安娜已经完全确定了 顾清雪就是顾清云妹妹 这不禁让她心中充满感慨 并且 看顾清云的反应 她好像还不知道 自己妹妹来苍云武馆的事情 这其中怎么回事 安娜有些不解 顾清云这时 已经看完了完成的测试视频 眼中不禁流露一抹笑意 妹妹的修炼 真是越来越不错了 想到这 她看向安娜 安娜将手中测试单 递给顾清云 同时笑着夸赞 不愧是你的妹妹 测试成绩很不错 顾清云接过测试单看了一眼 直直看完最后的 综合潜力评价 哼 她的脸上 这才露出笑容 第二十二章 众人眼中 不耐烦的灵教练 顾清云看向安娜 笑了笑说道 清雪是我妹妹 你想得不错 得到顾清云的确认 安娜越发觉得 这件事情的离谱 她看着顾清云 好奇问道 你妹妹来我们武馆测试气血 你怎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我好亲自带她去 顾清云笑着摇了摇头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也不知道 她今天会来 顾清云随口解释了一句 安娜也没多问 顾清云这时想到了 自己想让顾清雪 来沧云武馆训练的事情 沧云武馆的条件 比韩武馆好了太多太多 顾清雪 若是能在这里训练 那气血提升 一定会事半功倍 五考前迈入一阶 绝对不成问题 而原本 顾清云是准备 等自己的高级荣誉教练 彻底被管主那边确定了 再跟顾清雪说的 但现在 虽然管主 那还没正式确定 但他却已经真正入职 沧云武馆了 并且副管主 谭清风也告诉他 高级荣誉教练 只要有两位副管主 点头同意就行 管主那边 只是走个过场 因为哪怕是管主 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跟两位副管主过不去 顾清云看向安娜 问了一句 安娜姐 我妹妹现在还在武馆中吗 安娜想起了离开二楼时 手下职员跟她汇报的事情 还没走 韩武馆的人被林远带着 去六楼给你布置教室了 嗯 顾清云愣了愣 没想到这件事 怎么跟林远扯上的关系 安娜随口解释一句 顾清云便明白了 林远对她拍马屁的行为 这是想让她教对方见到 无奈一笑 顾清云没说什么 安娜这时 看着顾清云问道 顾教练 你妹妹怎么会在 韩武馆那种小地方 见顾清云沉吟不回答 安娜连忙说道 我不是说韩武馆不好 但条件确实比我们 沧云武馆差了一些 你是我们 沧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你的亲属 是能直接加入武馆的 不需要任何学费 安娜这话 让顾清云双目一亮 不需要任何学费 她原本还想着 再去找谭清松 提前申请一点工资 虽然有点丢脸 但为了自己妹妹 她丢点脸没什么 吴考那可是顾清雪 一辈子的事情 但眼下安娜 说不需要任何学费 可直接帮了顾清云老大忙了 安娜抚了抚额头 无奈笑道 哎 瞧我这脑袋 都忘了和你说这件事情了 走走 我们这就去六楼 带你妹妹办进入 沧云武馆的手续 顾清云笑着点点头 多谢安娜姐了 安娜白了她一眼 谢什么谢 我跟你的关系 还需要谢 顾清云没有揭穿安娜这刻意拉进关系的话 这么一位漂亮妩媚的性感大姐姐 对自己有兴趣 她只能说 自己也挺有兴趣的 与此同时 沧云武馆六楼 一间约莫有上百平米的教室中 一身黑衣的凌远 正指挥着众人打扫房间 摆放器械 丁海洋 你给我轻一点 那测试台很贵的 坏了你赔啊 凌远的话语很不客气 特别是对丁海洋 这丁海洋 平日里鳄鱼奉承 他早就看不惯了 丁海洋 陪笑点头 试试 林教练别生气 林远却一脸的不耐烦 韩武馆学员们 看着这一幕 虽然之前高高在上的丁教练 忽然变成了其他人的小弟 但是 他们非但没有对丁海洋感到贬低 反而却觉得 苍云武馆在眼中更高大了 看着那些高精尖器械 顾清雪的一双美眸 都绽放亮光 透着对苍云武馆浓浓的渴望 但苍云武馆 他真的上不起 同样 这件事情 他也不可能跟自己哥哥说 自己哥哥 虽然现在换了份工作 很可能是被富婆包养 但是 他也不能让自己哥哥牺牲身体 来供自己上苍云武馆啊 那他成什么人了 顾清雪正想着 丁海洋搬完最后一个大型器械 来到了顾清雪身旁 顾同学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只是看中了 你的个人潜力 想让你日后成长起来 对我照付一二 不要忘了我这一勤奋就行 多的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的 我也是苍云武馆的正式教练 品信你要相信 丁海洋再次的劝告 让顾清雪真的有些异动 但别人的人情 特别是丁海洋这等强者的人情 真那么好欠吗 一旁 富二代江明的脸色都快急死了 他想对丁海洋说些什么 却被吴小宇死死拉住 你疯了 跟苍云武馆教练抢 更何况 清雪只要加入苍云武馆 你不还是有机会吗 听我的 别做傻事 只要清雪同意进入苍云武馆 这对你来说就是机会 吴小宇的劝诫 成功拦住了江明 江明看着丁海洋 不断对顾清雪伸出魔掌 眼底深处有着浓浓的怨气 这时 丁海洋还在不断劝告着顾清雪 顾清雪却仍旧没有下定决心 这两种选择 都太难以决定了 一边是他的武道之路 另一边 又是难以欠下的人情 顾清雪真不知道 该如何决断了 由于纠结之际 顾清雪看到了一旁满脸傲气 与不耐烦的林远 这位身穿黑底红纹衣服的林教练 身份肯定不凡 如若他也能看中自己的天赋 帮助自己进入苍云武馆的话 欠对方一个人情 倒是比欠丁海洋强多了 虽然林远的身份和实力 看起来比丁海洋 还要强出许多 但林远的性格 一看就很清楚 比丁海洋这样 喜好内敛的中年男人 强太多了 顾清雪看着林远 丁海洋仿若是看出了他的想法 他嘴角冷笑一下 满脸笑容地走到林远身旁 林教练 我发现韩武馆有个天赋 很不错的学员 丁海洋看着顾清雪 将他的测试结果 和林远说了一遍 顾清雪看着这一幕 目光有些稀迹 林远听完 却只是瞥了他一眼 淡淡点头 嗯 天赋和资质都还不错 然后呢 丁海洋走了回来 对顾清雪摊了摊手 意思很明亮 顾清雪也看到了林远的反应 目光逐渐有些暗淡 但是 让他接受丁海洋 这有些明显的人情陷阱 顾清雪是没有那么傻的 而就在顾清雪觉得自己是没机会 进入苍云武馆了的时候 站在门口 一脸傲气与不耐烦 指挥众人的林远一愣 他看着门外大厅 环抱的双臂不自觉放下 身子都微微站直 第23章 他是我哥 丁海洋 秦大海 顾清雪等人 这时也发现了林远的异常 这个刚刚还满脸傲气 满脸不耐烦的苍云武馆高级荣誉教练 怎么突然不傲气了 这反应 就像是丁海洋见了林远一样 林远 也见到了自己的领导 他可是高级荣誉教练 他的领导是什么人 苍云武馆副馆主 不少人心底念头涌动 吴小宇来到顾清雪身旁 对着林远的方向挪了挪嘴 清雪 这位林教练怎么了 怎么就跟我爸在家偷着喝酒 突然发现 我妈回来时候一样 顾清雪眼神也是充满好奇 摇摇头 不知道 丁海洋也看向了房门口 微微皱眉 他记得 能让林远露出这种反应的 也就一个人了 林远的那位女魔头师傅 副馆主金红 剩下的 哪怕是另外两位副馆主 乃至馆主 以林远傲气的性子 都不可能表露出这种反应 因为林远 只服在剑道上 能战胜她的人 想到女魔头金红 丁海洋不免打了个寒战 她曾经就是因为 多看了那女魔头一眼 就差点被对方的一箭砍死 直到现在 她的肩膀还疼呢 所有人好奇之际 丁海洋却是发现 自己的女神安娜 率先走路 安娜一身性感OL职业装 迈开大长腿 走入教室 这一幕 吸引了不少男学员们的目光 也吸引了丁海洋的目光 可丁海洋却很快反应过来 林远的性子 是压根对女人 没有任何兴趣 光是安娜 不至于啊 正想着 房门口再次走路一人 那人穿着和林远 同样的黑底红纹练功服 身份不言而喻 苍云无管高级荣誉教练 只是 丁海洋看着那人 眼神有些发忙 这人 虽然换了一件衣服 但他却也还记得 这不是在一楼大厅 引得安娜侧目的那个小白脸吗 他怎么穿上 高级荣誉教练的衣服了 丁海洋心敌 此刻有着根本数不尽的问题 无人可以解答 而站在顾清雪身旁的吴小雨 在见到那黑衣教练走路后 双目顿时放光 哇 太帅了吧 吴小雨的话 此时也代表着 韩无管剩下几位女学员们的心声 这也太帅了 苍云无管教练 都是这等颜值吗 众女震撼 江明自愧不如地微微低头 那位男教练身上的光芒太耀眼了 不仅仅是帅 还有一股浓浓的 唯我无敌的凌厉气势 这种人 江明还从未见过 所有人震撼之际 凌远见顾清云走路 顿时屁颠屁颠地 跟在了顾清云的身后 顾教练 你怎么来了 说着 凌远扫是一眼 自己布置的精英剑道班教室 有些自豪 顾教练 看看这教室 我布置得还不错吧 顾清云扫了一眼 随意回应 嗯 很不错 凌远得到顾清云的夸赞 顿时跟个小孩子般笑了起来 这一幕 也同时让在场 所有人震惊住了 刚刚一脸傲气 与不耐烦的凌教练 现在在那个什么 顾教练面前 敬这般老实 天啊 顾清雪身旁的吴小雨 这次再次挖一声 太帅了吧 他双眼都快泛出小星星了 谁不喜欢长得又帅 又有实力的男教练 凌远对顾清云的反应 显然已经代表了一切 顾清云就是那种 长得帅到爆炸 实力又很厉害的男教练 吴小雨觉得自己沦陷了 江明更自愧不如了 秦大海满心唏嘘感慨 暗叹大武馆就是不一样 而丁海洋 看着凌远对顾清云这个态度 整个人则更梦了 这个他都不认识的高级荣誉教练 居然让凌远这个反应 他 莫非在剑道上打负了凌远 这怎么可能 丁海洋满心地不相信 而这时 顾清云应付了凌远后 扫尸寒武馆一众血缘一眼 他的视线 第一时间定格在了自己妹妹身上 眸子蔚蓝如海的顾清云笑了笑 就那样看着他 此时无声胜有声 吴小雨眸子瞪大 仿佛觉得顾清云在看自己 他的小心脏砰砰跳 完全无法说话 吴小雨很快终于反应过来 拉了拉顾清云的手臂 小声又急切地说道 清雪 那顾教练在看我诶 我该怎么办 他是不是看上我了 清雪 你快给我出出主意 吴小雨声音焦急地落下 却没得到顾清雪的回应 这时 顾清雪才从愣神中缓过来 看着那个一身黑底红纹练功夫的哥哥 顾清雪真的愣住了 自己哥哥 什么时候摇身一变 成了苍云无管的高级荣誉教练 这也太匪所思了吧 难道 顾清雪亥然地看一眼安娜 不能 他哥哥就是被那性感欲解所包养的吧 天啊 顾清雪心中念头烦乱 听着耳旁不断想起吴小雨的话 他缓缓回神 看着顾清云极为复杂地开口 他是我哥 顾清雪声音落下 吴小雨脸色猛地僵住 江明等其他学员们 一个个也全部呆住 什么 那个帅到逆天的高级荣誉教练 是顾清雪哥哥 卧槽 江明心底骇然难鸣 顾清雪的家庭 不是上韩武馆都很艰难吗 就连韩武馆高级学员的一万块学费都交不起 怎么 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是他哥哥 虽然江明不知道 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工资有多少 但却一定不低吧 至少 那也是十万起步的呀 这 江明完全无法理解 自己今日所看到的一幕 中年教练秦大海也猛了 他深知顾清雪的家境 同时 他也记得曾经 好像有个和顾清云长得差不多之人 陪顾清雪一起来交学费 当时他没注意看 但现在一对应 那人好像 真是眼前的青年黑衣教练 所以 顾清雪的哥哥 是苍云武馆高级荣誉教练 而顾清雪 上不起苍云武馆 这特么开什么玩笑 还是说 顾清雪家庭本就不凡 而让他小时候受苦 这是大家族的培养人手段 秦大海觉得自己遇到了这辈子 最匪夷所思的事情 顾清雪有这关系 他还愁什么顾清雪的资质 无法得到最好发展啊 第24章 动手 见顾清云走进来后 很快就与顾清雪对视到了一起 个子不高的丁海洋 不禁脸色难看 刚刚的他 由于距离顾清雪比较远 所以没听到顾清雪说 他是我哥这句话 丁海洋完全就觉得 顾清云是来跟他抢人的 顾清云 很可能也是看中了顾清雪的颜值 要来收涂的 这让丁海洋心中的警惕大增 在安娜那边 顾清云对丁海洋的威胁就极大 这顾清雪他 虽然年龄太小了 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但他要顾清雪 可是有用的啊 另外 丁海洋觉得自己 也不能在女神安娜面前丢脸 于是 见顾清云要走向顾清雪 丁海洋跨前一步 拦在了二人的中间 这一幕将顾清云给搞懵了 古怪的看向丁海洋 丁教练什么意思 丁海洋黑着脸看向他 你新来的吧 我苍云武馆的规矩懂吗 这话 直接将顾清云整不会了 自己走向自己妹妹 让自己妹妹加入苍云武馆 跟这人有什么关系 有病吧 顾清云看了眼安娜 眼神无比疑惑 安娜贪了贪手 事宜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顾清云无奈回头 看着丁海洋露出一抹笑容 这丁海洋主动送上脸给他打 不打白不打呀 正好一举将安娜这个舔狗给解决了 让他知道知道天高地厚 丁海洋见顾清云不答话 还以为对方被自己给震住了 丁海洋顿时来了底气 他毕竟在苍云武馆多年 虽然还只是普通教练 但顾清云刚来 哪怕是高级荣誉教练 却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于是 丁海洋开口 与其有些生硬地说道 这位学员是我先看上的 要说为弟子 而在我苍云武馆 一切都以实力为尊 你哪怕是高级荣誉教练 想与我抢人的话 也要比我更强才行 丁海洋说着 身上底气更浓 他33了 如今已经是二阶五兵七重 再过两年 他熬一熬 提升到五兵巅峰后 也能成为高级荣誉教练 所以 他不觉得 自己会比顾清云弱 这小年轻 一看就不是多强的人 最多就是 剑道还不错 可能在剑道方面 有什么独特造音 因此 丁海洋觉得自己分析出了一切 秦大海这是茫然了下 心想 怎么丁海洋就跟顾清云对上了 那可是顾清雪哥哥 不管怎么说 顾清雪都肯定更亲近自己哥哥吧 你一个外人 上来横插一脚做什么 秦大海有心提醒一下丁海洋 却发现有人拉了拉自己的衣服 那是江明 江明冷笑地看了一眼丁海洋 觉得顾清云哥哥来得正是及时 他本就觉得这丁海洋不是什么好人 盯上顾清雪 绝对不是什么好心思 眼下 让顾清云好好教训一顿丁海洋 也是好事 秦大海见状 看了丁海洋一眼 老同学十多年不见 他发现 丁海洋 还是当初的那个丁海洋 有点小本事 喜欢装逼 自己要是阻拦他 或许还会落不适 于是 秦大海便没开口 至于顾清雪 他就更不会说了 他还沉浸在 自己哥哥 为何是苍云武馆高级教练的差异中 一旁 安娜也看起戏来 顾清云的爆发战力 虽然还只是二阶五兵一重 而丁海洋 是二阶五兵七重 但他总莫名觉得 顾清云身上 有种特别的气质 不过 临远见丁海洋 如此不识时误 却是冷着脸看向对方 丁海洋 你什么意思 临远眉头微皱 觉得这丁海洋 是不是有病 丁海洋看向他笑了下 林教练 顾清雪这位学员 是我先看上的 这位高级教练上来就抢人 我难道就要 忍受屈辱吗 临远皱紧眉头 脸色阴沉 所以 你想说什么 他觉得有人挑衅顾清云 就像是在挑衅自己一般 因为顾清云的剑倒是那么厉害 一剑挫败他的锐气 这样的人 岂是丁海洋 这样的癞蛤蟆 能碰瓷的 顾清云看中了那位女学员 那女学员 就该是顾清云的 这在他看来 没有任何毛病 可丁海洋 却丝毫不觉得 自己的做法有问题 他缓缓转头 看向顾清云 敢不敢与我来一场决斗 赢了我 学员就让给你 你说了 这学员就是我的 顾清云看着这丁海洋 忽然觉得 他的脑子是不是有病 对这种大脑弱智的人 他连打脸的心思都没有 摇了摇头 顾清云绕过丁海洋 走向顾清雪 双方身体交错而过 丁海洋脸色渐渐扭曲起来 他 居然被无视了 对方 压根就不搭理他 一楼大厅时 安娜对待二人的差别态度 二人长相之间的巨大层次 如今 又是来到直接跟他抢学员 想着这些 丁海洋受不了了 他拔出腰间的二阶合金长剑 身上气血爆发 对着顾清云就斩了过去 所有人都没想到 丁海洋居然直接就对顾清云动手了 哥 顾清雪有些焦急 看着丁海洋动手向前冲去 一旁看戏的金发玉姐 也翘脸一遍 如果是面对面战斗 安娜还对顾清云有点信心 但被偷袭的话 安娜有些着急 伸手摸向腰间 她的腰间兜里 一直有一枚储物戒 储物戒中 有她的武器 不过林远的动作更快 拔出略显古朴的长剑 就来到顾清云身后 强大的武兵巅峰气息展露 林远一剑 就打开了丁海洋手中长剑 并让丁海洋后退竖步 见自己哥哥没事 顾清雪这才松了口气 前冲的身形停顿 怒瞪向丁海洋 你做什么 他是我哥哥 我通过我哥哥 进入苍云武馆 爱你什么事情了 顾清雪这话很大声 被所有人收入耳中 丁海洋脸色扭曲之际 这才明白 为何顾清云不搭理他 煞事之间 他的脸色更加扭曲 更加阴沉 妹妹 这人是顾清雪的哥哥 丁海洋心底怨毒更浓 林远也听到了顾清雪的话 一时间对丁海洋更为怒目 丁海洋 在武馆内对同僚动手 真有你的啊 林远说着 手中长剑 盈盈想要再次拔出 不过没等他动手 顾清云就转过了身 脸色冰冷地看向丁海洋 第25章 我 指出一件 顾清云本来觉得 这丁海洋应该只是 看中了自己妹妹的天赋资质 想要收为弟子 这没什么 他可以理解 毕竟自己妹妹也很优秀 所以 顾清云对这丁海洋 本没有多少敌意 然而现在 这丁海洋为了对自己出手 也要跟自己抢自己妹妹 他要做什么 这已经绝对不仅限于 看中自己妹妹的天赋了 这丁海洋 很可能 看中了自己妹妹身上别的东西 漂亮吗 顾清云心底沉吟 脸色冰寒 他拦住林远 跨前两步的同时 看了安娜一眼 安娜姐 我记得你和我说过武馆门规 有不得对同僚随意出手这一点吧 安娜对着顾清云点点头 翘脸上也满是冷光 有 顾清云汗手 双目直视脸色阴沉的丁海洋 我 指出一剑 顾清云缓缓说着 话落同时 已经来到了丁海洋身前 刷 长剑出窍 没用剑开天门 因为那会直接杀了丁海洋 在这苍云武馆内部 直接杀了对方 不是明智之举 所以 顾清云动用的是小城的A级5G苍云剑 宛若云雾一般的剑光四散 让丁海洋眼花缭乱 同时 顾清云身上 腾起恐怖的气势 完全不低于林远 安娜双目微微瞪大 眼中露出了匪夷所思之色 顾清云的爆发近力测试 不是杀二阶五兵一重吗 现在 这不低于林远的气息 是怎么回事 他在测试的时候 隐瞒了实力 境界是一阶五者巅峰 实力却并非二阶五兵一重 而是二阶五兵巅峰 天啊 一阶五者巅峰境力 在一万左右 而二阶五兵巅峰 是十万 真实实力 是境界的十倍 卧槽 安娜想到这个结果 整个人都震撼到麻木 顾清云 这乃是天骄能形容的了 这是绝世妖孽啊 她的综合潜力评价 根本不应该是什么S级 而是SSS级 安娜美眸瞪大 心底完全都是难以置信 这时 安娜就看到 顾清云一剑出 剑光宛若云雾一般 难以捉摸 苍云剑 安娜口中喃喃 林远看着这一剑 心中也净是震撼 今天上午 她跟顾清云的比拼之中 用了苍云剑 但却压根没人叫过 顾清云苍云剑如何使用啊 然而 今天下午 现在时间不到三点 顾清云 居然就学会了苍云剑 这尼玛也太恐怖了 并且那苍云剑造诣 看起来还不比她低 是怎么回事 这也太恐怖了 安娜和林远正感慨之际 顾清云的一剑 已经逼近丁海洋 丁海洋手握长剑 却完全不知道 自己此刻该如何抵挡 面对顾清云的一剑 她瞬间就有了种 自己避无可避的感觉 不论如何躲避 都必须要收这一剑 这是什么离谱感觉 丁海洋提起长剑 用出自己最强的一击斩去 又要逼退顾清云 可结果却是 丁的一伤 丁海洋手中长剑脱手 顾清云一剑 毫无阻碍的前刺 直接插入丁海洋的肩胛骨之中 肆意地剑气横扫 瞬间将丁海洋的右臂 肩胛骨粉碎 那是她平日用来持剑的手 顾清云一剑 废了丁海洋的武道 伴随着顾清云收剑 丁海洋的右臂掉落在地 同时想起的 还有丁海洋的哀嚎 啊 丁海洋痛苦地嘶吼出声 倒在地上抱着自己的右臂 惨叫连连 光洁的地面上 很快浮现一大滩血液 这一幕的发生 让周围所有人都傻了 安娜和凌远完全说不出话 秦大海和寒武馆一众学员们 也震撼到身心颤抖 特别是学员们 他们哪里经历过实战啊 他们最多就训练的时候 被打得鼻青脸肿 可这种断臂剑血的实战 他们连剑都没见过 顾清雪没有太多对实战的恐惧 因为四年前父母去世时 他曾与顾清云一起去过春城外 见过那次伤队被异兽偷袭时的惨烈场景 但是 顾清雪此时的大脑 却是一片发猛 前天 他记得顾清云说过自己的五考第一轮测试结果 气血值425 可现在的顾清云 一剑废了一个二阶五兵径的丁教练 太夸张了吧 顾清雪觉得自己完全不认识自己哥哥了 甚至他有了种更奇怪的想法 眼前之人 真的是自己哥哥吗 教室内一片寂静 只有丁海洋哀嚎的声音响起 不多时 门外忽然走来一群人 为首的二人 正是谭清松和燕河两位副馆主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五人 五人都身穿黑底红纹练功服 是高级荣誉教练 其中四个人 顾清云上午见过 最后一人虎背雄妖 是个很壮硕的光头大汉 光头大汉脸上戾气之色不守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类型 众人一窝蜂地涌入教室 看着倒在地上的丁海洋 愣了愣 谭清松看向一旁的安娜 脸色严肃地开口 发生了什么 满头白发 慈眉善目的燕河 则是看向顾清云 再看看倒在地上 又比被剑气撕裂而断的丁海洋 燕河脸色微变 觉得顾清云可能是惹祸了 她快步来到丁海洋身旁 替对方查看伤势 不是她想救丁海洋 她是在挽回顾清云的过错 安娜站在一旁 缓缓说出了整个事情的始末 听到丁海洋率先动手 偷袭顾清云 而后被顾清云反杀的完整过程 谭清松微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燕河脸上的焦急紧张 更是全部消散 既然不是顾清云先动手 这就没什么大事 最多 就是顾清云出手太重 右臂是丁海洋的惯用手 一身剑道 大部分都在右臂上 如今 算是被顾清云直接废了 谭清松看向顾清云 板着脸训斥一句 清云啊 即便是丁海洋先动的手 你下手也还是太重了一些 下次注意啊 不嫌不淡地训斥了顾清云一句 谭清松就要将此事接过 他脑袋不傻 此时已经想到了 顾清云之前隐藏了实力 至少顾清云如今表现出的实际实力 在二阶五兵巅峰 这太夸张了 如果顾清云不隐藏实力 综合潜力评价不会只有S 更可能的是SS 或者最高等级的SS 这样的好瞄子 别说是丁海洋有错在先 哪怕是顾清云有错 谭清风也要立保 五道世界 毕竟强者为尊 第26章 被子醒了的众人 就在谭清风要高高抬起 轻轻放下地解决此事时 那位虎辈熊妖 身躯宛弱铁塔般的壮汉 却笑呵呵道 谭管主 此事虽然是丁海洋有错在先 但他明明已经被陵远挡住 顾教练却还要动手 废掉丁海洋的五道之路 这个惩罚是不是太重了一些 说着 他看了眼烟河 烟老 我苍云武馆内部 也我苍云武馆的规矩 丁海洋犯错 理应交给副馆主们处理 如何惩罚都可 但顾教练私自动手 代替武馆惩罚丁海洋 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壮汉的这一番话说得密不透风 瞬间便让场中局势再次紧张起来 丁海洋宛弱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看向那壮汉眼神稀迹 然而 壮汉却不搭理他 看都没看丁海洋一眼 丁海洋躺在地上 被烟河简单治疗了下 也不哀嚎了 只是他依旧装死 表情痛苦 想以此来搞顾清云 顾清云这时也看向了那壮汉 心中疑惑 他不知道这壮汉是谁 更不知道无冤无仇之下 对方为了一个丁海洋得罪自己 是什么原因 一个普通教练有错在先 自己出手教育 怎么了吗 留他一命 自己已经够仁慈了 虽然本来 顾清云也准备之后 找个机会干掉对方 永绝后患 但表面上 自己没做错什么呀 安娜这时 来到顾清云身边 小声给他解释道 那人叫王虎 在高级荣誉教练中地位很特殊 地位特殊 顾清云有些好奇 他是高级荣誉教练中 少有的三阶武将 只是因为副馆主之位满了 他无法晋升 不然也是一位副馆主 顾清云这才明白 对方说话 为何这般有底气 又为何与自己过意不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派系 苍云武馆内 应该也有派系 比如林远 就是那最后一位副馆主 金鸿派的 而这丁海洋 很可能就是壮汉王虎派的 自己的人受了欺负 王虎自然要站出来 所以 跟丁海洋那样心怀不轨的人 是一个派系 这王虎能是什么好人吗 不可能的 他的心只可能更黑 想到这 顾清云的脸色平静中夹杂着冷意 王虎也上了他的必杀名单 在这方高五蓝星 法律虽然依旧在 但限制的却只是普通人 武者犯罪 只要不是大罪 那就基本没什么事 所以这王虎 虽然是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帝位甚至隐隐与副馆主齐平 但他 也绝对不是什么好人 这样的人盯上自己 顾清云是很不自在的 他决定今晚就查查对方 做个干掉对方的计划 惹他 管你帝位怎么特说 直接连根拔起 顾清云想着 谭轻松却也没任由着王虎侍卫 他看向王虎语气透着强硬 此事我会上报馆主 让馆主来定夺 至于如何惩罚顾清云 如何惩罚丁海洋 就不用王教练来多说了 王教练三字咬得很重 谭轻松在提醒王虎 没当上副馆主 就别以为自己真是副馆主了 这时 安娜的手机钉的一声响起 他拿起后看了一眼 笑着念出手机上的内容 馆主那边已经给回复了 顾清云高级荣誉教练的身份确定 精英见到班教练身份确定 至于今日之事 馆主的定夺是 丁海洋随意对同僚动手 有错在先逐出苍云武馆 顾清云罚工资 奖金一月 安娜笑音音地说完 得意地看了眼顾清云 顾清云将丁海洋右臂废了之际 他就预料到了接下来的事情 所以 安娜提前将事情汇报给了馆主 同时 他还附赠上了顾清云潜力 很可能是SSS级的事情 馆主的回复 自然就合理了 为了一个丁海洋 而含了顾清云的心 不值得 还是那句话 高五时代 实力为尊 更何况 安娜还知道一些馆主那边的事情 馆主正带着金红 参加北方行省的论剑大赛 金红哪怕是见到天才 但这种事情 身为副馆主的金红 自己是不能上场的 可顾清云能啊 如此见到天才 到了馆主 那自然是香波波 顾清云若是去参加论剑大赛 或许能一战 为苍云武馆扬名 与之一比 今日只能算作小事 话 安娜的话音落下 偌大的教室内一片哗然 谈轻松 烟河二人都笑了起来 凌远也神情一松 笑着看了眼顾清云 与丁海洋逐出苍云武馆的惩罚相比 顾清云罚工资奖金一月 简直就是不痛不痒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 钱那种东西 已经完全就是身外之物了 教室之内 大部分人都欣喜地笑了出来 唯独王虎 脸色有些阴沉 最后深深看一眼顾清云 王虎什麽都没说 转身大步离开 丁海洋听着那惩罚 脸色一点点绝望 他的哀嚎声更响了 却根本没人搭理他 谭轻松和烟河很快离去 另外四位高级荣誉教练 也很快离开 林远和顾清云打了声招呼后 再次叫了一批人来布置教室 至于丁海洋 他被林远像是丢拉机一样 丢到了教室外 不嫌丢人的话 就继续在这惨叫吧 顾清云淡默地看了对方一眼 和安娜一起带着寒武馆众人走出教室 秦大海自始至终脸色复杂 他为此次来到 被丁海洋招惹了这么大的麻烦 而感到愧疚 但这件事 却也只能算丁海洋旧游自取 秦大海最终没说什么 留下顾清雪 吴小宇 江明三人后 带人离开了苍云武馆 顾清云则和安娜 一起带着顾清雪 去办理学员手续 顾教练 以你的身份 你妹妹能直接成为精英学员 但她的实力不达标 目前只能成为高级学员 水晶柜台内 性感欲解对着顾清云说道 顾清云点了点头 面上充满笑容 多谢安娜姐 一旁 江明和吴小宇满眼都是羡慕 哪怕顾清雪实力有些低了 没直接成为精英学员 但高级学员也是六万块一个呀 哪怕是江明 都根本出不起这么多钱 而在韩武馆 吴小宇是高级学员 顾清雪是普通学员 可这怎么来了苍云武馆 这等顶尖武馆 顾清雪摇身一变 压了她一头呢 吴小宇难以接受 无法理解 但事实如此 她已经被子醒了 吴小宇看向顾清云的目光 充满发亮 看那样子 像是直接成了顾清云的小迷妹 江明则化作了一位乖宝宝 她甚至都不敢追顾清雪了 顾清雪哥哥这么恐怖 她追下去 恐有生命危险啊 对此 顾清云也只是看了眼江明 心中轻笑 小孩子之间的事情 她没准备插手 同时 这江明只要不对顾清雪 有什么坏心思 她也会照拂一二 第27章 金发玉姐开大G 办理完手续 顾清雪就是 苍云武馆的高级学员了 她领取了一身蓝色练功服 和一身白色练功服的吴小宇 和江明站在一起 顾清云看了自己妹妹一眼 发现顾清雪的眼中 满满都是疑问与疑惑 她笑了笑 说道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问 今夜我会和你解释 顾清雪见状点了点头 看着顾清云离去的背影 白发少女满眼都是疑惑沉思 这时 吴小宇拉着顾清雪的胳膊 有些好奇地说道 清雪 我记得你之前不是说 你的家是很不好吗 原来 你家竟然是富二代 还有个这么强大的哥哥 吴小宇说着 顾清雪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这件事情 只有她本人最为清楚 自己家 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 大家族就更别想了 就在昨天 她还以为哥哥 是被人包养了 但现在看来 这其中一定有很深层次的秘密 压下心底的疑惑 顾清雪摇摇头 我们去修炼吧 吴小宇点了点头 跟着顾清雪前去修炼 江明站在原地 没敢再跟 自从知道顾清雪 有顾清云这样一个哥哥后 江明便明白 自己再也不可能追到顾清雪了 她摇摇头 独自去往训练区修炼 另一边 顾清云回到自己 位于八楼的办公室 继续练剑 一练 便是四个小时的时间过去 傍晚七点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两千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听着挥剑两千次的提示音 响起 顾清云缓缓放下手中长剑 甩了甩酸痛的双臂 打开属性面板 看了一眼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一阶舞者二重 气血 两千九百二十五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5G 剑开天门 S级 精通 0 苍云剑 A级 小程 8000 1000 武器 一阶 合金长剑 一阶 又是五百次挥剑 这让它的气血 成功逼近武者二重极限 再有75次挥剑 它便能进入武者三重 这个修炼速度 一天一重 说出去 怕是要让所有天才汉颜 剑开天门的熟练度 而今 也已经来到精通 苍云剑的熟练度 更是来到八万 明日再练剑二百次 苍云剑便能进入大城 这个武器的修炼速度 说出去 怕是要吓死个人 顾清云微微笑了笑 走出办公室 来到四楼叫上自己的妹妹顾清雪 准备一同回家 顾清雪和吴小语打了个招呼后 跟上顾清云的脚步 顾清云此时换下了黑底红纹练功服 已经再次穿上顾清雪 给他买的那一身白色西装 顾清雪这次 有些被自己哥哥的魅力震住了 那种认为 哥哥是以小白脸的身份 被包养的想法摒弃后 顾清雪在看顾清云 就只觉得他哥哥腻了天的帅 二人乘坐电梯之际 顾清云瞥了眼顾清雪 在苍云五管的修炼如何 顾清雪闻声后 眼中浮现一抹喜色 苍云五管的气泻 药语等等都太好了 完全不用担心练猛了 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的气血就增加了三点 顾清云点了点头 这时提醒道 那个吴小语 别太相信他 在秦大海临走时 顾清云和对方聊了几句 便知道了顾清雪 吴小语 江明三人之间的事情 江明喜欢顾清雪 吴小语在其中收钱 帮助江明 虽然还只是小孩 但这种事情 顾清云也觉得有些厌恶 这个吴小语 若是太过相信 日后绝对会在什么事情上 坑害顾清雪 听着哥哥的提醒 顾清雪点了点头 我知道的 哥哥 你放心吧 你妹妹我也不是傻子 知道什么人能信 什么人不能信 什么人又能信到什么程度 这个世界上 也只有哥哥我 才会完全相信 顾清云闻声笑了笑 这样就好 二人刚刚来到一楼 水晶柜台内的安娜 就看了过来 踩着高跟鞋 金发玉姐走出水晶柜台 来到顾清云二人身前 顾教练 你还没有车吧 我送送你们 顾清云微微一愣 刚想说不用 安娜却主动拉着顾清云 走向停车场 顾清云无法拒绝 在自己妹妹挪欲的目光下 看到了安娜的车 那是辆黑色的大越野车 很像是顾清云前世的奔驰大G 顾清云古怪地看了一眼安娜 安娜看出她眼中之意 妩媚地笑了笑 怎么 你以为我会开一个小车吗 和大车气质不符 顾清云摇了摇头 没有 她和妹妹坐上车 自己自然是副驾驶 而妹妹在后排 安娜踩着高跟鞋走上驾驶位 一脚油门 漆黑发亮的越野车 轰鸣地开了出去 顾清云很想提醒一下安娜 穿高跟鞋开车 是很危险的行为 但想到这是个舞蹈世界 舞者对身体的掌控力很强 高跟鞋开车这种事情 压根就不算是什么危险行为 她摇了摇头 没再说话 靠在椅子上 欣赏性感欲解开车的身姿 同时 她也在心里分析 这样的车 哪怕是在如今这方蓝星 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安娜虽然是苍云舞馆大厅主管 月薪不低于十万 但这车价值肯定超过了千万蓝星币 安娜如果用工资来买这车 那她一定没有剩余的钱来修炼 但安娜却还是二阶五兵巅峰强者 所以 她的身份背景一定很不凡 顾清云分析着 车子一路上都很吸睛 但却没人开口说话 来到顾清云家小区 顾清云想到一些事情 看了后排的顾清雪一眼 清雪 你先回家 我跟安娜姐说两句话 哦 顾清雪乖巧地点点头 没说什么 她开门下车 走出很远后 朝漆黑的越野车看了一眼 仿佛是在看车子 有没有在上下震动一般 顾清云要知道自己妹妹这想法 肯定得给她脑壳好几个板力 小小年纪就这般不正经 第28章 最梦楼 漆黑发亮的越野车上 顾清云坐在副驾驶 转头看向安娜 安娜将车子熄火 笑意盈盈地看向顾清云 顾教练 你要和我说什么 姐姐可还是清白之身 不是那种随便的人哦 安娜吐气如蓝地说道 看向顾清云一脸玩味 顾清云脸一红 属实承受不住这样的挑逗 剑客的心神强自镇定 顾清云看着金发玉姐 开口说道 安娜姐 我今天得罪了那王虎 她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对吧 安娜见顾清云有正事 脸色便也转为认真 但那认真只持续了一瞬间 安娜就笑道 没事 王虎虽然不好惹 但我今天不是开车 将你送回来了吗 安娜这话信息量有点大 让顾清云愣了一回 才反应过来 王虎虽然不好惹 但安娜开车 将自己送回来 这话的意思 是安娜在罩着自己 有她在 王虎就不敢动自己 顾清云越发好奇安娜的身份了 她绝对不仅仅 只是苍云武馆大厅主管 那么简单 顾清云沉饮过后 却是摇了摇头 安娜姐 我不是个喜欢放人危险存在的人 顾清云此话一出 安娜柳眉微挑 惊讶地看向了她 你准备对付王虎 她听出了顾清云的话外之意 顾清云点点头 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虽然只见了一面 但我看出了王虎这人的牙子必爆 她绝对不会对我善把甘休 安娜心中越发惊讶 像是顾清云这样天资卓绝的天才 她见过 但像是顾清云这样天资卓绝 却又大脑清醒的 不多 安娜想了想 笑着问道 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又给我什么报酬 这话落下 其实安娜已经答应帮助顾清云了 报酬 只是她随口一提 或是逗逗自己 顾清云想了想 说出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安娜姐身份不凡 所以想让你帮我查查王虎这人 我只需要她的资料就行 至于报酬 顾清云想了想 最后说道 报酬 安娜姐提就是 我知道你不会太过分的 安娜咯咯咯笑了起来 最终点头 你真不像是个小男生 二人分别 顾清云很快回到家 一进客厅 就见顾清雪坐在餐桌旁 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那双蔚蓝如海的 双眸中充满了八卦之火 别看这丫头 在外挺高冷的 但在顾清云面前 其实一直都很活泼 高冷 只是她在外人面前的自我保护 哥 少女刚一开口 顾清云就知道 她要问什么 我和安娜之间 不是你想的那样 顾清雪文言 笑容玩味 哥 我知道 就是我想的那样 顾清云脸色一炯 顾清雪 却不给她再说话的机会 哥 你别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顾清雪一脸的我懂 我懂表情 这让顾清云脸色一板 声音微微严厉地开口 小小年纪 你就去想这些事情 是不是欠打了 顾清雪撇了撇嘴 不在此事上多说 随即 她的面色一点点转为认真 盯着顾清云 哥 你白天说的 会告诉我一切 顾清云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自然是自己身上 所发生的所有变化 但 绝世见仙系统 是不能说的 所以 顾清云表情认真 说道 妹妹 你是A级体质 外加A级天赋 在全人类中 都算少有的天才 顾清雪 坦然点头 她对自己的认知很清晰 没有自傲 也不会过多谦虚 毕竟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殆 哥 你要说什么 顾清云继续开口胡舟 妹妹 父亲母亲 虽然都不是什么特别强的资质天赋 但二人都是武者 资质绝对不差 他们既然 能生出你这个双A级天赋资质的天才 那么再多我一个 不难理解吧 顾清雪愣住了 仔细一想之下 顾清云所说的这个解释 还真站得住脚 她是双A级天赋资质 那顾清云也有什么很强的天赋资质 这也说得过去 可顾清雪还是觉得不对劲 哪怕顾清云也有什么厉害的天赋资质 最近才觉醒 但她的实力也不至于提升得这么快吧 一剑就废了二阶五兵七重的丁海洋 这战力跨越有点太恐怖了 这还是她那个三次无考都不中的哥哥 然而 不论心中如何匪夷所思 顾清雪 都想不到其他更好的解释了 她只得相信顾清云随口胡舟的这一理由 顾清云这时走上前 按住自己妹妹的肩膀 清雪 今后你便在苍云武馆好好修炼 五考之前 一定要突破到一阶五者 顾清雪用力点了点头 哥 你放心吧 在苍云武馆修炼 我有把握在武考前晋级意见 顾清云汗手 随即 兄妹二人没有多说 各自回往房间 顾清云没在练剑 而是好好休息了一晚 同时总结了一下自己今后要走的路 武考肯定是最重要的事情 只有通过一月后的武考 他才能走上更大的平台 接触到更多更强的人 而每日练剑 他更是不会懈怠 还有王虎和丁海洋这两个麻烦 他也会尽早解决 等明日 安娜帮忙查到王虎和丁海洋的信息后 他便出手一一解决 思考完 顾清云便没再多想 沉沉地睡了过去 深夜 春城市中心 一座富丽堂皇的高楼之中 高楼外部是七星级酒店做演示 但那里 却是极为不凡 酒店的地下五层都是停车场 可没人知道的是 这座酒店 还有地下六层 七层 八层 此时 地下六层内的一间包间内 王虎一身西装 撑起他那浑身爆炸性的肌肉 他坐在沙发上 自顾自点起一根烟 看向一旁断了一条右臂的丁海洋 丁海洋神情惊恐地看着王虎 浑身剧烈颤抖 跪在那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说道 王哥 我是真没想到 那顾清云会那么强 没想到我 竟然会失手败在他手上 王哥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这次也是想将那顾清雪 拉来醉梦楼 以那小丫头的姿色 绝对会受到大佬们的看重的 我也是 想为王哥您办成一件事 却没想到 第二十九章 我跟你之间 本就没有隔阂 丁海洋说着 王虎却一句不答 他的脸被烟雾笼罩 让丁海洋看不到他的表情 丁海洋说着说着 神情便越来越惊恐 终于 他说了足足十分钟后 不再敢继续说了 王虎抽完一整根烟 这才看向他身子微微前倾 王虎探出大手 一把将丁海洋提到面前 近距离与王虎那张猙獰的脸对视 丁海洋都快吓傻了 就差不争气地吓尿出来 他可是知道 眼前这个人是有多么凶狠 虽然表面上是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甚至有资格竞争副馆主 未来前途一片光明 但暗地里 王虎却是这家醉梦楼的幕后之人 至于醉梦楼是什么地方 是一个为商界大佬等有钱人提供色情服务的地方 而这里的大部分女人 其实都是王虎在旗下众多武馆中抓来的女学员 苍云武馆势力庞大 他不太敢大规模去动 但时不时 苍云武馆内也会有几位女学员忽然失踪 当然 王虎做的一向都很隐秘 他不会去动精英学员和核心弟子 因为那是找死的行为 同时 他也会等普通学员或高级学员 在一个月学费用完之际 再去动对方 一来二去 数年来 王虎都从未失守过 而在他手中葬身的无辜少女 却也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 丁海洋 恰恰就是王虎这件事情的执行人 王虎毕竟是高级荣誉教练 这种事情不好亲自去做 所以 丁海洋就是他的代言人 可如今 因为丁海洋的错误 导致他被逐出苍云武馆 王虎今后 还怎么从苍云武馆内带走女学员来追梦楼 难道他亲自去吗 虽说也不是不能再培养一个丁海洋 但苍云武馆的普通教练 收入也不低 很少有人会铤而走险地答应他 做那种事情 王虎掐着丁海洋的衣领 忽然又摇了摇头 碰 像是丢垃圾一般 丁海洋的身体被王虎甩出 狠狠撞在一旁的墙壁上 强大的三阶武将 尽力足有上百吨 所以 丁海洋现在 就如同 是被一架高速行驶的火车头撞中一般 只觉得浑身都快要散架 他口吐鲜血 却不敢哀嚎 丁海洋缓缓爬了回来 抱起王虎的手臂 王哥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不 我一定会将那个顾清雪给您带过来 好好服侍那些大佬们 给王哥您赚取财富 王哥 您相信我 王虎一边喝酒 一边瞥了一眼丁海洋 真的 他满脸横肉 此时脸上露出笑容 丁海洋仿若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拼命点头 王哥 你放心 我说到一定会做到 绝不会让您再失望的 王虎俯下身 拍了拍丁海洋的脸 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 说着 王虎缓缓起身 临走时 甩给丁海洋一粒丹药 这二阶气血丹 俯下巴 虽然会断送你的武道之路 但却能让你直接提升到武兵巅峰 别忘了 你所说的话 带来顾清雪 杀了顾清云 丁海洋点点头 多谢王哥 我一定不让您失望 王虎宁笑了下 走出包间 包间之外 金碧辉煌的走廊上 竟是排成两列的女人 女人们进阶穿着暴露 每一个脸蛋都十分俏丽 他们纷纷对王虎露出笑容 但每一个的眼底深处 却又充满恐惧 身为强大的三阶武将 王虎做这种生意 可从来不会花钱找人 从来都强强 这时 他挑中了两个女人 拽着头发 就进入了一旁的包间 不多时 包间内响起了女人惨叫的声音 走廊内的众女静若寒蝉 却低下头 没人敢出声 他们 逃不出去的 就算有人逃出去过 报警 治安署也不会管的 三十分钟后 王虎从房间内走出 看了一眼 已经服下气血丹 站在门外的丁海洋 进去处理一下 丁海洋早就轻车熟路了 陪笑着进入房间 但看着房间内的惨状 他还是不免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两个女人此时 已经只剩下残缺的肢体 一日 上午八点 顾清云和妹妹顾清雪抵达苍云武馆 顾清雪前往四楼训练 顾清云则独自走向水晶柜台 一袭白衣的她缓缓走来 让水晶柜台内的一众女职员们 都来了精神 顾清云见安娜不在 挑眉问了一句 安娜姐呢 名为吴云的女职员 母奴嘴 安娜姐还没来 顾教练你有事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转达 顾清云笑了笑 没说什么 转身来到电梯口 顾清云按下电梯 电梯门钉的一声打开 其中露出一个人影 好巧不巧 顾清云面前的电梯 正好是从地下停车场上来的 而其中站着的人 身高有两米多 一身黑色西装 被强壮的肌肉撑得鼓胀 人影头顶一个大光头 见面前竟是一袭白衣的顾清云 她笑了笑 身子向一旁站了站 给顾清云留出身位 铁塔般的壮汉 压迫感很强 若是一般人 绝对不敢此时进入电梯 然而顾清云却没什么畏惧 王虎的境界在三阶五将三重 不是特别高 开天门施展 他应该能砍了对方 最不济 自己也不会受伤 没有丝毫恐惧 顾清云笑了一下 走入电梯之中 水晶电梯的门缓缓关闭 电梯直奔八楼 行驶途中 王虎笑着看向顾清云 顾教练 昨日我也只是秉公而言 若是人人都能违背规矩 我苍云武馆就没法开了 顾清云笑了笑 点点头道 我明白 王教练也是为了武馆好 无可厚非 顾教练能这样想就好 别因为昨日之事 让你我二人之间出现隔阂 王虎笑眯眯说着 正常人绝对感受不到 他身上的恶意 但顾清云的感知 是何其敏锐 王虎哪怕对他 只有一丝一毫的杀意恶意 他都能感受到 更何况 王虎此时心里巴布的 一拳打死他 于是 顾清云摇头 没跟对方过多客套 我跟你之间 本就没有隔阂 第三十章 春城天骄 柳寒韵 此话一落 电梯来到八楼 水晶门缓缓打开 顾清云迈步走出电梯 头都没回 电梯内 王虎双目眯起 盯着顾清云 就在电梯门快要关闭之时 他这才走出电梯 小子 我就看你 还能硬气多久 顾清云来到办公室 想着自己刚刚在王虎身上 感受到的淡淡威胁之淡 那威胁感觉虽然淡 却是真正存在的 证明着王虎绝对对自己动了杀意 自己 必须要着手弄死对方了 这件事情 如果不尽早解决 等王虎 这样的人先动手 绝对会有顾清云 无法预料的麻烦 想到这 顾清云换上黑底红纹练功服 拿起长剑继续练剑 任何时候 打铁都得自身硬 今天再练剑一千次 他的境界 应该就能逼近一阶五者四重 十倍增幅之下 能来到二阶五兵四重 拿起长剑 百倍增幅 就是三阶五将四重 如若在施展剑开天门 他绝对能一剑 砍死那王虎 嗯 接下来就是等安娜的情报了 与此同时 王虎的办公室内 他拿起手机 拨通一个电话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电话那头 传来了丁海洋 成竹在胸的声音 王哥 您放心 我已经查到了顾清云的住址 今晚我就动手 王虎冷笑了下 杀了顾清云后 直接将他妹妹带来最梦楼 我要先享用一下 想起昨日见过的白发蓝眸青丽少女 王虎就觉得心中欲望大动 嗯 他还得控制一下 不能将人弄死了 弄死 可就太亏了 心中想着 王虎却从未考虑过丁海洋会失手 昨日 顾清云出手虽然灵力 见到造诣也很是不凡 但他已经给了丁海洋 一枚二阶气血丹 丁海洋的实力 已经是二阶五兵巅峰了 另外 再加上他又派去的三位二阶五兵 事情绝对不会有半点差池 顾清云哪怕是天才 可也绝对不可能同时对战四位五兵 这是王虎的自信 因为他当初在五兵进食 最好的战绩 就是同时打死四位五兵 顾清云的天赋 绝对不可能超过他 王虎冷笑一下 拿出了手机 刷起短视频来 今日 北方行省论剑举行 苍云武馆 剑门武馆 剑锋武馆 无银武馆 天心武馆 武家顶尖武馆参加 第一轮将是武馆主 副馆主们的战斗 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前夜 春城郊外疑似出现闪电 有人看到 那是一个人影批出的剑光 让我们采访一下 当时路过的市民 王虎看着短视频中 一闪而过的闪电 不禁吃笑一声 剑光 这等剑光 A级5G都不可能 必然是S级5G 春城 惊现S级剑到5G 真尼玛会扯犊子 王虎摇头笑了笑 感慨北方论剑的同时 媒体们可真会蹭热度 什么无关紧要的新闻 都网上放 上午11点 顾清云办公室内 顾清云结束练剑 准备带妹妹去吃个饭 一上午 顾清云完成了400次练剑 各项属性都在稳步提升 甩了甩酸痛的双臂 顾清云不禁有些奇怪 这都一上午的时间过去了 安娜怎么还没来 这不是金发玉姐的性子 她拿出手机 刚要给安娜拨打电话 房门就被人敲响 咚咚 顾教练 门外 传来了安娜那性感妩媚的声线 顾清云应了一声 安娜很快走进办公室内 她看着结束练剑的顾清云 先是嘖嘖一声 顾教练还真是勤恳 但你这修炼方式 是不是太简单了一些 每天就对着空气挥剑 这样就能修炼五道 安娜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因为见到 哪个人是砍空气就能提升的 她无法理解 这是我的修炼方法 顾清云摇头笑笑 没在此事上多说 转而问道 安娜却仿佛知道她要说什么 率先开口道 谈管主为你安排了一节剑道课 就在今天下午 林远那家伙 昨天还特意替你宣传了一下 你今天下午的剑道课学员 应该会有很多 怎么样 有压力吗 见安娜迟迟不说起 调查王虎的事情 顾清云觉得有些不对劲 点点头道 压力是有一点 但还好 安娜笑了笑 这是说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等你上完下午的剑道课 我会告诉你一切 顾清云心头古怪 但没多说什么 好 她点点头 硬了一声 金发玉洁起身 今天的她 穿着一身皮衣黑裤 腿上还穿着长筒的高跟靴 颇有一种英姿飒爽之感 最后对顾清云抛了个媚眼后 安娜转身离开 看着对方背影 顾清云眸子微眯 她查到了什么 能让她反应这等一场 顾清云没有多想 转身带妹妹顾清雪 去往食堂 饱餐一顿 吃饭期间 顾清雪看着顾清云 忽然提起一件事情 哥 我今天从别人口中听到 我们春城的天骄柳寒韵 好像回来了 柳寒韵 对于这个名字 顾清云有些陌生 又觉得在哪里听过 顾清云点点头 和她说起此人 哥 你不记得了 那是你第一次参加五考时 我们北方行省的五考状元 和你应该还是同岁呢 听到这话 顾清云的记忆终于是被唤醒 没办法 她当初资质太平庸了 第一次参加五考 哪有心思关注什么天才状元 所关注的只有自己没考上的心灰意冷 想了想 顾清云脑海中回想起柳寒韵的信息 那是春城城主柳青山的独女 从小便天资出众 三年前参加五考时 柳寒韵便是一阶舞者巅峰 据说 柳寒韵是拥有S级天赋资质的天骄 能拿到中部和江海 京都等天骄媲美之人 柳寒韵可是春城的骄傲 她回来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顾清云正说着 妹妹顾清雪说道 哥 你昨天击败林远 一件废了丁海洋的事情 已经传出去了 据说 那位天骄柳寒韵 今天会去听你的舞蹈课呢 第31章 初次上课 全员爆满 听到妹妹顾清雪的话 顾清云惊讶了下 不过对于自己下午的剑道课 会有柳寒韵参加这件事 顾清云倒没有特别关心 教课 这只是工作罢了 而她所做的一切 不过都是为了让自己每日练剑 更为稳定而已 顾清云递给妹妹一个手牌 手牌上写着精英剑道般的字样 顾清雪接过后 脸色有些疑惑 哥 我又不修练剑道 你让我去听你的课什么意思 顾清云笑了笑 你想来便来 不想来就不来呗 我只是怕你这丫头想来 被人拦在外面而已 顾清雪白了一眼顾清云 没有多说 收起了手牌 吃完饭时间还早 顾清云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再次完成了一百次练剑 下午一点 这是顾清云精英剑道班 快要开始上课的时间 此时 位于六楼的精英学员训练场地 已经聚满了人 由于有灵远的宣传背书 这让顾清云这场剑道课 极为火爆 甚至有很多不擅长剑道的学生 慕名而来 就为了见识见识 能在剑道上击败灵远 一击费了 丁海洋的人是何方神圣 顾清雪走入教室之中 找了个靠后排的位置坐下 白发蓝眸少女一出现 就不禁吸引了许多男生的目光 但是 在苍云武馆这种地方 他们却也深知 什么样的人能够追求 什么样的人想都不要想 就比如顾清雪这样的 就是他们想都不能想的存在 当然 也有自诩身份家世不错的男生 不自觉靠拢向顾清雪这边 来的人共有三位 他们齐齐佩戴一把长剑 一看就是修炼剑道类的学员 三人之中 最为帅气的男生 看向顾清雪开口 你好 同学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你啊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 男生盯着顾清雪的蓝色练功服 其实已经明白顾清雪并非精英学员 而只是高级学员 但这样漂亮的少女 特别是身上那股出尘的气质 就极为不凡 她绝对不可能 是因为付不起精英学员的学费 而只不高级学员 很有可能 她还不是舞者 境界不达标而已 但像是顾清雪这样的美少女 进入一阶舞者 那还不是迟早的事情 顾清雪看向说话之人 虽然开口的男生挺帅气 但和自己哥哥 还是差得太远了 冷淡地笑了笑 顾清雪没有说话的意思 那男生见状也不尴尬 转而介绍起来 同学 这两位是我死党 李云飞 王大山 顾清雪看了一眼 李云飞是个瘦高眼镜男 王大山比较壮硕 那男生最后介绍到自己 同学 我叫苏星 是林教练的得意弟子 你可一定要记住我呀 男生说吧 也不再过多纠缠 深知越纠缠 越让人厌烦的道理 但即便如此 顾清雪依旧是没记住三人的名字 对这样的闲眼包 他一向都不怎么挨打理 因为 他是真没有时间 他的一切时间 都还要留作修炼舞蹈 苏星三人 自顾自坐在了顾清雪身前的座位上 纷纷开口讨论起来 也不知道 今天这教练是何方神圣 一来就祭拜了林教练 是啊 林教练可是女魔头管主的得意弟子 据说还一击就拜了 你们说 女魔头管主回来 会不会活泼了林教练 嘘嘘 小声点 林教练来了 李云飞提醒道 打断了苏星和王大山的讨论 教室外 一身黑底红纹练功夫的灵远 缓缓走路 在其身后 还跟着一个身着紫衣练功夫的女子 女子扎着高马尾 五官轻力 给人一种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感觉 女子扫视一眼教室 随后直奔后排 坐到了顾清雪的不远处 自始至终 她只是轻轻瞥了一眼顾清雪 没有任何交谈的心思 顾清雪也自然看到了高马尾女子 在心中略微一对应后 顾清雪便想到了对方的身份 四年前那次无考的北方行省总状元 春城天骄柳寒韵 柳寒韵 想到这 顾清雪不免对其有些好奇 临远见柳寒韵走向后排 她摇头笑了笑 自己坐在了第一排 时间渐渐临近下午一点半 教室内的人也越来越多 每一个座位都几乎被坐满 当然了 精英剑道班的课程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听的 必须全部都是 苍云武馆的精英弟子以上才行 只有顾清雪 一个是特殊 这时 教室外一道人影走路 腰间只是夸着 普通的一阶合金长剑 但人影武官俊朗如客 身上自带一种 淡然又凌厉的气质 像是一柄收在剑桥之中 但随时都可拔出 展人的绝世宝剑 见到这人 精英剑道班内 所有人目光一亮 凌远也笑了笑 很期待顾清云的这场剑道课 就连最后排的柳寒韵 都目光好奇地看向顾清云 等待他开口 顾清云环视一圈 发现自己这场剑道课来的人 还真是多 整个教室约莫能做七八十人 此时已经全部做满 甚至就连门外都占了人 顾清云对这样的盛况 感到有些吃惊 肩膀上压力也还是有一点的 因为 他没学会怎么教人剑道 不过 他是否可以 直接找人指导切磋呢 以自己如今的剑道造诣 看破别人挥剑之时的破绽 应该不难 顾清云心中微动 转头看向一众学员 诸位 我是新来的精英剑道班教练 顾清云 教室内没人说话 但大部分人 都目光灼灼地看着顾清云 顾清云笑了笑 看向灵远 灵教练 不知道你的剑道课是怎么上的 但让我给大家 去讲述剑道的理论 这得我并不擅长 灵远一愣 一众学员们也全部一愣 不讲理论 那讲什么 还能讲什么 众人愣神之际 顾清云话锋一转 我觉得 不论是剑道 还是拳法 腿法 这些诞生的最初目的 都是为了实战 都是为了杀敌 所以 我的剑道课 今后全部以实战为主 每个想让我教授剑道的 那就上台来与我切磋 我来在你们挥剑之中 寻找破绽 第32章 这教练太狂了吧 哗 偌大的教室内 顾清云话音落下 所有人都愣住了 灵远愕然地看着顾清云 没想到 他居然要用这种上课方式 全部实战 实战之中 教授剑道 找寻其他人的破绽 这 灵远呆滞地看着顾清云 觉得顾清云 怕不是不知道 那样做的难度吧 有很多人 就比如灵远自己 他自己的剑道很强 也确实很强 所以 他能给其他人讲述出自己 在剑道一路上的理解 然而 让灵远去找其他人剑道之中的破绽 他做不到 人 只有对自己才是最了解的 一眼看出其他人灰剑之中的破绽 除非二者之间差距巨大 那个人的破绽也太多 不然 哪怕是他老实惊鸿 都做不到这等恐怖的事情 顾清云却自信扬言 自己能做到 灵远震惊了 整个剑道班的学生们 也全部震惊了 所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连做在最后一排的顾清雪 都为自己哥哥这嚣张的话 感到吃惊 他这话的意思 就跟在座的全体都是垃圾 没什么区别 因为只有高出太多层次的人 才敢扬言 能看出其他人灰剑之中的破绽 柳寒韵一双青丽的毛子 盯着顾清云 眼底深处 流露感兴趣之意 他今天来 其实也是想看看顾清云这个人 算是慕名而来 初次见面 顾清云给他的感觉 就是 狂傲 是的 只有狂傲 带着心底的好奇 柳寒韵没有说话 继续静静看着 而顾清云扫视全场 目光和脸色 自始至终 都是一片淡然 诸位 谁想第一个来 顾清云话落 坐在顾清雪身前的苏星 就率先起身 顾教练 我想请您指点剑道 他知道顾清云很强 毕竟能在剑道上击败陵远 能一剑废了丁海洋 顾清云绝对不会弱 但扬言能看出 所有人剑道上的破绽 这就有点太狂了 苏星自然不服 特别是 顾清云长得还比他帅了太多 年龄也没比他大多少 这就让他更为不服了 顾清云笑着看向苏星 点了点头 请 一身黑色练功夫的苏星 很快来到台上 与顾清云对立 顾教练 我叫苏星 一接五折五重 请指教 顾清云淡淡点头 瞥了一眼苏星腰间的长剑 那把长剑看起来 比他的还要精良 不是普通流水线 造出的合金长剑 而是特意打造的 顾清云笑了笑 也拔出自己腰间的长剑 下一刻 苏星的一剑便刺了过来 角度有些刁钻 速度也还算不错 力道也让空气隐隐被刺破 顾清云脑中闪过各种想法 右臂微抬 钉的一声落下 苏星手中的长剑 嗡鸣脱手 顾清云没用多大的力道 但他的剑 无比精准 苏星震惊地 看着脱手的长剑 继而茫然抬头 看向顾清云 他不知道 自己刺出一剑 怎么手中剑就脱手了 这教练 有点恐怖 苏星震撼的时候 教室内一众学员们 也都大为震撼 纷纷感慨看不懂 凌远双目微宁 认真回想顾清云刚才那一剑 同时观察苏星表情 然而让凌远失望的是 苏星的表情充满震撼 骇然 这让他无法确定 顾清云刚刚那一剑 是否也让苏星感受到了 必无可避的感觉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顾清云的剑 很准 准到离谱 准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这时 顾清云脑海内 响起一道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主人 挥剑2401次 剑道感悟加1 气血加1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果然 与顾清云所想不错 与比自己实力低太多的人切磋 果然是不算做战斗的 但能算作挥剑 也不错 这样 他今后就能一边上课 一边挥剑了 顾清云停立原地一分钟后 从自己全心的剑道感悟中 回过神来 他看着苏星 缓缓开口 说出了苏星刚刚那一剑中 最重要的一点破绽 苏星恍然大悟 正准备下台 顾清云却看着他 道 继续挥剑 苏星愣了愣 继而大喜 根据顾清云所指点的破绽 他再次挥出一剑 这一剑的角度 不在那般刁钻 但速度和力道却更大 顾清云赞赏点头 悟性还算不错 刷 他手中长剑一点 正 苏星手中长剑翁鸣 有些控制不住 就要脱手 但顾清云这次留守了 没打掉对方的长剑 苏星后退竖步 这才指出身形 顾清云看着对方 再次指点几句重点 你先下去 根据我的话好好修炼 明日再来 苏星满脸大喜 看向顾清云的目光 充满崇敬 是 顾教练 苏星缓缓下台 回到自己的位置 自始至终 整个教室的学员们 都在无声看着 他们看到了整个全过程 苏星从最初的有些傲气 不相信 到最后的心服口服 对顾清云大为崇敬 这个过程 只用了不到三分钟 这就是新来的 见到教练水平 这太夸张了吧 学员们震撼之间 苏星回到位置 拍了拍两个死党的肩膀 你们快去啊 顾教练太厉害了 这机会不抓住 你们还等什么 李云飞和王大山 很快反应过来 二人连连点头 连妹走上讲台 李云飞率先上前 拔出腰间长剑 刷 李云飞的剑很快 但角度不算刁钻 力道也有些不够 精准度也差了苏星不少 顾清云轻而易举地接下 同时回之一剑 刷 没有过多地技巧 只有极致的速度 顾清云一剑快出了几点 剑近呼道不发动的情况下 精准斩中李云飞手中之剑 李云飞长剑脱手 站在讲台上一脸呆滞 这一幕 仿若刚才的苏星 凌远看着 也仿佛看到了昨日的自己 莫非 在顾清云眼中 自己和李云飞 苏星等学员 没差多少 卧槽 凌远待住了 顾清云看着李云飞笑道 速度太快了 适当放慢一些 提高精准度 甚至可以一次斩出两剑 李云飞听着顾清云的指点 很快就目光发亮 再次斩来一剑 这一剑 她的速度没有方才那般快 但精准度高了不少 同时 也给自己留了些力 想再斩出一剑 不过 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练成的 所以 李云飞这次还只是一剑 一剑刺出 顾清云点点头 不错 李云飞的一剑 被她轻易接下 没用多大力 反正之力 却让李云飞后退数步 李云飞的表情 也化作了和苏星一样 茫然又崇敬 第三十三章 惊鸿 到底是何方神圣 体型有些壮硕的王大山 在一旁 看得满脸呆滞 无法理解 她有些不太相信 顾清云真有这么神 王大山取出自己的长剑 那是一把厚重的宽剑 看起来就十分势大力尘 王大山此人的路子 顾清云也有了个大概的猜测 应该是势大力尘的重剑路子 她点点头 示意王大山随时可以出剑 王大山一剑挥出 空气嗡嗡颤鸣 这若是在战斗中 顾清云肯定不接这一剑 而是选择后退 继而一剑锁喉 但这是指点 所以她半步不退 手中长剑划了个圈 精准打在王大山重剑上的七寸处 犹如当初凌远的一幕发生 王大山手中重剑被打歪 顾清云一剑锁喉 王大山愣住了 她能感受到 顾清云刚刚 并不是凭借强大劲力打骗她的剑 而单纯就是 太准了 她的剑 太准了 王大山愣住了 顾清云指点的声音这时响起 你的剑虽然势大力尘 速度也不慢 但你的反应力太慢了 在我打骗你重剑的同时 你就该借着这股力道 重新增添一道 更加势大力尘的攻击来 明白吗 王大山若有所思 顾清云给李云飞的路 是极快的两剑叠加 而给她的是一次又一次 排山倒海一般的攻势 我的攻势一起 手中之剑只要不脱手 每一击就会更强 叠加吗 王大山虽然长相有些粗狂 但悟性却不低 他点点头 再次劈来一剑 顾清云这次 却抬脚后退一步 躲开了这一剑 王大山手中重剑收不回来 直接落在了地上 王大山愣神之际 耳边响起了顾清云的声音 兵不厌诈 剑道也是如此 虽不需要你攻敌三分 自留七分 但攻敌七分 自留三分 却还是要的 没人 会眼睁睁看着你的剑袭来 却不躲 当然 躲不开的 那另算 顾清云在心底补上一句 就比如 他的剑进呼道 王大山听着顾清云的话 喃喃着愣住 他缓缓收剑 对着顾清云 躬身行了一礼 多谢顾教练指点 顾清云笑着汗手 示意二人可以下去了 王大山和李云飞 一脸崇敬地回到座位上 二人此时 和苏星简直一模一样 整个教室的人 此时也全都明白了 这个新来的教练的厉害 太强了 三次指点 次次让学员心悦成福 这可是连远 都达不到的恐怖成就啊 随后的时间里 一位位学员 就宛若蜂拥一般 涌上了讲台 顾清云每个 都会指点两三分钟 随后那位学员 就会脸色崇敬地走下台 课上着 时间渐渐就超出了一个半小时 但顾清云才指点了一半的人 他没有下课 而是免费 继续给大家压堂 喜欢走的随便走 和顾清云前世不一样 他前世 要是有老师压堂 学生们会一个个哀嚎不愿意 哪怕说让走 也没人敢走 但在这方武道世界 有关武道的所有知识 都是需要付费的 顾清云免费给大家延迟下课 所有人都一百个愿意 当然了 顾清云也不是圣母 下次 他就不可能会多交半点时间 指点每个人的速度 也会再快一些 尽量做到一分钟一个人 甚至是三十秒 时间临近下午五点 顾清云这节见到课 来到尾声 这时 苏星忽然想到了什么 看向了后面作者的顾清雪 同学 你怎么不上去 接受指点 我告诉你 顾教练可真的是很厉害的 苏星说着 还瞥了一眼不远处的柳寒韵 柳寒韵也没上台 但人是春成天骄 不想上台可以理解 可顾清雪为什么 顾清雪看了一眼苏星 也没有太过冷漠 他想了想到 我其实只是个高级学员 也不修炼剑道 苏星文言脸色一变 哪怕顾清雪很漂亮 但他不修炼剑道 却来精英剑道班 这不是浪费资源吗 苏星心底有些怨气 特别顾清雪 还只是个高级学员 而并非精英学员 苏星正想说些什么 顾清雪又补了一句 顾教练 他是我哥 说吧 顾清雪没有再多说 剑课程已经结束 起身朝着顾清云的方向走去 苏星愣在原地 呆呆地看着 走向顾清云的顾清雪 两位死党 这时率先缓过神来 纷纷拍了拍苏星的肩膀 哥们 你放弃吧 是啊 顾教练的妹妹 哎 苏星整个人缓缓回神 喃喃出声 这 怎么就能是顾教练的妹妹呢 几人震撼之际 却是不知道 在听到顾清雪说 自己是顾清云妹妹的时候 同样坐在后排的柳寒韵 瞥了顾清雪一眼 继而 他也起身 跟着人流离开教室 不多时 顾清云的办公室内 顾清云看向顾清雪 嘱咐一句 今晚你先待在武馆 跟着林教练 他们一起修炼 顾清雪皱了皱眉 哥 你要去做什么 顾清云摇摇头 笑了一下 你就别管了 安心修炼就是 现在的你也帮不上哥哥 顾清雪挣扎了下 但发现自己还不是个舞者 确实到哪都是累赘 他点点头 指得乖乖的 这时 顾清云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 林远走了进来 林远的身后 还带着一个紫衣少女 正是柳寒韵 顾清云看了一眼 心中微动 上课的时候 他就发现 这位春城添娇了 但他没有过多在意 柳寒韵跟着林远走入办公室 一双大眼睛 便一直盯着顾清云 美眸中满是好奇 林远介绍道 顾教练 这是柳寒韵 和我一样 都是金鸿副馆主的弟子 算是我师妹 顾清云闻言挑了挑眉 没想到二人之间 还有这层关系 怪不得柳寒韵 穿着苍云五管 核心弟子的衣服 他点点头 伸出手 与柳寒韵虚握了一下 少女肌肤光滑 玉手柔软 但顾清云 却只是一触击分 柳寒韵看着顾清云的双眼 越发好奇 顾清云 却不对他去产生好奇 反而让顾清云好奇的 是那位接连听到名字的 金鸿副馆主 林远是其弟子 也就罢了 柳寒韵 这位春城天骄 也是对方弟子 这个金鸿 到底是何方神圣 第34章 顾教练是忍不住诱惑的人吗 见顾清云愣神 林远笑了起来 顾教练 我这个师妹很不错吧 林远调侃着 同时也看了一眼柳寒韵 像是顾清云这样年轻 又有实力的帅哥 岂不正与柳寒韵 这样的天骄少女相配吗 林远的调侃 照常说一般的少女 绝对会脸红 至少也会不好意思 但柳寒韵却很大方帝 看着顾清云 双目中的好奇越来越浓 春城 什么时候出了这样一位 如此特别之人 身为苍云武馆核心弟子 柳寒韵是有权查阅 高级荣誉教练的资料的 毕竟核心弟子算是武馆清传 按照道理说 他们才和武馆是一家人 柳寒韵看了顾清云的资料后 也想到了 他会不会是某位大家族的人 可他是春城城主之女 这春城附近的大家族 他都知道 根本没有姓顾的 中部倒是有 但也没听说 哪个天才叫顾清云 摇摇头 柳寒韵没再多想 初次见面 就打探对方底细 要将对方给摸清楚 这太不礼貌了 柳寒韵看着顾清云 笑着说道 顾教练 能请你 也指点一下我的尖刀吗 柳寒韵身份特殊 虽然去上课 却不可能和正常的学员一样 上台让顾清云指点 所以 他便让林远 私下带自己来了 顾清云看到一旁 林远一副你帮帮忙的表情 他也不是什么 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点了点头 顾清云缓缓起身 来吧 林远拍了拍手 有些激动 这时的他 方才介绍道 顾教练 你可别小瞧我这师妹 她是S级资质 外加上S级天赋道女剑体 她的剑道 比我还要更精神 是师父最得意的弟子 顾清云眉稍微调 他记得 林远之前不还说 自己是金红的得意弟子吗 原来 这还有个最得意的弟子 不过S级资质 再加上和剑道有关的天赋 这柳韩运的实力 一定也很不错吧 顾清云眼中流露兴趣 对柳韩运轻轻汗手 柳韩运缓缓拔出腰间长剑 那是一柄细剑 正 细剑划过空气 带起叨叨颤鸣声 并且 这一剑之中夹杂的 还不只是一剑的颤鸣声 而是两剑 柳韩运手中长剑五成剑花 对着顾清云攻来 不论是速度 还是角度的刁钻 都被柳韩运施展得极为精妙 二阶五兵巅峰 顾清云心底沉吟 一眼就看出了柳韩运的实力 一阶合金长剑出鞘 顾清云眸子微宁 苍云剑施展 翁翁 剑光化作白云 在顾清云身前闪烁 不畏杀敌的情况下 顾清云现在很少会再用剑 近乎到这门无上级天赋了 但是 哪怕不用剑近乎到天赋 他的剑道也是极为恐怖 昨日练完剑 他的苍云剑熟练度就来到了八万 距离突破至大城的十万 只差两万 也就是两百次挥剑 今天上午 他总共完成了四百次挥剑 再加上刚刚上课时的二百多次挥剑 顾清云如今的苍云剑熟练度 已经来到了大城 超过十万点 所以 柳韩运所施展的苍云剑 在顾清云的苍云剑面前自然不够看 叮叮两声 柳韩运倒退两步 这才止住身形 随即 他便骇然地看向了顾清云 满眼都是震撼 顾教练 你怎么会苍云剑 柳韩运说着 看了一眼一旁的林远 忽然明白了什么 林远有些尴尬 但很快被震惊取代 他看着顾清云 脸色难以置信 顾教练 你的苍云剑静谏 这是 大城了 林远目光呆滞 因为他修炼苍云剑六年多 至今方才大城 这 还是有师父金红亲自指点的情况下 然而 顾清云昨日在他这偷尸 今天大城 卧槽 开什么玩笑 林远心头充斥着不理解 柳韩运也看向了顾清云 犹如再看一个怪物 两天 A级5G苍云见大城 这什么概念 并且 还是没有完整功法 从林远那偷尸来的 两天大城 这怕不是绝世妖念 柳韩运震惊住了 因为 他仿佛在顾清云身上 看到了资质天赋 SSS级的妖念 那些人可都是万中无一 能称之为传奇的呀 太让人惊讶了吧 顾清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这时开口直点起柳韩运来 你刚才的一剑 叠加了两剑的攻击 这应该不是你的极限 顾清云笃定道 柳韩运回过神来 点了点头 嗯 我的极限是三剑 但会很耗费心神 顾清云汉手 这时说道 你走的路没有问题 女性的力量 本就要比男性低 但面对一些防御力惊人之人时 你也需要强劲地攻击去破防 所以 叠加剑士的想法没错 但要注意力道 速度 精准度三方的平衡 这个需要你慢慢摸索 或者 顾清云没说完 柳韩运急忙开口问道 或者什么 他正听得起劲 这有关于自己日后的剑道之路 顾清云要有办法 他肯花钱去买 顾清云摇了摇头 眉厚言无耻地说 或者给我钱 我教你 但柳韩运却很会来世 当即明悟 他身手自紫色的练功服 兜里一摸 便掏出一张钻石卡 这里面是我的零花钱 每月十万 可够让顾教练教我见到 顾清云看着财大气粗 以德服人的天才少女 不禁愣住了 他眉头微皱 在犹豫要不要接 林运这时在一旁说道 柳韩运 你怎么能拿这些童秀 来俯视顾教练的心呢 顾教练是承受不住 这样诱惑的人吗 林运有些生气 他觉得 见到这种高级的舞蹈 可不是花钱就能学的 他想跟顾清云学 都要一点一点 甚至等顾清云境界超过他了 他就败师 当然 这要先过女魔头金红那一关 顾清云瞥了一眼林运 目光有些冰冷 随即 他一把接过了 柳韩运手中的钻石卡 每月十万 我每天教你三十分钟 够吗 顾清云觉得 自己这个课程 算比较公道的 高级荣誉教练月薪十万 一天一节一个半小时的课 但那时大课 不是这样开小造 开小造的话 时间上自然要更金贵一些 第三十五章 第九局 顾清云这一举动 让办公室内的三人都愣住了 柳韩运本听到林运的话 觉得有些羞愧 但是 让他再败顾清云为师 先不说年龄问题 单单就是女魔头金红那一关就不好过 到时候 金红要再找顾清云算账就不好了 可以同袖腐蚀顾清云高傲的心 他也觉得这有些侮辱人了 然而 让柳韩运没想到的 顾清云居然真的吃这一套 林运就更是呆之主了 在他看来 见到是多么精妙高级的舞蹈 哪是花钱就能学的 可在顾清云这 还真就是 顾清云笑了笑 看着林运问道 林教练 我记得高级荣誉教练 是能带学员的 这个价钱由自己来定 只要不太离谱 是不违规的吧 林运茫然中点了点头 不违规 只要学员和教练都同意 多少钱无管都不会管 说着说着 他就没声了 顾清雪在一旁看着这一幕 心中对自己哥哥的震惊 已经说不完了 他到现在都没想明白 自己哥哥 怎么在短短两三天的时间里 摇身一变 变得强得让人不认识 不敢相信的程度 不过 对于顾清云收钱就交见到的事情 他倒是不意外 父母死后 兄妹二人相依为命 真的是过了太久的苦日子了 只要合规合法地赚钱 顾清雪觉得没什么 一脸傲气的林运 此时忽然回过神 他大车大物般 从兜中掏出了一张金卡 比柳涵运的钻石卡 微微低级一些 但也是顾清云没见过的 顾教练 我也跟你学见到 不需要每天三十分钟 每天切磋一次 你指点我两句就行 一个月我给你五万块 如何 顾清云看着那张金卡 十分自然的结果 可以 林运大喜 跟顾清云切磋 接而求指点 这是他能拉下的最大的脸了 不然 他真怕师父惊鸿 找他算账 顾清云随后又和林运切磋了一次 指点了对方一番 这才作罢 林运和柳涵运 都是大有收获的样子 纷纷和顾清云 约定好明日的时间 二人临走 顾清云看了眼妹妹顾清雪 林教练 能否让你带我妹妹训练一段时间 今晚我有些事情 林运文言 毫不犹豫地点头 当然可以 顾教练放心 你妹妹交给我吧 顾清云笑了 顾清雪很快 跟着二人离开 这二人 一个剑痴 一个城主之女 还是在苍云武馆内 应该没人动得了顾清雪了 安排好一切 顾清云拿起长剑 认真挥剑起来 他还差三百次左右的挥剑 今日一千次挥剑就能完成了 等他完成今天任务 便去看看 那王虎究竟有什么秘密 傍晚七点 顾清云站在办公室内 左手持剑 最后一次挥下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三千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顾清云放下长剑 甩了甩酸痛的双臂 坐下休息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一阶舞者三重 气血 39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5G 剑开天门 S级 精通 110000 苍云剑 A级 大乘 180000 5000 武器 一阶合金长剑 一阶 贴了眼属性面板 境界已经来到一阶舞者三重 持剑增强百倍后 恰好是和王虎同样的三阶舞将三重 剑开天门熟练度增长到精通1000点 S级5G熟练度就是难刷 想提升到小城 还要9天 不像A级5G苍云剑 三天到大城 再有4天就能圆满 笑了笑 顾清云脱下黑底红纹练功服 换上自己的白色西装 傍晚7点半 顾清云来到苍云武馆地裤 上了安娜的那辆黑色大G 金发玉姐穿着皮衣 下身是牛仔裤和高跟靴 显得英姿飒爽 顾清云多看了两眼 就收到了金发玉姐的调侃 被姐姐迷住了 顾清云点头 安娜微微一愣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接 顾清云笑了 她就知道 这金发玉姐就只会口哗哗 要想跟她来点实际的 她就会跟个小野猫一样 害羞且傲娇 安娜翘脸微红 侧过头取出手机 她打开屏幕 将上面的画面 给顾清云看了一眼 孟华大酒店 顾清云有些疑惑 没想通这件事情 和王虎有什么关系 安娜那张妩媚的翘脸 有些冰亡 昨夜 你请我调查王虎 我便亲自去了一趟 这家孟华大酒店 发现王虎的背景 很不一般啊 安娜语气有些感慨 眼神有些民众 顾清云眸子微宁 就见安娜看向她 这件事情 与你没什么关系 你与王虎 也只是有点小矛盾 我劝你 还是别与她对上 安娜 究竟查到了什么 顾清云心中满是疑惑 但想到王虎的性格 跟自己结仇 肯定牙子必报 这种人就像小混混 躲 是永远也躲不掉的 必须要以最强力的手段 反击回去 顾清云脸色坚定 看着安娜认真说道 安娜姐 你查到了什么 都告诉我吧 安娜盯着顾清云 看到她脸上的认真 翘脸忽然一松 虽然只与你认识三天 但我看出来了 你是个很不一样的人 她笑了笑 忽然从怀中掏出一份证件 顾清云愣了愣 接过证件后 打开 看了一眼 谷国第九局 北方行省春城巡逻队员 安娜 这时 安娜的声音自一旁传来 异兽强大 不断侵吞我们人类的生存资源 但哪怕形势严峻至此 却依旧有一群人 整天只想着享乐 贪污 搞内部斗争 可修炼武道 但若是不团结 内部出了叛徒 情况将是极为危险的 第九局应运而生 独立在谷国任何机构之外 只招纳心存正义的有能之士 第九局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证 在人类拥有武道力量 却无法控制 在人性最灰暗的时候 将其消灭掉 第36章 埋伏 安娜缓缓开口讲述 顾清云整个人愣住了 安娜没有说话 静静等待着顾清云 接受这些消息 因为当初她在得知这些的时候 也是同样的震惊 想不到 国家居然还有这样一个部门 专门独立在所有部门之外 危急关头能处理舞者的部门 漆黑发亮的大剧上 顾清云缓过神来 转头看向金发玉姐 安娜姐 你与我讲这些的意思是 安娜妩媚的翘脸笑了笑 身为第九局春城正式巡察员 我有招揽实习队员 引荐你加入第九局的权力 今天 你若是不想掺和王虎这事 我不会与你说这些 但你毅然决然地决定参与 这代表你也是个正义之人 第九局吸纳人才 不看过往 只看人的本性 顾清云大为发愣 也越发感觉到 王虎事情中的棘手 不然 安娜不至于跟他摊牌 第九局的事情 哪怕看中他 也不会这么快 就拉他加入第九局 顾清云所想不错 但也不完全对 对于顾清云这种 天赋资质直逼 SSS级的天才 第九局怎么可能不想要 只是因为王虎事件 让安娜提前了一些招揽罢了 顾清云仔细想了想 问道 加入第九局 我有什么好处 安娜想了想说道 第九局 都是有志之士组成的正义组织 对每个人的品性要求很高 所以 第九局是没有工资 福利这些的 听到这 顾清云就瞬间失去了 对第九局的兴趣 连点工资都没有 让人白干 有点过分了啊 见顾清云失去兴趣 安娜摇头笑了笑 我还没说完呢 她想到了自己所查到的顾清云身事 也大概明白了她为何对钱那么在意 谁能想象到 顾清云的身世会那般普通呢 安娜继续说道 第九局虽然没有工资 奖金 福利这些实质化好处 但你如果能加入第九局 成为正式成员 那么你就能调动第九局的资源 同时 发现有务者犯罪 品性不佳 做恶事等等 你都可以先斩后奏 还能调动治安署 等等谷国官方机构哦 在我们面前 军方都要退让几分 安娜这话说出来 顾清云目光亮了 那我需要做什么 不需要做什么 就正常按照你的人生轨迹发展 只是在你遇到事情 或是第九局同伴遇到事情的时候 你才是第九局队员的身份 顾清云恍然 总结了下 这是个虽然没有任何工资 福利 奖金的工作 但却能调动谷国官方资源 杀人能先斩后奏 这她挺喜欢啊 想了想 顾清云点点头 可以 我接受你的邀请 先当实习队员试试呗 安娜笑了起来 满意点头 我就知道你会答应 说吧 金发玉姐大长腿 一踩油门 漆黑发亮的大忌 直接冲了出去 顾清云看了她一眼 好奇问道 我们现在去哪 直接去找王虎吗 安娜一边单手开车 一边白了顾清云一眼 我昨天只是简单调查了下王虎 发现她和春城许多商界大佬 都有幕后关系 这家梦华大酒店很有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再去探查一番 顾清云恍然 但又想了想 忽然说道 先去我家 啊 安娜有些惊慌 开车的手都抖了一下 去你家做什么 说这话的同时 安娜觉得 顾清云是不是有点着急了一些 她可不是一个那样随便的人 顾清云也愕然了下 没想到安娜这都能想偏 安娜姐 原来你脑袋里 整天在想那种事情 安娜翘脸一红 你说什么呢 顾清云这时道 先去我家 我有预感 那里会发生些事情 身为一个剑客 顾清云感知很敏锐 她太知道 王虎对她的恶意了 并且 孟华大酒店有问题 能是什么问题 顾清云用脚趾头 几乎都能猜到一些 无非就是一些男人都懂的事情 她上辈子有权有钱的人 尚且能搞出一些道德败坏 三观沦丧的事情 更何况 是这个大部分人 拥有超凡力量的高五时代 武力值越强 人的道德 就越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金发玉姐的车技很稳 漆黑发亮的大技 很快来到顾清云家小区外 顾清云照常走下越野车 朝着自己家所在的楼洞走去 在她下车后 安娜一脚油门 漆黑的大技很快驶离 当然 安娜没走远 她开车简单多了个圈子 便在离顾清云家小区 不远处的高楼旁停下 金发玉姐瞟了一眼楼高 觉得十分满意 随后 她走到后备箱 搬出了一个跟她差不多高的箱子 背着漆黑大箱子 金发玉姐剑步如飞 很快来到天台 在楼梯间设置了金爆装置 以及危机关头所降的装备后 金发玉姐俯身打开漆黑箱子 只见里面是一把漆黑的大具 大具很像是市面上熟知的巴雷特 但这把却不是普通的反器材大具 而是安娜的特制武器 位列三阶 哪怕是三阶武将中了她的一枪 也得当场跪下 安娜很快调试好大具 从瞄准镜中看向顾清云家小区 顾清云家小区 是很老旧的那种 楼层都不高 每一栋最高都只有六楼 顾清云走在楼洞间 还在思考 刚刚金发玉姐所说的 会在远处给她压阵 是什么意思 不能真有人在城市里玩具吧 性感玉姐加狙击枪 这魅力拉满了呀 顾清云一袭白衣 一边走一边胡思乱想 这时 暗处的一个房间内 丁海洋正带着四位标形大汉 站在房间中 观察着顾清云的一举一动 丁哥 动手吗 没看到那个小丫头啊 丁海洋也没看到顾清雪 这让她有些疑虑 但是 昨天自己和顾清云结仇 今天她便动手 用的人还都是王虎的人 这种情况下 顾清云不可能提前知情 除非王虎坑她 但那怎么可能 王虎 可是比她更想要顾清雪那小丫头 那可是极品啊 心中沉阴片刻 丁海洋摸了摸自己空荡荡的右臂 阴狠的双眼 直接锁定顾清云 动手 第37章 有点帅啊 四位标形大汉得到命令 纷纷从怀中 掏出漆黑的手枪 一阶武者练肉 二阶武兵练皮 三阶武将练钢筋铁骨 所以二阶武兵 能对枪械具有一定的抵抗力 因为一身铜皮防御力很不错 但不到三阶武将 却依旧无法完全免疫枪支的威胁 若是大口进反器材 那三阶武将都可能得贵 所以要对顾清云出手 四人毫不犹豫地取出枪支 丁海洋见状嘱咐一句 记得留活口 我们还要在他口中 逼问出他妹妹的下落 四人点了点头 率先奔出房间 丁海洋看了一眼顾清云 左手握紧了手中的剑 随时准备动手 在他的视线中 顾清云什么都没发现 已经快要走到自己家的楼洞 恰在这时 顾清云身前奔出四道人影 四把黑洞洞的手枪枪口 直接对准了他 下一秒 碰 碰 碰 一道道枪声响彻起来 周围不少楼洞的灯都亮了起来 有人站在阳台朝下方张望 见有人在用枪火拼 这些人就又赶忙缩回脖子 生怕被波及 但也不乏一些胆子大的人 拿出手机开始拍摄 高五事件 这样的火拼事件虽然不多 但也还是有的 基本上一两年 身边就会发生一起 没那么稀疏平常 观战的群众们 也都当这时的乐子来看 白衣小帅哥可惜了 看起来还很年轻 就要被人暗杀在这里 有的老大妈摇头叹息 但是下一刻 他们就发现 那白衣男子 丝毫不慌 对方伸手握住了腰间的长剑 长剑出鞘 缥缈宛若白云般的剑光缭绕 将所有的子弹 全部挡在身前 哪怕是四把手枪 可顾清云的剑近乎道 却已经能百分百命中 所有的子弹 毕竟持剑的他 身体各方位属性 可是增强百倍 堪比三阶武将三重 三阶武将 一般的子弹 已经很难伤到他了 四位标形大汉 剑手枪拿不下顾清云 他们对视一眼 也没浪费时间 四人纷纷将手枪收起 转而便狂奔了过来 四人脚底生风 体型剑朔 一看就是那种 力量极为恐怖之人 顾清云双眸微眯 已然确定了几人的身份 绝对是王虎派来的无疑 可真狠啊 上午与我笑呵呵相见 晚上不要弄死我 顾清云想着 又摇了摇头 高五事件 弱肉强食 他又何尝不是 今夜不要去弄死王虎呢 笑了笑 顾清云面对四位标形大汉 非但不退 反而提借而上 但还未等四位标形大汉 临近自己 哄 大口径反气才狙击枪的声音响彻 哪怕隔了上千米 依旧嘹亮低沉 顾清云脸色一变 但剑客的直觉没告诉他有危险 所以 他便没躲 哗 子弹射中肉体 却没发出正常的扑扑声 而是直接哗啦一声 向着顾清云冲来的一人 就胸前爆开 身上的四肢 各种脏气散落一地 顾清云转头朝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眼神不经变化 还真有人 在城市里玩狙击枪 还是大口径 反气才狙击枪 有点帅啊 顾清云想象到了一副天台之上 一个金发性感欲解 靠在墙边 手持大口径反气才大飞炮的场景 真特么帅 顾清云再次感慨一句 面前剩下的三位标形大汉 在一个简单愣神后 便火速接近着顾清云 他们没想到 顾清云这边有狙击手 还是持有大口径狙击枪的狙击手 但这不妨碍他们 做出正确的应对 三人没有后退 很快便接近了顾清云 因为他们知道 此时后退就是靶子 只有接近顾清云 才能让对方投鼠忌器 站在四楼房间中 丁海洋看着下方场景 整个人不禁有些着急 他眉头皱紧 朝着远方看了一眼 这个顾清云 什么来头 丁海洋还不知道 刚刚一枪打死一个标形大汉的 正是他一直爱慕的郁姐女神 右臂旗杆断的伤口 传来隐隐作痛 丁海洋脸色一沉 盯着顾清云 满眼都是寒光 抓住你 自然能让那人投鼠忌器 下一刻 窗户破裂 丁海洋直接从四楼跳了下来 远处天台上 安娜枪口一转 看到了落在地上的丁海洋 他翘脸一沉 手指下意识临近扳机 随后 没有犹豫 哄 这舔狗和王虎勾结在一起的事情 他早就有所察觉了 只是二人做得比较隐秘 王虎背后还有高人指点 所以 他一直查不出什么蛛丝马迹 若不是昨日顾清云飞了丁海洋 引得王虎有些跳脚 他也不会注意到孟华大酒店 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枪子弹速度极快 直直朝着丁海洋射去 丁海洋脸色一变 剑客的本能让他朝一旁侧翻了一下 正是这一下 让丁海洋躲过了致命一击 哪怕他是武兵巅峰 可安娜的大局是三阶的 足以杀武将 没看刚才那位武兵后期的飙行大汉 在安娜这一击面前脆如纸壶吗 破 子弹击射到地面上 溅起一个大坑 丁海洋表情一变 继而看向顾清云那处战场 想要快速临近顾清云 他知道 只有接近顾清云 他才是安全的 然而 这一眼看去 丁海洋傻了 金发玉姐在打了丁海洋一枪后 也调转过枪口 想看看自己能否帮到顾清云 毕竟他在同时面对三位武兵后期 哪怕顾清云实力不错 压力却必然极大 这一眼看去 安娜也傻了 也就是丁海洋跳窗 他开枪这很短暂的时间里 顾清云身前便躺下了两具尸体 此时的他 正在面对最后一人 那壮汉挥动双拳 空气微微颤鸣 隐隐有虎抱之声响彻 然而 顾清云却一个巧妙的侧身 手中长剑同步挥出 剑进呼道 发动 刷 顾清云跨前一步 那壮汉咽喉喷剑鲜血 脖梗一味 身体缓缓倒地 远处天台上 安娜美眸微微瞪大 这么快 解决三位同阶武兵 这实力 安娜小嘴微张 有些吃惊住了 至于丁海洋 就更是一脸呆滞地看着顾清云 第三十八章 我叫你洗干净脖子 顾清云缓缓收剑 抬脚一步步朝着丁海洋走去 他脸上浮现了一抹平淡的笑容 丁教练 又见面了 顾清云的笑容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脸上丝毫没有杀意 丁海洋却只觉得神魂战力 他没想到 顾清云怎么就这么强 三位同阶界武兵啊 一个眨眼的时间就被顾清云解决了 他是武将吗 哪怕武将 也没有这么恐怖的吧 丁海洋无法理解 看到顾清云 他只觉得自己右臂又开始疼 顾清云这时看着他 挑了挑眉 丁教练看来 有贵人相助 伤势这么快就恢复了 对 还没见识过丁教练的左手剑 让我再看看吧 顾清云说着 手中一接合金长剑 绽放寒芒 丁海洋看着顾清云 此时根本无法后退 暗中有个狙击手正盯着呢 他后退就是一死 但前进 却也同样后果难料 丁海洋握剑的左臂有些颤抖 再次回想起 昨日被顾清云一剑击败的事情 那件事 甚至让他的剑道因此挫败 有一蹶不振的可能 好在 他本就不是什么天才 心魔这种天才才会有的病 他不配有 丁海洋左臂颤颤巍巍地握着长剑 顾清云看着他这一幕 有些遗憾 有些摇头 这样的人 都不配见他的开天门 学会见开天门两天了 还尚未能尝试一次 砍人是什么感觉 真可惜啊 顾清云摇摇头 长剑向前刺去 刷 丁海洋看着剑光朝自己而来 只觉得一种头皮发麻质感生成 那种避无可避 只能应接的感觉再次袭来 这踏马是什么剑道 丁海洋无法理解 抱了句粗口给自己壮胆 但不论他如何壮胆 顾清云的一剑 都直接刺中了他的胸膛 气血通过合金长剑 传导到丁海洋的体内 丁海洋胸膛内的脏气 被顾清云的气血切碎 丁海洋看着顾清云 双目一点点瞪大 缓缓倒了下去 哗 这一幕的发生 让周围那些胆大观战的邻居们 全都梦了 顾清云一人被围攻 竟然自身毫发无伤 短短时间反杀四人 这太尼玛强大了 不少人拍下了这段视频 想要上传到网上 不过他们很快发现 这里的信号被屏蔽了 这自然是安娜做的 调动一切相关部门 屏蔽的信号 简直就是小事 同时 安娜还叫了治安署那边 来处理后事 然而 顾清云这时却没有停下 他俯身 像是毫不在意地 拿起丁海洋的长剑 下一秒 顾清云凌厉的目光 看向某一块窗户 丁海洋的长剑 直接飞了出去 剑进呼道 发动 他不知道 自己这一飞剑 能不能击中对方 但差不多能有90%的把握 随后 顾清云 踢着合金长剑迈开脚步 很快来到自己所看的那处房间中 房间内 一个瘦高青年 正拿着手机 拍摄刚刚顾清云战斗的全过程 但此时的他 身上被插了一把长剑 已然出气多 进气少 他被钉在墙上 看着屏幕屋叶出声 顾清云长剑随手一摸 给了他一个痛快 随后 他来到手机屏幕前 看向了其中的画面 画面中 一个光头壮汉 坐在豪华沙发上 身旁是两个衣着很少的女人 顾清云能看到 那两个女人的眼中 透着不怨 像是被胁迫的一般 王虎 顾清云双目眯起 其中透出毫不掩饰的杀意 王虎看着他哈哈大笑 手臂不断在女人的身上游走 小子 你还挺厉害 应该有武将战力了吧 今天丁海洋 算是老子送你的 你若不记仇 你与我之间的恩怨 一笔勾销 你若记仇 王虎说着 镜头一转 扫向了四周 当第一个人出现在顾清云的眼中时 他的瞳孔就未知一缩 那是个戴着眼睛的瘦高男人 男人约莫三十岁 脸上却透着浓浓老成 他看向镜头这时笑了笑 顾教练 你的天资很不错 若是加入我们 地位不会低哦 眼镜男说着 顾清云死死盯着他 咀嚼机一点点凸起 这个眼镜男 是春城治安署长 顾清云不仅在电视上见过 当初自己父母之死的案件时 他也见过这人 当时 他还只是治安署副署长 顾清云在这一瞬间 联想到了很多东西 心底杀意迸发 王虎将镜头再次一转 其中出现一个 肥头大耳的中年人 顾教练 我们盛天地产 很需要 你这样的人才哦 你若愿意加入我们盛天地产 我可以给你开千万年薪 甚至是上一年薪哦 镜头又转 这次是个国字脸中年人 中年人仿佛对王虎行为 有点不悦 脸色有些阴沉 他看着镜头 一言不发 顾清云这次彻底震惊了 因为屏幕中这人是 春城复城主断红图 顾清云属实没想到 王虎居然会有这么多保护伞 同时也没想到 王虎居然敢这么嚣张 直接将他自己的底牌 后台全部搬出来 骑在自己脸上输出 顾清云的眼眸 一点点冰冷 完全不再去看后面那些人 王虎很快将屏幕转了回来 一只大手 仍旧在女人身上游走 看着冷脸的顾清云 王虎宁笑了下 小子 我就在孟华大酒店 这里有地下六七八层 有胆你就来 觉得这些事情 你能曝光出去 影响到我们你就去 连城主柳青山都不敢管的事情 我看你敢不敢管 当然了 你要是想加入我们 我们也很欢迎 冤家以解不以解 但是 来的时候 要带上你的漂亮妹妹哦 王虎说完 电话直接被她挂断 顾清云的手臂 这时被人拉住 是不知何时赶来的金发玉姐 安娜见顾清云进入屋子后 许久都没出来 便担心地赶了过来 看到刚刚视频画面中的那些人 她也很吃惊 安娜完全没想到 春城居然有这么多毒瘤 他们这些第九局的人 是吃干饭的吗 安娜胸膛起伏 这时就见顾清云 重新打开手机 给王虎拨了过去 电话很快被王虎接通 视频之中 再次出现光头大汗的脸 她看着顾清云 挑了挑眉 小子 你这么快就想通了 顾清云脸色恢复淡然 缓缓点了点头 想通了 电话那头的王虎 明显一愣 继而大笑出声 要加入我们 记得别忘了带上 你那个妹妹顾清雪 傅城主大人 可是已经看上她了呢 成年人的世界 得到多少 就要付出多少 这个你懂得吧 顾清云语气冰冷 在捏碎手机的前一秒说道 王虎 我叫你踏马洗干净脖子 等我来宰了你 第39章 这语气 怎么比我还狂 顾清云说完 握着的手机咔嚓一声 被她直接捏碎 而后 一袭白衣的她 直接转身 大步朝外走去 身穿皮衣高跟靴 英姿飒爽的金发 欲解愣了愣 因为她从没见过 这个状态的顾清云 冰冷 愤怒 杀意浓烈 安娜什么都没说 跟在顾清云身后 朝外走去 二人很快来到 漆黑发亮的大际上 安娜坐上驾驶位 这才看向副驾驶 一袭白衣的顾清云 顾清云看着前方 目光一片冰冷 但脸色已经逐渐恢复平静 可安娜却知道 此刻的顾清云很危险 虽然没有刻意针对她 甚至顾清云 还特意压制了自己的气息 但在安娜的眼中 此时的顾清云 依旧极为恐怖 安娜红唇威章 想说些什么 毕竟 现在他们的敌人 不只是王虎 还有那些春城的大人物们 傅城主段宏图 治安署长周骏 圣天地产于泰 这些人 可没一个是好对付的 其中不止王虎是三阶武将 治安署长周骏 也是三阶武将 傅城主段宏图更不用说 是实打实的三阶武将 还是巅峰 临近半步四阶的程度 而于泰 他虽然不是当官的 却很有钱 才不动人心 于泰虽然请不动 三阶武将保护自己 但他身旁的二阶武兵 却可能多到一个班的程度 甚至那一个班的二阶武兵 是国际雇佣兵级别的强者 这样的阵容 已经不是他们二人能对付的了 安娜越想 脸色越发犹豫 可让他就这样放弃 安娜也很不甘心 第九局的人 虽然不是一群无脑的正义圣物 但第九局的宗旨 却是违心 我不想管的 我不会多管 但若是我看不入眼的 那就必须要管 最后看了眼 顾清云渐渐平静的脸 以及那收敛起来的杀气 安娜呼出口气 知道顾清云愤怒的镜头 已经过了 他急忙说道 清云 我先将你送回苍云武馆 王虎的事情 交给我好吗 安娜劝慰说道 顾清云很可能是 潜力评分SSS级的天才 他不愿让顾清云跟着他去冒险 顾清云这时 却看了一眼金发玉姐 眼神平静 安娜姐 王虎的话 我不能当做没听到 他已经盯上我妹妹了 那就必须死 顾清云说着 面上虽然毫无反应 心底却是一片冰冷的杀意 他不畏正义 只为了解决王虎这个潜在威胁 以及 那个治安署长周骏 这样的人 凭什么升职 顾清云不服 驾驶位上 安娜愣了好一会 这才反应过来 他看着顾清云 缓缓点了点头 好吧 漆黑发亮的越野车启动 大际低沉的咆哮声响彻街道 金发玉姐 一边单手驾驶 这具性能野兽 一边拿起电话拨了出去 顾清云无意间看到 那好像是个群 电话很快被群内的几人接通 声音纷纷自话筒中传来 安娜姐 这么晚找我们 是有活来了吗 是啊安娜姐 你要我们调查的王虎 我们今天拖渠道查了一下 你猜猜有多么不得了 则则则 这个王虎 居然和副城主断红图有勾结 是啊 孟华大酒店地下六七八层 名为最孟楼 专为这些堕落之人 提供色情服务 电话那头的声音 虽然都很轻松地说着 但顾清云却能敏锐感觉到 这些人都在自嘲 顾清云看了安娜一眼 没有说话 那些都是第九局的成员吧 他们自嘲般开口 是在调侃自己的无能 待在春城这么长时间 要不是安娜 发现了王虎的问题 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发现 罪孟楼这一地下产业链 安娜翘脸发冷 许久没有说话 最终 当所有人说完的那一刻 安娜道 今夜 对罪孟楼动手 谁来 电话那头的几人 明显一愣 继而 一个破为精神的声音响起 安娜姐 组长她不在春城 就我们这些人动手吗 是啊 安娜姐 我们也想动手 但那可能有好几位武将啊 安娜姐 我们虽然 有上面特意派发的特殊武器 能破防武将 但就我们冲进去 不先请示组长吗 听着话筒中 变得有些激动的话语 安娜纠结起来 是啊 她能自己去送死 却不能带着第九局的同伴去送死 他们很多人 可还都有老婆孩子呢呀 然而这时 一道声音响起 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 安娜 我女儿会不会在那里 知 漆黑发亮的大忌 猛然停在路边 安娜双目瞪大 坐在驾驶位上 喃喃出神 是啊 她怎么没想到 无输 安娜话刚开口 电话那头的中年男人 再次开口 安娜 动手吧 不管怎样 我想试试 顾清云仿佛在这句话中 听到了一丝希望 虽然不知道 电话那头的中年男人 有什么故事 但她 却仿若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股压力 一股责任压在肩上 不是正义 顾清云不信那些 只是一个正常人 在遇到自己无法忍受的事情时的 愤怒 她看向安娜 冷静的话音这时说道 安娜姐 三阶五将都交给我 你们只需要解决二阶五兵就行 顾清云平静 但极为傲慢的话音 响彻在聊天群众人耳中 话筒那头的几人全部愣了 片刻后 一个青年的声音响起 透着浓浓的不可思议 安娜姐 刚才谁在说话 你那边还有人 这语气怎么比我还狂 安娜转头 一点点看向顾清云 翘脸刚刚露出难以置信 下一秒 她就看到了顾清云那坚定的双眸 莫名的 安娜内心腾起一股浓浓的安全感 仿佛顾清云所说的话 一定是真的一般 鬼使神差的 安娜对着话筒说了一句 大家都行动起来 三十分钟后 孟华大酒店前集合 说吧 不等电话那头的人继续疑惑 安娜就挂断了电话 车子重新启动 安娜一脚油门 大忌再次冲了出去 一边开车 安娜一边讲述起吴叔的故事 第四十章 闪电一般的见光 吴叔现在已经五十岁了 他是我们第九局春城分部内 年龄最大的 对了 他四十岁才成为的舞者 顾清云有些吃惊 四十岁才成舞者 吴叔之前没有舞到资质吗 安娜一边开车 一边点了点头 是啊 吴叔本没有舞到资质的 但因为一件事情 他觉醒了舞到资质 顾清云认真聆听 知道安娜接下来所说的话 一定极为重要 吴叔全名吴光 而或许也正是和他这名字有关 吴叔的一生都是吴光的 吴叔是个农村人 由于家里的地无法继续耕种 便来到春城内打工 吴叔只是粗人 干过很多工地上的活 三十岁时 他终于攒够了钱 娶了个老婆 二人生下了一个女儿 叫吴月希 她是吴叔的希望 吴月希出生不久后 吴叔的妻子便去世了 吴叔虽然悲伤 却还有生活的希望 女儿成了吴叔的全部 吴叔在工地打工的很卖力 每天都在搬砖 砸地基 什么活都干 幸好 吴叔在四十岁时 忽然觉醒了自身天赋 从而进入了一阶舞者 吴月希一天天长大 十六岁时 也就是三年前 吴月希忽然失踪 从那之后 吴叔的资质再度觉醒 他放下工作 整日寻找女儿 不久后 加入我们第九局 然而找了三年 吴月希却根本没有任何踪迹 大好年华的花季少女 白白失踪 治安署那边 根本没有半点线索 哪怕是在我们第九局内部 也没查到吴月希的踪迹 安娜说到这 有些说不下去了 顾清云听着 这才明白 吴叔刚才在电话中说 她女儿会不会在罪梦楼 是什么意思 顾清云眼眸有些发冷 想到了自己妹妹 如若自己还是 从前的那个自己 如若自己妹妹 提早被那群人盯上 顾清云简直不敢想象 那样的场景 她 或许只是 比吴叔运气好一点点 顾清云微闭双眼 靠在副驾驶的玻璃上 不再说话 安娜也没再开口 漆黑的越野车高速行驶 直奔孟华大酒店 而在孟华大酒店地下八层 最梦楼最深处 被顾清云挂了电话后 王虎的脸色 就不禁扭曲起来 一旁的中年男人 傅城主段红图 脸色阴沉 王虎 你太莽撞了 王虎却不以为意 这时看向了周俊 周处长 你和我说 这个顾清云 是个三次无考 都没考上的废物 这是怎么回事 周俊文言笑了起来 这个顾清云 我当时记得 他妹妹当时我也见过 只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那么漂亮了 周俊 缓缓将顾清云的身份 讲述出来 这在他一个治安署长 眼中看来 根本不是秘密 特别还是在他亲自 见过顾清云的情况下 王虎文言却皱皱眉 既然如此 但这顾清云 又为何摇身一变 成为了能够 击败陵远的剑道天才 草根出身 却短时间飞快崛起 这让王虎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肥头大耳的于太 结果话查道 马德 我想起来 我前天开发个矿洞炸了 现在还在探查里面的情况 那里面 该不会是个遗迹 被那小子得到传承了吧 于太话落 众人目光都为之一亮 遗迹 蓝星上 有不少强者留下的遗迹 曾经也有废柴进入遗迹 得到强者传承后 飞速崛起的故事 让人津津乐道 难不成 他们眼皮子底下 就有个遗迹 踏马的 这小子还真是走运啊 王虎骂骂咧咧地开口 这时 戴着眼镜的周俊 看向王虎 王哥 你手机借我用用 王虎没有多想 直接将手机递了过去 你要做什么 周俊冷笑了下 那个顾清云身怀遗迹 我们还是拉拢拉拢得好 只要他加入我们 他妹妹迟早不是断城主的 周俊说着 还看了眼一旁的断红图 断红图阴沉的脸色 缓和不少 但还是觉得 王虎今日直接将他们曝光出去 此举有点太狂妄了 城主柳青山 虽然忌惮他们 不敢随意动他们 但城主柳青山 如果和第九局搞到一起 那他们可就 有点危险了 王虎和肥头大尔的于泰 倒没想到这一茬 二人纷纷将手臂 伸到身旁女人的裙摆里 游走起来 周俊一只手摸着 另一只手拿起电话 给刚才通话过的号码 拨了过去 他准备和顾青云谈谈 能将顾青云拉拢过来 自然最好 拉拢不来 那也先安抚一下顾青云 稳住对方 然而 电话响都没响 直接显示无法接通 周俊愣了愣 不信邪地又拨了两遍 结果还是一样 这下 周俊不明白了 他一脸古怪地放下手机 差一刀 那小子 不能真在朝我们这里赶来吧 亡虎一愣 稷儿黑黑笑了起来 他要是真赶来 我倒还看得起他一些 是个爷们 于太这时哈哈大笑 我们这里有三位武将 十几位武兵 他来了 是也想当我们的玩物吗 周俊极为嫌弃地 看了一眼于太 你这死变态 好那一口 可别污染我的眼睛啊 于太却不尴尬 对着周俊几眉弄眼 周处长 你没尝试过 不懂得那美妙的滋味 周俊浑身的鸡皮疙瘩 你压给老子滚蛋 这时 段红图看了一眼王虎 说道 派个人上去盯着 别真出什么事情 王虎略意沉吟 点了点头 好 他叫来一个手下 对其吩咐两句 手下乘坐电梯 上到地下七层的监控室 看着整座孟华大酒店内部的监控视频 但是 孟华大酒店的地下停车场 监控视频却比较少 顾清云和金发玉姐 走下漆黑发亮的大G 金发玉姐从后备箱 取出两把漆黑的手枪绑在腿上 又取出了一套装备穿在身上 看着全副武装的金发玉姐 顾清云觉得 好像是枪战游戏中的女角色跑出来了 又美又撒 金发玉姐戴上一个耳机 同时也递给顾清云一个 我们进不去地下七层 等等无输他们 他们应该挺快的 好 顾清云轻轻汗手 但手中的长剑 却是对着身下随意一划 下一刻 顾清云手中之剑上 如闪电一般的剑光大亮 第四十一章乌七麻黑的视频 春城 市中心城主府内部 穿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柳寒韵 披散长发 回到了自己家的别墅前 他身旁还跟着两人 一个是有着白发蓝毛的顾清雪 另一个自然是凌远 凌远答应了顾清云 要保护好顾清雪 自然就会寸步不离 他这人是剑痴 同时也很重承诺 时间越来越晚 苍云武馆已经休息了 两位副馆主也已经下班 所以武馆并不算多么安全 柳寒韵便提议 带着顾清雪回自己家 城主府外有军方守护 还有城主柳青山 这位四阶五军强者在 顾清雪一听 在问过顾清云后 决定跟着柳寒韵先来城主府 临近别墅大门 柳寒韵转头笑着 看向顾清雪 清雪 不用担心 我父亲很和爱的 顾清雪点了点头 跟着柳寒韵走入别墅内 三人一进入 就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满头乌黑短发 虽已经四十多岁 却已经能看出年轻时的不少帅气 他戴着眼镜 显得有些斯文 但那张脸上 却是充斥一股上位者的威严 和周骏那等衣冠禽兽不一样 城主柳青山的身上 是实实在在的一股官威 并且是那种你一看 就知道 这人可能不好 但绝对不坏的人 顾清雪莫名地对柳青山有些好感 因为他觉得 这很有可能是自己哥哥未来的老丈人 不知道顾清雪在想什么的 柳韩运拉过顾清雪 给柳青山介绍道 爸 这是我在沧云武馆新认识的朋友 顾清雪 柳青山戴着眼镜 正在看手机中的视频 顾清雪看了一眼 那视频乌漆嘛 嘿 只有一点点亮光 让人看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内容 柳青山又完整地看完一段视频 这才抬起头 韩运回来了 柳韩运轻轻扶额 有些无奈 这时 林远自顾自坐在沙发上 跟柳青山打了个招呼 师伯好 顾清雪听着有些惊讶 没想到柳青山会是林远的师伯 那柳青山和沧云武馆 是什么关系 等等 城主柳青山的招牌武器 好像就是剑 柳青山淡淡点头 N了一声 随即看向顾清雪 白发蓝毛的少女映入眼帘 容貌着实让柳青山惊讶了下 因为顾清雪长得 居然跟自己女儿不相上下 二人还是同一个类型 充其量就是 自己女儿是长开了的 而顾清雪还在发育 身上有着一股少女的青春气息 微微笑了笑 柳青山回想起女儿刚才说的话 看着顾清雪的 清雪啊 我怎么觉得 对你好像有些印象 柳青山皱眉沉思 很快就想起来了 顾清雪 你是不是那个一中天才 顾清雪心中惊叹 柳青山的记忆力 真不愧是城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柳城主前不久去过一中一趟 参加我们的高考百日实施 柳青山笑着点点头 我记得 当时你被一中老校长好一顿夸 现在气血如何了 见柳青山有跟顾清雪聊得没完的趋势 柳寒韵顿时打断道 爸 你在这查户口本呢 柳青山玩耳摇头 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不多说了 既然是清雪的朋友 今后就多来家里坐坐 柳青山在外人面前很威严 但唯独在自己这个独女面前 他没有丝毫架子 同时 这也包括了自己女儿的所有朋友 当然 谨献同性 柳青山不再说话 安静坐在沙发上 又看了一遍手中视频 柳寒韵好奇地凑过去看了一眼 柳眉微挑道 爸 你也在看这段视频 顾清雪也想起那是什么视频 那不正是吴小雨昨天早上给他看的吗 说是有人在野外练剑 引起闪电一般的剑光 但这 怎么可能的呢 柳青山见柳寒韵也看过这段视频 顿时感兴趣地看向了他 韩月 你也看过这段视频 柳青山同时又看了眼顾清雪和灵远 顾清雪的表情告诉他看过 灵远却是一副茫然的样子 柳青山将手机与电视连接 下一刻 别墅内100寸大电视亮起 其上播放其那段漆黑深夜下的郊外视频 视频来自于两天前的凌晨 是行车记录仪拍下的 视频的主人说 那是有人的灰剑 柳青山话落 一旁的灵远当即摇头 是不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有人在灰剑 哪怕是馆主和师父 亦或者师伯你 修炼剑道这么多年 可谁又能展出这一剑 在我们北方行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要说有 这也肯定是中部那边的视频 怎么可能是我们这里的 凌远话音落下 柳青山却没说话 笑着 看向柳寒韵和顾清雪 顾清雪皱眉沉思 可他不修炼剑道 无法给出看法 但顾清雪却知道 那若真是一个人在灰剑 就不得了了 因为 那很明显 要么是强大至极的S级武技 要么 就是有掌握剑意的武阶武侯强者 在练剑 但这两个可能 都太小了 柳寒韵也自然知道这些事情 最终摇了摇头 我也不觉得是有人在灰剑 如果这段视频发生在春城 那么是人在灰剑的可能性就极小 应该是什么突发闪电的自然景观吧 听着三人的回答 柳青山没有多说 坐在沙发上沉思起来 城主府一片平静的同时 孟华大酒店地下五层停车场 安娜正用高科技耳机 联系着第九局的另外几人 然而 她的余光却忽然看到 身旁大亮起来 安娜瞥了一眼 瞳孔猛的一缩 顾青云手持一阶合金长剑 随意挥了挥 看看能否切开身下的地面 由于本就知道这地面有多厚 所以顾青云用上了剑开天门 如闪电一般的剑光划过 身下地面 浮现了一道深刻又整齐的切口 约有十多米 顾青云有些惊讶 上次剑开天门是砍空气 这次是砍石物 果然啊 砍石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知道 用剑开天门去砍人 会是什么感觉 顾青云自顾自想着 却不知道身旁的金发玉姐已经傻了 第四十二章 第九局的队友们 安娜呆愣愣地看着顾青云 嘴巴开合 却压根发不出声音 她傻住了 因为她很确定 自己刚刚没看错 那真的就是 如同闪电一般的剑光 高五蓝星上 五道强者虽然强大 五道天才的天赋 虽然也都花里胡哨 但 一般的强者 和一般的天才 能力都有个限度 就比如安娜自己 她是A级资质 外加A级天赋精准射击 所以 安娜经常用枪来战斗 这并非说她格斗不行 安娜的格斗也很厉害 只是枪更拿手 再拿顾青雪来举例 顾青雪虽然是冰金玉体 A级天赋资质 但她最多就是制造出一些冰金 辅助战斗罢了 要想制作出真正的寒冰 冰封敌人 这顾青雪也做不到 这是按照天赋来论 而若是按照五道境界来论 一阶五者炼肉 二阶五兵炼皮 三阶五将炼骨 四阶五军炼斧 直到五阶五猴 方才炼异 掌握超脱层次的意境 真正的异于常人 所以 像是刚才顾青云 那如闪电一般 花里胡哨的剑光 太少见了 少见到 安娜曾经只在五猴竞强者 或是S级天才以上的人身上看到过 甚至哪怕是S级之上的天才 也必须要配合上S级武技 才能施展出来 金发玉姐愣在原地之际 地下停车场远处 连妹走来挤人 走在中心的是个红毛青年 脸色很桀骜 手上正搓着一个小火苗照录 在她身旁 还有个身穿黑白学院风 JK制服的妹子 长得很漂亮 最后一人 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 穿着一件老旧的军绿色外套 满脸都是憨厚笑容 另外两人顾清云认不出是谁 但对这个军绿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他却很快想到了对方的身份 应该就是 那位女儿丢失 一直在寻找女儿的无数吧 三人缓缓来到镜前 红毛青年先看了一眼顾清云 眼中露出一股明显的嫉妒 随后 他看向愣神的安娜 说道 安娜姐 我在耳机里叫你 你咋不回应我们呢 害得我们差点以为你这边出事了 听着红毛青年的声音 安娜这才回过神 他又看了顾清云两眼 压下心头的吃惊 疑惑 震撼等等情绪 转头看了红毛青年一眼 清云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汪峰 别看他打扮像是个小混混 嗯 他确实是个小混混 安娜的介绍 让红毛青年坐不住了 他来到顾清云身前 咧嘴一笑的同时 将手伸向顾清云 你好 我是汪峰 能被安娜姐看上 邀请入第九局 我相信你的人品 但我不相信你的实力 今后在春城遇到麻烦 提我风哥的名字 什么事都能给你摆平 顾清云心头古怪 但还是伸出手 与汪峰握了一下 他很明显地感受到 汪峰对他有些不满 顾清云不知道这因为什么 心想自己也没惹他 安娜这时 又看向制服JK美少女 介绍道 这位是董兴然 零大计算机系高材生 调查王虎 主要也都是他出的礼 董兴然长相很好看 有点甜美的风格 他看着顾清云表情有些饭花痴 都忘记握手了 汪峰这时在一旁道 安娜姐 什么叫查王虎 都是董兴然出的力 我作用也很大的好吗 我们天火帮昨天发动了很多的线人 才查到王虎和孟华大酒店 有关系的好不 安娜瞥了一眼汪峰 无情对了一句 显眼包又上线了 怎么哪都有你 汪峰脸色顿时涨红 却又不敢对安娜 安娜在春城第九局分布之中 地位还是很高的 安娜最后看向身穿老旧 军绿色外套的中年男人 这位 想必我不用再和你介绍了 无数 无数对着顾清云 露出一抹憨厚又真诚的笑容 伸出了不满老简的手 顾清云郑重地与对方握了握 无数有女儿 她也有妹妹 深知那种痛失亲人的痛 而来的路上 安娜也和顾清云讲过很多 无数在寻找女儿的过程中 救了很多位少女 同时 她曾也差一点就发现了 醉梦楼的事情 但很遗憾地失败了 安娜这是环视一圈 总结一句 我是武兵巅峰 发动天赋的话 应该能拖住一位武将 但战胜不可能 剩下的 无数是武兵巅峰 欣然武兵七重 汪峰武兵九重 喂喂喂 安娜姐 你怎么就最后才介绍我 不理汪峰的牢骚 安娜最后看向了顾清云 柳梅威咒 至于顾清云 她有些无法评估顾清云的战力 因为顾清云测试的真实境界 是一阶五折九重 可她的实际战力 安娜现在真不知道有多少了 顾清云笑了笑 淡然开口 武将近的 交给我 卧槽 汪峰惊呆了 转过头盯着顾清云 犹如再看一个怪物 你刚刚说什么 隔着屏幕 你这么狂也就罢了 现在你居然还这么狂 顾清云瞥了汪峰一眼 知道这人性格可能就这样 比较讨厌 她没有说话 反正待会汪峰遇到危险 自然会叫自己爸爸 金发玉姐拍了拍手 吸引众人的目光 时间紧急 此次我们的目标 主要是收集证据 对醉梦楼的打击 能到什么程度 就到什么程度 尽力而为就好 欣然 你入侵一下 孟华大酒店的监控网络 汪峰 以你那天火帮帮主的身份 去前台闹市 剩下的 我 吴叔 顾清云 找机会突入地底醉梦楼 安娜身姿性感恶挪 但此刻身上 有股说不出的英姿萨爽 顾清云觉得 这样的安娜 对她的魅力居然更大 众人都对安娜的指挥 没什么意义 汪峰吊锱铛 很快进入电梯 去往一层 董欣然则拿出一个 银色的电脑 入侵起大楼的监控网络来 想看看能否看到 第五层之下的场景 顾清云没有着急 虽然她刚刚尝试了 自己能砍开这里的地面 但此时毕竟是团队行动 团队合作还是要的 只是她觉得这有些束缚自己 还不如不让安娜摇人 很快 董欣然那头就有监控画面了 却根本没有地下五层之下的一切 并且 董欣然很快惊呼一声 脸色大变 第43章 狡猾的垃圾 董欣然半蹲在地上 穿着短裙的腿上 放着银色笔记本电脑 闻言 顾清云没有多想 就转头看了过去 银色电脑屏幕上 一头红毛的汪峰 来到一楼大厅 吊耳铛地朝前台走去 然而同时 不远处的一架电梯打开 为首面目威严的中年男子 率先走出电梯 静止朝门外走去 在他身旁还有两人 一个是戴着眼镜 面容斯文的周俊 另一人 是肥头大耳的周泰 时间略微向前15分钟 孟华大酒店地下八层 最梦楼最深处 偌大的包间内 周俊这个斯文败类的治安署长身旁 有两个女人 于泰 王虎身旁也都是两位 最后的副城主段宏图 身旁足足有三个女人 周俊 于泰的脸上都出现吟笑 正想发泄欲望 王虎也没有任何犹豫 根本没顾及顾清云的威胁 因为在他看来 顾清云就是个渣渣 王虎也拉过一个女人 正想和周俊 于泰 做同样的事情 三人忠心 副城主段宏图 也在三个女人的服饰下有了感觉 但是 他却忽然一个机灵 心中有种浓浓的不妙预感 这是强者 自带的危机感知 很莫名其妙 也不会每次都出发 但曾经就有一次 段宏图凭借着危机遇感 救了自己一命 他皱紧眉头 不知道为何 自己又有了这种威胁的感觉 想了想 段宏图决定相信自身的遇感 欲望何时都能发现 明天再来也是一样 于是 段宏图看了一眼王虎 缓缓起身 穿好衣服说道 你们先玩 我记得我还有个事情 需要回去处理一下 王虎文言愣了愣 一脸茫然的起身 段宏主 你要走 大家裤子都脱了 段宏图要这个时候走 王虎满心都是不理解 周骏和于太也是 段宏图点了点头 没和众人多做解释 转身离开包间 坐上专属电梯去往一楼 段宏图走后 王虎喃喃一句 满脸都是匪夷所思 段宏主 这是怕了那小子 肥头大耳的于太 当即摇头笑道 段宏主还是太谨慎了 不过谨慎也没什么不好 小心使得万年传嘛 王虎摇摇头 没这个必要吧 说着 他点起一根烟 同时递给周骏和于太一只 于太缓缓将火点上 起身就要去给周骏点火 周骏的烟眉抽一口 忽然 他那镜片下金鸣的双眼 闪过一抹金光 他缓缓起身 将外套穿上 说道 我想起来段宏主有什么事了 好像还需要我们治安署配合来着 王虎 于太 你们先玩 明日我再来 周骏说罢 便起身出了包间 快步跟上离去的段宏图 王虎匪夷所思地 与于太对视一眼 二人都是无法理解 不过身为商人 肥头大耳的于太是何等精明 段宏图走了 周骏也走了 他虽然 还想在这里玩玩 但却也不得不走 于太很快便也起身 跟着周骏和段宏图离去 这下 就连王虎都没办法了 只好起身相送 时间回到现在 孟华大酒店一楼大厅内 段宏图 周骏 于太三人 有说有笑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做 连妹朝着大门口走去 三人刚刚来到大厅中间 王虎急匆匆从电梯下来 快步走向三人 段宏主 周书长 于总 你们事情谈得怎么样 王虎脸上带笑 又说道 不知道我们孟华大酒店 有没有招待周到 瞧我这管理制度 三位来我孟华大酒店 都没人第一时间通知我 王虎一副忘记招待了的样子 满脸歉意 于太笑呵呵摇头 看了段宏图和周骏一眼 白手说道 没事没事 我就是请段宏主和周书长 在这吃个便饭而已 项目已经谈完了 王总不必多心 王虎感慨地点头 那就好 那就好 周骏这时说道 于总 你和王总聊 我和段宏主还有事 就先走了 于太和王虎连连点头 送着段宏图和周骏去往大门 顶着一头红毛的汪峰 在一旁看着 不禁脸色大变 卧槽 哇 这四个人跟我这演戏呢 这踏马演技真高啊 汪峰的南南被地下停车场内的几人收入耳中 董欣然翘脸微变 无数深吸口气 知道他们今天可能要白来了 金发玉姐安娜 脸色难看 目光紧盯监控屏幕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顾清云也看着监控屏幕内的四人 心下微沉 狡猾的垃圾们 她的眼神有些冰冷 紧盯着几人的面孔 此时的四人 仿若来孟华大酒店刚刚谈完合作项目 根本没做什么其他事情 但实际上呢 这时 安娜对着耳机开口说道 汪峰 你尽量留下他们四个 我们想办法进入下面探查 金发玉姐冷静下令 汪峰点了点头 心头却是叫苦 她只是天火帮帮主 如何留下断红屠这些人 但汪峰只得硬着头皮上了 啪啪啪 汪峰拍着双手 吸引四人目光的同时 笑着向前走去 四人同时看了过来 断红屠皱了皱眉 这人他不认识 周俊眼神一宁 富尔断红屠说了几句 断红屠恍然 却没怎么在意 一个天火帮帮主 汪峰一步步走向四人 大笑道 周书长 于总 王总 好久不见啊 于太和王虎面上都露出笑容 没有多想汪峰的身份 周俊脸色微沉 语气生硬道 汪峰 天火帮最近日子又舒服了 要不要我现在就把你抓紧治安署待几天 汪峰连连摇头 勉强留住四人 但很快 断红屠就借口离开 不准备再次多留 周俊见状也瞥了汪峰一眼 快步跟上 见二人要走 安娜有些焦急 我们 该怎么进入地下 安娜喃喃着 顾清云手中长剑一划 闪电一般的剑光闪烁三下 便将身下切出了一个两米多的大口子 一整块地面掉落下去 发出轰的一声 声音吸引了安娜三人的目光 董兴然转头看来 妹子看着被顾清云砍出来的洞口 有些吃惊 喂喂 帅哥你要不要再夸张一些 吴叔没有说话 但眼中也是对顾清云满满的赞赏 顾清云没有回应 安娜遗憾地看了一眼监控屏幕 当即到 断红屠他们是无法拿下了 我们先下去探查一下 先拿到最梦楼的犯罪证据 董兴然和吴叔点点头 憨厚的吴叔 第一个跳入地下六层 JK妹子董兴然随后 安娜正准备也跳进去 转头一看 发现顾清云走向了电梯的方向 第44章 剑开天门 顾清云一袭白衣 一步步走向电梯方向 背影犹如一个孤勇者 顾清云 你要去做什么 安娜的声音有些焦急 顾清云摆了摆手 没有回头道 安娜姐 你和他们先去找最梦楼的犯罪证据 记得小心一些 安娜眼神越发着急 那你呢 花音落下 顾清云已经来到电梯前 她依旧不打 想着王虎和段宏图四个禽兽 心底没有愤怒 只有冰冷 安娜看了眼 跳入下面的董兴然和吴叔一眼 无奈摇头 你们小心一些 我去那边看看 董兴然回了个OK的手势 安娜将腿上的两把手枪 和身上的装备取下 转而也快步走向电梯方向 二人上了电梯 高速行驶上一楼 当二人抵达一楼大厅时 不远处只剩下了红毛青年汪峰 和体型健兽的王虎 副城主段宏图 治安署长周骏 就连肥头大耳的于太都走了 原地只留下王虎一人 还在跟汪峰交谈 王虎或许是看中了 汪峰天火帮帮主的身份 想拉他入火 汪峰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王虎聊着 由于那头没传来安娜的指示 他也不知道 现在自己该干嘛 但他觉得 段宏图三人既然都走了 那他们今天肯定是白跑一趟了 不过 他若是能暗中打入王虎几人内部 那在调查起 他们来可就简单了 汪峰这头 卧底大计进行中 另一边 顾清云已经从电梯中走出 一袭白衣的他一手持剑 身旁跟着安娜 第九局的队员的身份都是机密 毕竟你总不能暴露着身份 去调查败类物者 所以 安娜上来之前 将手枪和装备都卸下去了 现在的他 只穿着漆黑发亮的皮衣 和长筒高跟靴 身上颇有一股抑郁美人的感觉 王虎转头看来 第一时间先是看到了金发玉姐 他双目一亮 但见是安娜后 又知足了兴趣 同在苍云武馆 王虎怎妖可能不知道 安娜很漂亮 这样的性感游物 谁不想要 更何况 是整日待在最梦楼的王虎了 但他曾经跟段宏图 提过这件事情 段宏图言辞犀利地警告他 不要打安娜的主意 王虎至今不知道那是为何 但也大概能猜到 安娜的身份非凡 可能是什么大家族子弟 心中略有遗憾 王虎转头看向了顾清云 见一细白衣的顾清云 朝他缓缓走来 王虎脸上流露一抹失笑 他拍了拍身旁汪峰的肩膀 指着顾清云说道 汪老爹 这家伙最近给我找了不少麻烦 你天火帮 可能帮我处理了 汪峰转头一看 心到顾清云和安娜 怎么上来了 他面色不变 露出一抹桀骜的笑容 王老哥 这人什么身份 对汪峰的谨慎 王虎毫不意外 能混到汪峰这个级别的 哪有傻子 傻子早就死了 和我同样 苍云武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但我打探过了 他没什么身份背景 父母双亡 只有一个还在上高中的妹妹 我跟你说 他妹妹那叫一个水灵清纯啊 王虎说着 还咱么咱么嘴 露出一副你懂得的表情 汪峰心里MMP 面上却是来了兴趣 王老哥 你这样说的话 那这忙我可就要帮一帮了 但帮你处理掉它 王老哥可得带上我 一起做你说的好生意啊 好生意 自然是指醉梦楼 王虎点点头 这些都好说 顾清云没戴耳机 但安娜耳朵里 却是有微型耳机 他将王虎的话 全部听在耳中 不由看了顾清云一眼 这些话 要是被顾清云听到 他可能当场就得和王虎打起来吧 但即便顾清云能打过王虎 但他们 现在没有有关醉梦楼的证据 却也无法轻易动手啊 安娜心中复杂 可即便她不说 顾清云单单看着王虎一脸的吟笑 又何尝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顾清云眼眸冰冷 一边朝着王虎走去 一边拔出合金长剑 见这一幕 安娜愣了愣 连忙拉住顾清云 微微摇头 顾清云却没理她 自顾自朝前走去 就在安娜想继续阻拦顾清云的时候 她的耳旁 忽然想起了地下董星燃和吴书的汇报 听着二人所说 最梦楼之下的场景 安娜呆住了 她脚步一顿 翘脸满是错愕 顾清云感受到 安娜忽然不邋遢了 颇为好奇地转头看了一眼 而安娜此时 正看着王虎 脸色一点点转为浓郁到极点的愤怒 孟华大酒店下的最梦楼 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人间地狱 顾清云将安娜的表情尽收眼底 一边向前迈步 手中长剑也完全拔出 她就那样 脸色淡漠地走向王虎 汪峰有心阻拦一下 因为她已经想好了卧底计划 并且 哪怕是第九局也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杀人 除非 他们那位春城的组长特许 但组长现在根本不在春城啊 然而 汪峰脚步没动 就感受到了 从顾清云身上传来的冰冷寒意 这小子 心中咬牙 汪峰的脚步死死止住 没敢上前阻拦 王虎却丝毫不处顾清云 体型健瘦的他 跨前一步 与顾清云面对面 二人还有四五步的时候 王虎脸上露出冷笑 说道 小子 想不到你还真敢来 但是 爷爷我现在 不打算陪你玩了 爷爷想让你看着你的一切 一点点被我摧毁 哪怕你将此事上报给城主柳青山 可他没有证据 也无法奈何我 王虎一脸的嚣张于有恃无恐 同时也不觉得 顾清云能对武将三重的他怎么样 然而 王虎废话这两句的功夫 顾清云已经来到他两步之内 两步之内 是顾清云常见的绝对攻击范围内 他脸色冰冷 丝毫没去听眼前死人的国灶 无上级天赋 剑静呼道 发动 王虎骤然觉得自己被锁定 浑身汗毛炸弃 但来不及他反应 王虎就见眼前的顾清云 抬剑了 顾清云手中长剑高高举起 过于头顶 一剑落下 S级武器 剑开天门 发动 第四十五章 一剑斩武将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一阶舞者三重 气血 39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静呼道 无上级 武器 剑开天门 S级 精通 1100 苍云剑 A级 大乘 180000 5000 武器 一阶合金长剑 一阶 无上级混沌剑体 让顾清云 有了以武者之身 跨越两个大境界 挑战武将的底气 手持长剑的他 自身全方位属性增强百倍 近乎让他直逼武将四重 才能拥有的气血 而蓝星上的武器 熟练度 共有五个层次 入门 精通 小乘 大乘 圆满 至于圆满之上 是否还有层次 顾清云暂且不知 所以 他的剑开天门 只是精通层次 尚且复制不出意识空间里 透明人影的那一剑 但是 顾清云这一剑 却也在他的头顶 隐隐打开了一道虚空门户 那门户存在于虚空之中 虽然尚未显形 却也依旧带给人 极为磅礴 剑意杀气 这一剑 再加上剑进呼道 我的攻击范围内 百分百必重 无法躲遍 哪怕你存在于虚空之中 也必须受我这一剑 此时的王虎 感受就是如此 他的浑身汗毛乍起 体内一连串的炒豆子声音作响 噼里啪啦 那是武将强者 短时间内 体内气血爆炸涌动的声音 王虎在这一瞬间 动用了自己最强的防御 他来不及 去想任何东西 什么顾清云是谁 什么他有多看不起对方 他现在能感受到的 就只有一点 不动用全力去防御 他会死 仅此而已 可 还尚未等王虎拿出自己最强的防御姿态 顾清云的一剑 便落下了 虚空微微颤鸣 长剑划过空气 带起一道令天地禁忌的破空声 继而 宛若闪电在慢速下滑 一道恐怖绝伦的剑光 自顾清云头顶虚空门户内倾斜而下 这便是 剑开天门 哄 在顾清云淡漠的眼神下 王虎双臂竖起到胸前 动作便停止住了 恐怖绝伦的剑光落在王虎头顶 将其的脑袋直接一飞为二 随后 是整个身体 顾清云认认真真的看着这一切 感受用剑开天门来砍人时的感觉 嗯 怎么说呢 S级5G 砍起人来就像是砍瓜切菜 这王虎要是慎重应对他 提前防御 可能自己的一剑杀不了他 需要两剑 但谁让 这王虎喜欢巴巴 他不死 谁死 只是 有些遗憾的事 顾清云转头 看着自己手中握着的 陪了自己两天的一阶合金长剑 他能承受住 剑开天门带来的力量增幅 但手中的合金长剑 却只是一阶 随后 在顾清云的眼中 一阶合金长剑 寸寸破碎 连剑柄都没剩下 同时 顾清云的脑海内 系统提示音不合时宜的响起 叮 恭喜主人 你经历了一场战斗 成功斩杀武将三重强者 奖励气血加500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000 顾清云微微挑眉 最后看了倒在地上 被一分为二的王虎尸体一眼 还有点作用 起码给他加了500点气血 和1000点剑开天门熟练度 这可抵得上 差不多一整天的灰剑了 顾清云笑了笑 这时又转头 看了孟华大酒店外眼 他想找找 有没有那三人的身影 不过很遗憾 在顾清云上楼的时候 副城主断红图三人 就乘车离开了 孟华大酒店一楼大堂内 王虎的尸体落在地上 鲜血开始向外流淌 在很短的时间就形成了一片血滩 这时 酒店的服务人员方才回过神 男的吓得腿肚子直打哆嗦 女的则吓得尖叫出声 但他们刚刚尖叫 就被身旁人捂住了嘴巴 所有人看着顾清云都宛若 是在看待一位杀神 高五时代 当街杀人的事情虽然有不少 但他们老板王虎 那可是三阶武将强者呀 春城最强者 城主柳青山 尚且只是四阶武军 三阶武将 在春城那都是层次很高的大人物了 然而今天 就在他们所有人的面前 王虎被人一剑给砍了 那人 还无比的年轻 无比的俊王 这 究竟是谁啊 金发玉解安娜本 呆立在顾清云身后 心中在想 醉梦楼底的惨状 涌起对王虎浓浓的愤怒 但 也正是这样 安娜眼睁睁地见证了 顾清云抬脚迈步 临近后 一剑砍了王虎的全过程 太震撼了 虚空之中 一道如慢动作闪电般的剑光 席卷而下 武者练肉 武兵练皮 武将练骨 拥有铜皮铁骨的王虎 在顾清云那一剑下 脆弱如纸壶 安娜红唇微章 本以为今天根本拿不下王虎 要等组长回来 再仔细商议这件事情 但结果却是 顾清云说 武将交给他 真的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今天来此 也真的只是为了杀人 而除了安娜 在场的红毛青年汪峰 心头也是 极为震撼 他呆滞地 看着面前的一幕 比起安娜 汪峰距离更近 看得也更清楚 甚至他就站在王虎的身后 被顾清云的剑光波及在内 要不是顾清云 对那一剑的掌控力度极强 他可能都得受些伤 所以 汪峰可以说是全场 最震撼的一人 什么人啊 平时话不多说 出手就一剑砍了王虎 他说 能对付武将 不是口气大 还真是能对付武将 汪峰这时 忽然想起了 自己之前怀疑顾清云的举动 他忽然觉得 自己好像得跳梁小丑 顾清云 可能一直都懒得搭理他 汪峰现在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对着顾清云 尴尬地笑了笑 那个 老弟见到挺厉害啊 红毛青年 忽然就热情了起来 对着顾清云 一脸怅怀笑容 顾清云也笑了笑 知道汪峰这人并不坏 只是喜欢当闲眼包 他摇了摇头 看着一旁走来的金发玉姐 脸上浮现一抹歉意 安娜姐 我是不是惹麻烦了 安娜白了顾清云一眼 没好气到 明知 你还顾问啊 顾清云脸色一炯 不好意思地善善笑笑 第四十六章 人间炼狱 安娜姐 没等顾清云多说 安娜就打断了他 小声说道 没事 我们虽然没抓住 段副城主他们的尾巴 但孟华大酒店之下的罪证 已经找到 王虎身为这家酒店的老板 与其绝对脱不了干系 顾清云松了口气 对安娜笑了笑 安娜没多看他 这时脸色一沉 看向王虎 王虎都死了 你还不快走 在这等着身份曝光 王虎恍然回神 顿时装出一脸惊恐的样子 跌跌撞撞地离开 别说 那演技还挺像 安娜看了看四周呆志住的职员们 没有多说什么 带着顾清云快步离开 二人来到地下五层停车场 安娜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孟华大酒店 她只说了一个地名 便挂断了电话 安娜打开漆黑大具的后备箱 重新将枪套 装备穿戴在身上 一身皮翼的她 腿上绑着两把手枪 再加上高跟长筒靴 那股英姿飒爽的女将军 气息又出来了 顾清云欣赏地看着 这时有些不好意思的 安娜姐 有剑吗 安娜愣了愣 无奈笑了笑 倒是忘了 你这一茬 说着 金发玉姐自后备箱中 取出一个剑套 我这也没什么好的剑 只有这个了 安娜将剑带着剑翘取出 递给顾清云 顾清云看了一眼 伸手摸上去 能感受到 这把剑 比自己那把一阶合金长剑 还要好处很多 安娜姐 这是二阶合金长剑 安娜点点头 笑了笑 被嫌弃 你先对付用 瞧瞧 人话 顾清云深刻感受到了 安娜的有钱程度 这哪是个普通的玉姐 这是富婆啊 长相身材还如此了得 打住心中思绪 顾清云点点头收下 多谢安娜姐 安娜带着她 通过之前顾清云砍出的洞口 进入地下 摇头说道 不用还了 就当我送你的礼物 顾清云没说什么 将这份恩情 深深记在心里 一阶合金长剑 价值在一万块蓝星币左右 而二阶的 至少是十万起步 安娜这把做工精良 并非普通的流水现货 价值可能更高 十多万的东西 随随便便就送给自己 足以看出 安娜对自己的重视 二人虽然只认识了不到三天 却已经能是能将后背 托付给对方的战友 二人跳下坑洞 来到孟华大酒店地下六层 这里金碧辉煌 走廊和墙壁上 都镶嵌着水晶 一侧还有着一个个包间 此时已经有不少的包间门被打开 走廊尽头有个大厅 那里有不少人 安娜和顾清云 快步走了过去 就见一身学院风 JK制服的董欣然 站在最前方 在她身前 是十多位长相漂亮的女子 身材都很好 穿着清凉的衣服 裸露的肌肤下 有的清黑发紫 有的满是伤痕 他们的眼中 充斥着对陌生人的恐惧 看到顾清云和安娜走来后 所有人明显地颤抖了一下 而顾清云和安娜一路走来 已经看到了不少个包间内的样子 那里面 除了发泄欲望的东西外 还有刑具 有的房间内满是鲜血 已经无法入眼 顾清云的脸色一片木然 没下来之前 她只是想宰了王虎几人 给自己永绝后患而已 但进来之后 她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 什么叫人间炼狱 这些女人们之前所承受的 就是人间炼狱啊 JK妹子董兴然的面上 也没了轻松表情 见安娜和顾清云来到 顿时惊讶看向二人 安娜姐 顾帅哥 你们这么快就下来了 安娜强忍着不去看那些女人 翘脸冰冷地点头 先不说这个 吴叔呢 董兴然指了指电梯口方向 吴叔将电梯打坏了 不让下面的人上来 他在手楼梯口呢 安娜姐 你们正好来了 顾帅哥 你在这儿保护他们 我和安娜姐去帮吴叔 然而 没等董兴然说完 顾清云看了一眼 楼梯口的方向 听到那边的战斗声 已经率先快步走了过去 董兴然愣了愣 看向安娜 安娜瞥一眼他 说道 你保护好这群人 记得自己小心 有危险及时求援 董兴然点了点头 还在发猛 这时 楼梯口的房门被人撞开 吴叔口吐鲜血地倒飞了出来 在他面前 有四位镖形大汉 身后还有一群舞者 哪怕吴叔是武兵巅峰 也挡不住了 其中一人 此时正拿着一把开山刀 对着吴叔的脑袋 就要劈下 吴叔来不及躲避 只得竖起手臂防御 但没等开山刀落下 吴叔就觉得 面前遮挡住视线的人影消失了 一道白衣身影 站在他身旁 长剑挥出 没有用剑开天门 S级5G的消耗有些大 砍这些垃圾 也完全没有必要 宛若云层一般的长剑点 在四位壮汉的喉咙处 渐进呼道 百分百必中 四位舞兵近壮汉捂着脖子 一个个呆滞地倒了下去 他们至死都不知道 怎么突然来了个人 一见之下他们就死了 看到四位舞兵近壮汉倒地 后面的一众舞者们 瞬间愣住了 大大大 安娜踩着高跟靴 大长腿迈动 双枪在手中接连开火 碰 碰 碰 顾清云身前剩下的垃圾们 瞬间倒地一片 每个人都是眉心重担 死的不能再死 顾清云看了一眼 心中给出评价 嗯 射击精准度和他的剑近乎到差不多 只是 安娜这只是普通物理层面 而顾清云是规则系 顾清云拉起满身是伤的吴叔 问了一句 下面还有多少人 吴叔沉默了下 沙哑的声音回道 应该还有二三十个 第三层应该还有舞兵 于泰的人还没走光 这里是他和王虎的场子 顾清云双眸微微眯起 点了点头 他一言不发 转身冲入楼道 安娜这时赶来 看了眼吴叔 吴叔 您先别下去了 下面交给我和顾清云 吴叔愣神之际 安娜也进入了楼道之中 一群女人们面前 JK妹子董欣然 拿出一个小型平板 准备看看大楼的监控 防止后面有人突袭 然而 梦华大酒店一楼的场景 出现在眼前 妹子梦了 第四十七章 柳青山的震惊 市中心城主府 灯火通明的别墅客厅内 城主柳青山坐在沙发上 此时正在看新闻 顾清雪由于是第一次见城主这样的大人物 有些拘谨 没敢接受柳韩运提议 带他离开 一百寸的大电视上 正在播放新闻 今日 北方行省论剑大会高层赛正式结束 春城沧云武馆老馆主叶沧云 成功以沧云剑拿下第一 将接下来的论剑大会进阶赛和普通赛场地定在春城 让我们恭喜叶沧云老馆主 主持人话语落下 电视上的内容一转 一个头发花白 面目和蔼的老者对话筒笑了笑 北方行省论剑大会进阶赛和普通赛能定在春城 老朽很开心 没有辜负春城的希望 看着电视上的内容 灵远拳头握紧 激动地挥了一下 师祖赢了 太好了 接下来的赛事都在我们春城 进阶赛师傅有很大可能拿下 普通赛还有韩运师妹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这次北方行省论剑大会 我们沧云武馆 这是要拿下三轮第一的节奏 柳韩运也有些激动 少女美眸大量 紧紧盯着新闻画面 顾清雪也反应过来 对那个论剑大会有些耳闻 现在正在举行的是高层赛 沧云武馆老馆主叶沧云赢了 接下来的进阶赛和普通赛场地 便都在春城举行 而沧云武馆若是都能拿下第一 那对接下来沧云武馆的名声 可是一次极大的宣传 城主柳青山看着电视 颇为感慨地说道 师傅他老人家 一生就想拿一次第一 这次 希望不要让师傅他老人家失望 说着 柳青山看向柳韩运 缅怀道 韩运 你是S级资质 还有S级天赋道女剑体 一定要好好努力 一定要拿下普通赛的第一 柳韩运认真深深点头 爸 我知道了 柳青山颇为欣慰地点头 这是说道 韩运 为父这几天抽出一点时间 每天指点一下你的剑道吧 林运笑呵呵道 师傅 你有时间吗 每天政务所事那么多 柳青山感慨说道 不管怎样 我也要抽出时间啊 论剑大会 不容有事 柳韩运却摇了摇头 看着柳青山说道 爸 我不用你指点 我在武馆新败来的剑道教练当老师 很厉害 哦 柳青山来了兴趣 苍云武馆的剑道高级荣誉教练 只有林运一个 除了他之外见到厉害的 也就只有副馆主金鸿 和叶苍云老馆主了 但金鸿和老馆主 现在都不在春城 就算明天能回来 可他堂堂四阶五军 肯定更厉害啊 要不是他堂堂成主之身 不好参加论剑大会 这次就代替老馆主去了 坐在一旁 林运这才恍然 想起了顾青云 柳韩运看了眼顾青雪 笑道 爸 那人叫顾青云 是青雪的哥哥 柳青山越发感兴趣了 韩运 你详细说说 那顾青云剑道怎么厉害 柳韩运想了想 看向了林运 林运表情一炯 就听柳韩运说道 爸 顾青云昨日曾在剑道上 一剑击败林运 还以五兵进一重的实力 一剑费了一位 五兵七重的剑道教练丁海洋 成主柳青山满心惊讶 转头看一眼林运 林运的表情告诉他 柳韩运没说假话 柳青山有些震惊 他师妹惊鸿救两个弟子 林运 柳韩运 林运的剑道 虽然没有柳韩运强 但也是极为厉害 那个什么顾青云 一剑就击败了林运 那可是一剑啊 跟学霸考试打满分一个道理 不是因为 学霸只有满分的实力 而是试卷只有满分 林运这时也放弃了自尊 反正他也明白 自己在剑道差 顾青云太远 想了想 林运便补充道 柳世伯 顾青云不止剑道厉害 他的剑道天赋 也极其强大 昨日与我战斗的时候 我用了苍云剑 那顾青云今日便学会了 还修炼到了至少小城境界 甚至可能是大城 是 柳青山震惊了 偷师的情况下 一天时间将苍云剑修炼到小城 甚至是大城 这是人能做到的 城主柳青山天赋非凡 虽然如今苍云剑 已经迈入圆满之上的超脱层次 但当初修炼苍云剑 可也是数年才到大城的呀 柳青山越发感觉到了 对顾青云的好奇 顾青雪的哥哥 等等 他这哥哥 不能是很大岁数了吧 柳青山好奇问道 你们说的那个顾青云 今年多少岁 问这话的时候 他已经在心里 预估顾青云的年龄 要么是四十多岁 最年轻 也不可能在三十岁之内 即便如此 顾青云的见到天赋 怕是也极为恐怖了 柳青山想着 就见柳寒韵笑着说道 爸 顾青云和我同岁 柳青山愣住了 和柳寒韵同岁 也就是说顾青云才二十 开什么玩笑 二十岁 此等见到资质 绝世天骄啊 柳青山震惊住了 但心底又充满匪夷所思 春城有这样的少年天骄 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柳青山看向顾青雪 正准备多问问顾青云的信息时 兜里放着的手机响了 柳青山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对顾青雪笑了下 很快离开客厅 他来到书房 关好门后接听电话 听完电话那头的消息 柳青山脸色严肃地走出书房 路过客厅 他看了柳寒韵三人一眼 寒韵 你好好招待青雪 为父有点事情 先出去一趟 柳寒韵没有在意 柳青山身为城主 经常会半夜出去 他不觉得有丝毫喜气 他也了解自己父亲的秉性 只要不出去瞎狗 他都不会管 柳寒韵没有母亲 所以听柳青山话的同时 柳青山也会细细聆听 自己女儿的建议 点点头 柳青山披上一件外套 很快出了城主府 顾青雪看着柳青山的背影 本能的感觉有些不对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种直觉 柳青山出去 可能和顾青云有关 但感受了下自己 还连舞者都不是 顾青雪摇了摇头 没再多想 第48章 待会你就知道了 走出别墅 柳青山上了黑色的轿车后座 脸色凝重地 将电话打给了周俊 周俊那头刚刚回到家 遗憾了下 今天没能发泄欲望 电话响起 他摸出一看 脸色顿时严肃谄媚下来 柳青山主 我是周俊 发生什么事了 您这么晚联系我 柳青山沉声道 让知安署派人 前往孟华大酒店 全员主动 柳青山话语 带着命令与不容之会 挂断电话 周俊脸色微变 知安署派人 前往孟华大酒店 全员出动 王虎在搞什么 周俊连忙又将电话 打给了副城主段宏图 段宏图那边得到消息 听视柳青山的命令 也有些凝重 最终 他没多说什么 只让周俊听令 城主的命令 知安署不可能不遵从 面对柳青山 他们还是得乖乖老实 候着的 周俊换上一身 知安署掌制服 来到楼下 开车直奔孟华大酒店 同时 他也将这消息通知了于泰 让于泰小心一点 最后 周俊一边开车 一边将电话 打给了王虎 然而 王虎的电话能通 却一直无人接听 王虎你踏马在搞什么 周俊有些暴躁 带着眼睛 丝丝闻闻的气质 被完全破坏 而与此同时 孟华大酒店地下六层 最梦楼第一层内 董欣然正看着一楼大厅的监控 妹子直接愣在了原地 乌书缓缓走了过来 也看了眼监控 孟华大酒店一楼大厅内部 一个分成两半的尸体 正倒在地上 身下是一大瘫的血泊 没人去感动那具尸体 周围所有职员们 静若寒蝉 也同样不敢走 走了 待会治安署来了 他们说的说不清 还不如在这等着 董欣然和吴书 愣愣地盯着监控内的尸体 虽然他们这个角度 只能看到一半 但二人还是第一时间 就能分辨出那人的身份 王虎 尸体的脸上 眼中还闪烁着错愕 难以置信等等神色 仿佛王虎临死那一刻 都没想到顾清云 为什么敢直接对他动手 也没想到 顾清云动手的威力 为何会这般强大 武将三重的他 一见身死 董欣然和吴书彻底愣住了 许久无法缓过神 另一边 顾清云一袭白衣 冲入最梦楼二层 安娜迈着大长腿 跟在他身后 而二人来到第二层 再次见识到了 什么叫凄惨 看着一些不成人样的女人 安娜强人眼中的愤怒与泪水 解决掉第二层的敌人 二人又直奔第三层 第三层与上面两层相比 显得更为豪华 更为宽敞 数位武兵强者冲来 顾清云毫不犹豫 一见一个 等解决掉所有敌人 他和安娜 走到了第三层的大厅 大厅一旁的水晶墙壁上 写着四个大字 醉生梦死 这就是 醉梦楼 顾清云喃喃一句 打开一间包间 查看其中的场景 衣服凌乱地散落在地 两个女人一丝不挂地 躺在卡座沙发上 她们已经失去了生命气息 最后的眼神是一片绝望 她们的身体上满是鞭痕 咬痕 血泪已经流干 无名的怒火自心底生气 直冲顾清云大脑 没来第三层 她觉得上面的第二层和第一层 已经是地狱了 但来到第三层 她才真正意识到 什么才叫人间炼狱 这些女人们的身份 可都是高中生 大学生啊 她们没有一个 是自愿来这里服务的 她们 全部都是被王虎抓来 献给那些大人物们的 顾清云深吸口气 看着醉梦楼那名为 醉生梦死的四字招牌 她愤怒地挥剑 灵力地剑光 将水晶招牌撕裂地粉碎 安娜站在顾清云身后 也是满心的窒息 她从未想到 春城居然还有这样一个地方 堪称地狱 而顾清云现在真觉得 王虎死得太便宜了 看到醉梦楼内的一切 顾清云哪怕和王虎之间没有仇怨 她也会一剑砍了王虎 不为别的 只为胸膛内仅剩的一股正气 她顾清云 虽然不是什么圣母好人 但 却也有自己坚守的道德底线 而王虎等人 就是踩在人类的道德底线上 无情践踏的人 真该死啊 孟华大酒店外 刺耳的警笛声响彻 在柳青山一个全员出动的命令下 春城至安属 没有任何人敢怠慢 哪怕正值深夜 可所有在家休息的人 却也得全部爬起来 一辆辆警车汇聚 甚至有特警 军方的人来到 柳青山在一辆黑色轿车上走下 身旁跟着一个两并斑白的黑西装老者 像是柳青山的秘书 二人一路直奔孟华大酒店内部 但没走几步 一个眼镜男便快步走来 跟在了柳青山身旁 周骏穿着治安属制服 完全看不出之前的人母狗样 他看向柳青山 先是进了个礼 随后说道 城主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么晚要全员出街 柳青山没答话 黑西装老者 瞥了周骏一眼 待会你就知道了 李秘 周骏话没说完 柳青山和黑衣老者 脚步都没顿 静止走入孟华大酒店内 刚一走近 二人就看到了大厅中心 被砍成两半的王虎尸体 黑衣老者 倒吸一口凉气 城主 这 王虎可是武将 拥有一身铜皮铁骨 可却有人能将王虎整个人 直接一分为二 那人的实力 也太恐怖了吧 柳青山也眼神凝重地 看着王虎的尸体 身为三阶五军 他的眼力更强 同时也能看出更多东西 王虎被斩成两半的尸体 切口整齐 断面光滑 很显然 他是被人干脆利落地秒杀的 这一点 从王虎死前脸上 那错愕的表情 也能看出来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死 对方一剑就杀了王虎 王虎的实力 是武将三重 那人的实力 得有多强 还有这种剑道 至少是一个 七平五军镜的剑道强者啊 柳青山和黑衣老者分析的同时 一身治安署长服的周骏 走了进来 刚刚踏入大厅 周骏便看到了那一滩血泊 他脚步顿住 盯着血泊中一分为二的尸体 双目一点点瞪大 第49章 惊恐的周骏 孟华大酒店外 警笛声大作 数十辆警车 将整个孟华大酒店团团围住 周边的几条街道已经戒严 虽然现在是深夜 但依旧有不少人被吵醒 车子停下驻足为官 但他们就算无比好奇 也无法看到 被围住的孟华大酒店情形 哪怕有武者 亮出了武蒙的认证身份 也不行 一辆银色商务车 从远方驶来 停靠在警戒线外 车子刚刚停稳 一个留着波浪卷长发 宛若寒慢女主的女人 就从车上走下 她穿着职业的OL套裙 但年龄却不大 身上透着古知性 与青春靓丽杂扰的感觉 在她身后 还跟着三个健康摄像机的摄影师 女人带着摄影师 飞快跑到警戒线前 给治安员亮出了自己的记者证 治安员们面面相去 最终让出一条道路 在高五蓝星 记者这一职业是很伟大的 因为在这个世界 从事记者行业是很危险的 经常有记者为了曝光一个黑恶势力 从而自身遭遇不测的事情发生 很显然 这个女人 正是个为了新闻奋不顾身的记者 女人一边走 一边看向镜头 举着话筒说道 大家好 我是春城时报记者 蒋薇 就在刚刚 我们接到消息 我是治安署连夜全体动员 包围孟华大酒店 据有关人士透露 此举可能是城主大人连夜下令 让我们随着镜头一起看看治安署全体出动 包围孟华大酒店 是因为什么 蒋薇 蒋薇踩着高跟鞋 脚下去剑步如飞 显然也是个入了阶的舞者 三位摄影师 紧跟她的步伐 朝着孟华大酒店去 来到那圈包围圈 这里的人 就不是普通治安员 而是全副武装的特警 在维持秩序了 见蒋薇这个记者 要拍摄孟华大酒店 一个特警顿时看向蒋薇 正准备开口训斥 特警队长这时走来 拦住了那位特警 他看向蒋薇笑了笑 周署长特意吩咐 此次行动 可以让你们记者报道 我们护送 你们进去 蒋薇点点头 到了声线 特警队长亲自带了一队人 保护着蒋薇和三位摄影师 走向大楼 城主府别墅内 豪华客厅中 一百寸大电视上 正播放着蒋薇的直播画面 顾清雪和柳寒韵 看得无比认真 灵远却兴致缺缺缺 此时的她 正站在客厅一旁 手持长剑 不断劈砍空气 这是灵远在和顾清雪的闲聊中 得知的顾清云修炼剑道的方法 虽然觉得匪夷所思 但她还是选择尝试尝试 看看顾清云的炼剑方法 有什么特别之处 别说 一炼之下 灵远还真觉得有些不一样 那就是顾清云的炼剑方式 对她屁用没有 顾清雪看着新闻画面中的蒋薇 不由双目一亮 她觉得这个蒋薇好漂亮 身上有种浓浓的知性气息 关键年龄还不是特别大 这样的女人 最适合做自己嫂子了 顾清雪和柳涵云二女 目光灼灼地盯着电视新闻 期待接下来会有什么劲爆消息 而伴随着蒋薇和摄影师们的临近 忽然 一个摄像机 对准了孟华大酒店一楼大厅内的血泊 蒋薇俏脸微变 手持麦克风说道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孟华大酒店一楼大厅内 像是有个人死了 这或许就是治安署深夜 全体出动的原因 蒋薇说着 继续带人接近这一楼大厅 顾清雪和柳涵云 身子都不由自主地前倾 露出自身交好的曲线 嗯 侧面对比的话 还是柳涵云长得更开一些 身材凹凸有致 但顾清雪的一头白发 却也足以拉平这个差距 问华大酒店一楼大厅 周骏紧紧盯着王虎 被斩成两半的身躯 看着王虎临死前 那张惊骇 难以置信的脸 周书长 柳青山身旁 黑衣老者提醒了一句 周骏这才回过神 却没看向柳青山 而是低下头 掩盖自己眼中 一傻而似的惊恐 王虎死了 死在孟华大酒店一层 甚至 就死在他们三人 离开后的不久 凶手会是谁 周骏第一时间 就想到了 王虎增打电话 威胁过的顾清云 但下一秒 周骏就摇摇头 觉得这不可能 顾清云 只是苍云五管新来的 见到教练 虽然他拥有在五兵镜 几乎无敌的实力 但面对拥有 铜皮铁骨的王虎 怎么可能打得过 更何况 还是一剑将王虎分尸 秒杀 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不可能的事情 可不是顾清云 会是谁呢 谁还有可能 在今天这个结果眼上 来杀王虎 周骏忽然想到了 副城主断红图的异常 断红图表面上一本正经 为人也很谨慎 但那就是个老色魔 是他们四人之中 玩得最花花的一个 被他看中的女人 压根就没有活下来过的 都是当天就呗 所以 断红图裤子都脱了 却临时要走 这是为什么 周骏觉得 很可能是王虎 招惹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人 断红图在那个时候 可能得到了谁的提醒 周书长 黑衣老者的声音有些严厉 将周骏从沉思中打断 柳青山看着周骏 微微皱眉 沉声说道 周书长 王虎虽然是我们春城的武将强者 但他死了 也不至于让你的职业素养被打破吧 你是我春城的治安署长 在任何时候 都必须保持绝对的冷静 难道这你都做不到吗 柳青山话语难辨 究竟是什么意思 周骏打了个机灵 连连点头称是 这时 孟华大酒店大厅外 走入一对特警 被特警们保护着的 还有一位记者 这时 镜头恰好给到了 躺在地上血泊中的王虎 城主府别墅内 沙发上的顾清雪 和柳寒韵 齐齐一惊 王虎 柳寒韵惊呼一声 他是沧云五管核心弟子 虽然平日不需要什么教练的教导 但王虎这个地位 十分特殊的高级荣誉教练 他却还是知道并认识的 而现在 王虎怎么死了 林远被柳寒韵的惊呼 吸引了一些注意力 一边继续劈砍空气 一边看了过来 王虎死了 林远诧异问道 还没觉得这有什么 然而 心思敏锐的顾清雪 却是瞬间想到了什么 第五十章 周书长 你还敢回来啊 王虎 死了 顾清雪大脑发猛 忽然想到了 昨天哥哥顾清云 和王虎之间的小矛盾 不 不能吧 顾清雪茫然想到 那王虎可是三阶武将 哥哥再怎么厉害 体质再怎么稀有 也不可能如此短的时间内 能斩杀三阶武将啊 顾清雪深吸口气 缓缓平复下心情 问华大酒店一楼大厅 周俊也微微深吸口气 掩盖住自己心底的惊骇 柳青山瞥他一眼 这时看向了 被特警保护着走入的记者蒋威 柳青山眉头一皱 他没叫记者来 谁叫来的 黑衣老者会议 垂眸看向了周俊 周书长 柳城主何时 让你通知记者了 记者由特警保护而入 而柳青山根本没下过这样的命令 那么 这条命令 只可能是一人下达 周俊 周俊缓过神来 看向柳青山面上 挤出笑容道 柳城主 难得治安署全员出动 我就想直播一下我们的执法过程 反正有您在 不会出什么事情 柳青山哼了一声 没有多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这周俊用的是羊毛 如今摄像头开着 他不好多说 打扮知性靓丽的蒋威 也很识时务 就带着摄影师在远处拍 没走过来 而蒋威看了一眼 地上血泊中的王虎后 很快想到了对方的身份 为了新闻 蒋威了解过 这春城所有高层次舞者 与政商名流的名单 王虎他自然认识 拿起话筒 蒋威对着摄像机镜头道 我们现在能看到 死者是孟华大酒店的老板 王虎 同时 他也是 我是三大舞馆之一 苍云舞馆的高级荣誉教练 目前看来 王虎身为三阶武将 却被人一箭从中分尸 对方的实力很强 蒋威说着 屏幕前的所有人都快要炸锅 由于是后半夜 还没睡的 只有一群宅男宅女们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 喜欢发弹幕 煞事之间 春城时报直播间内 一行行弹幕飘过 天哪 堂堂武将强者 在酒店大厅 被人一箭分尸 那人得是什么实力 这至少得是一位四阶武军吧 泽泽 那可是和柳城主一样的境界啊 我春城何时又有第二位四阶武军了 未未 大家就没关注过 王虎为何会被那人杀死吗 这是惹到他不能惹的人了呀 所以 那人是从林省下来 还是周边的辽省 龙省 亦或北方行省官方 谁知道呢 但我看到王虎不是什么好人 当老板的 有几个是好人的 话不能这么说 王虎毕竟是苍云武馆高级荣誉教练 你们说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叶苍云老管主 赢下了北方行省的高层论剑 从而引来了对王虎的报复 卧槽 你这么一说 还真有可能啊 王虎被一剑从中间分尸 对方必然 是一位剑道强者 蒋薇看着弹幕 一双美眸微微一亮 但他没有妄议救下结论 这可能只是网友天马行空的猜测罢了 这时 一位治安员自监控室走回 拿来了一份监控视频 周骏刚想去接 但电脑直接便被黑衣老者拿走 他只能干干瞪眼 黑衣老者将平板电脑递给城主柳青山 柳青山垂眸观看 脸色一点点凝重 就在周骏心急难耐时 柳青山将平板电脑调转 屏幕正对周骏 周书长 麻烦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里面的画面 伴随着柳青山的话 周骏看到了视频内容 那是他 段红图 于泰三人临走 王虎相送时的场景 时间显示是晚上十点 而现在 方才刚过凌晨 他临走两个小时不到 王虎就死了 被柳青山和黑衣老者二人盯着 周骏却没有过多惊慌 他笑了笑 又将自己是和段城主 在此约见盛天地产于泰坛项目的话 说了一遍 王虎只是送送他们 他的死与自己等人无关 听着周骏的解释 网上的网友们更加认为 这是北方行省 其余见到武馆的报复 不少人骂声一片 群情激愤 柳青山目光悠悠 盯着周骏没说什么 他转过身静静而立 像是在等待什么一般 恰在此时 不远处的电梯门 盯一声打开 一袭白衣圣雪 身形鼻挺 五官如刻的顾青云 从中走出 左手持长剑 安娜踩着黑色长筒靴 一头金发披散 身上气息干练 二人走在路上 绝对会被所有人感慨 这是和其狼才女貌的一对 然而出现在这场合 就有点并不是多么恰当了 一位摄影师文声 将镜头转而对准顾青云与安娜 蒋薇也看了过去 发现这两人 他并不认识 嗯 男的倒是挺帅 是他喜欢的类型 女的挺好看 与他相比 各有千秋 蒋薇脑中念头一闪即逝 顾青云带着安娜 已经抬步走来 二人速度不快也不慢 但却没有丝毫惧惧怕 等等情绪 市中心城主府内 看着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柳寒韵着实愣了愣 凌远都不练剑了 目光灼灼地盯着直播屏幕 有着如雪般长发的顾青雪 目光呆滞 完全没想到自己的猜测 居然成真了 哥哥顾青云 此时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能是为什么 王虎 真的有可能是哥哥顾青云所杀的 柳寒韵和凌远也不傻 二人也见识过顾青云的剑道 要说春城除了柳青山 谁是能一见 将王虎这位武将分尸的人 二人觉得 就只有顾青云了 剩下的 惊鸿也行 但他们那位女魔头师尊 可不在春城 三人没有说话 认真看着直播屏幕 画面之中 顾青云五官如客 静静台步 走向柳青山几人 他的视线 在第一时间 就看到了周俊 周俊这时也转头 看到了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他瞳孔震战了下 继而缓缓瞪大 不等周俊有什么反应 顾青云临近 一边走一边开口 周书长 你还敢回来啊 说这话时 顾青云脸色平静 眼中没有杀意 只有极致的弹幕 握剑的左手大拇指轻推 二阶合金长剑 露出一小节剑身 仿若随时都想出窍 第五十一章 周俊彻底慌了 顾青云的话 让周俊身形骤然紧绷 宛若遇到了猎人的小鹿 一般受惊 他后退一步 眼神骇然地盯着顾青云 尽管再怎么不相信 可顾青云出现在眼前 他已经知道 王虎是谁杀的了 绝对 是顾青云无疑 而顾青云杀了人之后 非但没走 反而离开这么久 刚刚从电梯上来 他 是去做什么了 周俊脸色微变 看着顾青云手一挥 特勤组听令 此人极有可能是杀害 王虎的凶恶罪犯 你们给我将他逮捕 周俊直接对特警队长周明下令 而周明是周俊的亲弟弟 特警队长的职位 都是哥哥带来的 他没有丝毫犹豫 挥了挥手 挥下特警们枪口一转 全部对准了顾青云 放下武器 抱头蹲下 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城主府别墅内 见特警们将枪口 全部对准顾青云 顾青雪的面色 顿时露出交集 他看向柳韩运 眼中闪烁泪光 韩运姐 顾青雪刚刚开口 柳韩运便知道了他的意思 对他认真点了点头 顾青雪性子清冷 是和他同样类型的女孩 然而现在顾青云有难 顾青雪又怎能不着急 柳韩运拿出手机 一边紧盯电视屏幕 一边打给父亲柳青山 电话嘟嘟响了几声 但直播画面内的柳青山 根本没有丝毫动作 柳韩运摇了摇头 心探父亲柳青山 怎么又将手机静音 柳青山身为城主 却并非能在春城横着走 他身上也是有压力的 春城上方更大的是林省府 省府那边还有部长 以及一系列林省内的人 他们的办公地点也在春城 所以柳青山时常会受到 更上层的压力 这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有重要事件的时候 他会将手机静音 因为他不想被那些压力影响 从而导致自己因压力 给出错误的判断 柳韩运想了想 将电话打给柳青山身旁的 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斗中电话震动 他后退两步 接起电话 黑衣老者本以为是上层打来的 询问现场情况 或给柳青山压力等等 但话音传来 却是柳韩运的声音 你说 那个白衣男子是我好朋友 他不会做坏事的 还请劳烦告诉我父亲 李宪公愣了愣 看了李青山一眼 他点点头 回应一句 韩运放心 我会转答的 柳韩运挂断电话 拍了拍顾清雪的肩膀 清雪 放心吧 你哥不会有事的 但即便这样说 柳韩运心底也没多少底 如果顾青云真的大庭广众地 将王虎给杀了 那柳青山哪怕在现场 也不会保他 柳青山虽然会因为他的话 从而有些顾虑 但是 他却依旧是个 秉公执法的正直城主 黑衣老者李宪公 来到柳青山身旁 傅儿与柳青山说了几句 柳青山脸色不变 点了点头 黑衣老者没有多说 话已经传到 如何决定 那是柳青山的事情 而此时 面对一众特警们的枪口 顾青云脚步微顿 扫了一眼特警们 这些 都是为国而战的战士 其中可能也有 黑了心的堕落之人 但是大部分人 却还是心向正义的 他手中的剑 不会斩向这些人 但 他们也绝对无法阻止自己 顾青云继续向前走去 见此一幕 特警队长周明 脸色难看 没想到顾青云如此头铁 他手臂抬起 再次高声警告道 请立即停止动作 放下武器 请立即停止动作 放下武器 他接连说了两遍 却仍然没有下令开枪 周俊这时转头看向他 大怒道 愣着什么 歹徒已经临近 开枪啊 周俊慌了 他不是怕顾青云的实力 王虎只是武将三重 而他是武将六重 六重与三重之间差距甚大 更何宽此地情况复杂 他很有信心 能挡住顾青云 周俊真正怕的是 顾青云将最梦楼的事情捅出来 最梦楼的事情若是曝光 那他可就完了 所以 他想直接给顾青云扣上歹徒罪犯的帽子 要是能当场格杀 就更好了 现场正在直播 无数网友们看着 他们是不知道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 顾青云若是动手 那他的歹徒标签 怎么也洗不掉 周俊脸色发冷 见周明还不开枪 当即转头怒喝 开枪 你们不认我这个治安署长了吗 周明脸色犹豫 因为在他的眼中 顾青云真的不是什么恶人 更何况 他身旁还跟着安娜 那是苍云武馆的美女前台 他见过 怎么可能是歹徒 让他对好人下手 他做不到 就在周明快要扛不住周俊的压力时 柳青山威严的声音传来 放下枪 周明如释重负 不去看自己亲哥哥 对着挥下特警们挥了挥手 特警们全部将枪口放下 他们的直属上级是周明 周俊虽然是治安署长 却也没有城主柳青山的威望更大 更加深入人心 周俊见此一幕 呆呆地转头看了一眼柳青山 眼神茫然 柳青山没有理他 目光注视在顾青云身上 眼眸微宁 他 就是寒韵新败的那位剑道老师 柳青山心底沉吟 同时也知道了 顾青云正是顾青雪的哥哥 大厅中的王虎 也必然是顾青云所杀 柳青山心中感慨 顾青云看样子 也才二十出头吧 这样的年纪 就能拥有此等恐怖的剑道与实力 有点厉害啊 柳青山莫名想到了一个女人 一个师父眼中最得意的弟子 金鸿 但哪怕是金鸿 在顾青云这个年纪 也绝对做不到 干脆利落的剑斩王虎 柳青山的目光 越来越好奇 同时 他也在想 顾青云现在是要做什么 单纯地下下周俊 从而让其招供 最梦楼的一切罪行 还是 感受到顾青云身上 逐渐升起的凌厉气息 柳青山觉得 隐隐有些不妙 顾青云 不能真的想当着自己的面 杀了周俊吧 小子 你可还真狂啊 柳青山觉得这不无可能 当即转头 看向被特警们保护的记者 接下来的一切 不适合你们记者当面拍摄 还请退出大厅 第52章 安娜姐 你会害我吗 辽省 阳城国际机场 漆黑正辆商务车 行驶在机场大道上 很快停靠在一架私人飞机前 漆黑正辆的商务车车门打开 上面先走下一位抱着平板 穿着白领制服的女助理 小助理下车后 宛若电影画面一般 一只踩着黑色高跟鞋的脚 掀视落在地面 随后一个女子走出车子 女子有着一头黑色短发 五官漂亮凌厉 红唇鲜艳如血 给人一种霸道女强人的感觉 她上身穿着黑色长款风衣 内里是白色衬衫和黑色职业裙 玉腿修长笔直 女子左手持红色配件 跟着小助理一步步登上私人飞机 踩在上好的地毯上 女子很快来到宽大的航空沙发上坐下 翘起白皙如玉的大长腿 四人飞机呼啸着起飞 离开阳城国际机场 直奔春城方向 飞机起飞后 女子看向小助理 笑着问道 我离开这段时间 春城那边可有什么消息传来 小助理文言打开商务平板 在其上检索起信息来 片刻后看向黑色风衣女子 金鸿组长安娜姐传来了两条消息 一,她想引荐一位新人加入第九局 目前新人已经是安娜姐手下的实习生 二,安娜姐今夜下令 彻查市中心孟华大酒店 发现孟华大酒店下面名为最孟楼 是个极度灾难的地方 那新人就在刚刚杀了一位武将 小助理读着消息 不禁有些吃惊 小嘴微微张大 金鸿鲜艳的红唇翘起 来了兴趣 刚刚实习就杀了一位武将 新人叫什么 小助理回到 顾清云 金鸿眉头挑了挑 想起了昨日白天参加论间大会时 老管主曾收到安娜的消息 就是那个顾清云 金鸿微微笑了笑 是一小助理可以去休息 自己拿着平板刷起新闻来 高五蓝星 情报的作用是难以想象的 强者们都有每天查看新闻的习惯 金鸿自然也不例外 他刚一打开新闻 就刷出了一个正在直播的直播间 春城时报 那不是蒋威那疯丫头所在的公司吗 来了兴趣 金鸿点开直播间 查看起画面来 而此时 柳青山的话音恰好落下 特警队长周明 当即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转身看向知性靓丽的蒋威 蒋记者 你们不能再在此地拍摄 请随我离开 蒋威点点头 依依不舍地看了眼 那道白衣身影 带着摄影师们后退离开 三位摄影师转动摄影机 最后拍摄现场视频 其中一个镜头 给到地上的王虎 另一个镜头周骏 城主柳青山 黑衣老者三人 最后一个镜头中 出现的则是一个白衣青年 和金发玉姐 金鸿美眸中越发感兴趣 露出浓郁的神采 虽然不在现场 但他大概也能明白 此时现场的局势 死的是王虎 他见过 实力还行 至少不是渣渣 而醉梦楼内的大致情况 金鸿也已经清楚 心底无名怒火隐隐升起 但被他巧妙压制 所以 身在现场的第九局新人顾青云 此刻心底定然充满愤怒 他持剑朝周骏走去 是要做什么不言而喻 金鸿见状 越发来了兴趣 双眸紧紧盯着视频 春城城主府内 顾青雪见特警 被柳青山下令阻止 顿时松了口气 但是 看着顾青云脚步不顿 依旧在走向周骏等人的身形 顾青雪觉得有些不对 他太了解自己哥哥了 自己哥哥现在的表情 他曾经只看到过一次 那是自己父母死在城外时 顾青云露出过这种 极致冰冷的愤怒 现在 这种表情重现 自己哥哥要做什么 柳涵运和林远也有些凝重 身为强大的剑客 他们隔着屏幕 也能感受到 自顾青云身上升起的杀气 他 绝对不是在闹着玩 绝对不仅仅 只是要吓吓周骏 但周骏是治安署长 顾青云为何要对他露出杀意 二人疑惑着 孟华大酒店大厅内 皮鞋踏在光洁的地板上 发出清脆的声响 顾青云脚步稳健 一步步走向周骏 安娜跟在他的身后 这时拉了拉顾青云的肩膀 青云 安娜摇了摇头 看了眼城主柳青山等人 又看了一眼 正在退出大厅的新闻记者 顾青云瞥了一眼 却没在意 他转头看向金发玉姐 小声问道 安娜姐 王虎和我视频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吧 安娜翘脸微愣 点了点头 你要做什么 说出这话后 安娜渐渐觉得有些不对 顾青云笑了 一袭白衣的他 继续向前走去 安娜姐 你会害我吗 金发玉姐脚步顿住 呆滞看着顾青云 他听懂顾青云这话的意思了 第九局的人 有先斩后奏之权 顾青云 现在就要像之前斩杀王虎一样 再斩周骏 他 才不在乎 什么城主在不在场 不在乎什么是否在直播 他 只想释放心底的愤怒 只想为那些女孩们报仇 而安娜 就成了这其中极为关键的人 只要他不害顾青云 证明当时的视频中有周骏 那么顾青云今日杀掉周骏 就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反之 安娜若是想害顾青云 只需要他不说出这件事情 顾青云就完了 沉重的压力给到安娜 但他却觉得 压力更大的 是顾青云 王虎是武将三重 但周骏可是武将六重啊 并且 城主柳青山会不会管 顾青云没想那么多 此时的他 已经临近周骏身前两米 一旁就是城主柳青山 与黑衣老者 他脸色不变 看都没看任何人 眼中只有戴着眼镜 衣冠禽兽的周骏 周骏的脸色难看 又阴沉 没有后退的想法 他握紧双拳 体内气血运转 时刻准备应对顾青云的攻击 但他认为 城主柳青山在场 给顾青云一万个胆子 他都不敢动手 哪怕 自己曾和王虎 一起嚣张地挑衅过对方 然而 周骏今天注定要失策了 在他面前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右手抬起 猛地紧握长剑 下一刻 周骏身前剑光闪烁 刷 第53章 拔剑 蒋薇带着三位摄影师 逐步退出大厅 但身为记者 蒋薇明显能感受到 待会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件 所以 他的脚步有些磨磨蹭蹭 特警队长周明 见状皱了皱眉 但也不好说什么 蒋薇是女人 还是很漂亮的女人 这样的女人 穿着高跟鞋后退 你能只让她走多快 更何况 要说周明完全不在乎顾青云要做什么 那也纯属扯淡 众人一边缓慢后退 一边也继续拍摄着大厅内的一幕 网络上此时已经炸锅 春城不少人连夜爬起 观看春城时报的直播 我刚来 有没有人介绍一下 发生什么了 那白衣帅哥 怎么就直奔治安署长去了 对啊 看不懂看不懂 但我隔着屏幕 却也能感受到 那白衣帅哥浑身冰冷 怎么像是要对治安署长动手的样子 是啊是啊 那白衣帅哥究竟要做什么 蒋薇拿起话筒 再介绍了一遍 刚刚现场所发生的事情 他站在的角度很功利 没有丝毫偏袒 因为在他眼中 记者就是这样 记者只负责记录东西 而不参与事情的评判 评判的权利属于网民 但不属于他 于是 听闻因王虎的死 从而引来治安署全员出动 随后 顾青云便从电梯内走出 布里特警威胁 直奔治安署长 听着事件的完整过程 不禁有许多人站出来 痛批顾青云 天哪 这白衣男子 原来是个暴徒 先杀了王虎 现在又要对周书长行凶吗 是啊 谁给他的胆子 居然敢当着柳城主的面 如此嚣张 我建议城主大人 当场将此人格杀 如此暴徒 连审判都不必了 没错没错 但目上 不知为何就突然出现了一群 要格杀顾青云的言论 市中心赋城主府 换了睡衣的段红图身旁 坐着一位妇人 妇人年过四十 却并不多么显老 看起来只有三十多岁的样子 她靠在段红图身旁 这时说道 我看那小帅哥 不像是恶人啊 怎么突然就有这么多人 说那小帅哥的坏话 没准王虎是独流恶人 周骏与其同流合乌呢 妇人喃喃着 很是不满那些言论 很明显 段红图的妻子 也是个言狗 段红图脸色不变 只宁谋看着直播画面 此时的他 也是满心的匪夷所思 顾青云 顾青云 现在又要做什么 对于网上的 突然转变风向的言论 段红图自然也知道是为什么 那是他暗中让余太做的 看来余太的动作还挺快 郊区盛天地产总部 余太坐在宽大的办公室中 肥头大耳的他 目光紧盯眼前的直播屏幕 快 继续施压 带动言论 最好是让柳城主 当场格杀此等恶徒 身旁的两位助理 琪琪点头 拿起电话 将安排吩咐下去 网络上的言论 顿时越发激烈 很多人都想让顾青云死 余光撇着弹幕 蒋薇好看的眉毛皱了皱 她是很有经验的记者 最懂得网络上那些水军之类的事情 毕竟要论带动舆论 那新闻记者绝对是最拿手的 他们就靠这个吃饭 所以 蒋薇第一时间就发现了风向的不对 她看了其中一位摄影师一眼 暂时关闭弹幕 摄影师有些惊讶 蒋姐 现在关闭弹幕的话 怕是会引起群情激愤 那些言论会转向我们的 蒋薇面色不变 再次说了一句 关闭弹幕 她不能让自己的新闻 成为别人的杀人武器 那不符合她的职业道德 年轻摄影师点点头 关闭了弹幕 盛天地产总部大楼内 满屏的白衣恶徒去死的言论 瞬间消失 余泰愣了愣 愕然转头看向两位助理 发生了什么 说着 她就反应了过来 看向了视频画面中一个视角的蒋薇 该死的记者 余泰伸手怒拍石木办公桌 将整张桌子震得轰轰巨响 发泄一番后 她又有些无奈 重新紧张地看着直播画面 市中心城主府内 顾清雪 柳寒韵见到那些弹幕消失 二女也是神情一松 柳寒韵笑道 蒋薇是师父的表妹 虽然有时候为了抢新闻像是个风姿 但她却很有职业操守 顾清雪点点头 能够想到 蒋薇在此时关闭弹幕 是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所以 她哥哥应该会没事的吧 顾清雪心里仍旧没底 目光满是担忧 而也就在这时 画面中的顾清云 临近周俊 看着周俊身穿治安署长服 顾清云心底无名怒火腾起 此时的她 临近周俊已经三米 还差一米 就能进入剑 近乎道的范围 没有犹豫 顾清云跨步拉近距离的同时 左手中的长剑出鞘 枪 就在万众瞩目之下 凌厉的剑光一闪 从下至上 宛若一道白云般 飘渺梦幻的剑光展出 毫不犹豫地对准周俊 出手了 他真的出手了 蒋威脸色一变 整个人停在原地 摄影师们也停住脚步 而别提他们 就连周明等特警们 也都全部顿住脚步 他们完全没想到 在城主柳青山 这位春城第一强者 在场的情况下 顾清云真的动手了 对一位堂堂治安署长 周俊动手 众人心底 瞬间被惊骇情绪填满 市中心城主府内的顾清雪 柳寒韵 林远三人也愣了愣 想不到顾清云居然这么头铁 哪怕柳寒韵此时的脸色 都已经完全凝重 他父亲柳青山一向正直 不可能因为自己一句话 就特别照顾顾清云 让刚刚特警们放下武器 这已经是柳青山 所能做到的极限了 而顾清云 当着柳青山的面 要对周俊这个治安署长出手 不论是因为面子 还是其他 柳青山绝对不会坐视不理 四阶五军强者 那不是顾清云现在能挑衅的 与此同时 傅城主府内的段宏图 与其妻子二人 也是脸色一变 妇人惊讶道 这小帅哥还真不错 不畏强权 哼 我早就看那周俊不是什么好人了 老段 你以后可少跟他来往 以免被他拉下水 第五十四章 钢铁之躯 没用 段宏图脸色微不可查地动了洞 妇人正专心致志地看着电视 根本没发现他的异常 段宏图想了想 缓缓起身 我去打个电话 你先看着 妇人完全被电视中的场景所吸引 文言没理他 段宏图来到阳台 拿出手机 拨给柳青山的秘书李宪公 电话刚响 李宪公拿出一看 将屏幕给柳青山看了看 柳青山冷着脸摇头 李宪公当即知道是什么意思 将电话静音 阳台上 段宏图等了许久 一边观察电视机那边的动静 一边等着柳青山接电话 但他发现 柳青山压根没有接他电话的意思 段宏图心底隐隐生起不妙的想法 现在的情形是 顾青云先杀了王虎 现在又要跟周俊动手 很显然 这特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 他是没有脑子的 而柳青山态度暧昧 不接电话又是个什么意思 无奈之下 段宏图只好回到沙发上 继续看起直播画面 现在的他 只得寄希望于周俊能给力一些 拿下顾青云 盛天地产总部 大富翩翩 肥头大耳的于泰看着电视机内的一幕 也有些慌了 他不知道 顾青云是怎么敢的 怎么就敢直接挥剑动手 没看到堂堂武军镜的柳城主 在一边呢吗 这是个蠢逼吗 草泥马蠢货 于泰破口大骂 一双猥琐脚侠的小眼睛 紧盯电视屏幕 而与此同时 从阳城出发 回往春城的私人飞机上 一头黑色短发 红唇鲜艳如血的惊鸿笑了笑 顾青云动手了 他觉得事情越发有趣了 并且和王虎不一样 他是身怀天赋的 金鸿记得是什么来着 B级钢铁之躯 这种东西可不好砍啊 金鸿嘴角微翘 拿着平板 玉腿叠放一晃一晃 眼中的兴趣越发浓郁 就让我看看 你真正的潜力吧 顾青云握着安娜借他的二阶合金长剑 只觉得 此时的自己和长剑融为了一体 因为不知道周骏的实力 他所使用的并非剑开天门 而是苍云剑 大成的苍云剑动用 周骏面前的剑光虚幻起来 再配合上剑近乎道 这让周骏此时的感受极为恐怖 他觉得 面前这些如白云一般 虚无缥缈的剑光 全部都是真实的 仿若每一剑 下一刻都能直接砍掉他的脖子 刺中他的心脏 这小子究竟什么来练 周骏脸色大变 一旁的柳青山依旧不出手 他只好独自抵抗顾青云 周骏体内气血运转 煞时间 他额头上浮现一抹漆黑 漆黑快速蔓延 一根根发丝 宛若钢铁 面旁 躯干 四肢在下一刻 全部化作了钢铁 必及天赋 钢铁之躯 周骏低贺一声伸出拳头 欲要打破顾青云 带给他的无法躲避之感 武将六重的力量爆发 顾青云耳旁阴朗爆发 宛若超音速战斗机 发出音爆 他脸色不变 捕捉到周骏这一拳 手中长剑掠取 下一秒 刺目的火星自二人身前升起 顾青云与周骏二人同时倒退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退后一步 握剑的手微微颤抖 二阶合金长剑则是震撼 仿若承受不住刚才那股力量 顾青云持剑的实力 直逼武将五重 再加上A级5G苍云剑与寂静呼道 实力直逼武将六重 但周骏恰好就是武将六重 与他势均力敌 然而 顾青云后退一步 周骏却在刚才那一次对碰之间 后退三步 画作漆黑钢铁的他 面旁漆黑 显得越发阴沉 一双金属画作的瞳孔 看了一眼城主柳青山 柳青山自始至终 一直站在一旁 面无表情地看着全场 黑衣老者曾想出手 与周骏一同拿下顾青云 但被柳青山制止 这暧昧的态度 让黑衣老者和周骏 全部摸不清头脑 顾青云身后 安娜摇曳着身姿站在那 见顾青云与周骏势均力敌 还隐隐占据上风 他顿时松了口气 他是真的怕了顾青云了 怕顾青云当场在杀了周骏 那他们今天就真的难以收场了 周骏这样的人 虽然是衣冠禽兽 但却更应该做好万全准备 再对其动手 像是顾青云这样 直接对上去 还是有些太过鲁莽了 私人飞机的航空沙发上 金虹翘着腿 看着这一幕 不禁微微摇头 恶人不能当场杀死 真是个遗憾 不过 这小子的潜力是真高 等明天我亲自验证一下 大城的苍云剑还是无人传授 偷尸到大城 这顾青云的天赋 在金虹看来都有点厉害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如此想的时候 现场 顾青云一击不中 但也测试出了周骏的实力 境界在五江六重 所有实力爆发之下 应该能达到七重 够了 顾青云淡淡的话音响起 透着冰冷的沙翼 什么够了 安娜 柳青山 以及观战的所有人 此刻脑中都浮现了这一疑惑 下一秒 顾青云跨前两步 将与周骏的距离拉近到两步之内 他高高抬起长剑 仿若之前斩王虎的一幕再现 而这次 他的气血更高 剑开天门的熟练度也更高 轰隆隆 隐隐的轰鸣巨响 在顾青云头顶响彻 他头顶的虚空不闻起来 有股要撕裂一切的力量 隐隐透出 嗡嗡 二阶合金长剑的质量 比一阶的强多了 但此刻也发出不堪重负的颤名 化作漆黑钢铁人的周骏脸色大变 看着身前的顾青云双目一点点瞪大 直到此刻 他方才感受到恐惧 刚刚顾青云施展苍蕴剑 给了他浓郁的错觉 让他误以为 顾青云实力 也就堪堪与他势均力敌 然而现在 那股笼罩他周身 必无可避的感觉再次浮现 周骏想要倒退 却发现自己完全做不到 周骏的钢铁大脑 飞速运转 寻找求生之法 躲避的念头根本生不起来 他要想自救 就只有硬扛 周骏的念头快速闪过 最终双臂抬起挡在身前 周身气血不断加持天赋 让他的钢铁之躯更加坚硬 然而这一切 没用 第五十五章 剑斩周骏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宛若绝世剑先 他手中之剑 只要进入攻击范围 敌人便必无可避 这是规则 宛若闪电一般的灵力 剑光劈下 此剑不快 反而因为要凝聚 所有的力量 于天门之中 随后倾袭而下 反而会有些显得慢吞吞 但敌人无法躲避 这就是杀招 轰轰 虚空隐隐颤鸣 仿若有一道虚空门户打开 投射出顾青云全部的力量 酒店地下的罪梦楼场景 映入眼帘 一个个惨死的无辜少女 回荡在心头 顾青云带着极致的冰冷沙翼 一剑麾下 煞事之间 周骏的面庞完全僵硬住了 因为他不管是多么加持防御 多么动用气血 增强自己的钢铁之躯 但 他现在就只有一个想法 顾青云这一剑落下 他会死 周骏恐惧了 浑身汗毛一根根竖起 化作钢铁的头皮 都隐隐发麻 他仿佛彻底想通 为何王虎也是堂堂武将 即便不敌顾青云 却也不至于被一剑分尸 但现在 他明白了 就是这种 让人避无可避 完全无法躲避的感觉 害了王虎 下一秒 周骏放弃了防御 他在这一刻 落荒而逃 光洁的地面被他踩碎 钢铁胶住的双腿 仿若有无穷力量 周骏身形瞬间倒退 觉得只有跑 才能压下心底的那一抹恐惧 而这个时候 顾青云的长剑 才挥到一半 周骏仿佛看到了希望 眼中都露出了浓郁的光芒 那是生的希望 可下一刻 顾青云长剑彻底斩下 周骏倒退的脚步骤然顿住 他的身体 还在惯性的作用下倒退 但眼中的神采 却在一点点消失 在生命的尽头 周骏的脑海 充斥了难以置信 也充斥了悔恨 悔恨自己 为何不让王虎 有了万全准备再出手 悔恨自己 为何要在顾青云面前嚣张 悔恨自己 为何走了之后 还要再回来 那样 他是不是就不会死 念头到此为止 周骏自始至终 都没悔恨他残忍杀害的那些女子 因为他自诩强者 弱者和普通人 在他眼里 只是草剑 咚的一声 周骏的钢铁身躯倒在地上 吸引了所有人呆滞的目光 他们呆呆转头看向周骏 发现这位堂堂治安署长 所化的钢铁人 此刻从额头到下半身 有着一道灵力的斩痕 顾青云收剑力 脑中系统提示同步响起 定 恭喜主人 你经历了一场战斗 成功斩杀武将六重强者 奖励气血加一千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千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千 澎湃的气血自体内滋生 淬炼顾青云周身血肉 让他隐隐有种撕裂般的疼痛 脑中 剑开天门和苍云剑的各种感悟 在脑海凭空生成 仿若是顾青云又努力练剑了一整天的成果 这时 顾青云仿若对自己的剑道 有了全新的认知 从前 他的剑道感悟都是要高于5技的 毕竟每次挥剑都有 剑道感悟加一的提醒 这让他在不知不觉间 剑道和各种5技之间 拉开了不小的差距 但这次两大5技熟练度提升 特别是剑开天门的熟练度提升 让顾青云清晰感受到了不同 剑道感悟 类似于他用剑时的一切 怎么挥剑 什么时候动用什么5技 对付什么敌人 用什么样的战术等等 而有关剑道的5技 却是横向发展 让他拥有更多的对敌手段 顾青云微微闭目 站在原地细细领悟 丝毫不理周遭的喧嚣 也没有喧嚣 此时 整个一楼大厅依然是一片荆棘 穿着长筒高跟靴的金发玉姐安娜 瞪大双眼 紧紧盯着顾青云和倒在地上 被一分为二的周郡 城主柳青山身旁的黑衣老者也愣住了 李献功瞳孔皱缩 哪怕他是武将近巅峰 却也完全没看懂顾青云刚才那一件 他们还在被顾青云的强大剑技感到震撼时 顾青云的一剑已然落下 而周郡 不是提前就避开了吗 避开了 怎么还会中剑 并且是一剑秒杀 顾青云 究竟怎么做到的 黑衣老者胸膛起伏 不断深呼吸 想要压下心底的震惊 却发现自己怎么也做不到 别说他 就连城主柳青山 堂堂武军强者 看着这一幕也是眼眸极为凝重 看到顾青云的抬剑姿势 以及宛若闪电一般的剑光时 柳青山大脑仿若闪过一道灵光 将那段黑夜中的视频 与顾青云联系了起来 而既然挥剑的是顾青云 那一剑就必然是S级5G 可S级5G 也不应该在周郡躲开的情况下 依旧一剑将其秒杀呀 这有点 太过肥琐斯了吧 柳青山 可也不是没见过S级5G的菜鸟 大厅门口 亮丽之星的蒋威 目光呆滞 愣愣地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幕 与他同样反映的 还有三位摄影师 以及周明等特勤组的特警 蒋威愣愣瞪大双眼 拿着话筒 却不知道该和观众们说些什么 他刚刚所看到的一切 太恐怖 太夸张了 同时 蒋威也将顾青云刚刚的那一件 和那段乌七麻黑的视频联系了起来 作为奋战在第一线的新闻记者 他自然是看过那段视频的 当时的他就有种直觉 那道闪电 应该是一个人所批出来的 蒋威曾在春城时报内 提出过这件事情 想让整个春城时报调查一下 然而 他的提议遭到了同僚和上司无情的嘲笑 但现在 蒋威确定了 那一件 是人展出来的 还是 不远处的那个白衣青年所展的 蒋威愣愣失神 看着顾青云的目光一点点涣散 春城 核实出了 这个一个恐怖的家伙 市中心城主府 电视机前的顾青雪 柳寒韵 凌远三人 完全呆愣住 宛若有一道 雷光直 窜入三人的脑海 那段乌漆嘛 黑的视频 顾青雪 蔚蓝如海的双眸呆滞 转头与柳寒韵对视一眼 凌远则是愣愣地 看着视频中的顾青云 三人在此刻也同时确定 那道闪电 是顾青云所展 那道闪电般的剑光 也绝对是极其恐怖的S级剑技 第56章 这踏马是个疯子 静谧飞行的私人飞机上 气质概念的女魔头金红 坐在松软的航空沙发 目光微微失神 玉腿不再撬动 王位的表情也逐渐凝滞 她的一双美眸 紧盯视频画面中的白衣青年 一眨不眨 哇 太帅了吧 女助理的声音小声响起 自金红后方传来 金红转头看了一眼 美好气道 你走路没声音呢 女助理有些摸不着头脑 往常 她不论多么小声地 走到金红身后 都会被这位女魔头 第一时间发现 可今天这是怎么了 女魔头反而怪起 她走路没声音 是我强了 还是女魔头自己的问题 小助理迷迷糊糊中 金红也没在怪罪 转过头目光 灼灼地盯着顾青云 她的双目发亮 像是在看一幅 价值连城的油画 又像是在看什么 举世含有的西式珍宝 鲜艳如血的红唇微翘 金红眉眼弯弯 拿出了一个银色的老式电话 老式电话 只有两个功能 通话和发短信 金红拿起银色电话拨通 同时目光一扫 四人飞机的机舱内 只有自己和小助理 她笑了笑 左手淡淡挥了挥 一道半透明屏障 自金红身周升起 小助理透过屏障 只能看到动作定格的金红 她没有多想 知道金红组长 这是在跟更高层次的 第九句上级对话 不便被她听到 小助理自顾自回到自己的位置 拿出手机 点开春城时报新闻 观看其五官如客的白衣青年来 而金红处于屏障内 对着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处长 你在看新闻吗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微沉的嗓音 嗯 金红笑了笑 继续道 那个顾青云 是我们春城的实习队员 您帮我查查她的一切 没问题的话 人我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下 很想说一句这样的天才 临省分布也是十分需要的 但想到金红的性子 纵使是对方的上级 她还是止住了 我会帮你调查 但孟华大酒店的事情 也要妥善处理 金红脸色透着股冰冷之意 嘲讽道 妥善处脸 周骏和王虎等人敢做 不敢被曝光出来吗 电话那头的声音再次沉默 继而回应 我们第九局要做的 是保证稳定的形势下 驱散毒瘤 而不是让谷国动荡 金红也只是发了句牢骚 文声后点点头 我知道了 顾青云的背景要尽快 我怀疑 她是中部那边流落在外的天才 或是邪恶组织的案子 说吧 金红便率先挂断电话 丝毫不给那头的处长半分面子 将银色电话虫揣回兜里 金红左手挥了挥 散去屏障 她看向小助理 吩咐道 通知安娜 最梦楼的事情 不能曝光出来 秘密处理 小助理脸色愤愤不平 但也知道这是 更上层的命令 金红都无法改变 她点点头 将消息传给安娜 梦华大酒店 金碧辉煌的大厅内 安娜都中手机震动 她取出后看了一眼 顿时微不可查地撇了撇嘴 摇摇头 安娜看向站在原地 没有动作的顾清云 情绪重新恢复震撼 她 这是遇到了个什么样的天才啊 武将三重的王虎 一箭斩了 哪怕是武将六重 外加钢铁之躯的周骏 也一箭斩了 还是当着媒体的面 顾清云 真是出生牛 独不怕虎啊 安娜心头感慨 与此同时 城郊盛天地产总部 看着新闻画面中传来的一切 肥头大耳的鱼太愣住了 她脸上的肥肉速速抖动 眼神微微颤抖 露出一抹恐惧 她怕了 顾清云的战力 有些超出她的想象 王虎被一箭斩了 也就罢了 周骏 居然也被她一箭斩了 可她有没有想过 当街当着媒体的面 斩杀治安署长周骏慧 是个什么后果 这踏马是个疯子 鱼太脸色大变 精明的小眼睛内流露惊恐 她伸手抹了把脸 掌心的汗液在脸上蒸发 带给她一丝冷静 我也会死的 鱼太当即起身 但走出两步后 身形顿主 她转头 一点点看向新闻画面中 脸色冷峻的白衣青年 不 她当街杀了王虎 周骏 哪怕罪梦楼的事情败露 也只是和王虎有关 周骏她难以证明 她当街杀了治安署长 必然会被逮捕 城主柳青山在场 绝对无法容忍这样的恶徒 在逍遥法外 我还没事 我还没事 鱼太安慰了自己几句 大富翩翩的身躯 重新坐在办公椅上 转而 她看着新闻画面中的 顾青云脸色嘲讽 呵呵 再有实力 有天赋又怎样 冲冠一怒 为正义的事情确实存在 但代价你承受不起 鱼太哈哈大笑 觉得心底无比畅快 王虎死了 死无对证 他们只需要将一切 撇到王虎身上就行了 而顾青云 当街杀死周骏 这是他难逃的罪行 哈哈哈哈 办公室内 响起了鱼太猖狂的大笑 虽然罪梦楼被捣毁 让他很心疼 那毕竟是王虎 和他共同出资修建的 但看到一个顾青云 那般的天才陨落 他心中更为舒爽 这时 两位黑衣保镖开口道 鱼总 弹幕功能被重新打开了 鱼太一双脚狭的小眼睛一亮 嘴角翘起 给我煽动鱼论 狠狠地煽动鱼论 将这小子盯在耻辱柱上 让他永远都洗脱 不掉恶徒的名声 两位黑衣保镖点头 看了一眼视频画面中的白衣青年 顾青云很强 年纪轻轻 就有此等战力 还有那一件 这证明着 他的天赋很不错 但天赋再不错 又能如何 他太莽撞了 几乎等同于没脑子 两位保镖心里摇头 对顾青云 没有多少同情 不多时 新闻画面的弹幕上 清一色飘起 诋毁顾青云的言论 什么法外狂徒顾青云 严承杀害郑义州署长凶手 城主柳青山 为何不出手救援 当街行凶杀害治安署长 春城有史以来 罪大恶行等等言论 飘满弹幕 市中心 傅城主府 妇人看着直播画面 对刚刚走回来的断红涂道 老段 这怎么回事 弹幕怎么重新被打开了 还有 这些人怎么都在说 小帅哥的不是 要是按照这样的趋势下去 这小帅哥 岂不会被当场逮捕 堪压 甚至是死刑 妇人脸色微变 身为傅城主夫人 她觉得此事隐隐有些不对 看向断红涂 妇人说道 老段 这小帅哥一看就正义凌然 杀周郡和王虎 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内幕 没准二人就是极大的恶人 你能不能打电话给春城时报 让他们关闭弹幕功能 不然舆论这样下去 我怕这小帅哥 第57章 抓我 好了 断红涂很快打断了妇人的话 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面对妇人的疑惑不解 断红涂沉着脸道 当街杀害治安署长 顾青云的罪名是逃不掉的 不论如何都会被抓 至于舆论 风浪再大 他若杀周郡行为在里 也必然平安无事 舆论不攻自破 可是 妇人还准备在说 她是真挺欣赏顾青云的 我虽然是傅城主 却也不能随意干预媒体的想法 那属于滥用之权 看着一副正义凌然态度的丈夫 妇人没再说话 转头继续看起新闻 眼中浮现一抹担忧 她记得 自己年轻的时候 就是断红涂在街上英雄救美 才让自己嫁给了她 如今像是顾青云这样的人 不多了 城主府内 看着巨大的一百寸电视 沙发上的顾青雪 柳寒韵渐渐回神 林远还沉浸在顾青云那一件 带来的震撼之中 在心底分析 顾青云那一件究竟是什么 看着突然开启 且全是对顾青云不利言论的弹幕 顾青雪撬脸一遍 这个白衣男子去死吧 怎么 他还以为自己是英雄吗 当街杀害治安署长 这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暴徒啊 不错 那些说他帅的人都是什么人 三观扭曲了吗 治安署长可是保护我们的人 如今被人杀了 你们在这叫好鼓舞 是啊 一群无脑之人 因为他长得帅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治安署长的死呢 你们怎么不缅怀 言论密密麻麻 时不时会有几条替顾青云说话 说此事另有隐情的 但很快 那些替顾青云说话的人 就会被所有弹幕攻击 销声匿迹 看着这样的局势 顾青雪脸色充满焦灵 却不知道自己能求助谁 沙发上 柳韩运的目光 也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 舆论这种东西 有的时候真的很恐怖 因为有很多人是无法看到 事情完整的前因后果的 这个时候 只需要施加一些引导 再加上刷屏的数量 就足以颠倒黑白 更何况 顾青云确实当街行凶了 还杀了治安署长 现在的他 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啊 柳韩运看向画面之中 一直脸色严肃 站在一旁的柳青山 他不知道 自己父亲 刚刚为何不阻止顾青云 为何要放任顾青云 对周骏出手 哪怕顾青云 没能成功杀死周骏 但对治安署长出手 这一个罪名 就已经够顾青云受的了呀 更何况 现在顾青云还成功了 周骏已经化作尸体 如今的形势 对顾青云极为不利 现场 大厅门口 被特警门保护着的蒋威 愣了愣 他看到了被重新打开的弹幕 猛地转头 看向一位摄影师 我不是说了吗 关闭弹幕 怎么又打开了 摄影师连忙解释 威姐 这弹幕不是我打开的呀 是公司那边打开的 我连关都关不了 什么 蒋威愣了愣 看着铺天盖地 诋毁顾青云的弹幕 敏锐的直觉 让他想到 这可能是一场阴谋 一场让顾青云 陷入万劫不复的阴谋 蒋威看向白衣青年顾青云 大脑急速运转 我能做些什么 我能做些什么 他当记者有几年了 一直都是春城最有名的记者 甚至经常会去到外省 参与重大事件的采访 而他 对新闻和事情真相 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直觉 正是这种直觉 让蒋威在新闻界名声大噪 从未失手 身在现场 亲眼能看到顾青云的他 也有种感觉 顾青云 是个身上正气凌然的人 他杀周骏 杀王虎 绝对另有隐情 这样的人被抹黑 蒋威觉得 是自己这个记者的失职 但是如今 弹幕他关不了 能关的 只有直播 可关了直播 网上喜欢阴谋论的大有人在 那顾青云 就真的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蒋威脸色难看 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力 而这时 蒋威身前的特警队长周明 终于从亲哥哥的死中 缓过神来 他抬眼 木讷地 看向亲哥哥周骏的尸体 随即 周明拿起手中的步枪 直接对准了顾青云 他一步步向前走去 口中大喊 凶犯 放下武器 否则我即刻开枪 周明一边向前走 身上也一边腾起武兵巅峰气息 能当特警队长 他显然 也不是弱者 但周明心中仍存理智 他要对得起这身衣服 蒋威身旁的特警们见 大队长出动 当即全部跟着拿起枪 周明是他们过了命的兄弟 这个时候 该帮谁不言而喻 更何况 他们也死了一位治安署长啊 特警们心怀愤怒 随着周明 一步步走向顾青云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仗劲力 没有看向他们 身上的压力 却直接给到周明等特警 在他们眼中 顾青云仿若 随时能够抱起 世人的洪荒猛兽 极度危险 但他们心存正义 现在必须拿下这位狂徒 黑衣老者见状 准备上前阻止 柳青山没让他阻止 顾青云杀周俊 证明顾青云所作 必有理由 周俊和王虎身上 可能有什么秘密 让柳青山都想杀了他们的秘密 但是 没等黑衣老者上前 柳青山一个眼神 就再次制止了他 这让黑衣老者李献功大为愣神 完全没看懂柳青山的操作 一边阻止他就周俊 一边又阻止他就顾青云 这特么什么操作 李献功猛了 而这时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也终于回神 剑开天门的一千熟练度 和苍云剑一万点熟练度 被他消化 实力再提升一截 放下武器 束手就齐 周明的怒吓声传来 进入顾青云耳中 他缓缓转头 脸色平静地 看了一眼持枪走来的特警们 周明等人 脚步瞬间顿住 握紧枪支 不敢上前 顾青云 可是一件杀了武将六重周俊的人啊 他们之中最强的 就是武兵巅峰的周明 虽然手中 都有能对付武者的特殊枪支 但谁能确保顾青云死之前 不会拉着他们垫背 金发玉姐 站在顾青云身后 面旁有些担忧 青云 安娜开口 提醒了一句 顾青云这时转头 看了金发玉姐一眼 笑了笑 他缓缓提起手中长剑 这一幕 让周明等人脸色大变 额头满是汗珠 就在他们忍不住 想要扣动扳机之时 顾青云将长剑归翘 抛给安娜 多谢安娜姐的借我剑 随即 他缓缓转头 脸色平静地 看向周明等鹤枪实弹的特警 所有人都尚未反应过来之际 顾青云双手伸向前方 脸色平静又淡然的 抓我 第58章 全场死记 抓我 淡淡的话音 传入一众特警耳中 让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 时间缓缓过去 却没人敢动弹分毫 全场陷入死记 即便那个男人 已经放下长剑 双手朝上 但他刚刚一剑 斩杀武将六重周郡的场景 仍旧历历在目 周明也愣了愣 紧张地吞咽一口唾沫 刚刚顾青云抬剑的时候 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 但还好 眼前之人虽然表现得像个疯子 但却好似也还存有理智 周明深呼吸好几口气 他手中的步枪对准顾青云 随时准备开枪 另一只手则取出特制的金属手铐 来到顾青云面前 周明一把扯过顾青云的一只手 到其身后 另一只手同样 金属手铐发出咔嚓一声 顾青云双手被锁指 周明健壮 这才大松口气 缓缓放下了手中的枪支 自始至终 他都平住呼吸 心底极为紧张 周明看向自己挥下的特警 挥了挥手 将人带走 挥下特警们这才反应过来 两个组长撞着胆子上前 逮捕顾青云 临走 顾青云看了周明一眼 心中微动 这人叫周明 还是特警大队长 周俊对他的态度很不一样 难道这是周俊的地点 顾青云心中沉吟 自己杀了周俊 周明对自己有杀意很正常 但他却对自己没有半分恶意 甚至还克制着开枪的冲动 这是怎么回事 周明和周俊明明是亲兄弟 却一个正义凛然 一个斯文败类 顾青云心中诧异 却没对自己的感觉 有任何怀疑 因为这是他身为剑客的直觉 顾青云缓缓被特警队伍押走 来到门口时 看了蒋卫身旁摄影师手中的摄像机一眼 他的目光平静又淡然 仿若此刻被抓的不是自己 而屏幕另一面的几个衣冠禽兽 即将被地狱反噬 断红图 于泰都被他这一眼给吓到了 二人不知道 顾青云为何还能如此平静 他可都要被抓了呀 顾青云停在原地 看了摄像机两秒 嘴角微微翘起 但笑道 我再让你们活一会 等着我出来一并斩了你们啊 顾青云的威胁淡胆 不知道是说给谁听 但屏幕前的所有人都向后退了退 仿若承受不住顾青云的杀意一般 断红图和于泰二人更是已经吓傻 完全无法动弹 反应过来之后 二人心底涌起滔天的怒火 顾青云这小子都被抓了 还敢威胁他们 他哪里来的底气 还出来 蒋卫也被顾青云这话给震住了 敏锐察觉到今夜此事还有内情 但他无法询问顾青云了 只得待会看看 有没有机会调查真相 顾青云收回充满冷淡杀意的目光 静静抬步离开 特警门跟在他的身旁 不像是堪压 而像是保镖 脸色冷峻的他淡淡离开 全场的人这才大松口气 周明捂住剧烈起伏的胸口 骇然地看着顾青云的背影 他的气势太盛了 柳青山也从顾青云身上收回目光 转头看了黑衣老者一眼 李老 带我去一趟 保护好他 黑衣老者顿时会议 跟上特警队伍 亲自押送顾青云去往看守所 周明则留在原地 悲痛地看了一眼 自己哥哥一分为二的尸体后 来到柳青山面前行礼 柳城主 歹徒已经被控制 请问下一步如何行动 柳青山沉吟了下 看了一眼蒋卫等记者 关闭直播 让摄影师们先行离开 将蒋记者请过来 周明点点头 快步走到大厅门口的蒋卫身前 说了这样一句 安娜迈着一双大长腿 走到柳青山面前 柳青山美好气地看了他一眼 小声说道 你们还真是能给我惹麻烦啊 柳青山所指 自然不言而喻 顾青云当着所有人的面 杀死治安署长周俊 这件事情不用想 明天必定在春城头条热搜上挂着 安娜摇头笑了笑 同样小声道 柳城主 他出入第九局 性子如此 没办法的 柳青山摇了摇头 想到了顾青云 一见斩周俊的场景 他没在此事上多说 转而道 你们第九局 准备如何处理此事 惊鸿那疯丫头怎么说 安娜想了想 顾青云 我们肯定是要保的 第九局不会亏待一个正义之人 哪怕他犯下了捅破天的事情 更何况 这不算捅破天 柳青山点点头 还好 那小子束手就擒 算是给了我 给春城人民一个交代 这时 周明带着知性靓丽的蒋卫走来 蒋卫第一时间就看了眼安娜 二人眼中电火花一闪 像是漂亮女人之间争夺战开启的讯号 柳青山看着蒋卫 笑了笑说道 蒋记者 你的职业素养 我是认可的 所以今天接下来的事情 请你绝对不要说出去 任何人都不可透露 否则 我只能请你离开 蒋卫敏锐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周俊已死 顾青云已经被逮捕 直播画面关闭 现场的事情应该结束了 接下来 就是善后现场等工作 这已经不是他们记者能参与的了 但柳青山唯独留下了他 这是要做什么 蒋卫思考了一瞬 便急点点头 柳成主放心 我的嘴很严的 有些事情烂在肚子里 也不会从我口中说出 但有些事 哪怕说出来会粉身碎骨 我也会说 柳青山沉默两秒 缓缓汗手 又看了眼周明 周明 你虽然是周俊的弟弟 但我很看重你 周明悲痛之中 听到柳青山这话 没有多少喜悦 柳成主 我想我该给他收尸了 周明看着哥哥周俊 这么多年 他在治安署内 一直受到周俊的照顾 恩情不小 柳青山脸色不变 说道 收拾待会吧 你随我去一趟酒店弟弟 酒店弟弟 柳青山的话 让周明脸色疑惑 蒋卫双目一亮 觉得 这可能是今天最关键的事情 柳青山看向安娜 道 带路吧 安娜点点头 带着几人 走入一架平平无奇的电梯 安娜拿出一张卡 刷了一下 电梯盯的一声 屏幕上一片漆黑 什么都不予显示 柳青山等人 能感受到自己在高速下坠 电梯在去往地底 周明脸色疑惑 蒋卫脸色期待 不多时 地下六层到了 电梯门无声打开 第六层大厅映入眼帘 几人走出电梯 醉生梦死 四个大字 第一时间进入眼帘 周明和蒋卫的脸色 陡然一变 第59章 真相 城主府内 看着电视屏幕中 顾青云被戴上手铐 压着带走 顾清雪的面色 焦急到了极点 但又很无助 他对顾清云最知根之底 知道这个时候 肯定没人能救顾清云 顾清雪无奈 只好求助柳寒韵 柳寒韵没有拒绝 接连将电话打给父亲柳青山 秘书李宪公的电话 他打过了 得知李宪公在押送顾清云 柳寒韵说了一番好话 让李宪公照顾着点顾清云 李宪公应下 柳寒韵继续给柳青山打着电话 却一直无人接通 林元此时也终于反应过来 看着顾清云被抓走 他拿出电话 打给了苍云武馆的两位副馆主 谭青松与燕河接到电话 纷纷表示 他们会想办法 却也不能抱太大希望 毕竟 顾清云此次犯下的事情太大了 当街杀死治安署长周俊 太狂了 这件事情 还被几乎全城的人看到了 如若没有强有力的解释 顾清云很难洗脱罪名 这边众人着急着 另一边 傅城主府 沙发上的妇人 见顾清云被带走 脸上也露出担心 老段 你能打电话问问情况吗 像小帅哥这样正义凌然的人 现在太少了 我觉得他杀周俊 绝对另有隐情 妇人的话刚说完 段红图就起身披上外套 一边往外走一边说道 别整日就知道 看什么偶像剧 追男星 你还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 顾清云当街杀死治安署长 不论他是否有理由 这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好了 我要去开会了 说着 段红图起身离开 驱车前往临省省府 罪梦楼牵扯甚大 如今已经被柳青山挖出来 他必须自保 妇人看着段红图的背影 发觉自己怎么有些不认识这个丈夫了 从前的他 不也是嫉恶如仇 一生愤愤不平的吗 怎么今天 自己都能看出来 事情另有隐情 他看不出来 妇人的脸色惊疑不定 却又摇摇头 他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凌晨一点 段红图抵达省府 蓝星谷国制度大概分三级 一级行省 二级省府 三级主城 三级制度的最高行政长官 分别为州长 郡长 城主 段红图此时进入的 就是临省一位傅郡长的办公室 他敲门走入后 这才发现傅郡长的办公室 此刻无人 只有傅郡长的秘书尚森在 段红图脸色紧张 有些局促 尚森引着他坐在沙发上 笑呵呵道 段副城主不必如此惊慌 桑副郡长正在开会 应该很快就能回来 尚森个子高大强壮 但穿着西服 看起来文质彬彬 他长相很不错 出去也是能迷倒不少少女的温柔大叔 段红图听到对方的安慰 心下顿时松了口气 尚秘书 这次是我没有管住王虎 让他鲁莽的性格上来了 坏了我们的大事 尚森脸上时刻透着笑容 文言摇摇头道 段副城主不必自责 春城最梦楼早已对我们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别让柳青山顺藤摸瓜地查出更多事情 你要保护好自己啊 尚森说着 段红图又松了口气 尚秘书放心 那鲁莽的小鬼将王虎和周俊全砍了 死无对证 我已经派人去二人的家中探查 寻找对我们不利的证据 全部销毁 尚森笑着点头 这便好 段红图又道 等风声过去 我再让于太修建一座最猛楼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的 段红图说到这 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 一个个头矮小 像是个圆球一般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他看向段红图补充道 最近记得小心些 柳青山那个老狐狸不好对付 别被他抓到马脚 剩下的 那个小鬼我已经向郡主提议 将其交上审判庭 哪怕第九局来捞人 却也不一定来得及 段红图文言当即起身 对矮胖中年人弯腰 是 丧妇郡主 矮胖中年人摆了摆手 坐在宽大的办公椅上 提点到 通知手下人 最近都收敛些 克制克制 我们的计划到了最关键的时期 一旦胜利 便能将春城彻底腐蚀 届时 你们想修建多少座罪梦楼 都没有关系 想要多少女人 也没有问题 上森和段红图 全部弯腰行李 是 桑妇郡主 段红图很快离开省府 回往家中 他对今日醉梦楼的事情 再也没有担心 充其量 就是心底的愤怒人味消散 觉得顾清云打破了 他们原本平静又淫逸的生活 而春城发生了一场大事 夜深人静之时 孟华大酒店地下 周明则脸色一变 蒋薇眼眸微宁 醉生梦死 这样的词语 会出现在什么正常的场所吗 并且 孟华大酒店地下 何时有这样一层浪 蒋薇敏锐觉得 这是个天大的秘密 柳青山提醒道 蒋记者 这里不要录像 但你可以随意去看 去记 将一切印刻在脑海 蒋薇点点头 没再多想 四人向前走了不久 就看到了大厅走廊一处的沙发上 坐着一群衣不蔽体的女人 女人们面容憔悴 眼中光彩暗淡 仿若再也生不起 对生存的希望 蒋薇看了一眼 身形便愣在原地 她的双眸缓缓瞪大 脑中已经想到了什么 孟华大酒店的老板 是王虎 而孟华大酒店名面上 地下只有五层停车场 哪里有这样的地方 醉生梦死 再结合这群衣不蔽体 眼泛绝望的女人 蒋薇忽然想到了 顾青云为何要杀王虎 又为何要当着所有人的面 见斩治安署长周骏 畜上 蒋薇胸膛起伏 翘脸布满寒霜 同一时间 她也几乎想到了 柳青山带她一起下来的寒意 顾青云今日蒙冤 背后不知道有谁在陷害她 想让她万劫不复 而自己的作用 是为顾青云证明 看着眼前衣不蔽体 眼泛绝望的女人们 周明也愣住了 蒋薇这时回过神 快步走到一群女人面前 开口问道 你们 为何 她张张嘴 话却说不下去 一个像是还没完全 被摧毁意志的女人起身 看向蒋薇说道 蒋记者 我认识你 你是我们春城最公道的记者 我们被人贩子抓来 被王虎当作孝敬上层人士的工具 我们在这里 生不如死 女人缓缓将自己等人 凄惨的经历说了出来 而当蒋薇 周明得知 这里才只是第一层 下面还有两层的时候 二人全部呆住住了 周明双目瞪大 看向柳青山 成主 所以 那顾青云杀王虎 杀我哥哥周俊 是因为 第六十章 亲弟弟愤怒鞭尸 周明的话 有些说不下去了 因为周明完全想象不到 自己哥哥 居然是此等衣冠禽兽 周明说这话的时候 一个女人听到周俊的名字 顿时抱头凄惨地哀嚎起来 不 不要 她靠在墙上 漂亮的脸蛋充满惊恐 眼神满是绝望 周明呆住了 双目一点点瞪大 她回想自己哥哥周俊的一切 缓缓紧握双拳 她脸色抽搐 已经抵达愤怒最极致的边缘 周明一路奔向楼梯间 片刻后 柳青山三人 只能听到愤怒的锤打地面声音 柳青山转头看了一眼 眼神复杂 周明有一颗正义之心 他是知道的 而自己的哥哥 居然是此等衣冠禽兽 这对周明的打击 可想而知 周明发泄了好一会 这才重新从楼道中走回 他脸色木然地来到柳青山面前 双目通红地进了个礼 柳城主 我周明 誓死追随正义 是与邪恶势不两立 周明颤抖着开口 胸腔之内满是愤怒 安娜 蒋威都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没想到周俊的弟弟 居然会是个这样的人 柳青山笑了笑 转头看向安娜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兴趣 说下周明 柳青山没有说话 但眼神的意思已经表明 安娜摇了摇头 表示没兴趣 第九局现在有顾清云的加入 短时间并不再需要新鲜血液 再问就是另一句话 被狼保护过的女人 怎么可能爱上哈士奇 柳青山遗憾了下 看向周明 我欣赏你正义的性格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周明深深点头 没说什么表忠心的话 他知道 那些都是虚妄 他是周俊的弟弟 而周俊犯下此等罪行 他说的再多 柳青山也不会相信他 反之 他就算不说 柳青山若是相信他 还是会信 蒋薇看向一群女人们 开口问道 你们 还记得谁来过这里 与罪梦楼有关系吗 一群女人们纷纷对视 眼中浮现了痛苦之色 很显然 蒋薇的话 勾起了他们十分不好的回忆 但想到下面两层生活在更加恐怖的地狱中的姐妹 一个女人鼓起勇气起身 看着蒋薇说道 除了王虎 周俊 还有于泰 段宏图 他一连说了许多个名字 政界商界都有 但是 其中地位最高的 就只有段宏图这位富城主了 在网上 没有任何消息 柳青山看向的女人 宁谋问道 就只有这些吗 女人点了点头 强自忍着颤抖的身躯道 对了 城主大人 我们每个月还有一些姿色不错的姐妹突然消失 他们可能死了 也有可能 是被带走了 被带走了 柳青山眼神一宁 仿若想到了什么 是啊 罪梦楼背后交织的势力颇大 涉及的人数 也太多太多 能调查到的 这群女人们见过的 也就王虎断红图四人了 在网上 那些人做事小心翼翼 不是这么好调查的 柳青山皱着眉 随后又跟安娜去了第二层 第三层 看完罪梦楼内的一切 蒋薇和周骏已经开始怀疑人生 二人脸色麻木 仅仅是来过这里 就已经觉得这里是地狱 更何况 是那些生活在这里过的女人们 这里 真的是人间炼狱啊 就连城主柳青山的脸色 也无比难看 他深吸口气 想到了自己的女儿柳涵玉 自己女儿 如若自己不是城主 他是不是早就有危险了 畜上 柳青山心底深深骂了一句 带着几人离开罪梦楼 他看向周明 开口说道 今日的事情不要传播出去 罪梦楼的事情也无需治安署处理 会有专人来此处理这件事情 周明点了点头 缓缓平复下麻木的内心 是 柳城主 他回到一楼大厅 看着正被妥善安置的王虎 周骏尸体 周骏的尸体上 甚至被罩上了一层 象征荣誉的彩布 见状 周明大步上前 一把扯开了周骏尸体上的彩布 随后 在一众治安员们惊骇的目光中 周明一拳捶爆了周骏的半边脑袋 他抬起手 还想捶爆另半边时 终于是被治安员们拦了下来 周队 您这是做什么 那可是署长啊 是啊周队 您 周明被制止 站在原地深呼吸好几口气 这才平复下心底的愤怒 该死的畜生 他大骂一句 这才缓缓恢复理智 有治安员 还想给周骏盖上象征荣誉的彩布 周明当即看了过去 怒喝道 给他盖白布 盖什么彩布 治安员们不明所以 但对这位特警队长的话 还是言听计从的 同时 也不禁有聪明人 察觉出不对劲 周明可是周骏的弟弟 现在却对周骏的态度如此 这周骏 究竟犯下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让周明这个亲弟弟如此 众人无法理解 却也不敢多问 孟华大酒店的事情 渐渐收尾 平息 另一边 市中心城主府内 顾清雪已经快要着急死 他宛若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站在城主府内不断跺步 这时 柳青山走入别墅内 看到了焦急的顾清雪和柳寒韵 以及一旁不断打电话求助的灵院 顾清雪还是对这位城主 有些畏惧的 柳寒韵却没什么顾忌 快步走到柳青山面前 拿起手机问道 爸 我给你打了四十多个电话 你怎么一个都不见 柳青山看着着急的柳寒韵 又看了眼心急如焚的顾清雪 他摇摇头 看着柳寒韵笑道 清雪担心他哥哥 我能理解 但你这么担心顾清云 为什么 柳青山似笑非笑地 看着自己女儿 柳寒韵心脏跳动了下 连忙遏制住接下来的反应 强自道 我只是担心顾清云 这样一个正义凌然的人出世 罢你太爱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父了 柳青山含笑点头 好吧 他转头看向顾清雪 清雪 今天就在城主府住下吧 我以个人名义担保 你哥哥不会有事的 顾清云当街斩周骏 被舆论疯狂攻击的同时 他也一战打响了名声 现在 柳青山哪怕是想要顾清云 却也无可奈何 他没有信心 从那个女魔头师妹手上抢人 同时 顾清云也绝对会成为第九局的香伯伯 捧在手心供着 春城国际机场 一艘黑色的私人飞机呼啸着降落 速度缓缓降下 最终停止 私人飞机前 金发玉姐一身OL套裙 脚踩高跟鞋 静静等候 飞机舱门打开 身穿长款风衣的金红腰间 跨着红色长剑 双手插都从上走下 安娜与其后方的小助理打了个招呼 而后看向金红 组长 您终于回来了 金红鲜艳的红唇翘起 瞥了安娜一眼 我看你 是想说我回来的正式时候 可以去捞你的小男人吧 安娜翘脸一遍 刚想义正言辞地摇头 金红摆了摆手 抬起一双大长腿 走上商务车 说道 走吧 去看守所 金红 第六十一章 世界如果误会 那便让我来亲自清洗 凌晨四点 天色微微发亮 黑色商务车急驰 正在前往看守所的路上 商务车内部 宽大的椅子上 坐着金红与安娜 二人一个霸道女强人 一个金发漂亮欲姐 坐在一起 能吸引所有男性的目光 金红转头看向安娜 红唇亲起 说说 你与那小子相识的过程吧 安娜点了点头 眼中浮现一抹怅然 三天 哦不 是四天前了 当时 我正在苍云武馆一楼正常上班 看到一个白衣帅哥来到 安娜缓缓将顾清云 前往苍云武馆测试实力 进行武门认证的事情 说了出来 听到顾清云 紧紧武者九重 就能迸发武兵径的实力时 金红眉头微挑 三天 他不可能从武兵径跨越到武将 还是一届能斩杀周郡的武将 安娜苦笑着点了点头 组长 我也想到了 顾清云多半隐藏了实力 金红奄然一笑 翘着腿问道 你与顾清云接触下来 对其有什么感觉 他可有问题 金红双眼闪过一抹金光 紧紧盯着安娜的反应 安娜认真沉思片刻 仔细分析了顾清云身上 是否有所异常后 他摇头道 虽然他的实力很不寻常 太不符合常理 但是以我的亲身感受来看 他并非邪恶阵营的人 金红没有回答 束手哒哒哒 敲击着椅子旁的扶手 如果不是邪恶阵营的卧底 那么顾清云的来历 就只有一个可能 中部某天才施加的人 不然 一个平平无奇的人 突然拥有强大力量 这太过于匪夷所思 金红自然知道 顾清云三次无考不中的事情 有顾清雪这位妹妹 顾清云的身世并不难查 但是这在金红看来 绝对不是顾清云的真实身份 原来那个顾清云 很可能已经死于意外 而现在这个 是中部某大世家 或是邪恶阵营的人 可这样说来又有些不对 顾清云若是邪恶阵营案子 那他绝对不该如此高调才是 这般高调的 将自己打成焦点位 还想卧底第九局 这不是找死行为吗 所以金红觉得 最大的可能只有第二种 顾清云是某个武道世家的人 至于为何将他这样的天才派来北方 这谁又能知道 金红静静敲击着扶手 发出有频率的哒哒哒声音 这时 金红兜里的电话微微震动 他拿出银色手机看了一眼 接起电话 声筒那头传来了一个沉稳男声 金红总部给回复了 顾清云这个人 不论是名字还是外貌特征 在总部那边都没有任何留存的消息 并非邪恶组织的人 而我查了我们春城分部的资料 你猜猜结果是什么 金红N了一声 没有多说 电话那头的人很快说道 这小子 身世清清白白 父母曾一起创办顾峰运输公司 并有了不小的规模 但在四年前 顾峰运输公司 在运输一批重要物品时 遭遇意外 被小规模受潮袭击 留下顾清云和顾清雪兄妹二人 相依为命 顾清云三次无考不中 中年处长的声音一句句传来 让金红的脸色渐渐凝重 等等 他打断了处长的话 随即说道 你的意思 是说顾清云的身份背景 没有任何问题 电话那头的处长沉默一下 知道金红是不相信 怎么会突然冒出来 顾清云这么一个强大的人 这太不符合常理 他就像是石头缝中蹦出来的一般 令人匪夷所思 但是 处长最终还是说道 目前看来 这顾清云的身份 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更深层次的 你亲自去见见那小子就知道了 金红柳眉微皱 点了点头 我知道了 说吧 他挂断银色电话 静静沉思 黑色的商务车急迟 眼看已经临近看守所所在的郊区 但金红这时 看向副驾驶位上的女助理 道 掉头 回分部 安娜愣了愣 忙看向金红 组长 我们不去看守所 将顾清云带出来吗 安娜有些着急 有些看不懂这位组长的操作 金红笑了笑 瞥了安娜一眼 怎么 这么担心你看上的小男人 说吧 他摇摇头 目光闪过一抹性质道 如果他的身世背景有问题 我倒是想现在见见他 但他既然没问题 那就不能让他这么轻松地离开看守所了 反正有柳青山的秘书在 他出不了什么问题 正好放他在看守所 磨一磨他的性子 不然这样下去 他迟早会吃大亏 安娜想到了 顾清云当着所有人的面 斩了王虎 又斩周骏的行为 他知道 这是金红对顾清云的莽撞 有些不满 但同时 金红这话 也透着另一股寒意 金红 已经将顾清云 是做了自己人 不然 他不会想着 要磨一磨顾清云的性子 黑色商务车掉头 离看守所的方向越来越远 而此时的春城看守所内 顾清云一袭白衣 孤身坐在昏暗的铁牢内 铁牢外 站着一个身形瘦高的老者身影 正是李献功 李献功穿着黑西装 亲自看守顾清云 因为他不放心 不放心其他任何人接触顾清云 而顾清云此时 方才平复下心里的一些愤怒 但他的心 却也觉得更加冰凉 对谷国社会结构感到的冰凉 武者们拥有强大实力 在他们面前 普通人宛若草剑 而虽然谷国的社会表面 看似和谐 但仅仅是春城暗地里 就有罪梦楼这样的黑暗之地存在 偌大的谷国 又会有多少个这样的地方 顾清云眉心拧紧 他本来对什么正义 邪恶毫不在意 只想保全自身 但现在 他的想法有所不同了 在保全自身的同时 对那些看不过眼的邪恶之事 他也一定要管 不然 他修炼变强 为了什么 为了看清 这满是污秽的世界吗 所以 世界如果污秽 那便让他来亲自清洗 心中做出决定 顾清云看向了铁牢外的黑衣老者 李秘书 我能请求你一件事吗 第62章 境界飙升 你把牢房当闭关 牢房外 李宪公文言 转头看向顾清云 二人于婚案中对视 黑衣老者想了想到 帮你什么 柳青山对顾清云的态度有些暧昧 他有些拿不定主意 但跟在柳青山身旁这么多年 李宪公也大概能清楚对方的想法 大概 是想将顾清云当作一枚棋子 顾清云毫不犹豫地 开口说道 李秘书 我想要一把剑 不用凭剑 普通的剑就行 他倒是对自己如今的处境 不怎么慌张 安娜不论如何都会保他 就算安娜不保 那么城主柳青山 也肯定会出手救援 这在自己当着对方的面 依旧能成功斩杀周骏 就能看出来 柳青山堂堂武军 若是想阻止顾清云 他不可能成功杀死周骏 所以 柳青山的态度 就比较值得深思了 最重要的 柳青山也是苍云武馆的人 是柳韩运的父亲 而若是从这方面算 惊鸿也是苍云武馆的人 林远和柳韩运 都跟自己学剑的情况下 这二人总有一人会救自己 当然 若是不救 那自己就当自救 如今找黑衣老者要剑 就是一种自救的办法 牢房外 李先公沉思片刻 他不知道 顾清云要剑做什么 普通的剑 根本承受不住 顾清云澎湃的气血之力 所以 他能做什么 李先公想了想 看着顾清云说道 稍等 他走出几步 将电话打给了柳青山 那头很快接通 传来柳青山中气十足的声音 怎么了 李先公先是将顾清云 在看守所平安无事的事情 说了一遍 嗯 我知道了 你在那保护好他 李先公点点头 又将顾清云的请求 转达给柳青山 剑 他要剑做什么 李先公摇摇头 城主 我也不知道 但他只要普通的长剑 应该是想修炼剑道 电话那头的柳青山 略意沉吟 答应道 给他找一把 记住 要保护好他 李先公恩了一声 挂断电话 不多时 他拿着一把普通的 合金长剑走来 递给牢房内的顾清云 小友 这是你要的东西 顾清云接过长剑 道了声谢 多谢李秘说 黑衣老者轻轻汗手 站在牢房外 看着顾清云接下来的动作 在他的注视中 顾清云真就拿起 那普普通通的合金长剑 转身对着空气挥砍起来 他旁若无人 像是不在乎任何人观看一般 刷 寂静的牢房内 顾清云一剑落下 脑中同步响起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主人挥剑3001次 剑道感悟加1 气血加1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顾清云手臂微顿 静静感悟刚才那一剑 随后继续劈砍 接下来 李现公就看着顾清云不断挥剑 每次挥剑 他还会像模像样地停下感悟片刻 随后再继续 李现公不明所以 不知道顾清云究竟在做什么 真有人 对空气挥剑就能当修炼 没开玩笑吧 舞者 哪个不是一点点锤炼气血 淬炼血肉筋骨而成的 修炼舞蹈 又哪有这么简单 李现公心头古怪 看了一会后便不再关注 时间渐渐从凌晨4点来到上午9点 整整5个小时的时间过去 顾清云终于完成了他的每日目标 挥剑1000次 定 恭喜主人挥剑4000次 剑道感悟加1 气血加1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接受完这次的剑道感悟后 顾清云没再继续挥剑 而是甩了甩有些酸痛的双臂 坐下休息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境界 一阶舞者六重 气血 64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舞技 剑开天门 S级 精通 410000 苍云剑 A级 大乘 200000 5000 武器 普通合金长剑 扫了眼属性面板 顾清云的气血已经来到6425 普通状态提升10倍 那就是 2阶舞兵六重 持剑状态提升百倍 就是3阶舞将六重 剑开天门的熟练度 也在稳步提升 来到4000点 顾清云笑了笑 休息一会后 发觉酸痛的手臂微微缓和后 他便重新站起身 刷 一袭白衣的他 对着空气再次挥剑 还差4000次 他的气血就能突破至二阶 那样 持剑百倍提升后 便相当于武军 而还差6000次 他的挥剑次数 就能来到1万大关 获得全新的奖励 两相结合 等他离开这里 定叫春城某些人 哀嚎遍野 牢房外的黑衣老者 早就细以为常 不再关注顾清云 即便这种修炼方式 对顾清云真的有用 那他也学不来 可能 这是天骄才有的特殊修炼方法 黑衣老者 内心摇头直呼 看不懂 而顾清云 依旧在牢房内 心无旁骛的挥剑 就是如此简单的挥剑 他默默坚持 如果不是有系统技术 那早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 下午1点 黑衣老者 接过治安员送来的饭菜 放在牢房门口 对里面的顾清云说了一句 小友 白吃饭了 李宪宫现在是真有些 佩服顾清云了 简单的将挥剑这一动作 重复上千次 还如此认真 这难道就是 天骄的妖孽之处吗 李宪宫有些无法理解 却也将今日所剑 深深硬刻在脑海 等今后自己回去好好研究 顾清云的练剑方式 他是看不懂 但顾清云坚持一件简单的事情 重复去做 周而复始 这样的毅力 哪怕是他都没有 顾清云没去看饭菜 继续挥剑 刷 恭喜主人 挥剑4998次 剑到感悟加1 气血加1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恭喜主人挥剑5000次 剑到感悟加1 气血加1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1 苍云剑熟练度加100 又是三剑落下 顾清云缓缓放下微微震战的手臂 连续挥剑2000次 中间只休息了不到半小时 他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 因为每次挥剑 那不只是普普通通的挥剑 若是需要耗费巨大心神 感悟上一剑的弱点 以及下一剑该如何去挥 2000次后 他属实承受不住了 顾清云缓缓靠坐在地上 双眸微微闭起 虽然还能继续挥剑 但那他将完全失去自保之力 在这看守所牢房 他可不敢将生命 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黑衣老者看着他一袭白衣 闭眼休息的样子 不禁感慨地摇了摇头 这小友太不一样了 第63章 跳梁 藏云无管 顾清雪无精打采地修炼了一整个上午 他知道自己哥哥身处淋雨境地 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这时 柳寒运从一旁走来 带来一个消息 清雪 你可以稍稍放心 看守所那边父亲派了李叔去看着 不会让你各出什么事的 对了 李叔是我父亲的秘书 跟我父亲很多年 是武将巅峰强者 顾清雪文言 稍稍得到了一些安慰 多谢 柳寒运摆手 我知道他昨夜做的事情 肯定有所理由 并且 我也不想刚刚败下的见到老师 就这么没了 顾清雪的一双蓝眸中 仍旧满是担忧 他咬紧牙关 对着柳寒运微微鞠躬 柳寒运愣愣了愣 不知道顾清雪 这是在做什么 寒运姐 你能教我如何快速获得力量吗 柳寒运缓过神来 笑着点头 好 与此同时 武馆一楼大厅 安娜一身OL套裙制服 披散着大波浪金发 来到水晶柜台 她一进柜台 煞时间 整个柜台内的女职员们 全部看了过来 安娜姐 安娜姐 一众女职员们起身 全部看向安娜 眉眸连连颤动 他们有的昨夜就在看直播 没看直播的时候 也看了回房 安娜出现在当时的顾清云身后 这他们不可能认不出来 安娜扫了众女一眼 红唇笑了笑 都愣着做什么 现在是下午一点 是上班时间 吴云壮着胆子问道 安娜姐 那帅哥顾清云怎么样了 事到如今 他们已经完全认识到了 顾清云的天才程度 之前网络上流传的那段视频 黑夜中宛若闪电般的见光 就是顾清云所展 安娜闻言想了想 说道 还能怎么样 被抓到看守所 等待判决呗 安娜此话 是在试探女职员这等普通人 对昨晚那件事的反应 吴云等女职员们连忙说道 安娜姐 顾清云为何要当场斩杀治安署长 是啊 安娜姐 虽然只见过顾清云几面 但我们觉得 她不是那样的人 没错 安娜姐 反而是那王虎和周骏 我们看着不像是好人 谁说不是 我记得之前 咱们就有个同事被王虎追求 结果不久后就消失了 其家人来帮她办的离职 安娜听到这 双目中冷色一闪 还有这件事 她来苍云武馆不久 这件事并非在她来此之后 那位女职员点点头 安娜姐 那大概是三年前吧 当时有个女孩叫 女职员皱眉思考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那个名字 这时 有一人想到了那失踪同事的名字 连忙说道 叫吴月希 那位女职员也连连点头 对对 就是吴月希 那可是个挺苦的小丫头 安娜俏脸微变 无数的女儿吴月希 昨夜 第九局翻遍了整个罪梦楼 也没得到有关吴月希的消息 甚至 他们连夜询问了所有被第九局拐卖强弩的女人们 也都没得到有关吴月希的任何消息 这让无数一度崩溃 现在还在怀疑人生之中 安娜看向一众女职员 这是说道 你们将有关吴月希的所有事情 整理一下汇总给我 这对我很重要 多谢你们 女职员们纷纷摇头 安娜姐 这算什么 没事没事 安娜点点头 无心上班 有些忧心忡忡 很明显 罪梦楼虽然被他们捣毁 但罪梦楼背后 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人物 而以罪梦楼那些人的形式作风 吴月希还活着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哪怕有一点 第九局也要寻找 不止因为吴月希是无数的女儿 还因为 那可能不只有一个吴月希 安娜眉心微宁 忽然想到了一日不见的顾清云 这件事情 若是被顾清云知道 估计他会直接提着剑 去砍断红图吧 哼 亏这小子 昨天还和自己说 不在乎什么正义不正义的 他只想灭绝对自己有威胁的王虎 但实际上呢 这小子遇到不公义的事情 比谁都积极 男人也口是心非的吗 安娜胡乱想着 静静等待惊鸿那头传来的消息 市中心 省府 一间宽大的会议厅内 此时挤满了人 副郡长桑明勇坐在主位上 身材短胖矮小 但眼神却透着浓郁的精明 与上位者威势 他坐在主位便不怒自威 看向是会议桌两旁的众人 他的秘书上森 春城城主柳青山 副城主段宏图等人都在 桑明勇脸色严肃 看向柳青山 宣读省府内对昨夜事件的一致决定 青山 昨夜你袖手旁观 不出手救援周骏的事情 我们稍后再对你处理 至于顾青云 我们一致决定 三日后将其送上审判庭 在春城所有人民的公正下进行审判 这件事情交给城主府那边 我的意见是 将其送上三级审判庭 三级审判庭 听着这句话 会议室内的不少人都愣了愣 段宏图微微低头 掩盖眼中惊细 普通审判庭对应一般的犯罪分子 高级审判庭 则对阴武者犯罪 而三级审判庭 是只有对待城市级的重大事件审判时 才会动用的 被送上三级审判庭的人 无不都是重大罪犯 就没人能从三级审判庭上活着下来 会被当场处死 彰显谷国威严 当然 有三级 就有二级 一级 后两者对应的是 省级罪犯 以及刑省级罪犯 若是更高层次 还有最高审判庭 能审判一切罪犯 听着桑明勇的话 柳青山的脸色有些难看 他环顾四周 看到了低头的断红图 看到了眼中微微透着冷笑的上森 也看到了静静看着他 微笑着的桑明勇 桑明勇是柳青山的政敌 趁机搞自己很正常 但是 三号审判庭 是不是有点太高规格了 柳青山敏锐觉得 这件事情不太对 他看着桑明勇 忽然想到了什么 昨夜顾青云杀周郡的行为 看来让暗处某些人坐不住了呀 柳青山嘴角微不可查地讥笑一下 双眸盯着桑明勇 桑明勇虽是副郡长 但和他的级别是一样的 柳青山不比对方差分毫 这时 宽大会议室的房门 被人一把推开 哒哒哒的脚步声 响彻在众人耳畔 第六十四章 小丑 听到脚步声 会议室内众人全部转头看去 率先映入眼帘的 是一头干练的短发 长剑双手插在黑色长款风衣兜里 走了进来 他独自一人而来 却走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对会议室内一众省府人物 他视而不见 静止走向主位 金鸿手中拿着一个文件袋 啪的一下 摔在了桑明勇的身前 桑副郡长 请你先看看这份文件袋 金鸿说着 用逼时的目光 看向一侧的上森 上森本不想落了气势 但在这位有名的女魔头面前 他还是不免承受不住压力 缓缓站起 上森让开了位置 金鸿毫不客气地坐了上去 翘起双腿 静静盯着桑明勇 桑明勇拿起文件袋翻看了下 很快脸色一变 文件袋内 是第九局连夜整理的 有关罪梦楼犯罪证据 以及那些凄惨女人们的口供 口供中 总计指控了四人 除了已经死去的王虎 治安署长周骏 还有盛天地产的老总于太 以及副城主段宏图 桑明勇的脸色 瞬间难看如锅底 转过头 将文件袋甩在了段宏图的脸上 段宏图 你给我好好看看上面的东西 说着 桑明勇身上气息迸发 澎湃的威压席卷全场 压向段宏图 段宏图腿一哆嗦 额头瞬间冒汗 他知道 罪梦楼的事情 可能瞒不住了 当金鸿这个春城第九局组长出现的时候 他就已经想到了 自己今日的下场 段宏图连忙看向主位上的桑明勇 但却只感受到了 来自对方身上的澎湃压力 柳青山 是春城明面上的第一强者 当然 他也确实是春城第一强者 但也仅限于春城 临省省府同处于春城 省府内有着很多和柳青山同一层次 或是更高层次的高手 比如桑明勇 就是其中之一 四阶五军进强者 段宏图颤颤巍巍的拿起文件袋 看了一眼 与此同时 桑明勇一拍桌子 怒喝道 段宏图 上面所说 你当真可有做过 桑明勇声音黄黄 像是夹杂着雷霆一般 柳青山看了桑明勇一眼 知道他还有另一层身份 春城有三大武馆 苍云武馆 雷霆武馆 飓风武馆 桑明勇的弟弟桑明远 就是雷霆武馆馆主 而雷霆武馆的青传武技奔雷拳 也是桑明勇的主修功法 段宏图被那宏大的声音一震 差点当场吓尿 他连忙惊锯着摇头 桑副郡长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 说着 他转头看向金红 怒色道 这是污蔑 这是污蔑 段宏图接连强调了两遍 不知道是心虚还是怎么 金红看着他 鲜艳的红唇露出一抹玩味笑容 金红没在此事上多说 而是转头看向桑明勇 桑副郡长 我来这只说 一件事情 醉梦楼与王虎 周俊必然有关 昨夜之时 顾青云依旧是我第九局实习队员 有先斩后奏之权 上什么审判庭的事情 就算了吧 金红说着 微不可查地与柳青山对视了一眼 二人心底惠莫如深 没有任何交流 而后 金红缓缓起身 就要转身离开会议室 等等 桑明勇叫住了他 脸色难看地看着金红的背影 哪怕是你们第九局的人 也不能当街杀人吧 杀的还是治安署长 证据呢 难道就靠一群女人们的供词 此事自始至终 都只有第九局在参与 谁知道你们所说是真是假 第九局虽然强势 但也绝不可以颠倒黑白 至少在我这里不行 桑明勇声音黄黄 宛若雷音 金红脚步顿住 这时转头看向桑明勇 他的一只束手 微微握在腰间的红色剑柄上 昨夜之事 柳城主也有见证 你说我第九局颠倒黑白 柳青山这时站起身 说了一句 昨夜 我确实见证了一切 也亲自听到那些女人指出 王虎 周俊 柳青山话没说完 桑明勇便打断道 那谁又能证明 那顾青云在杀害周俊 王虎之前就加入了第九局 如若他当时还不是第九局成员 恕我直言 审判听他依旧要上 桑明勇强势无比 但金红比他更强势 握紧腰间长剑 金红上前一步 身上同样腾起武军近威压 那气息极为凌厉 像是要一剑刺破暴怒的雷云 桑福郡长 此事我来之前 已经见过郡长大人 金红淡淡笑着 丝毫都不动怒 而桑明勇听到他的话 却宛若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身上气息缓缓消散 最终 他深吸口气 双目紧盯金红背影 那我该如何对春城人民交代 金红摆了摆手 留下一个背影 那是你们的事情 金红走后 柳青山也很快离开 原地 留下了暴怒的桑明勇 以及一脸金句的段红图 桑明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房间中只剩下他和段红图 上森三人 桑明勇愤怒地将水杯 甩在段红图脸上 看看你们给我惹的麻烦 他不断深呼吸 险些气炸 上森在一旁不断安慰 过了好一会 桑明勇这才平复下怒火 看着段红图问道 除了那些口供指责 你们可还有什么其他证据落下 段红图连忙摇了摇头 我没留下过其他任何证据 经过我守的女人 都死了 桑明勇点了点头 这才松了口气 去将那个于太解决掉 若是从他口里说出什么 神仙也就不了你 段红图连连点头 我知道了 桑副郡长 他正准备走 桑明勇最后提点道 论剑大会即将在春城举行 最近小心些 金红那家伙应该没心思管你 等风声过去 这件事情便算结果 段红图如蒙大赦 连连道谢 省府外的黑色商务车内 金红 柳青山二人坐在后座 柳青山转头 与这个比自己小了十多岁的师妹对视一眼 下一刻 二人脸上都露出了一谋笑容 金红之所以没直接对段红图出手 拿下对方 目的就是为了吊森名勇这条大鱼 当然 这件事情急不来 需要一点点谋划 柳青山这时问道 你准备什么时候 去见顾青云 金红想了想 给出回答 明日吧 摸他一天性子 不然他出来第一时间 肯定是去砍了断红图 第六十五章 风雨齐聚 曝光最梦楼 听着金红的回答 柳青山摇头失笑 你还真是个女魔头啊 他们说的没错 金红不在意地笑笑 女魔头又如何 他还挺喜欢这称号的 二人没在这个话题上多说 柳青山画风一转 问起另一件事 论间大会高层赛结束 三日后就是进阶赛和普通赛了吧 金红点了点头 说道 是还有三天 论间大会三赛第一 是师父他老人家一生的心愿 不知道 这次能不能成 柳青山文言宁眉 师父他这次拿下高层赛的第一 付出了多少代价 金红脸上的轻松消失 有些沉痛道 师父他正躺在阳城国际医院内 只剩最后一口气 等待大赛的结果 柳青山深吸口气 所以 你这次回来 主要目的是传授韩运剑道 金红点了点头 以韩运的剑道 普通赛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但进阶赛 说着 他有些沉默 摇了摇头 柳青山这时说道 进阶赛 可以交给顾青云 并且 你大可让他去教韩运剑道 金红顿时来了兴趣 对柳青山的话有些不解 我当时隔着屏幕 也看不出太多东西 你身临其境 能感受到什么 柳青山回忆一会 宁重道 我若和他相同层次 挡不住他那一剑 那很可能是S级5G 也不知道他怎么获得的 金红再次问道 那你另一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的剑道造诣 比不过那小子 这你别问我 韩运自己拜了对方为剑道老师 你问他去 柳青山笑了笑 丝毫不在意 自己将女儿坑了一把这件事 商务车来到城主府前 柳青山走下车 金红看向副驾驶的女助理 抱着胳膊 冷脸的 去武馆 苍云武馆 安娜穿着职业装 再次走回水晶柜台 这时 乌云靠了过来 将他们汇总的 有关吴月希的情报 告知给安娜 安娜认真听着 心中记下 女职员们对吴月希的印象也不多 同时 这也是三年前的事情 吴月希当时16岁 前来面试 苍云武馆前台 以吴月希的长相 很轻易就通过了面试 成功来到了苍云武馆上班 但她每天只能下午来 只有周末 才能全天在这里 这让大家大概猜出了 吴月希可能是学生 只有高中学生 才会只能来半天 但大家没有太过怀疑 这是个武道世界 高中生兼职的大有人在 也没什么不得用 同工的管理规定 但吴月希只来工作了几天 就被当时刚刚成为 高级荣誉教练的王虎看上 对其发起追求 但王虎的追求没持续多久 因为不到一月 吴月希就消失了 她一连几日都没来 就当大家要报案的时候 吴月希的家属来了 那人自称吴月希的妈妈 给她办理离职手续 说让她好好上高中 苍云武馆没多做怀疑 毕竟只是个女职员 看到这里 安娜瞳孔一缩 吴月希 哪有妈妈 吴月希出生不久 无数的妻子可就去世了 现在莫名多出个对方的妈妈 这 安娜俏脸无比难看 想到了王虎 吴月希的失踪 与王虎绝对脱不了关系 安娜拿起手机 准备将此事通知给吴叔 但想了想 她还是按那了下去 现在即便将事情通知给吴叔 吴叔又能做些什么呢 难受 悲痛 安娜这个时候 想到了顾清云 如若是顾清云的话 眼中看到罪恶 她会毫不犹豫 出手毁灭的吧 一个下午 安娜在前台 都有些无精打采 下午五点 安娜正准备离开武馆 这时 一群人自电梯上下来 为首的是灵院 而跟在她背后的 全部都是顾清云的精英 剑道班弟子 那些人全部来到柜台前 齐齐看向安娜 李云飞说道 安娜姐 我们知道你和顾教练关系好 顾教练现在怎么样了呀 是啊安娜姐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昨夜顾教练是在为民除害 但网上的评价 怎么全是喷顾教练的人 苏星接过话查 也说了一句 王大山握紧拳头 不愤道 我们也不是小孩了 知道这事件有很多误会 但这误会 要是敢沾染到顾教练 我们绝对不同意 听着顾清云所在精英剑道班 一位位弟子的话 安娜有些发忙 这些人才跟顾清云上了一节课 怎么就对她如此推崇 有点夸张吧 想了想 安娜看向众人安抚道 你们放心 顾清云会回来的 我保证 李云飞等人 这才松了口气 纷纷散去 原地 安娜转头看了凌远一眼 眼神疑问 凌远苦笑一声 解释道 他们跟我吵了一天了 要顾教练教他们 一个个替顾清云鸣不平 凌远苦笑着摇头 眼中不知道是羡慕还是嫉妒 安娜愣了愣 她知道顾清云见到造诣高 但见到造诣高不代表叫人也很厉害 没在此事上多想 安娜转问道 顾清雪呢 她怎么样了 凌远表情复杂地道 怎么说呢 自从昨晚的事情发生后 她就请求韩运教她舞蹈 现在正在特训 一日气血增长十点 安娜对顾清雪的资质 感到有些吃惊 点了点头 春城时报总部大楼 知性靓丽的蒋威 坐在办公室窗边 手机中正翻看着 网络上有关昨晚时间的帖子 今日来上班后 她已经问过 昨晚是谁打开的弹幕了 得到的结果是 春城时报的总主编 蒋威很快便想通了 这件事情的一切 春城下有着一张巨型大网 这张大网已经深入人心 深入春城骨髓 柳青山昨夜 让她看到罪梦楼的一切事情 就是想让她在关键时刻 替顾清云力挽狂澜 重新证明 但这个时间要有多久 顾清云又能等多久 舆论的压力下 谁能确保顾清云 不会受到什么伤害 蒋威拿起笔 不再犹豫 她脸色一定 在纸上写下了 自己昨夜所看到的一切经过 今晚 她将以私人的名义 开启直播 曝光罪梦楼 第66章 突破 一日练剑五千次 晚上七点 蒋威结束繁复的工作 回到了家中 脱掉高跟鞋 换上软布拖鞋 蒋威走入客厅沙发后的书桌 她连口水都没喝 便打开电脑 查看网络上有关昨晚事件的舆论 煞时间 铺天带地地指责顾清云浮现眼前 让蒋威的眉头一点点皱起 那些人 还在发力 她凝重说了一句 喝了口水后 表情严肃地拿起自己手写的新闻稿 开启直播 市中心傅城主府内 段夫人正在看手机 查看网上新闻 看着一整天 所有人都是在喷顾清云 指责顾清云昨晚所做的事情 段夫人恨得牙根痒痒 恰巧这时 房门被打开 段红图从外走了进来 段夫人看向段红图 脸色有些难看地道 老段 你们事情查出来了吗 真相怎么样啊 是不是冤枉那个小帅哥了 段红图连鞋都还没换 就听到了夫人这样一句话 这让她顿时有些恼火 对夫人吃里扒外的行为感到不满 脸色一沉 段红图冷声说道 外面的事情 跟你一个夫人家家 有什么关系 段夫人本就看了一天的 顾清云负面新闻 本就处于爆炸的边缘 文言 她顿时火了 老段 你说什么呢 昨晚那件事情 是个人就能看出来 那顾清云在做什么 而那周郡又有什么问题 就你们这群人眼下 看不出来 你说什么 段红图欺诈了 上前就给了夫人一巴掌 但她不敢用力 自己妻子虽然平日无所事事 但自己这副城主之位 却也有段夫人家里的原因 段夫人捂着脸 气得胸膛起伏 她看着段红图 愤怒地瞪眼 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段红图摇了摇头 鞋都没换 直接转身开门 临走留下一句 我这几天不回来了 要加急处理这件事情 段夫人直到看着她离开 这才重新坐到沙发上 此时的她 大脑还是有些发猛的 段红图因为她家庭的原因 根本不敢打她 而今天 仅仅是因为顾清云这件事 段红图居然敢打自己 出身官宦家庭的段夫人 敏锐察觉到了什么 如果说 昨夜的顾清云 是英勇的正义之士 她的行为触及到了 很多人的利益的话 那网上铺天盖地的负面言论 就很合理了 所以 段夫人双目猛地瞪大 眼中浮现难以置信等情绪 段红图离开家 独自驱车去往城郊 盛天地产总部 桑明勇让她这几天 先避一避风头 所以段红图决定 先去于泰那待一段时间 这两天压力大 她需要好好放松一下 不多时 段红图便抵达盛天地产 通过无人知道的通道 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大富翩翩的于泰郑 坐在办公椅上 满脸油腻笑容地 看着手机新闻 上面每一条 骂顾清云的评论 她看着都十分开心 这时 见段红图走入 于泰顿时露出笑容 段城主 您怎么来了 段红图冷着脸 台步走到办公桌前坐下 说道 有没有货了 给我找几个来 最近压力大 需要释放一下 于泰文言顿时会议 但她很遗憾地摇了摇头 段城主 我们所做的都是精品生意 醉梦楼被捣毁 剩下的渠道 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 并且现在风头正盛 我们也不能顶风作啊 段红图脸色更阴沉了 无奈点点头 于泰油腻笑笑 凑了过来 段城主 但我这有更好看的 说着 她让手下打开办公桌后的投影屏幕 上面正在播放着 春城时报的直播新闻 昨夜 孟华大酒店内发生极度恶性事件 一位白衣男子 持剑斩杀孟华大酒店总经理王虎 并在随后 又斩杀治安署长周骏 如今 恶徒已经被治安署逮捕 我们采访了省府副军长桑明勇 让我们来听听 省府对此事的处理态度 镜头一转 矮胖精明的桑明勇 出现在镜头前 冠冕堂皇道 对于这起恶性事件 省府高度重视 已经决定 启用三级审判庭 在不日后 对恶徒进行审判 看着电视新闻 于太大笑道 三级审判庭 那顾清云 肯定直接死在审判庭上 段红图看着新闻 心情也确实好了点 哪怕金红今天强势来到 但桑明勇的出招 依旧不会结束 省府和第九局 毕竟是并列的 谁都不可能轻易退让 于太这时拿起手机 看着网络上 近乎一面倒的新闻大笑 今天还有一些人顽强倔强 替那小子狡辩 但新闻一波爆出 所有挣扎都没了 哈哈哈哈 那小子完了 于太十分畅快 因为王虎和周骏的死 历历在目 他不想成为第三个 顾清云死了 这件事情自然也就结束了 段红图也松了口气 心情不错 而与此同时 春城看守所 黑衣老者李献宫 守在单独的牢房外 秉退了一切 在今天想来见顾清云的人 其中有对顾清云好的 也有对顾清云坏的 但李献宫 一概不会将人放进来 他给顾清云 提供了一个充足的静谧空间 让顾清云得以安静的练剑 牢房内 顾清云手持 普通的合金长剑 一次次挥下 他的双臂已经酸麻 坚定的意志 也很是疲惫 但自下午醒来到现在 他一直都在坚持挥剑 并且顾清云觉得 自己练剑五千次后 剑到好似来到了一个瓶颈 哪怕剑到感悟 每挥一次剑 就会成功加一 他的挥剑速度变快 一个下午外加傍晚的时间 足足挥动了将近两千五百次 而自他进入看守所到现在 一整天的时间将近练剑五千次 恭喜主人挥剑七千五百七十三次 恭喜主人挥剑七千五百七十四次 顾清云不断的挥剑 已然进入忘我状态 但当他下一剑落下 恭喜主人挥剑七千五百七十五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境界 一阶五者巅峰 气血 九千九百九十九 境界 一阶五者巅峰 气血 一万 顾清云没看到的是 属性面板上 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气血 瞬间加一 来到一万大关 煞时间 他体内的气血开始沸腾 第六十七章 剑进呼道提升 沉浸在挥剑中的顾清云 皱皱眉 我怎么了 自言自语一句 他这才反应过来 扫了眼属性面板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一阶五者巅峰 气血 一万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五级 剑开天门 S级 精通 7575 10000 苍云剑 A级 大乘 5000000 5000000 武器 普通合金长剑 不断的挥剑 已经让他完全忘我 不仅仅是气血直逼二阶五兵 就连武器 剑开天门的熟练度 也已经来到7575 而A级的苍云剑 更是直接来到大乘满阁 毕竟每次挥剑 就会加100点熟练度 1000次挥剑 就是10万点熟练度 将近5000次挥剑 苍云剑的熟练度 直接来到大乘极限 到这 顾青云方才遇到了一些瓶颈 但是此刻 伴随着他体内的那沸腾的气血 一切瓶颈都将化作虚妄 沸腾的气血 自血肉中涌出 席向顾青云的四肢百骸 渐渐的 他的体表微微发光 一身白衣的他 站在昏暗的牢房中 宛若是一个巨大的电灯泡一般 牢房外 黑衣老者默然转头 双目盯在顾青云身上 这一眼看去 李献功猛了 浑身体表发光 这是在淬炼周身皮肤啊 一接五者炼肉 二接五兵炼皮 顾青云在牢房内挥剑一日 居然 居然突破了 黑衣老者难以理解这种修炼方式 还以为顾青云是在打发时间 但他 真的突破了 李献功心底竟是难以置信 忽然之间 他又想到了一个 让自己手脚冰凉的事实 顾青云 这是在淬炼时周身皮肉 让皮肉一体 成就五兵竞 所以 他还仅仅只是五者 仅仅只是五者 就能跨越两个大境界 斩杀周骏 王虎 黑衣老者的胸膛一点点起伏 瞳孔一点点收缩 面色一点点呆滞 此刻 他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想法 哪怕是拥有S级资质天赋的城主之女柳寒韵 也做不到这等恐怖的事情啊 柳寒韵最多能做到同阶无敌 傲视群雄 让他越阶作战 就有点难为了 五兵巅峰对战武将一重 保持不死 倒是还行 但想赢 痴人说梦 那么顾清云的天赋资质是何等 SS级 还是SSS级 黑衣老者忽然明白了顾清云如此嚣张 不在乎任何的原因 他 太逆天了 黑衣老者看了一回顾清云的突破过程 随即他离牢房远了一些 以身体挡住顾清云散发出的光芒 以免被旁人发现 而牢房内 顾清云将立原地 体内的气血再一遍遍洗刷周身皮肤 让皮肤一点点蜕变 迈入超凡 他的意识 却再次下沉 顾清云睁眼 发现自己又站在了那片白茫茫的空间之中 化作了那个持剑虚影 虚影透明琉璃 仿佛越发凝实了一些 这时 顾清云不受控制地抬起手臂 向下挥剑 没有破空声 没有任何声势 但他却能感受到 此刻的自己 不同了 他的剑道更上一层 有了一次飞跃式的突破 对于剑道的感悟 也有了更深层次的领悟 并且 最重要的是 顾清云化作琉璃持剑虚影 感受着刚才的一剑落下 他的攻击范围不同了 剑进呼道 提升了 这门和混沌剑体并内的无上级天赋 得到了一次飞跃式的提升 原本 他百分百臂重的距离 只有两米 两米之内 我初剑臂重 任何手段都无法规避 这是规则 而现在 他的攻击距离 提升到了五米 顾清云的意识 煞世间回归身体 感受着充盈力量的身躯 双眸不禁一点点亮起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二阶五兵一虫 气血 一万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武器 剑开天门 S级 精通 7575 10000 苍云剑 A级 圆满 5000000 100000 武器 普通合金长剑 境界来到二阶五兵一虫 剑进呼道的范围 提升至五米 剑开天门 虽然还没有变化 依旧只是精通 但苍云剑的熟练度 却来到了圆满 顾清云双目大亮 手中的合金长剑 再次挥下 刷 劈砍空气之时 顾清云能敏锐感受到剑身的轻颤 以及这一剑受到了多少阻力等等 并且 他在突破五兵镜后 掌握了一项全新的能力 那就是剑气 此时他的剑气 范围也是五米 和剑进呼道一样 再远 剑气的威力 就要大打折扣 没什么作用了 这时 顾清云脑海 响起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主人 挥剑7576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顾清云神情一喜 除了剑道感悟和气血 依旧是仅仅加一不变外 剑开天门的熟练度 开始加十了 这是由于他的剑道感悟全新提升 从而导致对剑开天门的领悟力增加 并且 如若不是苍云剑来到了圆满 很难再有什么提升 顾清云估计 苍云剑这类A级5G 他现在修炼起来 只要在圆满之下 一剑可能就会提升1000点熟练度 微微笑了笑 突破带来的喜悦 很快被顾清云平复 从觉醒系统到现在 时间是第五天 五天时间 他挥剑7000多次 再挥剑10次 百次 千次时获得了三次系统的特殊奖励 无上级体质混沌剑体 无上级天赋剑近乎到 S级5G剑开天门 而现在 他仅差2000多次 就能达到挥剑1万次的目标 挥剑1万次的特殊奖励 会是什么 顾清云十分期待 他握紧长剑 趁着突破 将自己身体的负面buff全部消除 继续挥剑 今夜 他要完成剩下的2000多次挥剑 看一看那挥剑1万次的奖励 会是什么 第一 恭喜主人挥剑7577次 恭喜主人挥剑7578次 恭喜主人挥剑7579次 第68章 练剑1万次 再次触发特殊奖励 市中心高级公寓楼内 蒋薇坐在客厅内的办公桌前 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手机的直播 春城时报正在直播 抹黑顾清云 要将顾清云彻底标榜为一个恶徒 而蒋薇此时 他将手机静音反扣 将房门反锁 毅然决然地看向镜头 直播画面开始的最后三秒 蒋薇脑海中闪过了 自己要当一位记者的初衷 他要曝光不公 要曝光所有邪恶的事情 要冲在斗争的第一线 他 绝不允许任何人用他的节目 去抹黑一个正义之人 回过神来 蒋薇看到自己的直播间内 此时已经开始涌入网友 她是春城时报 鼎鼎有名的大美女 头号女主播名气很大 并且 她的账号粉丝也有不少 这都是平日积累的成果 如今 派上用场了 蒋薇的直播间一开启 便被很多人刷到 点了进来 下时间 蒋薇的直播间内人数疯涨 短短时间便来到了一万 两万 不过由于只是同城范围 蒋薇的直播间人数 并不算太多 看了一眼有几万的网友 蒋薇深吸口气 亮丽地 翘脸看向镜头 网友们 我今天直播并非是以春城时报女主播 而是以我自己 蒋薇 蒋薇的话音落下 不少网友就感觉到了什么 薇姐 今天的时报晚间新闻 怎么不是你在播啊 是啊薇姐 那个人疯狂抨击昨晚的白衣帅哥 说他就是个凶恶暴徒 薇姐你当时正在现场 有没有什么第一手情报啊 没错薇姐 我们看到白衣帅哥 真的不是坏人 网络上 大多数的人 其实都没有自己的主见 哪怕有 但经过断章取义 掩盖关键信息后 大多数人也会失去自己的判断 这一点其实很恐怖 只要不是性格太过自我的人 在身边人都觉得 一件事情就是那样的时候 他们就算想反驳 也无力 而一旦这种情绪蔓延 舆论的威力就开始显现了 一件正义的事情 能被标榜成邪恶 一件邪恶的事情 也能被转变为正义 在这个世界 普通人 哪怕是舞者 有时候都很无能为力 讲为直播间的人同样 有很大一部分 是中立群体 也就是会被舆论牵着走的人 只有一小部分人 是有自己看法的 是能透过现象去看本质的 至于那些于太所找的水军 和人云亦云 跟着来骂顾清云的喷子 他们还尚未发现 蒋威直播间这片净土 面对镜头 蒋威深吸口气 没去看自己手写的稿子 而是直接道 网友们 我今天所说的一切 都是我所亲眼见证的真实 说出今天这番话后 我可能会遇到危险 恐吓 甚至是直接刺杀等等 但 我紧急我成为记者时的初衷 无法容忍真相被掩盖 是非被颠倒 黑白被逆转 蒋威的话 让直播间有些静静 身为春城第一女主播 她的人气和声望 还是有不少的 曾经也有过 为了曝光一件事情 而深陷危险的时候 所以大家都对她很相信 蒋威看着镜头 缓缓讲述了昨天晚上 自己在梦华大酒店地下 所看到的一切 她将醉梦楼的所有事件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也将顾清云 为何要愤怒地当街杀人 先斩王虎 再斩周骏的前因后果说出 蒋威 不在乎了 哪怕今日说出这些事 她会粉身碎骨 但那又如何 为了不让邪恶继续猖卷 她哪怕是死又如何 蒋威的讲述 渐渐落下 她的直播间内 所有网友都梦了 蒋威的公信力本就很强 在外界的形象 是个不会向权力 邪恶屈服的年轻女主播 再加上漂亮的容颜 和诚恳真诚的话语 很容易就让很多人 相信了她的话 煞时间 蒋威直播间 所有人愤愤不平 威姐 原来昨夜的真相是这样 兄弟们 大家跟我去春城时报直播间 去说出真相 对 白衣帅哥 都能为了正义挺身而出 我们又为何不能 今日 在座冷漠的看客 明日 我们的亲人 也会遭到一样的待遇 网友们疯狂涌出 而蒋威在自己的直播间 一遍遍讲述 昨日所看到的一切 一波波网友涌入他的直播间 又一波波地出去 席卷向春城全网 盛天地产总部 大副偏偏地 于太本和断红图二人 津津有味地看着新闻 但这时 断红图兜里的手机响了 他走到一边 接起电话 那头 瞬间传来了桑明勇 破口大骂的声音 断红图 桑明勇的声音宛若雷霆 炸裂在断红图耳旁 断红图被吓得一个哆嗦 不知道桑副郡长 怎么突然如此生气 他心生疑惑 随后听着桑明勇的话 断红图身躯一点点僵硬 从头梁到脚 现在正值夏季 他却只觉一股寒气 从脚底直窜天灵盖 蒋薇在直播 将醉梦楼的事情 全部曝光了出去 其中 他 于太 都被曝光了 断红图双目瞪大 眼神之中净是惊恐 他挂断电话 呆滞地看向于太 肥头大耳的于太 正笑着看向他 好奇道 断成主 发生什么了 那顾清云 不能死在看守所了吧 妈 可是好事啊 等风声过去 小弟再给你找一群 于太的话没说完 断红图匆匆看向他 焦急道 于总 老哥我还有点事情 先离开一趟 说吧 不等对方回应 断红图就离开了盛天地产 直奔春城治安署总部 身为副城主 他有权调动治安署 接下来 他会指挥治安署拿下于太 并让春城时报那边 反击蒋卫的污蔑 而哪怕丧民勇想杀人灭口 哪怕第九局也要杀他 可知安署有完善的防御体系 犹如钢铁堡垒 谁来了 都别想动他 断红图眼睛泛红光 俨然已经被逼上绝路 整个春城风起云涌之时 城郊看守所 昏暗的铁牢内 一切却又都风平浪静 这一夜 顾青云不知道 外界发生了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 昏暗的铁牢内 刷 刷的破空声 依旧在响起 周而复始 终于 时间来到凌晨两点 顾青云照旧挥出一剑 沉浸在忘我的练剑状态中 第一 恭喜主人挥剑一万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练剑一万次特殊奖励处发 正在为主人获取奖励 第一 恭喜主人 获得SS集五计 大日神剑 第69章 SS集五计 大日神剑 SS集五计 大日神剑 顾青云从忘我的沉浸状态中退出 这才回过神来 继而 他的双目微微瞪大 透出一抹震惊 练剑一千次时 他获得了S集五计剑开天门 而现在 他居然获得了一门SS集五计 剑开天门 尚且已经能让他持剑增幅百倍的情况下 直接跨越数个小境界杀敌 这还只是精通级的剑开天门 小城 大城 圆满 谁知道会有多强 此刻 他又获得了一门SS集五计 大日神剑 顾青云有些发猛之际 意识再次下沉 熟悉的溺水感形成 顾青云再次来到了 那片白茫茫的天地间 天地间 只有一个透明琉璃状剑影 静静而立 剑影手持三尺轻锋 于身侧缓缓抬起 顾青云感同身受 只觉得自己此刻正握着一个极具复苏的太阳 伴随着长剑缓缓抬起 他手掌心的温度越来越高 那柄透明的长剑也缓缓示红 最后变为灿金 长剑提到头顶 仿若化作黄黄烈日 拥有燃尽一切之能 他仿若一出现 这片天地的水分就在缓缓被蒸干 只要它继续存在 天地之间将化作一片灰烬 呼 顾青云猛地被从意识空间中淡了出来 胸膛剧烈起伏 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 剑影究竟是什么 他的实力又有多强 他的大日神剑造诣又有多高 圆满吗 还是圆满之上 顾青云念头繁杂 仅仅是以意识感受刚刚那一剑 他就有些承受不住 觉得口干舌燥 顾青云不断深呼吸 系统对大日神剑的介绍 这时浮现眼前 大日神剑 SS-5G 大日东升 燃尽一切 在大日神剑面前 诛邪必退 任何生灵的内心都会被照亮 无人敢在大日神剑面前说谎 无人敢支持大日神剑的威压 施展大日神剑 将进入万法不清状态 此剑法消耗巨大 请主人谨慎使用 看完介绍 顾青云再次猛了 继而狂喜 大日神剑的介绍不多 但介绍的越少 意味着越强 并且 比起单纯的杀伐强大来说 大日神剑 还有另一种威能 诛邪必退 任何生灵都无法说谎 无人敢直视 这岂不是说 他要是想审问别人 只需要施展大日神剑 那人就不敢说半分假话 太逆天了 并且 大日神剑 还有个万法不清状态 众所周知 剑客脆皮 顾青云如今遇到的对手 都是以绝强的攻击 快速解决战斗 但若是哪天真遇到 比自己强的 那顾青云的防御 就成了巨大问题 而现在 有了大日神剑 他不仅能维持 自己高输出的恐怖状态 更能拥有短暂的无敌时间 太强了 再次感慨一句 顾青云打开半透明属性面板 姓名 顾青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二阶五兵一虫 气血 一万两千四百二十五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5G 大日神剑 SS级 入门 零一千 剑开天门 S级 小乘 三二零零零零零零零 昌云剑 A级 圆满 七五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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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合金长剑 一晚又练剑2000多次 让顾清云的气血增长2000多点 不过 二阶武兵的境界提升 要比一阶武者十慢了不少 每个小境界都需要一万点气血才能提升 不过他也不着急 当前的实力 持剑状态下 就已经跨过三阶武将 直逼四阶武军 并且 顾清云在突破武兵禁后 每日能承受的练剑次数也有所提升 原来每天练1000次剑 基本就已经是极限 不然会严重透支身体心神 但现在 他大概能练剑两三千次 具体多少 还要测试后再做计划 而一晚的练剑 剑开天门熟练度 已经来到三万两千多 进入小城境界 顾清云觉得 自己离能真正凝聚天门 将其打开倾斜剑翼的时刻不远了 大城 就绝对能做到 最后的苍云剑更不用说 一夜的时间 外加自己时不时有所感悟 熟练度已经来到75万 再有一天 苍云剑差不多就能圆满极限 至于圆满之上 顾清云尚且不知道 还有没有境界 但他猜测是有的 应该是和自己的剑道精准度一样 有类似寂静呼道 超脱等境界 那才是真正的满极 握着长剑 顾清云深吸口气 靠坐在牢房墙上休息 肾上限速退去之后 他这才感到疲惫的身体 好好恢复一日 安娜姐怎么也要来救我了 等我出去 段宏图 于泰 还有你们背后的所有人 顾清云嘴角翘起 莫名带着一股冷冽的微笑 迷迷糊糊中 顾清云听到了牢房外传来的脚步声 脚步声有两个人 都穿着高跟鞋 发出清脆的声响 顾清云睁开双眼 大脑的疲惫尽数驱散 此刻的他只觉得精神抖擞 黑衣老者站在牢房外 也看到了走来的两人 李宪宫这次没在阻拦 让开了身形 并且自己率先离开 金红和安娜二人继续向前 很快便看到了醒来的顾清云 顾清云一袭白衣 此时的他已经站起 身形鼻挺 五官如客 双方透过窗户对视 顾清云先是看到了安娜 金发玉姐身上穿着浅色风衣 内里是酒红色包臀裙 下身是黑色丝袜和高跟鞋 见顾清云看着她这副装束 目光不动弹 安娜心中小小得意了下 今天这副装束 就是为了给顾清云看的 他敏锐观察 发觉顾清云很吃玉姐这一套 安娜笑意盈盈地看着顾清云 红唇清起 让你白白在看守所待了近两天 有没有怨姐见顾清云笑了笑 没有说话 这时 他看向了安娜身旁的另一人 一头短发 凸显出干练的气质 五官和安娜不相上下 透着古女强人风范 女人穿着黑色风衣 内里是白衬衣与黑色短裙 露出一双雪白的大长腿 顾清云的目光 最后定格在女人腰间的那柄细红长剑上 停顿两秒 微微摇头 这位 想必就是那位传说中的惊鸿吧 可惜 要是前两天 我对她的剑道还有些兴趣 但现在 第七十章 猛兽将出笼 牢房内的顾清云微微摇头 春城最强者柳青山是四阶五军 虽然省府那边肯定还有更强者 但身为春城第九局组长 金鸿最多四阶五军 苍云剑圆满或是超脱 前两日的自己 倒还不是这金鸿的对手 想要和对方论剑 吸取战斗经验 但现在 金鸿已经不可能是她的对手了 自然提不起顾清云多少兴趣 铁牢外 金鸿看着顾清云 不断打量着顾清云 嗯 倒是真挺帅的 心底静静评价一句 金鸿的心毫无波澜 可随之 她就看到 顾清云看向她的眼神 先是有些好奇 继而转为确定 仿佛猜出了她的身份 最后 顾清云眼中的好奇退去 转为平淡 金鸿着实愣了愣 心态有些扭曲 她虽然不认为自己 能让任何人重视 但是 她一掌的还行 二十例还行 至少在春城 可顾清云先是好奇 而后意识到她的身份 继而失去兴趣 这什么意思 看不起人吗 顾清云静静而立 金鸿双手插兜 与顾清云对视 二人之间 隐隐升起一股诡异的气氛 这让安娜觉得大事不妙 她赶忙开口 打圆场道 清云 这位是我们春城第九局金鸿组长 你知道的 他也是我们苍云武馆 最后一位副馆主 老馆主最得意的清传弟子 并且 金鸿组长昨日刚刚回到春城 解决了一下外面的情况后 便和我来一起接你了 安娜说着 还给顾清云几眉弄眼 示意她 不要太强势 可顾清云 却仿若没看到一般 继续静静与金鸿对视 金鸿笑了 她抬起手 指住要继续说话的安娜 看着顾清云 她红唇微动 开口说道 你仿佛对我很平淡 金鸿是个很自信的女人 强势 霸道等等形容词 都可放在她的身上 所以 第一次被一个男人 这般平淡地看着 并且 这个男人应该还比她弱 这让金鸿有些不舒服 金鸿话音落下 安娜就觉得大事不妙 果不其然 顾清云静静看着金鸿 平淡道 你想让我对你有什么反应 昨日回归春城 今天才来接自己 顾清云虽然不觉得自己是 多么重要的人 被别人晾一晾 很正常 可金鸿需要一天的时间 处理外面的事情 这女人是不是有点太弱了 虽然看起来强势霸道 可她好像也必须要在 权力等斗争中妥协 这哪是真正的天骄 想到这 顾清云心中越来越失望 她本对这个金鸿挺期待的 毕竟大名鼎鼎 柳涵韵的师父 苍云武馆最后一位副馆主 还是春城第九局组长 但今日一见 除了空有一副好皮囊外 其余她觉得不如安娜 安娜姐性格多好 又性感 还穿黑丝给她看 这金鸿反观 就太过霸道强势了 顾清云不喜欢这样的女人 她还是喜欢 能被自己压在身下音音叫的 当然 这金鸿究竟是不是 也两说 金鸿冷笑了下 看着顾清云道 我从你的眼中看出 你好似对我很不满 顾清云那样去想金鸿 金鸿自然也没什么好心情 在她眼中的顾清云 太行高气傲了 虽说实力不错 应该在武将巅峰 但或许因为太过年轻 顾清云还不知道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这句话 这里尚且只是春城 傲气一点没关系 但今后 若是去了北方行省的 核心主城 阳城呢 甚至 去了中部行省那边呢 这样傲气的性格 她就没见几个人 有好下场的 那些顶级世家的绝世天骄 毅然如此 金鸿有点后悔了 后悔今日来接顾清云 她低估了顾清云 心高气傲的程度 有些想当然地认为 一天时间里 顾清云就会慌张 但现在看来 顾清云混得很好 还能在牢房内搞到贱 金鸿翘脸 仿若照上寒霜 这时就听到了顾清云的回应 我没有对你不满 我只是 对你有些失望 顾清云没有藏着掖着 有什么说什么 她也不怕得罪人 毕竟对方 也想亮着自己 失望 金鸿有些诧异 又有些恼火 安娜在一旁越发着急 不断给顾清云使眼色 可顾清云 却只是看了她一眼 微微温和笑笑 对亲近之人 顾清云从来不给脸色 但对想拿捏自己的人 她也从来都不会惯着 金鸿盯着顾清云 笼罩寒霜的脸 忽然冰雪消融 她平复下心底情绪 淡淡笑了笑 看向安娜 安娜 开门 安娜文言照做 举出钥匙将房门打开 顾清云没有第一时间走出来 而是问道 安娜姐 我想我进入这里后 外界发生的一切 安娜点了点头 简单和她说了一下 昨日所发生的事情 省府对她的决议 要将她送上审判庭 第九局和省府之间的决例 以及蒋薇深夜的曝光 醉梦楼等等 顾清云听着这些 脑中一个个线索被串联 明白了一切 她挺感谢那个讲记者的 看起来 外表柔柔弱弱 却外柔内刚 敢做那等事情 值得钦佩 要知道 醉梦楼背后的谁有多深 哪怕顾清云 此刻都无法确定 至少 省府一级肯定是有的 甚至涉及整个北方行省 她都毫不意外 这等情况下 蒋薇却勇敢地曝光出来 和春城时报反目 得罪暗中的那些大人物 她此刻所承受的危险 可想而知 安娜 将外界的事情彻底说完 便让到一旁 金红看着顾清云 说道 我知道你的性子 不怕天不怕地 桀骜乖张 但是 你也要明白 这样的性子 哪怕你是绝世天骄 也很难走远 你会得罪很多人 或是成为很多人利用的刀 金红剑硬来不成 便转换了另一种方法 劝导起顾清云来 因为在她眼中 顾清云真的是个好苗子 不仅是见到天才 还敢为正义奋不顾身 这样的人 太稀少了 所以 金红对顾清云有所宽容 之前也才说出 要磨一磨顾清云性子的话 第71章 我管不了天下事 但我能管眼前事 顾清云听着金红的话 对她略微有些改观 这位春城第九局组长 看来也不完全会被自己的强势性格主导 有时候也会冷静地处理事情 对方走下台阶 顾清云也略微让步 她笑了笑 但在自己的道路之上 她依旧坚定 金红组长 你的剑道 应该是迂回前进 以技巧为主吧 看着对方腰间的细红长剑 顾清云这般说道 金红闻言 翘脸瞬间愣了愣 顾清云 居然瞬间就看出了她的剑道路子 这还是在她尚未出手的情况下 金红着实有些愣神 金一不定之际就听顾清云再道 我的剑道和你不同 我的剑道 勇往无前 不杀敌 别杀己 我若遇到污秽 不公之事 会果断拔剑 金红听着她这番话 脸色彻底严肃 对顾清云的看法也逐渐改观 她宁谋 问了一句 若是你眼中尽是污秽 若是这个世界尽是污秽呢 你拿什么管 这一番话 金红不只是问顾清云 同时 也是问她自己 曾几何时 初入第九局时 她又何尝不是顾清云这样 但在底层时还好 遇到不平 不公的事情 她的实力都能管 可慢慢的 哪怕她与柳寒韵一样 身怀S级资质天赋 实力却不可避免地慢了下来 在这方世界 没有实力 就意味着无能为力 金红看过很多罪恶的事情 但她却因实力受限 无法去管 这虽然让人不甘愤怒 却也无可奈何 因为 这就是残酷的事实 金红看着顾清云 本没想到 对方能给她什么回答 但 顾清云略微沉思半秒 直视金红双眼 缓缓开口 我管不了天下事 但我能管眼前事 眼前有误会 我当一箭劈开 世界若有误会 我会一箭劈 劈开这个世界 金红的话 让顾清云想起了最梦哦 是 她即便昨日出手 斩杀了王虎和周骏 可那些遭受过苦难的女人们 也无法复活 那些正在遭受苦难 从地狱中走出的女人们 也并非解脱 但 她会尽自己所能 去做自己能做的事情 她能做的 就是劈碎黑暗 劈碎自己看到的所有黑暗 让眼前再也没有一丝黑暗的容身之处 或许某时某刻 她回头四顾 已斩碎了人间 听着顾清云的一番话 金红怅然愣住 她看着顾清云当初学剑到时的初心 一点点涌上心头 金红学剑 就是想做人世间那一抹金红 魔剑十年 只为闪耀一刻 但在第九剧这么多年 她有些被磨平棱角了 反观顾清云 却有着坚定的初心 年轻人好啊 心气就是高 感慨一句 金红27岁 在顾清云面前 却显得有些老了 不是人老 而是心脾 摇了摇头 金红笑着看向顾清云 走吧 我带你离开这里 她的话音落下 本以为顾清云会喜悦地走出牢房 然而 顾清云却是没动 她依旧站在那 一袭白衣 坚毅而立 灵力的双目与金红对视 顾清云开口问道 离开后 我能否现在就去展了断红图和于太 金红被她这话问得一愣 玩耳轻笑道 于太可以 但断红图 你真以为 她是周骏和王虎那种猜戒 能当上副城主 断红图的实力 要比周骏更强 已经是三阶武将巅峰的人物 武将巅峰 一身铜皮铁骨 淬炼到极限 周身没有弱点 顾清云虽能斩杀周骏 但她的实力金红已经看透 只有武将七八重左右 这个实力 想杀断红图 太难了 铁牢内 顾清云却是笑笑 丝毫没有在意金红的话 她看着对方双眼 再次认真问道 你只需要告诉我 我能不能现在就去展了他们二人 说这话的时候 顾清云已经做出决定 金红若是说不能 那她便不会跟着对方离开 而是会选择以自己的方式 年轻人冲冠一怒 代价虽然大 但她恰巧 有能承受这个代价的实力 冲冠一怒又有何不可 安娜在一旁看得有些着急 她也没想到顾清云这么刚 跟金红直接针锋相对 但要说劝 安娜也不知道该怎么劝 金红自身就是霸道强势的性子 平日在第九局内 就是一言堂 而顾清云 看似内敛 温和 可一旦遇到她无法忍受的事情 顾清云也会化作灵力至极的性格 丝毫不给自己和敌人退路 金红与顾清云对视 再一次觉得自己的气势 微微有些落了 这是她今天 第二次在顾清云面前落气 金红不知道为何 或许是她 能从顾清云身上 感受到一股灵力的剑客气势吧 沉吟了下 金红解释道 于泰你可以杀 毕竟蒋威已经将二人的事情曝光 但断红图背后还有人 她若是死了 背后之人将难以抓出 断红图的背后 还有人 顾清云双眸骤然眯起 心底沙意沸腾 醉梦楼的水 看来很深很深 但那又如何 她倒是要看看自己 能否躺过这浑浊污秽的水 顾清云觉得 自己有这个底气 见顾清云不说话 依旧在坚持 安娜在一旁健壮 也拿顾清云没有办法 这时 她看向顾清云和金红 忽然有了主意 族长 您不是想考验 顾清云的剑道了吗 要不 你们来一场对决 谁在剑道上赢了 便以谁的意思作为决定 安娜的话 成功挑起了顾清云 和金红之间的战火 当然 这只有金红对顾清云 顾清云对她已经失去兴趣 但切磋就能决定此事的话 她很愿意 金红嘴角勾起 红唇鲜艳如血 她点点头 瞥了安娜一眼 好主意 说吧 金红伸手 握向腰间的细红长剑 眼神一点点凌厉起来 就让我看看 你这在所有人眼中 冉冉升起的剑道猩猩 究竟有多厉害 说着 金红想起了顾清云 斩杀周骏那一剑 S级武级吗 她很期待啊 第72章 轮件金红 市中心高档公寓内 时间正值傍晚 距离昨夜 蒋卫曝光罪梦楼的事情至今 已经过去几乎一整天的时间 而自从昨晚曝光了罪梦楼 蒋卫就被停职了 她失去了春城时报记者的身份 同时 有些人动用暗中的力量 将她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封禁 省府那边更是以官方名义 发言剃断红图澄清 并同时指责蒋卫污蔑 此刻的蒋卫 穿着一身好精致的职场制服 却无法再去上班 因为曝光罪梦楼的事情 她遭到了太大的阻力 就差直接被抓起来了 蒋卫站在落地窗前 看着春城的夜景 心头满是苦涩 这就是 将真相曝光的代价吗 蒋卫喃喃一句 眼中满是自嘲 碰 高级公寓的房门被暴力踹开 一对便衣治安员冲了进来 数把枪口瞬间对准蒋卫 蒋卫仿若是早有预料一般 静静转过身 脸色平静地看向众人 为首的中年男子看向蒋卫 取出一个证件 我是春城治安署刑侦支队支队长 现在奉命对你执行逮捕 请你配合 中年男子说完 看向两个女队员挥了挥手 两名女队员满脸犹豫 但还是无法抗命 二人走上前 一人拿出手铐 蒋卫没有反抗 脸色平静地伸出手 咔嚓两声 蒋卫的手被铐住 跟着治安员们走出公寓楼 上了警车 她知道自己的挣扎无力 反抗没用 至于来抓自己的 为什么不是民警 又为什么不是特警 反而是刑警 还是刑侦支队支队长 这就很值得深思了 身旁坐着两位女治安员 蒋卫侧头 看向窗外的夜色 她知道自己这一去 面临的可能是牢狱之灾 但昨日曝光最梦楼 她一点都不后悔 两位女治安员 仿佛也很同情蒋卫 他们的抓捕过程 自始至终都没有用力 对蒋卫很轻柔 同一时间 市中心苍云无管 一对刑警闯入一楼大厅 每人都手持枪线 一人将手中证剑 给女治员们一看 我是春城治安署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现在奉命对顾清雪执行逮捕 请苍云无管交出歹徒妹妹 我们要带回去审问 副支队长说着 女治员们对视一眼 有些承受不住压力 吴云这时起身 给同事们使了个眼色后 起身笑道 警官 请随我来 众人一路乘着电梯 直奔八楼 一出电梯 吴云就以飞快的速度 向前跑去 治安员们不会对一个普通人出手 所以 他很安全地 就跑入了面前众人的阵营中 而一众治安员们身前 站着身材匀称高大的谭清松 面向祥和慈善的烟河 两位副馆主身旁 还有苍云无管的 一众高级荣誉教练 普通教练 众人最后面 才是柳寒韵和白发蓝毛的顾清雪 为首的副支队长 脸色一变 沉声喝道 你们苍云无管什么意思 违抗执法吗 谭清松痴笑一声 要抓人 拿代不令来 别拿个证件 就给我到处唬人 烟河也笑呵呵道 清雪是我们苍云无管弟子 顾清云你们已经抓住 他没人可以动 柳寒韵上前两步 目光逼逝地 看向那名副支队长 奉命 奉谁的命 我刚给我父亲打过电话 他没下达过这种命令 所以你们奉的是断红图的命 要抓顾清雪 就连带着我一起抓 我看你们谁有这个胆子 副支队长脸色一沉 瞬间骑虎难下 顾清雪被众人保护着 感受到了满满的安全感 但同时 他也更担心自己的哥哥 顾清云昨日凌晨被抓 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两天了 却依旧没有消息 他不知道自己哥哥怎么样了 副支队长看着面前众人 最终气急 好 抗命不遵事吧 他话说一半 却说不下去了 因为他只是个武兵镜 现场却有谭清松 沿河两位武将 还有一群的武兵强者 这种情况 他能做什么 最终 副支队长捏着鼻子 离开苍云武馆 临走实脸一片漆黑 与此同时 城郊盛天地产总部 又是一位行侦支队副支队长 一脚踹开董事长办公室的门 带队冲了进去 办公室内的于太 见状一愣 继而脸色迅速阴沉下去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 网络上有关蒋威所曝光的事情 持续发酵 于太 段宏图二人 几乎成了全民公敌 但于太却并不慌张 他知道 段宏图在省府那边有靠山 一个小记者而已 怎么可能搬得动他们 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段宏图的应对 现在 这莫非就是段宏图的应对之法 这是要舍弃他 于太脸色狂变 但想逃却不可能了 最终 他被治安员们控制住 带往治安署总部 外界风起云涌之时 看守所内依旧平静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终于走出牢房门 与金红面对面 金红浅笑着道 你我就单纯一见到 进行简单的切磋吧 这是对不同层次剑客 最公平的对决方式 顾青云汉手 表示没有意义 下一刻 他握紧普通合金长剑 仿若回到了最初的原点 而金红伸手握紧腰间的 细红长剑 迅猛抽出 他没有大意 没有留守 金红性子强势霸道 他今天就要告诉顾青云 你还太难 金红的细红长剑 在身前舞动 快到让人连残影都看不清 伴随着他挥动长剑 顾青云面前红光闪烁 一道道剑影 宛若云雾一般 就连顾青云都看不透 安娜看着那宛若红云 一般散开的剑光 双眸不禁满是凝重认真 金红在剑道上早已成名 修炼苍云剑 金红被外界称呼为红云 因为他的剑出 宛若红云最终也势必 将敌人化作血花 这便是红云这一称号的由来 反观顾青云 虽然剑道精深强悍 但他却依旧只是个猩猩 和金红对决 他真能赢吗 安娜心中没底 不知道这场战斗的结果会是如何 而也就在这时 顾青云看着眼前摸不清 看不透的红云 他表情甚重 眼神认真 下一刻 顾青云手中长剑前刺 飘渺一般的白云浮现 与红云针锋相对 但他的白云 和金红的红云不同 红云只是苍云剑 哪怕是圆满极限的苍云剑 也只是苍云剑 但顾青云的剑 他的白云 内含剑竟呼道 剑光锁化的白云 每一剑 都瞬间带给金红 避无可避的感觉 金红的俏脸 瞬息间剧烈变化 美眸里透出浓浓的不可思议 第73章 现在 我能去杀人了吧 浑身毛孔疏然乍起 脊背发寒 金红本以为顾青云 会以斩杀周骏的那一剑 来对付自己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顾青云出手就是苍云剑 虽然顾青云的苍云剑 已经达到圆满造诣 但金红比他更为高深 所以 看到苍云剑的时候 金红是有所轻视的 但现在的金红 却半点都不敢轻视顾青云 苍云剑无法让金红 浑身寒毛直竖 但剑近乎道却能 这种避无可避的感觉 莫非周骏当初 没躲开顾青云那一剑 就是因此 金红心中震惊 红云在下一刻 与白云对撞 煞世间 叮叮当当的声音响彻 红云与白云相互撕裂 金红收起所有念头 专心致志 与顾青云战斗 他的金红剑 与顾青云手中长剑 不断碰撞 好在 顾青云进入五兵境后 能动用剑气 这才防止了他手中长剑 被金红直接斩碎的可能 不然普通合金长剑 若是直接与金红剑对撞 当场就得碎裂 二者的对碰 持续三秒 金红的红云 渐渐溃散 他的攻击 渐渐被顾青云化解 随后 那种死死将他锁定 避无可避的感觉 涌上心头 金红双目瞪大 瞳孔收缩成一点 下一刻 戏红长剑脱手落地 顾青云手中 普通的合金长剑前刺 距离金红雪白的脖梗 只有一寸 顾青云侧眸望去 看到了金红愕然的表情 看到了雪白脖梗下精致的锁骨 他缓缓收剑 对茫然的金红笑了笑 现在 我能去杀人了吧 金红渐渐回神 先是看了一眼 自己被击落的戏红长剑 随后 他看着顾青云 一双美眸 再也没了任何的强势霸道 有的 只有茫然 金红完全没想到 自己居然会这样就败了 在顾青云的一击之下 他就败了 这怎么可能 他可是老馆主最得意的弟子啊 天赋资质 比起柳青山都要出众 刚刚 他还自信地准备教导顾青云人生哲理 然而 打脸来得太快 面前这个二十岁青年 一剑便将他击败 将他这么多年积累的骄傲 全部击溃 金红从未尝过这样的惨白 哪怕是在北方行省的论剑大会上 五大五管高层都在 他也能横劲力 拿下第一 然而现在 金发玉姐安娜 在一旁看的也是满心震撼 他知道 顾青云的剑道很强 毕竟亲眼见证过顾青云击败陵远 也见过顾青云 一剑斩王虎 斩周骏 他知道顾青云的剑道很强 顾青云的剑道造诣居然会这么强 凌远是金红的弟子 顾青云一剑击败 而哪怕是金红本人 在顾青云面前也只是一剑的事情 他 这么拟天的吗 安娜心底难难 看向顾青云的眼神 已经开始泛出小星星 这样强大又帅气的男人 谁不迷恋 再者说 安娜本就对顾青云有着浓烈兴趣 穿着黑色风衣 那里白色衬衣不断起伏 金红最终平复下下震撼的内心 他点了点头 对顾青云道 我说话算数 击败了我 一切随你 出了什么事情 我给你兜着 顾青云笑了笑 微微抱拳 多谢 这时 他手中的普通合金长剑咔嚓一声 再次碎裂开来 毕竟还这长剑太普通了 承受他一番战斗 负荷太大 安娜取出早就为顾青云准备好的 二阶合金长剑 递给顾青云 顾青云点点头 多谢安娜姐 安娜对他五妹一笑 摇了摇头 这时 一旁的走廊镜头 黑衣老者李现公走来 李现公的表情有些凝重 来到镜前说道 城主传来消息 段宏图指挥治安署刑侦支队 抓了蒋薇和于太 并还想去苍云武馆抓顾青雪 但被苍云武馆众人和韩运阻止 抓了蒋薇和于太 顾青云微微一愣 很快想通了段宏图要做什么 只是蒋薇 回想起那个知性靓丽的女记者 顾青云心中有些遗憾 要是能赶得上 舅舅遗救对方 毕竟也是为了给他证明 才被段宏图盯上的 金红这时也神情一冷 失笑道 这个段宏图 看来还在垂死挣扎 抓了于太很好理解 段宏图是想将脏水 全部泼在于太身上 从而让自己恢复清白 至于蒋薇 他恰好可以做这个泼脏水的人 毕竟罪梦楼是他所曝光的 他说的话 大家才会信 但抓顾青雪吗 金红转头 看向了顾青云 安娜 李现公也同时看向了他 三人就见顾青云神情冰冷 眼神淡漠 他点点头 看向李现公道 李秘书 帮我替柳成主道谢 妹妹顾青雪能没事 其中多半有柳青山的原因 这个恩情贪念 随即 顾青云手持二阶合金长剑 大步走向看守所外 金红看了一眼顾青云的背影 有些头疼 他这一去 还不知道要惹出多大乱子 说着 金红无奈地看向安娜 你跟着他 看着一点 发生了什么 随时汇报给我 安娜认真点点头 但又有些疑惑 组长 那你呢 不一起吗 既然决定了要出手 那就要以雷霆之势 摁死断红图 金红 不跟着一起吗 要知道 金红可也是很愤世嫉俗的 只是身在他那个位置 不得不考虑一些罢了 可现在既然决定了 金红就不会再犹豫 如今不跟着一起去 这不符合他的性格呀 安娜疑惑之际 金红笑了笑 短发飘扬 有那小子 断红图不足为惧 我去省府一趟 看住那些人 安娜文言恍然 临省省府内有不少高手 这些人届时如果支援治安署 顾清云就不好办了 他点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快不跟上顾清云 漆黑发亮的大忌 停靠在看守所外 顾清云率先坐上副驾驶 已经轻车熟路 金发玉姐 迈开黑丝长腿 跨上驾驶位 猛地踩下油门 轰轰 激昂的引擎咆声响彻 春城治安署而去 金鸿和李宪公一同乘车 前往省府 那里 柳青山已经提前去了 仿佛对顾清云会迎金鸿 早有预料一般 第74章 大日东升 惊恐的断红图 治安署总部 这是一栋高五层的大楼 大楼院落内 除了警车 装甲车等常规武器外 还有恐怖绝轮的五口金属风暴 加特林机枪 每一口机枪旁 都有一个大大的弹箱 来多少人都是送菜 哪怕是舞者 也绝对挡不住 五口金属风暴的无死角打击 断红图坐在五楼的署长办公室内 安全感满满 此时的他 正听着下属所传来的汇报 断城主 于太已经成功逮捕 正在送往治安署的路上 那个记者蒋薇已经到楼下了 正在压上楼 最后的顾清雪 抱歉 我们任务失败 没能逮捕 刑侦支队支队长的声音 从对讲机中传来 断红图笑了笑 做得不错 至于苍云无管 等我解决完今日之事 再好好处理他们 三分钟后 办公室的房门被敲响 那位刑侦支队支队长 带着蒋薇走了进来 今天的蒋薇 穿着黑白职业装 脚上一双高跟鞋 更加凸显出双腿的修长 断红图的目光 在蒋薇身上顿了顿 很好地收敛了自己的色心 身为副城主 他知道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说服蒋薇 让其帮自己澄清 将所有的一切 都泼在于太身上 只有这样 他才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才能继续当这个副城主 而若是失败了 他可能连命都会没有 断红图看着蒋薇 身上升起一股官威 笑道 蒋记者还是那么青春靓丽啊 蒋薇静静看着断红图 没有回应 断红图也不生气 让支队长离开后 看着蒋薇继续说道 蒋记者 你应该知道 你犯了什么罪吧 听到这话 蒋薇眼神才有了动静 只不过 是目光一冷 开口问道 敢问断城主 我犯了什么罪 断红图笑了起来 打官腔道 蒋记者 你昨夜开直播 污蔑我这个春城富城主 这难道不是罪 蒋薇喝了一声 直视断红图的双眼 是不是污蔑 断城主比谁都清楚 断红图脸色僵硬了下 继而恢复如常 他压下心底生起的愤怒 继续好言相劝 蒋记者 你应该知道 我的背后不止有我一个人 而那个顾清云 只是自己一个人 更何况已经被抓了 不日就会送上审判庭 这种情况下 蒋记者还觉得自己能力挽狂澜吗 作为过来人 我给你个建议 识时误者为俊杰 不要为了一时的头脑发热 葬送了自己的一辈子 断红图的话语不断响起 劝导蒋薇 在他看来 蒋薇就是个不知天高地厚 且身怀正义之心的记者罢了 但要说他有多少能力 却也不见得 这样的人 吓唬吓唬 再给点好处 一定就会屈服 然而 蒋薇的反应 却出乎了断红图的意料 我蒋薇虽然不想死 却也誓死不与你这种人为伍 你想让我帮你 将脏水泼到鱼太身上 好将自己摘清楚是吧 断城主 我告诉你 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 我蒋薇今日就算是死在治安署 也绝对不会替你澄清半句 蒋薇的硬气 是断红图完全没有想到的 他的脸色有些扭曲 无比难看 断红图盯着蒋薇 蒋记者 我请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蒋薇欺然一笑 昨夜开直播前 我便已经想好了一切 以及后果 断红图看着他点点头 皮笑肉不笑 下一刻 断红图猛地从办公桌后起身 两步便来到蒋薇身前 他伸出手 掐住蒋薇的脖子 同时 断红图另一只手 取出一张苍白的符露 符露上刻着扭曲古怪的阵纹 让人看了 就觉得眼韵 蒋薇撇到了那张符露 瞬间脸色巨变 林义慧 他口中喃喃 断红图冷笑一声 不配合是吧 我有一万种办法让你配合 说着 他将那张苍白俘虏 贴在了蒋薇的头上 蒋薇的双目瞬间失神 眼神涣散 断红图松开了他 重新走回办公桌后坐下 他笑了笑 重新看向蒋薇 蒋记者 现在可肯帮我澄清了 蒋薇漂亮的俏脸 勾起一抹诡异的笑容 断城主 您本就没有做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 都是于太所做 断红图健壮哈哈大笑 心情大好起来 那张福禄 是蓝星顶尖邪恶 组织灵异会内才有的东西 没有太大作用 但却能短暂控制一个人 蒋薇不配合 那他就 只能用这样的手段了 断红图笑着 手指静静敲击桌面 等待于太也被送到 不多时 断红图的房门再被敲响 于太也被带来了 断红图深知于太的狡猾 所以他根本没给对方开口的机会 直接再给其贴上了一张灵异符 于太表情正正愣住 整个人满脸失神 最梦楼的事情 全部都是 我和王虎 周俊做的 我们找过断成主 想将断成主拉下水 但断成主愤怒捣毁了 我们一个分布 今后 我们便没再找过他 至于那些女人们的供词 是我们特意向诬陷断成主 交了好议会后 于太彻底将这件事情 扭曲认知 蒋卫同样 断红图笑了笑 叫来支队长 和一位副支队长 让二人控制住于太 随后 他打开手机 就准备开启直播 对接省府那边的直播间 替自己澄清 省府直播间内 此时已经有发言人 在替断红图澄清此事 说辞和断红图 让于太认知的一模一样 但是 就在这时 夜色之下的治安署总部外 传来了引擎的剧烈轰鸣声 顾清云和安娜走下车 没直接开进治安署 安娜知道 治安署有五台金属风暴 断红图走到窗边 向外看了一眼 见到一袭白衣的顾清云 他脸色一变 双目瞬间透出怨恨 杀异各种情绪 断红图按下一个按钮 大声道 给我杀那两个 擅闯治安署总部的人 断红图的命令下达 五台金属风暴 瞬间轰鸣作响 枪口齐齐对准顾清云与安娜 安娜被这一幕 有些吓到了 她可是用枪的 大脆皮啊 顾清云也是个剑客 同样是脆皮 但安娜没有退避 她想到了顾清云近来之前所说的话 安娜姐 相信我 我有办法对付 安娜正胡思乱想之际 面对五台金属风暴 所吐出的强烈火蛇 顾清云腰间长剑出鞘 缓缓抬起 煞时间 安娜只觉得 深周温度在这一瞬间骤然提升 夜色之下 治安署总部内大日东升 第75章 朱邪退避 治安署总部院落内 五台金属风暴 无死角的喷吐火蛇 扫射向顾清云与身旁的安娜 地面被火蛇扫过 瞬间尘土飞扬 段红图冷笑地 看着楼下内的场景 五台加特林机枪的同时扫射 还是使用能轻易击穿武兵 强者防御的特殊弹头 她就看看 那小子待会会怎么死 跟她斗 哼哼 以为她是王虎和周俊娜等货色呢 与王虎和周俊娜等 充分陷阵的人比起来 段红图更像是个幕后操纵着 俗称老银币 她坐在椅子上点起一根烟 一边吞吐云雾 段红图一边看着 治安署院落内的火蛇 脸色在火光的映射下 满是阴森 于泰和蒋威 这时也都看向了院落内 二人只是被扭曲了 对罪梦楼事件的认知 但却没有失去思考能力 蒋威的眼神骤然担忧下来 于泰则是冷笑 然而 就在段红图认为 顾清云必将死在 五台金属风暴的横扫下时 顾清云渐身抬起 整个剑身逐渐变得滚烫 合金长剑逐渐通红 当顾清云抬起到身侧时 已经如同赤金色烈日一般耀眼 安娜害怕地靠了过来 只感觉顾清云身边暖洋洋的 而那五台金属风暴 所喷涂的火蛇 无数的子弹倾泻而来 却在顾清云一尺之外 被恐怖的高温燃尽 安娜小嘴微张 俏脸满是金色 这是她第一次见顾清云 还有这等手段 之前 顾清云用的 都只是剑开天门 这次 这是什么 安娜有些震惊 因为能抵挡住 五台金属风暴 暴力倾泻子弹的5G 还是由顾清云 这样一个剑客来施展 这是何等层次的5G 同为S级吗 她究竟有多少S级5G 安娜转头 有些复杂地看着顾清云 顾清云一袭白衣 带着安娜 就这样硬顶着 五台金属风暴的弹雨前进 所有子弹临近她一尺之外 便尽数被高温燃尽 这让顾清云自身都有些惊讶 她没想到 系统给大日神剑的介绍中那句 使用大日神剑 身前一尺为无敌领域 居然会有这么夸张 属实是 让人很惊喜啊 就是这消耗 有点巨大 顾清云沉饮片刻 带着安娜 飞快进入了治安署总部大楼 整个过程 几乎只用了三秒 失去目标 治安署总部大楼上的 五台金属风暴停止轰鸣 五楼的署长办公室内 段红图坐在窗边 深吸一口手中香烟 吐出烟雾后 她有些期待地看着院落中 她希望 自己看到的是一地碎尸 烟尘缓缓散去 在段红图的目光中 治安署院落内的场景 缓缓浮现 五台金属风暴扫过 治安署院落已经是一片狼藉 段红图眼神微宁 寻找着血迹 她心中狐疑 觉得金属风暴再怎么夸张 也不至于一点血都没流下来吧 直接给打成渣渣了 不得不说 有点夸张 就在段红图这般响的时候 面前的对讲机中 传来了一位治安员的声音 段 段副城主 人冲进来了 话音说到这 戛然而止 段红图瞳孔一缩 呼吸骤然停止 呆呆转头看向发出声音的对讲机 治安署一楼大厅 顾清云身旁跟着金发玉姐 二人迈入了全副武装的治安署总部 被数十把枪口指着 顾清云却半点都不慌张 反而 该慌张的是这群治安员们 安娜随意扫视了一眼 脸色不禁有些难看 段红图做过什么 你们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治安员们纷纷对视一眼 眼神有些犹豫 然而 一位为首的中年男子 低贺一声 都给我打起精神 不要被歹徒的话所迷惑 开口的 是执行去抓捕 顾清雪任务的那位 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另外两人任务成功 现在已经是段城主面前的红人 而他 却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 副支队长看着顾清云 虽然不知道 他是怎么扛着金属风暴冲进来的 但是 这可是他表现的机会啊 治安署长位置空缺 即便治安署长位置他没机会 但只要跟紧断红图 未来一个治安署副署长位置 那岂不是唾手可得 念此 副支队长扣动手中扳机 砰 巨响之下 子弹唬啸而出 射向顾清云 顾清云转头 如刻的五官平静淡漠 手中长剑轻轻挥动 顾清云便将那枚子弹劈碎 看着对自己动手的副支队长 顾清云毫不犹豫 跨步而出 安娜看了眼他的背影 没有阻止 治安署内部也有毒瘤 毕竟从前有周骏这么个署长 这次 正好清理清理治安署内部的蛀虫 白云一般的剑光 瞬间逼退一众普通治安员 那位副支队长 瞬间被恐怖的危机感凌声 他只是区区五兵八重 此刻连防御的念头都生不起 刷 白云一般的剑光扫过 副支队长头颅落地 眼眸中最后夹杂的 是惊恐 一众治安员们 齐齐后退数步 哪怕有的 从前是这位副支队长的手下 此刻也丝毫不敢说什么 顾清云扫了一众治安员们一眼 继续跨步向前 安娜跟在他身旁 二人每进一步 治安员们就后退一步 他们不知道 自己所做事对事错 这也只是他们的本质工作而已 安娜小声提醒了顾清云一句 顾清云点点头 如若不是想到这一点 刚刚死的 就不会只有那一个人了 治安员们最终退到楼梯口 便再也退无可退 顾清云缓缓抬剑 索性再次施展大日神剑 恐怖的高温在剑身上蔓延 顾清云手中长剑 于身侧缓缓缓抬起 仿若大日东升 大日神剑之下 诸邪必退 治安员们再也不敢阻挡 顾清云和安娜 畅通无阻地通过楼梯口 飞奔向五楼 直到他离开 才有一位治安员擦了擦 已经被蒸干的汗水 这究竟是何人啊 太恐怖了吧 我丝毫生不起 在他面前反抗的心思 这就是 能一见杀了署长的凶人 话说 你们觉得他真是错的吗 错的 为何又会被放出来 署长 傅城主他们 不能真做了那些事情吧 第76章 拿什么挡 命吗 一楼大厅内 治安员们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该怎么再交谈下去 因为 他们至今都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真相 这时 监牢区忽然发出响动 一队人走了出来 为首的正是周明 周明此时的身上没有装备 他满脸的凶神恶煞 愤怒地看向一众治安员 特别是其中几个 刑侦支队的人 让周明极为愤怒 你们 知不知道 你们在做什么 知不知道 你们在替谁笑脸 自从断红图来到治安署后 便将周明给控制了 周明的特警队同样 全部被临时关押起来 这还是他们机灵 才能成功离开牢房 周明拉过一个治安员 大声问道 刚刚发生了什么 他听到了外面 金属风暴扫射的声音 那是治安署最高层次的防御状态 不遇到异兽进攻 是不会开启的 治安员哆哆嗦嗦地 将刚才所看到的一幕 说了出来 这让周明为之一愣 舞台金属风暴开启 就为了对付顾清云 并且 他还成功闯进来了 周明双目瞪大 颇有种自己在听天方夜谭的感觉 但形势来不及他多想 急忙看向麾下弟兄 兄弟们 拿武器 我们要帮顾清云控制断红图 特警队都很信周明 而周明前日亲自进入过最梦楼 知道断红图几个人究竟做了什么 究竟有没有被冤枉 他们很快全副武装 直奔五楼而去 而此刻 五楼 走在走廊内 顾清云脚步平稳训捷 带着金发玉姐 快步朝署长办公室而去 不多时 他便看到了 守在署长办公室外的两道人影 两人都是中年 身形不断高大 但很健硕 正是刑侦支队的支队长 与副支队长 刑侦处一直都是治安署内最苦力的活 整日调查这调查那 还没什么福利 所以这次 断红图答应给他们三人 全部提升到最低副署长 出色的人更是可以直接升任署长 这让三人全部激动 所以决定中心断红图 二人一个武兵巅峰 一个武兵九重 齐齐看向顾清云 虽然恐惧 但他们却是提起枪口 死死站定 顾清云脚步不停 稳步而来 他记得安娜说过 正是这群刑侦支队的人 抓了蒋威 还想去找抓自己妹妹 找死 顾清云淡淡抬步 手中长剑宛若金色烈扬 刷 他丝毫没跟二人多加废话 长剑轻轻挥去 两人连反应的机会都没有 便瞬间被恐怖的高温降临 伸手一出 他们的脖梗 没有血液 那已经被高温燃尽 焦糊一片 安娜对顾清云的沙发果断 感到吃惊 但同时 也感到浓浓的崇拜 是的 就是崇拜 顾清云这等 一怒为正义的人 现在太少了 他从未见过 特别还是这种 心怀正义 又有能力践行正义的人 简直可以说是 凤毛麟角 顾清云抬步向前 脚步丝毫不停 他一脚踹开了 署长办公室的门 署长办公室内 段红图坐在办公椅上 手中的烟卷最后燃尽 他将烟头扔在地上 抬脚狠狠碾面 看着顾清云 段红图缓缓站起 满脸阴沉 小子 我本不想亲手杀了你 知道为什么吗 顾清云扫了眼蒋威 又扫了眼于泰 二人此时也在看着他 当看到顾清云手中 滚烫的赤巾常见时 二人眼中浮现痛苦 像是什么东西 在被清除一般 顾清云收回目光 蒋威只要还活着 没事就行 这也算 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 毕竟蒋威是 卷入这件事情的无辜人 他嘴角轻轻翘起 看着段红图 忽然来了兴致 为什么 段红图对他的配合 好像非常受用 文言满脸微笑 因为 身为上位者 我不喜欢亲手杀人 至少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 亲手杀人 段红图笑容阴沉 给人极其危险的感觉 顾清云却不在乎 静静地嗷了一声 下一刻 段红图脚下的地砖 轰然爆碎 他身形抱起 横冲向顾清云 武将巅峰的气息 在其身上浮现 一身铜皮铁骨圆满 恐怖的冲锋禁力 宛若一道战车一般 安娜翘脸骇然 拿起腿上别着的 两把黑色手枪连连点射 碰 碰 能对付武将强者的子弹 打在段红图身前 却是被强横的气血 直接弹开 安娜眼眸一点点凝重 看向了顾清云 他知道顾清云很强 能一剑斩武将六重的周距 但武将六重 和武将巅峰之间 差距太大了 就在安娜担心之际 段红图横冲而来的身形 骤然一个减速 停在了顾清云身前五米处 段红图站在原地 脸色惊疑不定地看着顾清云 脸上的阴沉犹在 但眼神却多了一抹骇然 安娜美眸发愣 不知道段红图这是怎么了 交战之中突然变招 这不是再给敌人暴露破绽吗 段红图再怎么说 也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武将巅峰啊 想不通的他 缓缓将目光转向了顾清云 段红图的一切异样 或许都来自这个男人吧 安娜好奇疑惑之际 顾清云挑眉看着段红图 痴笑道 怎么不冲了 话音响起 段红图周身汗毛乍起 只觉得莫大的危险降临在身上 当初视频的时候我就说过 让你们洗干净脖子等着 你不会以为 我说的只有王虎吧 顾清云的话音淡淡落下 响彻在段红图耳中 与此同时 手中赤金色长剑斩出 SS级武技 大日神剑 外加上提升后的无上级天赋 渐进呼到双重发动 痴痴 仓促之间 段红图指的竖起双臂 在身前抵挡 然而让他骇然的是 那柄赤金色长剑 直接毫无阻碍地划过他的双臂 发出痴痴的燃烧声 接二 段红图的两截小臂落地 断口整齐交呼 段红图瞪大双眼 愕然看向顾清云 不等他有更多反应 顾清云手中长剑再次刺出 直奔对方心口 武将巅峰 哼 如今的他 境界已经是五兵一重 持剑百倍提升后 就是五军一重 再加上SS级大日神剑 段红图 拿什么挡 命吗 第77章 父母之死的内幕 常见毫无阻碍地刺破空气 剑进呼到发动下 段红图必无可避 他只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死亡 一点点临近 就在赤金长剑 接近段红图心口一寸时 顾清云身后的安娜 见他是真要杀了段红图 连忙惊呼一声 清云 暂且留他一命 段红图背后 不知道涉及了多少人 多少势力 怎么也要拷问一下 然后再杀呀 安娜焦急之下 却发现顾清云 已然处于一个极其恐怖的状态 俗称 上头了 他的脑中 一道道被段红图等人所杀的女子 身躯划过 罪梦楼之内 一切的罪恶划过 这让他杀意迸发 有些丧失理智 好在 一旁眼神挣扎的蒋薇 终于摆脱了林逆夫的控制 大日神剑 已经将他给完全进化 蒋薇急忙开口 叫住顾清云 等等 先留他片刻 安娜和蒋薇的声音相继传来 这才让顾清云 微微有了些清醒 赤金长剑 贴近段红图胸口皮肤 在大日神剑下 段红图堪称铜皮铁骨的防御 脆如纸糊 而这时 于太也连带着被大日神剑所净化 林逆夫作用消散 看着办公室内的一切 于太整个人脸色狂变 小鬼 他惊呼一声 圆滚滚的身躯 就准备跑 这还不跑等什么 没看段红图双臂都没了 心口隐隐被顾清云刺穿吗 这就是个杀神啊 完全不讲道理 人党杀神 佛党杀佛的那种 于太完全提不起反抗之心 只想快点跑 只要让他今天能跑 他愿意放弃一切 不过 顾清云身后站着的安娜 也并非摆设 一柄手枪 瞬间从腿上 枪套中拔出 对准于太 就是砰砰几声枪响 于太虽然是武兵 却也看不住特制子弹 啊 他惨叫一声 双腿和双臂瞬间被击中 无力耸拉下去 于太圆滚滚的身躯倒了下去 看向白衣男子的目光 仍旧充满恐惧 杀神啊 一个完全不讲任何道理 不讲任何证据的杀神 治安署办事还讲证据链 闭合后才会抓人 但是这人 他杀人 只认自己的心 关键 王虎 周骏 都特么已经贵了 纵然是高高在上的 傅城主段宏图 又如何 还不是在其面前 毫无反手之力 于太没有任何的对抗心思 已经被吓破了胆 蒋薇强忍着精神的虚弱 缓缓走上前来 他拿起了之前 段宏图所准备的摄像机 打开后对准段宏图 顾清云清醒过后 也意识到 自己刚刚是冲动了 段宏图口中 还有很多情报 没问出来呢 顾清云的赤金长剑 再次前进半分 让段宏图脸色痛苦 摄像机对准他 蒋薇开口问道 段副城主 请交代你一切的罪行 蒋薇话语落下 本以为段宏图 会死鸭子嘴硬 因为总有一些东西 是比死亡还恐怖的 比如段宏图的家人 他可能不在乎自己的妻子 但其儿子 他却肯定会在乎 随意曝光背后那些人 对段宏图来讲 比死还要恐怖 顾清云静静看着段宏图 手持赤金长剑 宛若神明 没人能在大日神剑面前说谎 段宏图神魂震战了下 仿若被黄黄大日普照 哪怕有半句谎话 都可能直接被灼烧灵魂而死 这同样 也是段宏图无法抵抗的 他看向摄像机 颤抖地开口 阐述自己的罪行 蒋魏一愣 没想到段宏图居然这么配合 他握紧摄像机 接连问了数个问题 段宏图阐述了所有有关 罪孟楼的罪行 以及他和王虎 周骏 于泰 究竟做过什么 顾清云越听 眼神越冷 直到最后 段宏图开始曝光幕后之人 说的那些名字 让安娜和蒋魏为之胆寒 省府副郡长桑明勇 以及其秘书尚森 还有其弟弟 雷霆武馆管主桑明远 审判厅三级审判长 财政司三级处长 听完 蒋魏深吸口气 和上摄像机 他再次看向段宏图 开口凝重问道 段宏主 那么你的灵异服 是哪来的 那可是灵异会的东西 蒋魏话落 安娜神情巨变 方才 哪怕听到副郡长桑明勇的名字在脸 安娜都没有这般骇然过 但灵异服 灵异会 顾清云表情疑惑 看了段宏图一眼 心中将灵异会的名字记下 准备待会问问安娜 随后 众人就听到了段宏图的回应 灵异服 是桑副郡长给我的 此话一出 安娜和蒋魏的脸色再次聚变 林省副郡长 居然跟灵异会有勾结 这是多大的事情啊 蒋魏点点头 虽然对段宏图的配合有些意外 但她还是看向顾清云 我没问题了 言下之意 可以弄死这个十恶不赦的春城附城主了 顾清云却没着急 而是看着段宏图的双眼问道 你可知道 顾丰运输公司 父母之死 在从前的顾清云看来并无问题 受到易受袭击 但现在看来 这件事情中 或许会有内幕 周骏肯定知道 但段宏图就不一定了 顾清云没抱什么希望之际 段宏图看着她 竟点了点头 知道 说着 她缓缓讲述了有关顾丰运输公司的一切 听着对方的话 顾清云的脸色一点点冰冷 最终转为面无表情 父母的死 居然跟醉梦楼真有关系 根据段宏图的讲述 他们醉梦楼的生意不止局限于春城 在春城外 虽然生意会小 但也不是没有 他们需要一个运输渠道 便找上了顾清云的父母 然而 顾清云父母誓死不从 表面答应运输 却在真正实施的时候 将事情上报了治安署 就出了那一次的不少女子 但是 他们又岂会知道 治安署署长周骏 和醉梦楼是一伙的 顾清云微微闭眼 遮蔽眼中浮现的沉痛 赤金长剑 再也毫不犹豫 前刺而出 滚烫的长剑 毫无阻碍地 刺破段宏图的心脏 将其的胸口 一整个化作交叹 段宏图瞪大双眼 顾清云淡默看着这一幕 气血奔涌向剑身 大日神剑越发赤裂 最终将段宏图在面前 活生生燃尽 第七十八章 什么 他去雷霆武馆了 一个大活人 被活生生焚烧殆尽 这等手段 让蒋薇和安娜 都有些挡寒 至于于泰 他已经吓得肝胆欲裂 于泰倒在地上 双目看着顾清云 已然并非在 看待一个人类 赤金长剑上的光芒 缓缓散去 顾清云平静收剑 白衣身影的他 抬步走向于泰 肥头大耳的于泰满脸惊恐 纵使四肢被吠 却也竭力地向后退着 顾清云却静静走去 来到于泰的面前 你还有什么情报吗 于泰看着他 神情惊恐地摇了摇头 又想到自己摇头就是死 而后又拼命点头 纵使顾清云 已经散去大日神剑 但此刻的他 依然不敢有半分说谎 顾清云却没兴趣 听他继续胡舟 抬手一剑 了却他的生命 恰在此时 治安署房门外 传来一连串的脚步声 全副武装的周明等人赶到 看着一片狼藉的署长办公室 看着已经被斩掉脑袋的于泰 再看看化作一捧焦炭的人形轮廓 最终 周明的目光定格在顾清云身上 他深深咽了口唾沫 有些呆滞地道 你成功了 顾清云对周明笑了笑 此人虽是周俊的弟弟 可身上那股正义并非作假 他若是知道周俊所作之事 或许大义灭清的心都有 周明茫然又震撼地愣在原地 其身旁一众特警们一样 断红图 那可是武将巅峰的人物啊 武将巅峰在他们眼中 已经是极为不可战胜的存在了 春城若是出现一位武将巅峰的暴徒 那清静治安署所有力量 可能都无法抓捕 这需要军方的协助 但是 顾清云一人一箭 独闯治安署总部 悍然斩杀断红图 并且 现在办公室内还站着两人 一个身披浅色短款风衣 酒红色包囤裙的金发玉姐 还有个一身黑白职业妆 青春靓丽的蒋薇 这让周明觉得 二女简直就是顾清云的秘书 是陪衬 周明深深平复着内心的吃惊 指挥特警们打扫战场 顾清云休息了一会后 转头看向蒋薇 蒋薇也在看着他 细细打量这位 敢于做出所有人都不敢做知识的青年 他走上前来 伸出手 正式认识一下 我叫蒋薇 现在是个记者 说着 蒋薇苦笑一声 他已经被春城时报开除了 顾清云点点头 伸出手与对方握了一下 蒋薇的手柔软修长 手感很不错 顾清云点头 嗚了一声 顾清云 这一幕 让一旁的安娜眼神看了过来 暗自生气 周明等人都感受到了现场气氛的不对劲 见状看向顾清云 连忙告辞 下面还有事情 我先带人去处理一下 他对顾清云道 顾清云点点头 不理解周明怎么做事 还要向自己汇报 自己可不是他上司 顾清云在看向蒋薇 说了一句 蒋记者 那段视频 就明月早上再曝光吧 蒋薇诧异了下 新闻都讲究个时效性 况且 段红图虽死 但其背后的桑明勇等人 可还活得好好的 这一夜过去 谁知道春城会发生什么 但他还是很相信顾清云点了点头 嗯 好 顾清云转头看向安娜 安娜姐 我们走吧 这话想起 让蒋薇和安娜都是一愣 安娜疑惑到 去哪 顾清云淡淡回应 雷霆武馆 蒋薇与安娜七七 瞳孔一缩 刚刚 顾清云拷问的时候 得知了每日晚上 桑明勇都会回到雷霆武馆休息 那是他和自己弟弟桑明远的产业 所以 顾清云这时 二女心头有了种不妙预感 展了武将巅峰的段红图 顾清云居然 还不满足 他还要去展桑明勇 二女震惊之际 一袭白衣的顾清云已然抬步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五兵一虫 气血 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五 体质 混沌舰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五级 大日神剑 SS级 入门 100斜岐 1000 剑开天门 S级 小程 三二零零零 一零零零零零 苍雲剑 A级 圆满 七五零零零零 一零零零零零零零 武器 二阶合金长剑 方才杀死段红图 他奖励了一千点气血 境界略有提升 大日神剑熟练度 也有小小提升 不过只有一百点 有些吝啬 但他可以理解 这毕竟是SS级5G 比剑开天门还要更高层次的东西 见顾清云背影已经快要走远 安娜这才回神 紧忙跟上对方脚步 原地 蒋薇不知道自己现在该去了 鬼使神差的也向前跟去 带着二女 三人一路行出治安署 顾清云坐上漆黑大巨的副驾驶位 安娜则走上驾驶位 蒋薇坐在后面 安娜愣了一下 转头看去 语气有些声冷 蒋记者 我们要去雷霆武馆 此行非常危险 你跟着干嘛 蒋薇看了眼安娜 目光是女人都懂的含义 你是五兵巅峰 我也是五兵巅峰 如何去不得 她虽是记者 但一线记者有多么危险 没点实力傍身 她怎么可能闯出这么大名声 安娜被噎了一下 顿时无言 她点点头 一脚油门便轰了出去 强烈的推背感带来舒适的快感 车子行驶之际 安娜的电话忽然响了 接起后 那头传来了惊鸿冷淡的声音 你们那边解决了吧 安娜简洁地 将事情汇报了一遍 在此期间 蒋薇看着安娜 美眸微动 一起探查最梦楼的时候 她就看出了 安娜身份不凡 没想到 居然会是那群人 蒋薇收回目光 没过多探查 自己不该探查的事情 电话那头 听着顾清云所做的一切 惊鸿笑着点点头 我就知道 安娜又将断红图背后的人 说了一遍 听着那些名字 就连惊鸿都有些沉默 三夕后 电话那头传来 惊鸿冰冷的回应 我知道了 快要挂断电话时 惊鸿不经意间问道 你们现在在哪 安娜看了眼 副驾驶上的顾清云 道 再去雷霆武馆的路上 此话落下 电话那头再次久久沉默 第79章 剑斩雷霆武馆 惊鸿最终什么也没说 便挂点了电话 坐在省府一间会议室内 惊鸿迎着柳青山 疑惑看来的目光 翻了个白眼道 断红图已经解决 知安署那边平定 柳青山威严的脸上 闪过一抹笑容 点点头道 我就知道 那小子很强 惊鸿深以为然的汗手 又道 与我们所想不错 醉梦楼背后 果真是丧民勇 还有 他接连说了好几个名字 让柳青山的脸色 无比凝重 柳青山沉思之际 冷不丁又听到了惊鸿下一句话 顾清云那小子 现在已经在前往雷霆武馆的路上了 什么 柳青山脸色一变 他去雷霆武馆做什么 惊鸿摊了摊手 哪怕他自认为 自己都很喜欢惹麻烦 却是第一次见到 比他更能惹麻烦的人 谁知道 或许是去杀苍民勇兄弟了吧 柳青山猛了 心想顾清云看着 不像是个猛夫啊 这做起事情来 怎么就这么猛呢 谁给他的底气 去挑衅两位武军 柳青山脸色挣扎一下 随后迅速起身 急促道 惊艳 我柳青山便舍命陪君子了 希望顾清云所考问的情报 都是真的 金鸿颇为惊讶地看他一眼 双手插都缓缓站起 他笑了笑 腰胯细红长剑 二人连妹出了会议室 会议室外 黑衣老者李献公守在此地 没让任何人进入 柳青山看向他道 被车 去雷霆武馆 李献公点头 很快 一辆黑色轿车急驰 金鸿和柳青山坐在后座 直奔雷霆武馆 同时 柳青山打了一个电话 铃声嘟嘟响了两秒 那头很快便被人接起 一个粗狂的声音传了过来 很是热烈 老柳 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 柳青山没有过多攀谈 直截了当地道 老然 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柳青山缓缓将醉梦楼的前因后果 以及现在 他要对桑明勇的势力出手 但紧促兼人手不够的事情说了出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下 像是在回响 片刻后 粗狂热烈的声音再次传来 老柳 你说的那个顾青云 是不是就是新闻里那个白衣青年啊 柳青山确定后 粗狂声音越发热烈 老柳 此事包在我身上 我亲自带人抓了那些人 多谢 老柳 你还跟我客气 更何况 这是正义之事 我亦不容辞 挂断电话 惊鸿颇惊讶地看了过来 师哥 为了顾青云 你这次是下了老板啊 柳青山不打反问 他不值得吗 想起在昏暗牢房内 一剑将自己击败的白衣青年 惊鸿哑然 最后无声点点头 像是顾青云这样的绝世添交 付出多少代价帮助对方 又岂会有不值的道理 黑色轿车急迟 二人没再说话 另一边 漆黑的大忌 行驶20分钟 便赶到了雷霆武馆前 雷霆武馆的总部 像是个锥子一般 垂直竖高 像是个避雷针 外表竞数都是金属墙壁 仿若为了关键时刻 能够倒电一般 三人走下车 安娜介绍道 雷霆武馆有33层 最上层有一方雷池 雷池有脆体功效 对舞者修炼事半功倍 是雷霆武馆看家底的东西 在锤炼体制上 我们苍云武馆都不如雷霆武馆 安娜说完 顾青云点点头 蒋薇看向他 有些好奇 顾青云既然是来找桑明勇和桑明远的 那他会如何动手 直接像是冲进至安属总部大楼那样吗 迎着蒋薇好奇疑惑的目光 顾青云看着雷霆武馆总部大楼笑了笑 这总部大楼虽然高 但他的剑开天门 却早已不是最初的入门级了 而是小城 S级5级小城是什么概念 顾青云自己尚且为权力施展过 无法确定具体威力 但他却知道 那一定极为可观 在安娜和蒋薇的注视下 顾青云常见缓缓拔出 一戏白衣的他 缓步向前 走到雷霆武馆前方 正值深夜 此地空无一人 武馆内也没什么学员 就算有人 也都是桑民勇党羽 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他没有丝毫顾忌 缓缓抬剑举过头顶 安娜翘脸微动 想到了顾青云 当初斩周骏和王虎的那一剑 当时 顾青云就是长剑举过头顶 一剑之下 不论是王虎和周骏都挡不住 可现在 他要做什么 剑斩雷霆武馆 安娜有些不理解 那可是一栋高达百米的大楼啊 蒋薇也眼神闪烁地看着这一幕 身为记者 他敏锐地感觉到 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幕 会极为夸张 而就在二女不明觉厉的注视下 顾青云微微闭眼 澎湃的气血涌入渐深 他仿佛 与意识世界中 那道透明琉璃身影重合 得到了对方一丝的神意 轰轰 雷霆武馆上空 好似有虚空在微微颤鸣 仿若有什么洪荒猛兽 要出事一般 顶端雷池上 像个圆球一般的桑明勇 正泡在雷池内 周身电光闪烁 淬炼他的肉身 一旁 其弟弟桑明远也在 与桑明勇比起来 桑明远就比较壮硕了 身躯十分高大 这时 桑明远忽然看了眼前方虚空 有些讶异道 大哥 你有没有感觉 哪里不对 桑明勇今夜所安排的事情 进展得有些不顺利 治安署那头断红图 依旧没传来回信 这让他心情很不好 文言 他皱了皱眉 道 哪里不对 别跟我在这疑神疑鬼 桑明远被说了一句 虽然他体型更加魁梧 却丝毫不敢在自己哥哥面前嘚瑟 他摇摇头 没再多说 就在二人享受雷池脆体 带来的舒适时 雷霆武馆前 虚空门户轰然动开 耀眼的剑光倾泻而出 剑光闪烁片刻 虽一闪即逝 却实际存在 下方 顾青云一剑落下 身前一道白芒 自百米上空 闪烁至脚下 他保持着落剑的姿势 细细感悟 方才那一剑 安娜和蒋薇 惊疑不定地看着前方 他们看到了刚才那道 一闪即逝的剑光 但二女 都不知道顾青云在看什么 总不能珍视这座 雷霆武馆总部大楼吧 二女心中觉得 天方夜谭之际 面前的雷霆武馆总部大楼 忽然整体发出咔嚓一声 第八十章 大哥救我 咔嚓 声响虽然不大 却清晰地映入 安娜和蒋薇二女的耳中 煞世间不可思议地念头 涌上心头 但还未等二女有所反应 面前的雷霆武馆 从上至下 浮现一道笔直的裂纹 裂纹蔓延上百米 将整个雷霆武馆 纵向切开 顾青云一袭白衣 静静站在那 保持着落剑的姿势 安娜和蒋薇愣愣抬头 二女眼中涌现浓郁的亥然 蒋薇本能地拿出摄像机 将雷霆武馆总部大楼 被一分为二 外加上顾青云一袭白衣的背影 拍摄下来 直到记录完毕 她才嫩嫩回神 看着手中相片 蒋薇觉得 这可能是自己当记者生涯中 所记录最大的一件事情 蓝星202023年6月6日 白衣见先顾青云 于看守所离开 孤身独闯治安署总部大楼 斩杀段宏图 于泰 并在随后 剑斩雷霆武馆 蒋薇震撼地想着时 顾青云看了她和安娜一眼 安娜姐 你们先退避吧 安娜文言很快回神 知道五军层次的战斗 不是她和蒋薇能插手的 她点点头 带着回神的蒋薇远离此地 而与此同时 雷霆武馆最上层 露天雷池之中 雷池上空缠绕的 丝丝缕缕雷电 被瞬间劈碎 连带着偌大的雷池 也被瞬间一分为二 水流在重力的作用下 向32层流去 继而涌向整座大楼 桑明远茫然地 看向自己大哥 差一道 大哥 这怎么了 雷池怎么坏了 桑明远站起身 哗啦啦的水声响起 蠢货 他懒得多说 身上噼里啪啦的 电弧闪烁 将水自蒸干 随后他穿上衣服 走到天台边向下看去 银色之下 一袭白衣的青年 静静站在那 感受到他的目光 缓缓也抬起头来 桑明远脸色微变 继而缓缓阴沉下去 当顾清云出现在 此地的那一刻 他就几乎明白了一些事情 断红图那边 为何迟迟没有回信 他派出探查的人 为何什么消息 都得不到 青红 桑明远眸子迷起 不顾大楼高上百米 直接一跃而下 气流涌动 桑明远化作一道雷光 砰的一下 砸在顾清云面前的地面上 水泥路面瞬间崩碎 桑明远自雷光中走出 冷笑地看着顾清云 小鬼 青红就派了 你一个人来 桑明远表情阴沉 看向顾清云的目光 充满杀意 顾清云没回应他 淡淡抬起手中常见 动手之前 回答我一个问题 桑明远一愣 继而吃笑道 好 就算是你的遗言了 纵使顾清云那边 真掌控了什么证据 但那也不过是 段宏图和于太一面之词而已 没有剩余人证 第九局也无法拿自己怎么样 但他 却可以以挑衅的名义 将眼前的小鬼 给直接杀了 跳跳跳 居然跳到他脸上来了 真是找死啊 顾清云没去李桑明远身上 那暴虐的杀意 静静开口道 吴月希 你可还记得此人 顾清云逼问段宏图时 安娜顺便问了一句 无数的女儿吴月希 但段宏图只说 将其交给了桑明勇 具体去处便不知道了 桑明勇眸子微动 不打反问道 谁 我怎么知道 说着 他在心底对号入座 很快就想到了那个少女 但是 顾清云问他做什么 桑明勇心头有些凝重 顾清云眸光一点点转了 这人 你好好问他话 他就是不回答 就得走呗 先打个半死 再用大日神剑去问 摇摇头 顾清云正想出手 又是一道人影 从上空降了下来 桑明远看向自己哥哥 摇了摇头 我探查了一遍 周围没有其他高手 纵使他有些二 但看到顾清云时 也知道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 所以第一时间 桑明勇跳下来 他便去探查周围 毕竟顾清云来了 意味着惊鸿 柳青山这些人 也不远了 但他一番探查之下 附近居然根本没有其他强者的身影 也就是说 你这小鬼 是一个人来的 桑明勇看着顾清云 颇为惊讶地说了一句 片刻后 他冷笑起来 双拳在掌中摩擦 一柄雷毛 被他凭空拉出 耀眼的电光 在其手中闪烁 给人的感觉强大无比 桑明远也双手一拉 凝聚一柄雷电长刀 同时说道 大哥 我来解决他 桑明勇是五军五重 而他是五军三重 这种情况下 一个区区小鬼 又启用得着桑明勇亲自出手 桑明勇点点头 也没太过在意 在他看来 顾清云战力虽强 就连断红图可能都在了 但他再怎么强大 都不可能超过五军层次 中部没有前往北方形成的天才 而春城 不可能会出现那样的天才强者 百年千年 尽是如此 桑明远大笑着 手持雷电长刀冲了上来 就你小子 来挑衅我雷霆武馆 你有种 再来一剑砍了老子 武者练肉 武兵练皮 武将练骨 达到三阶 便算是一位很强的高手 基本在春城也有不小地位 比如王虎那种 但四阶 却是完完全全制的跨远 五军练斧 是全方位的强大 是周身混元如一 身为五军 他们也都能轻而易举地 摧毁一座大楼 所以 在桑明远看来 顾清云的一剑虽然不错 却还远远达不到 让他忌惮的地步 面对冲来的壮汉 顾清云平静看着对方 手中长剑一番 而后缓缓抬起 恐怖的高温自剑身上腾起 长剑一点点缭绕青烟 继而滚烫 通红 最后 在桑明远来到顾清云五部之内时 他手中长剑已经化作赤金之色 赤金长剑 毫无花哨的前刺 只是最为普通的一剑 但是 面对这一剑的桑明远 却忽然头皮发麻 心头警钟长鸣 无者本能告诉着桑明远 顾清云这一剑 他躲不了 不论生出何等躲避的念头 都会被一剑刺中 而刺中不要紧 要命的是 桑明远能感受到 顾清云长剑之上 腾起的恐怖力量 那是 能杀了他的一剑 桑明远猛地回头 焦急看向自己大哥 眼神满是惊恐 大哥救我 第八十一章 愤怒的桑明勇 雷电法王降临 听着自己弟弟的话 桑明勇脸色骤变 当顾清云用出大日神剑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了 那很不凡 但顾清云是什么实力 冲其量 武将之下第一人罢了 他怎么可能跨越大境界 挑战武军 这是桑明勇压根就没去想的 所以 他一直都很放松 此地有自己 和弟弟桑明远二人在 顾清云 就是个手到擒来的小鬼罢了 然而 桑明远的一句话 让桑明勇眼皮狠狠跳动 像是要发生什么 极其不好的事情一般 他没有多想 身形化作雷光 直直冲向顾清云 想要逼得他放弃这一剑 而桑明远见自己大哥冲来 心下也松了口气 但还不等他如蒙大射 顾清云手中的赤金长剑 依旧毫无阻碍的前刺 长剑上恐怖的高温 临近桑明远 让他的脊背越来越发寒 来不及桑明远这位武军反应 剑进呼道的攻击范围内 顾清云必重 刷 长剑刺破空气 将空气都给炙烤得没了水分 桑明远竭力化作雷光 想要转身逃走 但是 他刚刚化作雷光 赤金长剑就刺中了那团雷光 雷光疏然定格 被赤金长剑捅了得对穿 啊 雷光之中 响起了桑明远的惨叫声 惨叫声只持续了三息 便彻底消失 另一团耀眼雷光这时 也来到顾清云身侧 桑明勇献出身形 愤怒地一拳打向顾清云 哄 顾清云身形猛地飞出 撞向一旁的另一座大楼 十几层高的大楼 瞬间发出轰鸣 继而倒塌 顾清云被活埋在了废墟之中 安娜和蒋卫看着这一幕 不由焦急又担心 坏了 刚才我该拦住她的 安娜皱紧眉头 有些后悔 顾清云再强大 也不可能独自面对两位武军 安娜觉得 顾清云能抗衡一位武军 这就已经是十分不可思议了 但顾清云可能尚且年轻 身上有属于天骄的傲气 可顾清云有傲气 自己难道不会提醒吗 怎么就信了那家伙 安娜满心都是后悔 举出手机 拨给了金红 电话那头很快接通 安娜语速极快地说道 金红组长 你还有多久能到 顾清云快要撑不住了 电话那头 金红微微一愣 吉尔脸色冷了下来 我不是说 一定要拦住她 等我们到了再动手吗 说着 想起顾清云的性格 金红又觉得有些无奈 挂断电话 迎着柳青山疑惑的目光 金红说道 顾清云那头 已经被桑明勇和桑明远 合力围攻 我们要快点了 柳青山眉头皱紧 看了眼窗外 还有三分钟 他摇了摇头 不行 顾清云撑不了那么久 说着 不顾高速行驶的车子 柳青山直接打开车门 起身跳了出去 金红也是同样 二者离开车子后 身形迅速拔生 从半空急行向雷霆武馆 五军强者 淬炼脏腑后 周身与天地混援一体 便能无损欲空 舍弃车子后 他们二人 大概能在一分钟内 赶到战场 希望还来得及 金红和柳青山 同时有了这一想法 二人 也对顾清云的狂傲 再次有了认知 孤身一人 就敢去挑衅两位五军 谁给他的底切 二人满心地疑惑不解 战场 看都没看 被自己一拳轰入大楼内的顾清云 桑明勇急忙看向了那团雷光 雷光缓缓消散 桑明远的身躯浮现在眼前 桑明勇那双精明的小眼睛瞬间瞪大 圆滚滚地身躯顿住 此时的桑明远 浑身已经化作焦炭 胸口有一个碗口醋的大洞 旁边的五脏六腑全部被烧着 桑明勇颤抖地上前 摸了摸弟弟的脉搏 煞事之间 他双目血红 猛地转头看向那栋倒塌的大楼 小鬼 桑明勇瞬间震怒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的救援那么及时 居然还是没能救下弟弟 仅仅三夕啊三夕 顾清云就将桑明远给烧成了焦炭 桑明勇浑身雷光绽放 圆滚滚的肚皮不断收缩 提表雷光蔓延而出 他脚踏半空 浑身缠绕雷霆 一手持雷毛 一手持雷棍 此刻的桑明勇 宛若一尊雷电法王 真疼啊 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到了那个 让自己极为厌恶的声音 顾清云手持长剑 从倒塌的大楼废墟中走出 身上的白色西装 虽然沾满灰尘 但在安娜和蒋卫的眼中 此刻的顾清云 仿若发了光一般 面对武军强者的一击 顾清云居然成功挡住了 并且 顾清云那一剑 竟然真的在桑明勇眼皮子底下 杀了其地点 二女觉得这太过不可思议 激动得得满脸欣喜 混沌舰体持剑的百倍加强 除了攻击力 防御力自然也有 持剑的顾清云 就是一位全方位的武军 而并非只有攻击力 桑明勇虽然很强 是武军武冲的恐怖存在 但顾清云仍能抗住对方一拳 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出来 是刚刚他在接受杀死桑明勇 而得到的系统奖励 第一 恭喜主人 斩杀武军三重敌人 气血加1000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300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境界 五兵二重 气血 23425 体质 混沌舰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五级 大日神剑 SS级 入门 400携档1000 剑开天门 S级 小城 3200 100000 苍云剑 A级 圆满 75000 100000 武器 二阶 合金长剑 看着已经来到五兵二重的境界 顾清云笑了笑 你还敢笑 桑明勇暴怒冲来 因为顾清云 他不仅损失了弟弟 本来安稳的副军长生活 也要被打破 这些 都是因为面前这个臭小鬼 他该死 桑明勇周身缠绕雷电 对着顾清云刺出雷毛 劈出雷棍 恐怖的雷霆 仿若要将苍穹刺破 带给人极大压力 不过顾清云 喜欢这样的压力 没人知道 一周前 他还是个手无腹肌之力 无考三次不过的励志人物 而现在 仅仅一周过去 他已经能和桑明远这等武军强者较量 感慨时光荏苒 自己和从前大有不同的同时 顾清云脸色平静 手中长剑向前斩去 第82章 大日烈阳之下 一切皆为灰烬 长剑精准前批 将桑明勇的雷电长矛和雷棍击退 桑明勇没察觉到什么 只是惊讶 顾清云的力道没有他大 但这准头 未免也太高了些 桑明勇浑身缠绕雷光 在顾清云深周 连连闪烁起来 他的战斗经验很多 最知道剑客的弱点 剑客 都是高攻击 低防御的一群人 桑明勇的雷霆 恰好兼具速度 与爆炸般的攻击力 所以 他只需要借助自己超强的速度 便能压制顾清云 桑明勇算盘打得很不错 贴身近战之下 这位五军五重 表现出了对顾清云绝对的压制力 不论是力量 速度 他都差了桑明勇太多 并且 桑明勇很狡猾 又有自己弟弟的先例在前 他不可能再轻易上顾清云的荡 这让他抽出机会 施展剑开天门都做不到 怕是蓄力的那一两秒 他会先被桑明勇刺穿心脏 顾清云白衣沾满灰尘 脸色一点点凝重下去 桑明勇是他自崛起以来 所遇到的最强敌人 速度和爆发力都死死克制着他 不过 顾清云也并非没办法对付 既然来了 那他就定然要轻斩桑明勇 剑客 一往无前 剑先锁定下的目标 更是必然完成 顾清云手中长剑挥动 白云般的剑光施展 将身侧五步内笼罩 桑明勇处于白云剑光内 这才感受到了 那股剑近乎道的恐怖 万千把长剑 都要在瞬间斩向自己 是什么感觉 桑明勇现在就在承受着 他脸色阴沉 狡猾的双眼不断转动 思考对策 那种想要躲避万千长剑 又必无可避 只能等死的感觉 宛若本能一般 这踏马神妖鹿子 桑明勇催了一口 竖起双臂在身前抵挡 叮叮 常见狂风咒语般 斩在桑明勇竖起的双臂前 发出金铁浇明之音 桑明勇这时脸色阴沉 你 就是凭借这种 让人躲不开的剑道 杀了明远 说话同时 他还想起了当初的周俊 周俊死的时候 整个春城大部分人都剑了 当时的桑明勇也不太理解 明明周俊有机会躲开 但为什么不躲 现在 他终于明白了 也知道了 刚刚自己弟弟 为何不躲 这小子剑 压根特么就躲不开 顾青云没理对方 长剑依旧狂风咒语地展出 苍云剑外加剑近呼道 让他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招式 万千长剑 都给敌人避无可避之感 这会有多么恐怖 只是可惜 苍云剑只是A级5G 威力太低了 看着5G一栏 苍云剑 A级 圆满 750000 1000000 若是苍云剑达到圆满之上的层次 或是寂静呼道 或是超脱 届时 苍云剑的威力 是否会提升到堪比S级5G 顾青云目光闪烁 不再多想 这时 苍云勇渐进深战 拿不下顾青云 反而被对方压制 当即 他就准备变招 改用远程攻击 苍云勇抽退身形 在身周凝聚一发发雷球 雷球轰鸣着射出 席卷向地上那个白衣青年 就在苍云勇的注视中 白衣青年施展苍云剑 披落一颗颗雷球 这个过程 大概持续了十秒左右 十秒过后 白衣青年站在原地 胸膛剧烈起伏 微微喘息 像是历劫一般 桑民勇大笑了起来 小鬼 你那像是闪电一样的5G 确实有点不凡 也确实很强大 还有那赤金色滚烫的5G 也都很厉害 再加上 你可以让人避无可避的剑术 撑得上一声绝世添骄了 但是 我没从你身上 感受到武军的气息 不入武军 你便想战胜我 痴心妄想 天才 我杀了不知道多少了 桑民勇化落 浑身雷电高涨 来到了一个恐怖的极限 她飞身 冲向顾清云 拳头上雷电劈啪作响 给人的感觉极其恐怖 安娜和蒋威脸色大变 金发玉姐奋不顾身地 抽出腿上双枪 拔腿便冲了出去 蒋威也头脑一热 她不迷恋顾清云 但却对这个男人感到好奇 同时 蒋威也不想让顾清云 这样一个绝世天骄 白白陨落 蒋威也化作一道雷光 那雷光是紫色的 十分不凡 她后发先制 速度更快地冲向顾清云 然而 两个武兵巅峰 哪怕都各自有隐藏的底牌 却也不可能像顾清云一样 跨越两个大境界 力战武军 劈啪 电弧作响声中 桑民勇见眼前的白衣青年抬眼 与她对视 那青年的眼中 没有什么绝望 恐惧 甚至哪怕一丝遗憾都没有 那白衣青年的眼中 有的只是平静与淡默 桑民勇冷笑一声 毫不犹豫地轰出拳头 此时的她 距离顾清云 仅剩三步 挥出缠绕雷光的拳头同时 她和顾清云的距离 迅速拉近到两步 仅差一步 但这一步 却仿若咫尺天涯 桑民勇正疑惑 自己的拳头 怎么打不过去了的同时 顾清云手中长剑 已经斜斜抬起 赤金色的大日神剑 毫无顾忌地释放 下一秒 恐怖的猎羊 吞噬了桑民勇的身躯 顾清云手中 赤金长剑斩出 白云化作万千赤金色云彩 让桑民勇只觉得 无数轮惶惶大日对准自己 好似要清洗她的罪恶 顾清云冷谋 杀对方之前 开口平静问道 吴月希的下落 桑民勇眼神惊俱地 看着漫天赤金云彩 大脑已然失去思考能力 但她还是本能般回答顾清云 断红图将吴月希给我送来 我本来是要自己留着的 但吴月希被灵意会 北方分部的一位 执事看重带走 自此与我便没了联络 顾清云闻言 沉吟了下又问 如何联系那位灵意会执事 在雷霆武馆32层 我的办公室第二排 第三个保险箱内 密码是 桑民勇说着这些话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为何要回应顾清云 她彻底惊恐 想要挣扎逃跑 却没有任何作用 赤金长剑 毫无阻碍地刺破了她的胸膛 将那颗有力的心脏 化为焦炭 五脏六腑进阶烧毁 最终 赤金色云彩散去 奋不顾身冲来的安娜 和蒋威就见 顾清云身前 又是一捧尘土挥洒 散落半空 那另外一具尸体 此时也溃散成沙 随风飘扬 今夜此地 除了一栋倒塌的大楼 以及一地的狼藉外 好似 世上压根就没存在过 桑民勇兄弟俩 第83章 人跑哪个方向了 金发玉解的 那双黑丝大长腿 缓缓停住 一脸呆滞地 看向眼中那道白衣身影 同样 在他身前 化作紫色雷光的蒋威 也顿住脚步 重新现出身形 他看向顾清云 看着桑民勇的尸体 也渐渐化为灰烬 站在那一句话 也说不出 而此刻的顾清云脑海内 斩杀桑民勇的奖励来到 给顾清云带来了不小惊喜 叮 恭喜主人 斩杀五军五重敌人 气血加15000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600 苍云剑熟练度加5000 想不到 沙桑民勇 居然有15000点气血奖励 大日神剑熟练度也翻了一倍 还有苍云剑熟练度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20岁 境界 五冰三重 气血 384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5G 大日神剑 SS级 精通 0-1000 剑开天门 S级 小乘 3-2000-1000 苍云剑 A级 圆满 8-0000-1000-000 武器 二阶合金长剑 残破 顾清云没注意到 安娜送的那把二阶合金长剑 在陪伴他走过了不足三天 杀敌三四位后 也走到了尽头 此时的他 正沉浸在系统所奖励的大日神剑 苍云剑感悟之中 而与此同时 距离此地不足万米 两道身影于半空即尺 火速赶来 看着雷霆武馆那边的场景 足足一栋楼倒塌 柳青山和金红的脸色瞬间一沉 二者对视一眼 心中都有不妙预感涌现 刚刚距离不远 他们就能听到那边的战斗声 有战斗声 证明顾清云起码还没死 但现在 战斗声停止了 这意味着什么 金红和柳青山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春城许久都没出过顾清云这样的天才 她是有望振兴春城的天骄 比柳青山 金红当年都要强出很多 这样的人 不能因为一个贪官污吏而死 那也太冤了吧 二人速度飞快地赶往战场 在十秒后 跨越这万米距离 看到了雷霆武馆前的一切 轰轰 两位武军强者 毫不顾忌地施展速度 引得空气 瘟鸣颤抖 强大的压迫感笼罩而来 安娜和蒋威缓缓抬头 看到了柳青山与金红二人的神音 但他们的眼中此刻没有惊喜 因为二女仍旧还处于顾清云 带给他们的震撼之中 安娜紧紧一回想 自己认识到顾清云这几天 初次见面 她觉得对方挺帅 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便亲自带她去测试气血 完成武蒙认证 当时的顾清云还很青涩 测试出来的实力 也最高只有五兵一重 然而 她当时就拥有极强的剑道 能一剑击败灵远 后来 安娜见顾清云心怀正义 很适合加入第九局 她毫不犹豫地发出招揽 同时也存了把对方 留在身边的心思 而后 最梦楼的事情就出现了 顾清云在此期间 先斩王虎 再斩周骏 近看守所待了两天后 出来直接斩杀断红图 甚至就连身为武军的 桑明勇兄弟 他都一并斩了 这实力提升的 未免也有点太快了些 顾清云在安娜心中 一点点被不断拔高 那道白衣身影 虽然身上沾满灰尘 甚至那身西装都因战斗而有些破损 但 顾清云在安娜眼中 却是无比的高大 她不免看了眼 身前不远处的蒋威 心头苦笑 像顾清云这样的男人 是她能够留住的吗 现在只是蒋威一个 今后呢 伴随着顾清云的崛起 会有多少天骄少女 倒在她面前 安娜心中有些复杂 有些失落 但想让她就此放弃顾清云 那是不可能的 而蒋威 感受到安娜那有些敌意的目光 蒋威毫不犹豫地回看了过去 她不论是境界 资质 天赋 都不差安娜 哪怕安娜还有个暗中的第九局身份 她也不可能将顾清云拱手让出 身为记者 身为最前端第一线的记者 她最懂得如何去争 有些事情 你不争 就会永远与你擦肩而过 哼 骚狐猎 哼 假性感 布里二女的心理斗争 脚踏半空 一头短发随风飘扬的金红 和柳青山对视一眼 看着那刀背对他们而立的白衣身影 二人短暂愣神后 迅速反应过来 他们四下看去 强大的感知四散 寻找着桑明勇兄弟二人的踪迹 然而这一探查 二人顿时皱紧眉头 周围并无其他武军层次的强者 也就是说 在他们快要抵达战场的这段时间 桑明勇或许提早得到消息 与其弟弟一起逃走了 金红和柳青山的脸色 疏然阴沉下去 两位武军流落在外 这得给春城带来多大的隐患 更甚者 二人若是加入邪恶组织 导向异寿那边 这就是在活生生打鼓国官方的脸啊 虽然这么多年 被邪恶组织腐蚀的人也不少 但这次是春城全民皆知 所有人都在等城主府给一个答案 是白衣青年顾青云当街行凶 还是对方年轻有为 力展贪官污吏 春城民众需要个说法 可现在 桑明勇和桑明远跑了 这算什么说法 城主府无能 北方行省无能 异寿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 北方行省远离中枢 已经快要成为被放弃的地狱 而一旦谷国官方放弃北方行省 这里将被寿巢吞没 无数的百姓死在异寿口中 那 可就真称了邪恶组织的道了 二人脸色极为阴沉凝重 但却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柳青山与金鸿降下身形 齐齐来到安娜身旁 金鸿侧侧头看去 人跑哪个方向了 我尝试追追 柳青山摇头 宁重道 桑明勇武军五重 桑明远武军三重 你只是三重 虽然能力压二者其中任何一人 却不保险 还是我去 柳青山此话没有夸大 他是春城最强者 真就是明面上的第一最强者 武军巅峰境界的他 有资格说出 独自拿下桑明勇兄弟的底气 金鸿知道事态严重性 没有坚持 点了点头 柳青山身周气息涌动 随时准备拔地而起 他看着安娜 等待他指明方向 然而 安娜听着二人的话 却是有些摸不清头脑 柳城主 金鸿组长 你们在说什么 什么人跑哪个方向了 第84章 你应该站在正面 成为全人类的信仰 安娜不打反问 让柳青山和金鸿未知一论 金鸿看了看这一地的战斗狼藉 再看看江丽不动 俨然一副消耗极大样子的顾青云 理所当然的问道 桑明勇和桑明远兄弟俩 他们跑哪个方向了 金鸿将自己的问题明确了一遍 安娜瞬间回神 不禁玩耳一笑 她知道 金鸿和柳青山这是想错了 她指了指一袭白衣 背对众人将厉的顾青云 莫 人都被她杀了 这话落下 柳青山和金鸿再次愣了愣 许久都没缓过神来 人 都被顾青云杀了 二人反应片刻 猛地转头看向顾青云 眼中情绪疯狂涌动 一旁 蒋维梅里来到的柳城主二人 取出相机对准顾青云 按下拍摄键 同时她在图上附上一行文字 22023年6月6日晚 白衣剑仙顾青云 于雷霆武馆总部大楼前 施展猎日一般的剑法 力斩二位武军 大二日驱邪 做完这一切 蒋维满意一笑 她待会会和顾青云 请示自己这样做 对方愿不愿意 不愿意的话 她会将这些全部删了 如果顾青云无所谓 那她今后想为对方一直记录 当然 那要顾青云 能一直保持这般恐怖的崛起之事 蒋维相机镜头一转 发现了一旁满脸震惊的柳成主和金鸿 她双目一亮 拿起相机 就是咔咔两声 白衣剑仙大日驱邪当晚 柳成主和天才女剑客金鸿随后赶到 二人对此表露浓厚震惊 她又拍了拍周围的战斗痕迹 最终心满意足地收起相机 嗯 值得一提 这相机是断红图要自证清白 所以特意让人取来的蒋维的相机 她用着很顺手 这时呆立当场的柳青山和金鸿方才是反应过来 二者看着那白衣青年背影 眼神一片茫然 他们听到了什么 顾清云将桑明勇和桑明远二人给杀了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两位武军啊 金鸿最多立抗 保证不死 但想拖住二人都难 柳青山纵使是武军巅峰 却也最多压制二人 一点点将他们磨死 顾清云呢 这小子 将那两人都给直接杀了 卧槽 二人纵使身居高位 此时心底都难免抱了粗口 这消息 太过震撼了 只是 金鸿目光一转 扫向四周 她好像 并没能看到桑明勇兄弟的尸体啊 金鸿侧眸看向安娜 诧异问道 你说 人被顾清云杀了 尸体呢 安娜抬头看去 只向上位被风彻底吹散的一缕骨灰 金鸿眸光冷了冷 安娜 我是不是平日对你要求太轻松了 金鸿觉得 安娜这都开始哄骗起自己了 她有些生气 但不等她发火 蒋威便抬步走来 说道 事情确实如她所说的那样 人被顾清云杀了 尸体 蒋威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因为若非青年所见 谁会相信 淬炼五脏六腑 周身混缘如一的武军 都被烧成飞灰 得到蒋威的确认 金鸿虽然仍旧觉得匪夷所思 却也不再怀疑 她看向白衣青年背影 美眸连连颤抖 顾清云这小子 还身怀其他绝强武技 则则 能将武军烧成飞灰 那得是何等层次的武技 金鸿有些眼馋 但怎么办呢 打是打不过顾清云的 难不成 让她以美色去换 看了眼安娜和蒋威 金鸿心下一沉 她总不能跟下属和小姑娘 去争夺男人 顾清云微闭的双眼缓缓睁开 已经将所得的感悟 全部化作战力 她转过身 看着柳青山和金鸿来到 打了个招呼 柳城主 金鸿组长 柳青山复杂地看着顾清云 事到如今 她已经毫不怀疑顾清云的战力 只是 顾清云这般人物 成长得也太过迅猛了一些 莫非 她支持武军 柳青山对于这一点 有着深深的疑惑 偏偏 她还就在顾清云身上 感知不到丝毫武军的气息 这是怎么回事 压下心底的浓浓好奇 柳青山上前两步 欣慰地看着顾清云 身为城主 她此刻却是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顾清云带给她的震撼 属实有些太大了点 最终最终 柳青山深吸口气 感慨道 我春城 出了个不得了的存在啊 柳青山话语唏嘘 仿佛是看到了春城崛起的希望 但是片刻后 柳青山眼中的光芒 又散去大半 如果顾清云愿意 她愿意随时将这个城主之位 让给对方 可 自古北方行省的天才 就没有留在北方行省的 大多数人都去了中部 在那里扎根修炼 北方行省 自古便无人问津 这里每出现一个天才 就会被中部招揽走 毕竟 中部的整体五到十例 要强出北方行省太多 那里 是整个谷国的核心 人往高处走 柳青山并非不可理解 那些天才们的选择 但身为春城城主 心底落寞 却还是有的 这么多年 她见过了太多的天才离去 金红和柳寒韵 算是维尔两个愿意回来的 柳寒韵自不用说 那是她女儿 在春城修炼所获得的资源 不一定会有在中部招 所以暂且 她决定先让女儿留在春城 但日后 哪怕柳青山身为春城城主 却也不想牺牲自己女儿 所以算来算去 也就金红一个 S级资质天赋的天骄 愿意甘心留在春城 守护一方安定和平 她要拿什么去留顾清云 这样的绝世添骄呢 春城 不过是到了时候 就会被谷国放弃的罢了 这里再过百年 或许就会被寿潮吞没吧 柳青山心底苦涩涌起 复杂难鸣 而金红 看着顾清云的双眼 也是充满了感慨 最终 她摇摇头 笑叶如花道 即日起 你便不是我第九局的人了 金红的话 让包括柳青山在内的所有人 都是一愣 安娜赶忙看向女领导 不解道 金红姐 她没叫组长 而是姐 在攀关系 金红扫了她一眼 摇了摇头 最后看向顾清云 我第九局 容不下你这尊绝世添骄 我第九局 只是暗处守卫和平安定的影子 而你 该去正面 成为全人类瞩目的绝世添骄 成为人类的信仰之助 第八十五章 十皆五胜 金红说出这番话时 满心的苦涩唏嘘 无法诉说 但 她的想法 确实就是这样的 第九局 其实只是黑暗里守护和平的影子 可没有光明 何来黑暗 高五时代降临至今两千多年 人类生存的区域 由最初的接近百分百 骤降到百分之三十 还在每年锐减 此等形势之下 大部分人看不到希望 才会被邪恶组织腐蚀 倒向异兽那边 他们虽是全人类的叛徒 可其中难不成 真没有无可奈何 并非同情 只是光明不够亮的话 黑暗迟早会吞没一切 像是顾清云这样的绝世天骄 能在如今就已见到击败金红 以实力硬生生越阶斩杀两位武军 这样的人 绝不可以再留在第九局 第九局 只会限制对方的发展 他不该站在黑暗里 他应该成为光明 听到金红感慨的话 所有人都是心底震惊 安娜俏脸充满复杂 虽不舍顾清云 却也知道金红的画在里 如果顾清云只是之前那样 S级天赋资质的天骄也就罢了 可现在看 顾清云压根不是S级 SS也绝对无法碰瓷 他 肯定是SSS级的恐怖天骄 甚至是最顶层的那一批 回想最顶层的那批SSS级天骄 如今是什么境界 五皇五帝 还是五尊 甚至于九阶五神 顾清云 未来至少都是一个七阶强者 甚至八阶九阶在望 哪怕十阶五圣 那从未有人到达过的境界 也未必不可能 他的崛起势头太猛了 堪称前无古人 这样的人 不该站在光明之下 受万万人敬仰吗 柳清山心底苦涩再次涌起 未来的七阶五皇 八阶五尊 若是能留守春城镇守 春城 怕是很久 不会被异兽所侵犯吧 但是 这却是不可能的 柳清山收起心底复杂 看向顾清云 将其实做了同等层次的人物看待 顾小友 你见展醉梦楼几大煮饭 剩下的 我柳清山也会给你一个交代 说着 柳清山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粗狂的声音 哪怕没开免提 声音都能被所有人听到 老柳 正办事呢 你啥事 柳清山沉吟了下 既然能接电话 意味着没什么意外 他开口问道 事情解决如何 电话那头声音响起 等等啊 我开个视频 说着 柳清山的手机画面上出现一个健壮壮汉 肩扛大小军衔 镜头一转 他对准了面前被绑得结结实实的几人 当先的 桑明勇的秘书上森映入眼帘 壮汉碰的一脚踹在上森身上 大骂道 老柳 知道我抓到这孙子时候 他在做什么吗 他还在那直播剃断红彤那狗日的正名清白呢 这种垃圾 我阮卫林见一个杀一个 娘娘的腿的 说着 阮卫林在将镜头对准另一人 又是砰一脚踹去 审判庭三级审判长 财政司三级处长等等 映入眼帘 顾清云虽然不认识这些人 但在阮卫林一脚一个的介绍下 却也明白了他们的身份 阮卫林将镜头翻转 这时看向了柳青山这边 看到他身旁站着的顾清云 阮卫林双目一亮 仿若看到了什么西式珍宝 老柳 你和那小子待在一起呢 等我 等我呀 说着 他没等柳青山回应 便挂断了电话 顾清云一头雾水 有些摸不清头脑 柳青山无奈笑了笑 解释道 老染是春城军区总部大校 身为军方的人 你应该明白 他们最喜欢挖人 柳青山说着 明显有些脸黑 顾清云也反应过来 前世他当过兵 知道军方内挖人 是件很传统的事情 精英联队在普通联队里挖人 王牌连队又在精英连队挖人 最后 侦察兵 特种兵之间也都满是挖人传统 所以 阮卫灵这事 看上自己了 想让自己加入军方 没过十分钟 一辆军绿色越野车轰鸣而来 尚未停稳 骑上就跳下一个壮汉 壮汉个头有两米多高 浑身肌肉球节 身躯像是个铁塔 铁塔般的壮汉大步上前 三两步便来到了顾清云面前 不顾顾清云的一身灰尘 他伸出双手按在顾清云肩膀上 大笑说道 小子 真不错 这身板硬朗 顾清云有些不自然 却也没挣脱 阮卫灵这时转头 看了一眼惊鸿 又看一眼柳青山 他脸色疏然一变 急急忙忙道 我告诉你们啊 这小子我军方预定了 老子亲自带他 迟早再为春城培养出一位武军来 你们谁都别跟我抢 想到顾清云当街剑斩周郡 王虎那样扎子的场景 他就心中畅快 然而 柳青山随后的话 却让阮卫灵陡然禁忌下去 培养一位武军 怕是不用了 柳青山将顾清云今夜所做的事情 独闯治安署总部 杀了段宏图 随后又来到雷霆武馆 剑斩两位武军强者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听完 阮卫灵愣了 他呆滞转头 恶然看向顾清云 按在对方肩膀上的手仿若 是出了电一般 飞快收回 阮卫灵搓搓手 像是在看一件西式珍宝般 小心翼翼 这 这样的吗 那确实不能加入 我军方 你应该独自发展 走属于自己的道路 阮卫灵喃喃说着 却看着满身是灰的顾清云 仍旧忍不住想摸上一把 这可是他距离绝世天骄 最近的一回啊 看着如此有趣的军方大笑 顾清云也不禁笑了笑 阮大笑 我是顾清云 阮卫灵搓搓手 激动地与顾清云握手 阮卫灵 说着 他看了柳青山一眼 城内的事情 找他 让魏灵仿若是在叙述一件事实一般 底气十足 身为春城军方负责人 他确实有这个底气 同样 如此结交绝世天骄的机会 他岂能错过 顾清云点点头 深深记下 见二人说完 金红拍了拍手 对顾清云笑道 今日之事 尚且是你身为第九局成员做的 第九局奖罚分明 今日一切战利品 比如雷霆武馆的遗产 都归你所有 第八十六章 论成熟大姐姐的魅力 金红话音响起 顾清云目光亮了下 望向那高达一百米的 雷霆武馆总部大楼 他不禁有些后悔 早知道这样 他就不一见展开这座大楼了 这可都是自己的资产啊 虽然现在的也很值钱 但和其完整时能比吗 顾清云心中觉得肉疼 只觉得自己 仿佛错过了一个亿 见他反应 金红笑了笑 你也别开心太早 今日你们大战 受到的波及不小 说着 金红看了看那座倒塌的大楼 以及周围的一片狼藉 桑民勇兄弟所留下的东西 需要扣除这些损失 剩下的才归你 顾清云点点头 自己所造成的损失 自然自己负责 从前 他还是第九局的人的时候 这些都是第九局来负责 但现在 自己就将不是了 即便如此 哪怕扣除损失 桑民勇兄弟两位武军的遗产 也是极其丰厚的 毕竟那可是 一省副郡长 以及春城三大顶尖武馆之一的馆主 蒋伟走上前 拿起手中的相机 对顾清云示意了一下问道 刚刚在你战斗时 我拍了不少照片记录 这些我可以留着 替你发到网上倒是吗 顾清云皱了下眉 他不太喜欢出风头 但现在他说这些话 好像都有些站不住脚 不论是大庭广众之下 展王虎 周骏 还是独闯治安署总部 亦或者力展两位武军 这些 哪个不是大出风头的事情 他说自己不想出风头 谁信 更何况 惊鸿的话也让顾清云陷入沉思 他知道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这个道理 而身为人族 人类 他是不可能跟异兽妥协的 更不可能跟桑明勇这种人 同流合污 所以 他只要还在变强的路上 肩上的责任就难免变多 责任大了 也就不觉得压身了 笑了笑 顾清云摇头道 我不在乎 蒋记者看着办就好 蒋威欣喜点头 你放心 我不会轻易将这些照片和信息放出去的 舆论这方面 他是专业的 蒋威说着 眼中绽放光芒 他感觉 自己发现了一条极为宽阔 极为光明的道路 那就是 以自己之身 记录顾清云这位人类天才的崛起过程 这将是一场多么励志的事情 心中激动 柳青山这时也看向了他 蒋记者 春城时报那边 我已经打过招呼 总主编该换换了 春城时报 是春城最权威的新闻机构 自然在城主府的管辖范围内 桑米勇跃及指挥 便能让春城时报倒戈 柳青山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理 总主编为止该换换的意思 自然不言而喻 蒋威目光稍亮 却没有顾清云 同意让他记录对方的事迹惊喜 在顾清云 这样的顶尖天骄面前 其他的一切都显得平淡 柳青山又道 接下来 替罪梦楼之时定性 为顾清云证明的事情 就全部交给蒋记者了 蒋威点点头 将此事应下 秘书李先公 乘坐黑色轿车刚刚来到 柳青山便派了对方一个任务 送蒋威去一趟春城时报 此举意欲合为 不言而喻 柳青山要告诉春城时报的那些人 蒋威背后是他 是人是鬼 都给我收起爪牙 蒋威离开后 一身迷彩服的阮卫灵 也告辞离开 灵走还不忘和顾清云约饭 拉紧关系 顾清云点头印下 对方对他表露善意 他自然也没架子 如果这个时候 还自持天才身份 那他就是傻子 他可不是那些 家世地位显赫的天才少爷 没那个高傲的资本 李青山看了眼面前的雷霆武馆 还是不免感慨地说了一句 顾小友 当真人中龙凤 少年英雄啊 顾清云摇头笑笑 今夜做的事情不少 两次动用大日神剑 他消耗也很大 进入雷霆武馆 取走桑民勇保险柜内的东西后 顾清云转身离开 剩下的 李青山和金鸿会进行清点 陪赴武馆学员 以及今夜之战的损失后 会将剩下的东西 全部交给顾清云 顾清云则被安娜夹着黑色大G 回往苍云武馆 来到地下停车场 安娜媚眼如私地看着顾清云 眼中透露些许迷恋 清云 我现在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 顾清云仿若是个深渊一般 明明家世那么普通 甚至有五考三次不过的经历在前 可第四次五考来临前 她却一飞冲天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安娜不明白 她只觉得自己被顾清云深深吸引 这个年轻了自己六岁的青年 身上透着一种不符合年轻人的成熟 却又有健壮无比的身体 对安娜这样的女人 杀伤力可想而知 安娜坐在驾驶位上 侧身倾斜过来 身姿性感诱人 顾清云看着自己一身是灰 破败不堪的西装 摇头失笑 安娜姐 你哪怕想诱惑我 也等等我换身衣服 安娜翘脸一致 看着走下车的顾清云 心中跺了跺脚 她快步下车 踩着高跟鞋跟在顾清云后面 安娜赶上来之际 顾清云回想着 刚刚一闪而逝的那一抹雪白沟壑 不禁动了动舌尖 成熟大姐姐的魅力 有点难以抵抗啊 二人一路上了八楼 顾清云回到自己 只待过一天的办公室 换下一身破败的白色西装 穿上了代表 沧云武馆高级荣誉教练的 黑底红纹练功服 只是可惜 顾清雪暗自打工一月 给她买的这件练功服 无法再穿了 安娜姐送的那把二阶合金长剑 现在也无法再用了 顾清云将勉强还能维持 剑身的长剑 已经交还给安娜 安娜如获珍宝般收起 说要当宝贝收藏 任后提起 这可是当年白衣剑仙 初次展露头角 连斩巅峰武将 两位武军的长剑 厉害吧 坐在办公室内 顾清云取出一枚 造型古朴的小小怀表 她翻开怀表的盖子 手指细细摸索 却没发现 这怀表究竟有什么作用 根据桑明勇所说 这就是能联系 那灵异会北方 分布直视的方式 过了一会 顾清云也没研究明白 她将怀表收起 起身离开办公室 朝七层而去 第87章 光明笼罩 时间正值晚上九点 武馆内人很少 顾清云走下七层 来到一间训练室外 这里 是核心弟子的训练场地 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只为了无管不到 二十位核心弟子服务 但这却也不夸张 因为核心弟子 未来必然都是 会成为高级荣誉教练 乃至副馆主的 他们配的这种待遇 灯火通明的训练室内 柳寒韵一身黑色练功服 身前不远处 是满头白发的顾清雪 顾清雪此时正挥动双腿 不断踢打向面前的木桩 木桩微微颤动 顾清雪的每一击落下 其上都浮现一行数字 数字代表的是 顾清雪的每一击力道 顾清云抬眸看去 发现顾清雪每一击之下 居然都有千斤之力 自己妹妹这事 迈入无辙了 这才过去几天 之前的她 才八百气血吧 顾清云有些惊讶 站在训练室外看了许久 直到顾清雪打完木桩 休息之时 才发现外面的顾清云 这一刻顾清雪愣住了 少女呆呆看着训练室外 那道熟悉身影 却无法动弹分喉 察觉异样 柳寒韵转身看去 也看到了那道黑衣身影 顾清云笑了笑 推门走了进来 看着熟悉的哥哥并非幻觉 顾清雪这才回神 她缓缓起身 双目湿润地向前走来 扑入顾清云怀里 父母死后 相依为命的兄妹俩 就是对方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 可这次 哥哥入狱 顾清雪除了求柳寒韵 却什么都做不了 这让她感到无力 感到绝望 顾清雪没日没夜的修炼 在四天内 成功迈入一阶 成为舞者 可她还是太弱了 依旧什么也做不了 顾清雪抱着顾清云 泪水浸湿顾清云的肩膀 让你担心了 顾清云轻拍妹妹后背 二人不久后分开 柳寒韵看着兄妹二人这一幕 不禁有些羡慕 至于再羡慕什么 她也不知道 顾清云没过多解释自己 为何入狱后又能出来 今夜又去做了什么 而她不说 顾清雪便不会多问 平复下顾清雪的心情后 顾清云看着她 又看看柳寒韵 好奇问道 我看你的测试尽力 好像达到了一阶的标准 柳寒韵笑了笑 替顾清雪解释了一番 听到自己妹妹 为了想救自己 没日没夜的修炼后 顾清云不免有些心疼 心中又有着浓浓感动 她笑了笑 看向柳寒韵道 多谢你教导清雪 并护着她不被带走 蒋威被断红图带走 尚且有用 断红图无法对其做些什么 但顾清雪 想到那个后果 顾清云心底杀意 就蹭蹭蹿起 然断红图已死 但她发誓 今后再遇到罪梦楼智等事情 她还会毫不犹豫地拔剑 世间污秽又如何 她当以手中之剑 斩碎漫天污秽 让人间重现光明 柳寒韵摇了摇头 韩笑道 护住清雪也不止有我 还有谭副馆主 燕副馆主他们 你要是想感谢我教导清雪这件事 那你就报答报答我 也教教我一招办事 顾清云点头 一定 柳寒韵却没在意 她只是随口一说 顾清云只要能指点她的剑道 柳寒韵就已经很满意了 护住顾清雪 也并非想从顾清云身上求点什么 只是为了 污秽在眼前 既然有能力护住皎洁 求个心安罢了 可她不知道的是 顾清云却将此事深深记下 认真考虑能教对方点什么 渐进呼到天赋 这个没法教 教了也没法学 但她在渐进呼到 这一天赋上的诸多领悟 却是可以传授给柳寒韵 两大S级之上的5G 顾清云也没准备吝啬 只要是正义之事 她愿意倾囊相授 反正这里面的前提 是自己的修炼速度 所有人都赶不上 带着顾清雪 离开苍云武馆 兄妹二人回到不算大的家 一起做了炖温馨的饭菜 服用晚餐 而这一夜 却也注定的是个不眠之夜 蒋威在李先公的陪同下 强势回到春城时报 还在播报为段宏图 证明清白的直播 被她强势掐断 随后 蒋威当场宣布了 对许多人的格职名单 最终 她连夜亲自上场 再次重新以官方名义 来播报事情的完整事实 一时之间 春城掀起滔天哗然 本来 大多数人就对春城时报 为段宏图证明清白的事情 怀疑不已 毕竟那主播不是蒋威 而由蒋威曝光事实在先 谁会轻易相信一个其他主播 但在持续播报之下 也确实有一些无知之人 相信了官方的话 毕竟省府直播间那边 也在说这件事 可当蒋威上场 说出一切后 事态瞬间颠倒 原本那些被舆论蒙蔽的大众们 瞬间反应过来 痛骂罪梦楼几个主犯 蒋威更是说出了 让所有人大快人心的话 罪梦楼主犯王虎 周骏 于泰 段宏图 如今已经尽数扶诛 她还说出了 罪梦楼幕后主犯 桑明勇兄弟等人 如今 桑明勇兄弟扶诛 剩下的人全部扶法 等待日后公开处刑 这次 黑暗笼罩得快 但正义到来得更快 而这其中的关键人物 正是那位白衣青年 蒋威引去了顾清云的名号 毕竟人名声太旺 不是件好事 她不想好心办坏事 最终将顾清云捧杀掉 所以 蒋威对这一切的叙述 都是当夜那位白衣青年 说其是官方秘密组织的人 专杀段宏图这等邪恶贪官 一时之间 春城重现光明 人们欢欣鼓舞 傅城竹府 坐在沙发上 段夫人一夜没睡 观看着新闻直播 先前看到春城时报那边 抹黑白衣青年 她咬牙切齿 气得愤怒无比 在一些高层妇人群里 看着那些人人云亦云 诋毁顾清云 段夫人接连提顾清云证明清白 说她绝对不是那种人 现在 看到蒋威曝光事情真相 段夫人愣了 她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丈夫 枕边人 居然是那样一个衣冠禽兽 许久后 段夫人颤抖着站起身 眼中一边流泪 一边欣喜大笑 段宏图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面目 该死的畜生 第八十八章 借尔三寸头 许我无敌路 咚咚 房门被敲响 段夫人起身打开房门 看到了外面站着的治安员 治安员们看向她 为首之人说道 段夫人 请跟我们走一趟 段夫人点点头 欺然一笑 笑容之中 既有对自己瞎了眼 看上段宏图那种人 感到愤怒 同时 也为被罪梦楼迫害的 那群女人们 感到悲痛 段夫人被带走后 这一夜 也不知道有多少的高官 家眷被连夜带走调查 高五蓝星 法律严苛 一旦有亲人犯罪 家人也会受到牵连 同罪不至于 但理三层外三层的彻查一遍 却也是必不可少的 乱世之下 当用重罚 许多跟罪梦楼有关之人 连夜哀嚎的时候 整个春城更多人 却是陷入火热与激动之中 网络之上 舆论已经全部倒向顾青云 白衣青年怒斩罪梦楼的事情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春城范围 开始在整个北方行省流传 甚至是会渐渐传到中部那边 城郊某处废弃工厂内 有着一头红毛的桀骜青年 穿着背心大裤衩 脚上一双拖鞋 正踩着面前一个肥硕中年人的脑袋 肥硕中年人身躯微微颤抖 根本不敢承认 汪峰冷笑一下 挥了挥手 其身旁 天火帮几位头目上前 将肥硕中年人勘压住 汪峰背对着肥硕中年人 摆了摆手 让他开口 问出更多的有关之人 老子最厌恶这种渣子 天火帮头目们齐齐点头 其中一个瘦高青年冷笑道 老大你放心 我们肯定能让他开口 汪峰欣慰点头 天火帮虽然是民间帮派 但在他的带领下 却也行正义之事 除强扶弱 不然 他也不可能加入得了第九局 这时 汪峰从裤衩兜里摸出手机 看了眼新闻 新闻页面 已然被白衣青年罢评 看着那个只见过一面的同僚 汪峰笑了笑 做得真不错啊 说着 他有些唏嘘感慨 记得初次见面时 他还觉得顾清云太过狂妄 但现在看来 是自己有眼不识泰山了 那可是能斩杀武军的人 加入第九局 哪怕惊鸿都要里让三分 更何况 他才多大年纪 比自己还小吧 同在城郊 只是与此地相距较远的一座工地内 靠在布满汉臭味的采钢房外面 面向憨厚的吴光抽着烟 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又看 最终深深吐出 半口胸中玉气 剩了半口 是他还依然没找到吴月希的下落 吴光盯着屏幕中 白衣青年的身形 不禁嘴角咧开 真诚大笑 市中心的一座高档小区卧室内 JK美少女董欣然 穿着草莓睡衣 靠在床头前查看舆论趋势 看到结果后 她满脸都是甜美笑容 真出气啊 好要的帅哥哥 董欣然激动地说了两句 房门便被人敲响 欣然 多晚了 你不睡觉啊 这就睡 董欣然回应一句 悄悄下床关灯 带门口脚步声离去后 继续查看手机屏幕 激动的大笑声 由此化作小声喃喃 一夜之间 在蒋威这位春城最美 也最有名的女主播成青夏 罪梦楼事态 全部被披露 一切沉渊得雪 白衣青年在此中 连名头都没有泄露 说一句 深藏公羽名丝毫不为过 一日 顾清云将武馆的黑底 红纹练功服戴好 换上一身干净休闲装 便带着妹妹顾清雪 前往苍云武馆 昨夜 安娜大大方方 将那台黑色大G借给了顾清云 并同时表示 他不止这一辆车 顾清云感慨 安娜这小富婆的同时 也没拒绝对方好意 都是经历过生死之交的战友 再拒绝这等小事 那就显得生分了 黑色大G不疾不徐的行驶 在九点前抵达了苍云武馆 一路上 不少人看到顾清云驾驶黑色大G 副驾驶位上是个白发漂亮妹子 一个个都暗自咬牙记恨 关键顾清云还比他们都帅 连让这群人感慨一句好白菜 都被猪拱了的机会都没有 顾清云没理所有人心底的弯弯绕绕 停好车后 便带着顾清雪来到一楼大厅 一边走 顾清云一边对顾清雪道 距离六月末的五口 不算今天 还有三周时间 你好好稳顾静见 稳步提升 不要操之过急 好成绩不是问题 听着哥哥的教导 顾清雪认真点点头 他哥哥 已经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舞蹈废物了 而是如今人们口中的白衣剑客 水晶前台内 金发玉姐已经来到 今天是一身蓝色紧身衬衣 和长款黑色包屯裙 既凸显纤细的腰肢曲线 又有种若隐若现的美 顾清云带着妹妹走上前 看了两眼后笑道 安娜姐今天真美 安娜称怪地瞥了顾清云一眼 姐姐我哪天不美 顾清云没有接茬 提起正事道 清雪已经进入一街 应该能成为我们五管的精英学员了 安娜文言收起媚态 点点头道 以你今时今日的地位 清雪直接成为我们五管的核心弟子 都不成问题 顾清云沉吟了下 还是摇头 算了吧 清雪不是修剑道的料 顾清雪有A级资质和冰晶玉体天赋 这样的她 更适合修炼寒冰类的武技 侧重修炼 不然练剑道 她自己就可以教了 但那只会让顾清雪变得埋没 学为有自己擅长的地方 有的人擅长理科 有的人就是擅长文科 这没什么稀奇 学武更是如此 甚至更加看重契合度 安娜见顾清云坚持 顾清雪也是这个意思 便没再多说 那我先给清雪办手续 你先上去吧 金红副馆主找你有事 顾清雪还在 安娜没说称呼金红组长 顾清云点点头 将顾清雪交给安娜 她也没什么不放心 她转身离去 一身运动服显得平平无奇 安娜看了顾清云的背影一眼 谁又能想到 这样的人 就是爆火春城的正义之士 大名鼎鼎白衣剑客呢 摇摇头 她细心为顾清雪 办理成为精英学员的手续来 同时 顾清云上楼之际 也在心中紧记着 武考快要来到这一点 虽然凭借她现在 持剑加强百倍的实力 拿下状元 绝对不是什么问题 但醉梦楼一事后 她的名声已然打响 或许在普通人的圈子中 她不算什么 但在那些气力谷国 成百上千年的世家 邪恶组织眼中 她却很是扎眼 想要一直保持雄起势头 不受道路所阻 那就只有加快练剑进度了 电梯叮的一声 来到八楼 顾清云跨步走出电梯 心头微微笑了笑 剑尔三寸头 许我无敌路 第八十九章 配剑传承 苍云剑 顾清云走入自己的办公室内 换上一身黑色练功服 金红尚且还没来 她也不急着剑对方 于是 拿起随手在一楼大厅 买的合金长剑 顾清云站在空地内练起剑来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一万零一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一剑落下 脑中各种感悟生成 如今 她的剑道感悟已经高达一万点 按照五级熟练度来讲 她的剑道 也已经跨过小城门槛了 不过 剑道并不能这么算 五级横向发展 剑道纵向向前 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五级尚且有圆满 朝脱 寂静呼道一说 但剑道 却永远不可能达到顶峰 不过 剑道拥有一万点熟练度之后 顾清云却也感决心得到的这一点感悟 并没给自己带来多少的提升 她沉阴片刻 便明白了其中道理 枯竭的池塘落入一滴水 和饱满充盈的池塘落入一百滴水 哪个影响更大 自然是前者 换句话说 现在的每次剑道感悟加一 已经很难带给顾清云什么 特别大的感悟了 当然 她也不可能会放弃练剑 提升气血和武技熟练度不说 万千滴水汇聚成水流 万千水流汇聚池塘 万千池塘汇聚汪洋 这 也是一条道路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远比空空如也的木桶里 产出一滴露水 要难除太多 她并不气馁 只愿凭借自己坚定的毅力 坚持每日练剑 迟早 有水滴是川 百川汇聚成河的一天 顾清云这次没有停顿 手中长剑 很快再次回下 脑中系统提示同步响起 略微感悟过后 她便再次挥剑 和之前那样 一日只能挥剑一千次 就到极限了 远远不同 如今的她 大概三四秒能挥出一剑 再快的话 感悟便无法融入自身 挥剑也是白费 根据效率 顾清云给自己定下了 全新的每日练剑目标 便一日五千次吧 她笑了笑 人的目标并未一成不变 而是时时刻刻都会产生变化 死目标 永远无法让人真正强大 只会让人偏安抑郁 她收起思绪 不断挥剑 直至三十分钟后 金红敲响办公室房门 顾清云已经挥出五百剑了 听到门口的声音 她缓缓收剑 抬脚打开房门 一身黑底金纹练功夫的金红 走了进来 换上五管服装的她 再配上那一头干练的短发 显得没有昨日那般强势 身上多出了一股 失节的感觉 顾清云有些莫名 引着金红坐下 金红坐在办公椅上 双腿不自觉翘起 腰间横跨细红长剑 她看着顾清云 挑眉笑道 看来一夜过去 你已经完全缓过来了 缓什么 顾清云有些发愣 金红也被噎了一下 心想顾清云这妖孽 不能力战两位武军 自身消耗甚至都不大吧 那就有点太夸张了 堪称变态了 这倒是金红想错了 顾清云昨日消耗确实很大 可混沌剑体的恢复力 也是响当当的 无上级体质 就是这一点好 各方面 全方位的强大 金红摇摇头 提起正事 昨夜 我们连夜清点了你的战利品 雷霆武馆的价值 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 无法折算 你有两个选择 说着 金红解释起两个选择来 其一 顾清云可以亲自出任 雷霆武馆馆主 当然 这需要他能服众 让雷霆武馆的副馆主 高级荣誉教练们屈服 那都是一群修炼雷法的强悍武夫 但以顾清云的实力 金红觉得 没什么问题 至于雷霆武馆 没有和桑明勇同流合污之人 这个答案自然有 但都已经连夜被第九局和城主府 军方联手铲除了 顾清云可以放心接手雷霆武馆 我这就成馆主了 还是三大顶尖武馆之一的馆主 顾清云觉得有些荒谬 他获得系统这才一周时间 改变也太大了吧 他没有着急心动 而是问道 金红姐 那另一个选择呢 听到金红姐这个称呼 金红愣了愣 不禁想起了安娜 她心中暗爽 被这样的天才人物叫姐 怪不得安娜会被她迷得五迷三道 第二个选择 我们可以让雷霆武馆 并入苍云武馆 合并成为新的一家武馆 今后也可拿飓风武馆为我们之中 春城顶尖武馆若是统一 也是件好事 听到对方给出的第二个选择 顾清云发自本能的就想摇头 雷霆武馆并入苍云武馆 对她有什么好处 哪怕能当上苍云武馆的副馆主 可与雷霆武馆馆主相比 却也差了太多 但她没有着急 也知道金红不会害自己 她能拱手将自己从第九局让出 让自己独自发展 这就已经证明了金红的魄力 这个女人绝不是一般人 顾清云正想着 没给对方回应 安娜像是知道她还有猜忌 这时忽然笑了笑 从身后拿出一样东西 顾清云定睛看去 那是一把被黑布包裹住的长条状物体 出于剑客本能 她瞬间便确定了那是一把长剑 还是一把极好的长剑 顾清云双目发亮 得到系统的时间太短 她还没来得及从系统中 获得什么绝世宝剑 而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也证明了 跟她最长时间的剑 不过是安娜送的那把二阶合金长剑 但也在昨晚宣告退役 她 是真很缺一把好剑 看着顾清云的反应 惊鸿心下毫不意外 一把好剑 对一位剑客 特别是顶尖剑客来讲的吸引力 她比谁都再清楚不过 当初 苍云无管老馆主 就是凭此 将她哄骗回了春城 虽然她最后也收获了金鸿剑 这并陪同自己一路成长的神兵 但金鸿还是觉得 自己放弃中部的大好资源 来到北方行省 来到这鸟不拉屎的春城 有些亏了 可既然来了 又有什么办法呢 守一方国土 护一方人民罢了 金鸿笑了笑 将黑布揭开 介绍道 这把剑 名苍鱼 第九十章 让我当管主 苍鱼 顾清云皱皱眉 看着金鸿手中那柄造型 略显古朴的银白色长剑 不经心头微动 这把剑 叫苍云 而自己脚下这座武馆 叫什么 苍云武馆 所以这把剑的来历 顾清云惊疑不定地看着金鸿 有些没想到 金鸿望着手中 略显古朴的银白长剑 也是陷入了回忆之中 你想得不错 这把苍云剑 正是我苍云武馆老馆主 叶苍云的配剑 他也是我的师父 说着 金鸿想起了那个 一生身形挺拔 执拗的老头 老头因为暗伤 终生止步武将巅峰 但却交出了他和柳青山 两个武军镜的徒弟 顾清云没有打断 静静听着金鸿的追忆 师父用这把苍云剑 出城斩过异兽 城内斩过贪官 队内斩过不孝弟子 对外斩过北方四大剑道武馆的馆主 但这把剑 从未跟他出过北方行省 从未去过中部 我昨夜 将你的事情和师父讲了 他很开心 能有你这样一位后生晚辈 剑道大成 正适合接替 这把苍云剑 金鸿说着 顾清云的面色 一点点肃穆下去 他有些不解地看着金鸿 可我只是苍云武馆的一位教练 连副馆主都不是 老馆主会把他的配剑交给我 顾清云对这把剑属实眼馋 他能感受到 这长剑上传出的灵力气息 很强很强 至少 是武阶的长剑 对应武侯强者 但顾清云也不理解 为何这把剑老馆主 会想交给自己 自己再怎么天赋强悍 却充其量只是个外人 金鸿听着他的问题 再次笑了笑 他没第一时间开口 这让顾清云生怕对方说出一句 你想什么呢 我就给你看看 过个眼影 那样自己可就尴尬了 好在尴尬的事情并没有发生 金鸿笑着看向顾清云 不打反问 你确实只是一位教练 连副馆主都不是 但苍云见这门 我们无管的顶尖绝学 你造诣圆满 甚至是无师自通 你也确实并非师父的 清传弟子 但你却正义凌然 为了斩灭邪恶 奋不顾身 师父为人一生 虽称不上为国为民 但亲手斩灭的黑暗 却也不少 他问我 你够格吗 我回应 太够了 金鸿说着 脸色严肃地站起身 将略显古朴的银白长剑 双手递向身前 顾清云郑重起身 却没第一时间去接 因为他知道 这不仅仅是一把好剑那么简单 这是一份传承 是一份责任 苍云剑代表的也不仅仅只是一把宝剑 而是 苍云五管核心清传的 第一人 金鸿见他迟迟未接 不免笑了笑问道 怎么 怕了 激将法对顾清云并不管用 他复杂开口 我出入五管一周 上的课不足两节 谈父管主 燕老也都对我有恩 管主之位空缺 他们本应才是合理继承人 就算不是他们 也何该是你这位清传弟子 我接苍云剑 不合适 若只是一柄普普通通的宝剑 也就罢了 接也就接了 顾清云没什么可犹豫的 但这其中 射击太深 并非背负责任 而是人情太重 谈轻松的人情 燕老的人情 乃至柳青山的人情 金鸿的人情 这些 他都不该接下这苍云剑 金鸿听顾清云 是在顾忌这个 当即摇头失笑 他重新回归了那副 满不在乎的大姐头模样 将银白长剑 直接抛给顾清云 顾清云没有办法 这一下值得接住 长剑入手 一股本能般的拔剑冲动 便呼之欲出 顾清云很好地将其忍住 就听金鸿这时道 你可知道 师父他现在的状况 顾清云摇头 同时心底也有些疑惑 论间大会 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怎么回来的 就只有金鸿一个 论间大会上 师父老当一壮 力压其余四大武馆的老馆主 拔得馆主赛头筹 但那一战后 师父的身体也走到尾声 暗伤堆积之下 已经活不长了 金鸿说着自己师父活不长 眼中却没什么悲伤之色 但这不意味着他不悲伤 顾清云知道 对方是个倔强要强的女人 她的悲伤 不会让任何人看到 只会在深夜里独自享用 金鸿继续道 我提议将苍云剑交给你的时候 师父问我 我舍得吗 说着 他轻笑一声 看了腰间的戏红长剑一眼 我已经有金鸿剑 承担不起苍云剑这等重任 苍云剑 只有你才承担得起 倒是算起来 苍云剑不一定配得上你 或许只能陪你一成 金鸿很洒脱 丝毫没在乎 自己放弃的 不仅仅只是苍云剑 还有苍云武馆馆主之位 顾清云听到这 心中涌现无穷复杂 要说苍云武馆这些人 谁最有资格在老馆主退位后 成为新馆主 那么非金鸿莫属 在他面前 柳青山都得靠边站 毕竟金鸿的天资 比柳青山还要更高 他在武馆内 还有着很高的声望 虽被称呼为女魔头 但却也是实打实打出来的名声 所以 自己若是接下着馆主之位 相当于抢了金鸿的机缘 顾清云有些不愿 但看着洒脱的金鸿 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 金鸿仿佛是说了太多 不想再多说了 他摇头笑笑 起身离开 临走 金鸿回眸 看着顾清云说了一句 当不当馆主 是你的事 但苍云剑 我已经送到了 还有 如果选择成为馆主 那合并雷霆武馆 开创一门雷霆剑技的事情 就交给你了 我能看出来 你那一剑 并非与雷霆有关 说吧 金鸿推门而去 腰胯细红长剑 短发随着走动飘扬而起 金鸿带着洒脱的笑容 也带着一抹玩味 看了眼等在门外的柳寒韵 师徒二人对视一眼 一切静在不言中 他今日来此 本来还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论剑大会的进阶赛与普通赛 他想找顾清云帮忙 但苍云剑既已送出 剩下的话便不用再多说了 第九十一章 往事 剑阁 办公室内 顾清云拿着造型 古朴的银白长剑 脑中回荡刚刚惊鸿的话 他深吸口气 细细总结 自己未来的几条发展道路 一 自然是参加月末的五考 通过五考进入五大 但是这条路 现在看来 对他的帮助已然不大 笑话 实践的他堪比五军 比五大毕业生还强 你让他去上学 虐菜有什么意思 第一条路走不通 那么就是第二条和第三条路了 二者有些像 其一加入官方 比如第九局 或是城主府那般 毕竟 背靠官方好做大 但他怕自己 在官方势力之中 看不惯那些同流合污 合光同尘的事情 人都有污点 区别 只是污点或大或小 所以他怕自己天天怒拔剑 毕竟 他还没有举世无敌 还是不能那般太挑 第三条路 就是加入军方 军方相比官方 就比较纯粹 里面都是一心向战的武夫 保家卫国 走在抗争异寿的第一线 但他已经二十岁 并非是加入军方 被培养的最好年纪 并且军方受到的限制也很大 万一某一天 上头下令 让自己死守一个地方 自己占到历劫 难道真的死守 可不死守 那又等同于抗命 说白了 顾清云不想受到太多的钳制 那么剩下的 也就是第四条路了 自由身 创办拥有自己的势力 一个人强 再加上一群环绕在身边的人也强 那才是真的强 强者虽独行 但有时也需要培养狼群 来替自己打下手 总不能事事都让他亲自出手吧 笑了笑 顾清云最后定下了自己 今后的发展目标 第四条路和第一条路结合 五考他肯定会参加的 那是自己的执念 是三次五考不中 第四次仍然看不到希望的执念 他一定要参加这次五考 向世人展现自己已经不凡 至于最后是否加入五大 暂且不提 反正他大可以 拿个北方行省的状元 乃至全国状元 最后宣布不加入五大吗 同时 在此期间 他也决定培养自己的势力 有势力总比没势力强 并且 他也并非孤身一人 还有个妹妹需要照顾 自己不在 妹妹的安全就成了问题 所以 这苍云剑 他接了 顾清云抬手拔出 略显古朴的银白长剑 剑光瞬间在办公室内闪烁 耀眼夺目 顾清云一寸一寸地看过整个剑身 剑身最后方 铭刻着两个字 古朴小字 苍云 他毫不犹豫地挥出一剑 感受剑身滑破空气时 那微不可查的阻弥感 叮 恭喜主人 挥剑10521次 剑到感悟加一 滴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剑到感悟等增加的 依旧没有变化 但顾清云却也能感受到 剑身的不凡 若用这把剑 他能连斩桑明勇兄弟俩十个来回 试过剑后 顾清云将其收于剑窍内 抬眸看向了办公室外 来了就进来吧 很快 办公室门被推开 柳寒运走了进来 柳寒运有些不好意思地 看向顾清云 说出来意 顾 师叔 少女开口 却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叫 但见顾清云没有反应 他便硬着头皮 继续说下去 我所为的是论剑大会 顾清云汉手 并不意外 不论是老馆主 还是金红 亦或者柳寒运 他们好似 都对这论剑大会十分看重 顾清云其实不太明白 一个论剑大会而已 争个面子就那么重要 大家都远隔城池之远 哪怕你名声大一点 春城的剑道学员 也不可能大老远跑阳城 冰城去啊 柳寒运不知道他的疑惑 但还是细细解释起 论剑大会的内幕来 顾师叔 论剑大会 其实并非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 论剑大会 公开是对外战士 我们北方五大剑道武馆的实力 切磋剑道造诣 但更多的是为了角逐名额 顾清云也谋宁了宁 名额 柳寒运点头 千年之前 我们五大武馆 其实是一家武馆 名为剑阁 但剑阁在千年前 就经历一场动荡 因此分崩离析 内部五大剑派自此分立 苍云武馆 剑门武馆 剑锋武馆 无银武馆 天心武馆因此诞生 不过 剑阁虽然分崩离析 但却留有一季 只是一季难以开启 每五年会举办一次论剑大会 角逐进入剑阁一季的名额 说着 柳寒运想到了金鸿 师父他就是五年前进入一季 获得那把金鸿剑的 顾清云听着 看了眼左手中握着的苍云剑 如此说来 叶苍云老馆主 当初获得这把剑 也是在剑阁之中 剑阁 藏有许多宝剑 顾清云双目微亮 握住苍云剑时 他的属性面板上 就浮现了对应品级 武器 苍云剑 五阶级品 而若是 自己能进入一次那剑阁 顾清云有些火热 继而又平复下去 他转问道 又要取得高层赛 清传赛 进阶赛 普通赛的四轮第一 苍云五馆 如今已经拿下两轮第一 分别是叶苍云老馆主 和金鸿获得 高层赛和清传赛 都已经到手 这够了吧 被问到这个问题 柳寒韵呼吸有些急促 解释道 每次剑阁一季开启 共有十个名额可以进入 高层赛第一四个 清传赛第一三个 进阶赛和普通赛 分别是两个 一个 而若是能四轮拿到第一 除了能包揽十个名额外 更能有一次进入剑阁顶 得到昔日剑阁前辈 亲自传承的机会 而四赛第一 已经百年没有过了 这是师祖他毕生的梦想 夺得四轮第一 派有才弟子进入剑阁顶 得到先贤传承 最终一同五大剑馆 重振剑阁当年荣光 顾清云这下彻底明白了 他心中略意沉吟 笑道 想拿进阶赛第一吗 柳寒韵被他问得一愣 继而双目大亮 想 当然想 但随后他又有些泄气 可两天后 论间大会就要在春城举行了 时间有些来不及了 并且 哪怕我拿下进阶赛 普通赛我苍云无管 也无人有把握拿下第一 说着 柳寒韵悄悄看了眼顾清云 第九十二章 传授剑开天门 顾清云去参加进阶赛 柳寒韵转而参加普通赛 却是百分百的第一 但这不是活生生作弊吗 到时候 没人会认那个结果 高层赛 就是馆主们之间的战斗 清传赛 是清传弟子之间 进阶赛 普通赛 则是核心弟子与学员之间 不论精英学员 高级学员 普通学员 用剑的 能赢就行 可你也不能太过不讲武德 武大剑馆毕竟同根同源 有些事情不能太过 顾清云也自然知道这一点 况且 若是高层赛 清传赛 他还有点兴趣 进阶赛和弟子赛 就算了吧 他还做不出欺负人那等事情 太掉价了 于是 顾清云笑着看向柳寒韵 所以 你今日来寻我 不正是为了此事吗 我教你两天 拿下进阶赛不成问题 至于普通赛 精英剑道班 不还有一群弟子呢吗 顾清云平淡说着 仿佛即便他不参加 剩下两场赛事的第一 也是手到擒来一般 柳寒韵被他这副 淡然自若的反应给震住了 他没有什么怀疑 激动点头道 顾 师叔 您真肯教我 激动之下 您都叫上了 也不管顾清雪 昨日还认了他当老师 顾清云点点头 笑了笑 你叫我一声失说 教教你又有什么 况且 你也交了钱 除了柳寒韵 交的那数万块学费外 整个苍云武馆 外加雷霆武馆 这些不都是学费吗 叶苍云老馆主 虽然并非是他师父 但自己毕竟 也偷学了对方的苍云剑 现在又继承了苍云武馆 当对方半个弟子 不算什么 柳寒韵激动地拔出长剑 就要跟顾清云学习 顾清云先检验了一下 对方的苍云剑造诣 柳寒韵天资不错 资质S 天赋也是S级道女剑体 年仅二十岁 他的苍云剑就已经小成 并且隐隐触摸到大城门槛了 顾清云帮其提升提升 两天内跨入大城不是问题 但这样 却不保险 他沉阴片刻 对柳寒韵道 我还有两门剑解 但你能否领悟 就看你自己的悟性了 顾清云开口说道 大日神剑和剑开天门 他都不准备藏着 因为没必要 这东西 除非自己亲自教 一般人不可能通过旁人的口学会 即便学会了 若是对上自己 岂不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扳门弄斧吗 堪称找死之路 在柳寒韵有些激动的目光下 顾清云缓缓缓拔出苍云剑 银白长剑上剑光闪烁 顾清云单手握剑 于身侧缓缓缓抬起 他率先施展的是SS级大日神剑 大日神剑比剑开天门要强 柳寒韵若是学会 自然更有把握 只是 顾清云刚刚抬手 感受到那剑身上流淌的恐怖高温 看着一点点化作赤金之色的苍云剑 柳寒韵猛了 他急忙回神 叫停顾清云 故事说 这我学不了 柳寒韵年纪轻轻 就已经二阶五兵七重 但 他却在刚才顾清云缓缓抬手之间 感受到了莫大的恐怖 那甚至比自己父亲柳青山用剑时 还要更为恐怖 所以 他才直呼 学不了 顾清云适时收剑 也没有多说什么 转而 他施展起柳寒韵比较熟悉的一招 剑开天门 这一剑 明剑开天门 顾清云缓缓到 长剑缓缓举过头顶 混沌剑体持剑百倍增强的效果不发动下 顾清云只动用五兵净力量 给柳寒韵展示 长剑举过头顶 虚空像是在隐隐发出颤鸣 顾清云小成的剑开天门 瞬间便震慑到了柳寒韵 柳寒韵目光呆滞 感觉这一剑 他好像也学不了 剑开天门 好夸张的名称 心中想着 柳寒韵不忘细细观察顾清云的这一剑 顾清云常见皮下 目标只是空气 闪电一闪即逝 随后 顾清云为柳寒韵讲起 剑开天门的诸多要点 但他纵使是S级天赋资质的天才 却不可能如此短的时间 领悟一门S级5G 还是剑开天门这等5G 柳寒韵将剑开天门的口诀 要点等等一一记下 又经顾清云指点了一会 苍云剑造诣后 这才离开 临走前 他转头崇拜地 看向顾清云 有些忐忑地问道 故事说 你那第一剑 叫什么 他很好奇 那让剑身化作赤金之色的剑剑叫什么 顾清云瞥了少女一眼 淡淡回应 大日神剑 柳寒韵和上房门 走了出去 他的心脏砰砰跳 大日神剑 剑开天门 顾清云 自己领悟两门如此恐怖的剑剑 这太夸张了吧 柳寒韵走了出去 却久久无法平复心中震撼 顾清云的这一会指点 却足够他感悟许久许久 趁着感悟还在 柳寒韵急忙回到七楼精英弟子训练场地 挥剑训练起来 他先是尝试 像顾清云那样举过头顶 运行剑开天门法诀 但柳寒韵却失败了 他并不气馁 又尝试几次后 转而练习起苍云剑来 另一头 安娜带着一头白发的顾清云 也来到了第七层 看着安娜带自己来到核心弟子 才能训练的一层 顾清云满脸不解 之前几天 他虽然也在这里修炼 但那是因为自己太着急 动用了柳寒韵的关系 才能上来 如今 他只是精英学员 顾清云也安全回来了 他可没脸再赖在这修炼 见状 安娜对顾清云笑笑 这小丫头 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嗯 这么和你说吧 你哥现在在武馆的地位很特殊 你今后就好好在第七层修炼吧 没人会说什么 更不会心中不服的 顾清雪猛了下 还是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安娜没和他多做解释 他只是听了惊鸿的想法 知道事情多半能成 但毕竟那是还没真正敲定 他不好多说 但顾清雪留在第七层训练 这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看着扭动腰肢 踩着高跟鞋离开的金发玉姐 顾清雪面目疑惑 歪头想道 自己哥哥 这是真棒上了的大富婆 这武馆 不能是安娜他家开的吧 第九十三章 顾教练回来了 下午一点 顾清云于办公室内收剑 叮 恭喜主人 挥剑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一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听着脑海内的系统提示音 他笑了笑 一上午 外加下午的一小会 他练剑总共三千二百一十一次 下午上完课后 再练一会 一天的五千次挥剑 便算完成了 顾清云笑笑 拿起苍云剑 离开办公室 一点半是他的剑到课时间 还有半小时 他先去看看妹妹的修炼 顺路看看柳寒韵 来到七层 顾清云先见到了认真训练的顾清雪 他温和笑笑 问道 清雪 修炼得怎么样 顾清雪点点头 满脸都是欣喜 比从前在寒武馆好多了 不过在寒武馆时也还好 后面这话 是怕触痛顾清云的心 毕竟他从前 还是个武道废物 顾清云摇头笑笑 毫不在意 来到这方世界 他藏剑二十年 如今 魔剑开始 自当一往无前 往事前程 都在身后拔了 二人聊了片刻 顾清雪挑眉问道 哥 你是要去上课了吗 顾清云点点头 顾清雪双眸微亮地道 哥 我能去看看吗 顾清云微微挑眉 见到客 你去干嘛 顾清雪上前抱住他的胳膊 撒娇道 哥 我就想看看 你上课时的样子 顾清云摸了摸少女的白发 笑了笑点头 好 顾清雪笑了起来 带着他 顾清云又去看了看柳寒韵的修炼 柳寒韵进步很快 不愧是S级资质天赋的天才 他没有吃午饭 一个上午的时间 都在修炼 如今 他的苍云剑 距离大成 已经越来越近 两日内跨入大成不难 但剑开天门 这就没什么办法了 顾清云也只能交到哪 能否领悟掌握 就是柳寒韵自己的事情了 听闻顾清云要去上课 柳寒韵也放下修炼 取出几个能量棒带上 便跟着二人一同走向六层 能量棒特殊工艺制造而成 其中没什么营养 但就是能量很充足 经常被用作战场上 快速补充体力 价格不贵 柳寒韵为了这两天苦练 已经决定好两天不吃饭了 就用能量棒撑着 但顾清云的课 他还是要去听的 因为那是无价的 看顾清云教导别人 他也能触类旁通 而与此同时 第六层精英见到班内 灵远一身黑色练功服 从门口走入 煞时间 教室内的诸多学员们 齐齐看了过来 所有人的双目 盯在灵远身上 无比热烈 无比期待 昨夜新闻上的蒋威 已经说明一切 所以他们期待着顾教练会回来 继续教导他们见到 这一点 在苏星 王大山 李云飞三人身上 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星剑依旧是灵远走了进来 顿时哀嚎一声 又是想念顾教练的一天 李云飞悲苦道 是啊 不是灵教练不好 只是顾教练是更好的选择 王大山憋笑憋得通红 也难为他这个体型壮硕的小汉子了 不管如何 顾教练沉云得雪 就是好事 李云飞点点头 是啊 顾教练简直太强了 苏星瞥了他一眼 傲气道 那当然了 一人独占两位武军 无敌好吧 三人坐在后排窃窃私语 而这也是一整个教室的状况 林云扫视一眼 心中既无奈又无力 他摇摇头 感慨地笑道 我知道 你们在想什么 想顾教练是吧 但很遗憾 我没听到他回来的消息 这杰克 依旧是我带 林云也有些怀念顾清云了 毕竟 他可也是交了钱的 教室内一众精英学员们 琪琪满脸遗憾 喧哗声响彻一片 但就在这时 房门处走入三道身影 体型匀称剑瘦的谭青松在前 满头白发 身穿糖妆的烟老在后 最后 是腰胯细红常见的金红 见到前两人 林云尚且还只是有些惊讶疑惑 不知道两位副管主怎么来了 但见到走在最后面的金红 林云瞬间瞳孔一缩 仿若生理反应一般 打了个哆嗦 是 师父 他开口 颤颤巍巍的说着 金红瞥他一眼 皱眉道 你这么怕我干什么 我走这几天 没好好修炼 林云打了个寒战 连忙摇头 没 当然没有 我怎么可能懈怠修炼 那你一副害怕的样子 坐身 林云再次哆嗦一下 不敢回应 说自己就是单纯的 害怕这位女魔头师尊 那待会挨打挨得更甚 剑林教练 居然露出此等胆怯的样子 教室内的哗然渐渐平息 奇奇看向三人 苏星老爷他那身形 瞬间挺直 正惊危坐 女魔头怎么来了 他小声说道 王大山和李云飞 也不明所以 摸不着头脑 而谭青松 燕河 金红 三位副馆主走路后 却没着急开口 不久后 当时间正是指向 下午一点半时 又是一袭黑衣 走入教室内 身后还带着两个女子 看着那一袭黑衣 林云瞬间瞪打双眼 教室内所有学员们 也都愣了愣 继而神情激动热烈 顾教练 回来了 苏星喃喃出声 嘴角不自觉撇开 就差大笑出声 王大山和李云飞 好不到哪去 都差不多 金红见顾青云 手持苍云剑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他也似笑非笑地看了过去 随后拍了拍手 吸引所有人目光 金红环视教室一圈 看着一个个神情激动的学员 他心下微微笑了笑 最后 金红目光落在顾青云身上 对所有人报 我宣布一个事情 此话是老馆主亲口所说 金红说着 谭青松和燕老 也都看向顾青云 看到了他左手持着的 那柄略显古朴的银白长剑 二人眼神各有不同 谭青松是唏嘘 是感慨 他虽然也想要 苍云武馆馆主的位置 但有金红在 那本就不是他的 如今给了顾青云 他也没什么脾气 反而很服气 甚至唏嘘感慨 顾青云是他招进 苍云武馆的 现在对方成了馆主 肯定也会念自己这份情 燕河则是单纯的欣慰 能挑起苍云武馆这大量 第九十四章 现在应该叫顾馆主了 顾青云身后 柳寒韵看向了他 嘴角微微笑着 顾青雪则是和大多数人一样 也愣了愣 呆呆看着自己哥哥 金红将所有人的反应 看在眼里 最后笑道 金武馆上下高层一致同意 老馆主将苍云武馆馆主之位 正式传与顾青云 今后 顾青云为我苍云武馆新任馆主 金红略带强势的话音落下 整个教室内 一片死寂 凌远看向顾青云的目光 一点点转为呆滞 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了顾青云的腰间 那把略显古朴的银白长剑 苍云剑 凌远大惊失色 继而呼吸急促 怎么 顾青云就一跃跨过副馆主 清传弟子 直接成馆主了 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情吗 凌远无法理解 在他的印象中 顾青云还是那个一剑 击败自己的剑道天才 怎么一跃 成为和自己师父金红那般 人物的人了 甚至比师父金红还高 这这这 连远震惊的同时 顾青雪也呆呆看着自己哥哥 他刚刚听到的话 就仿如是做梦一般 啥 自己哥哥 摇身一变 直接成苍云武馆馆主了 还不是负的 哪怕是负的 顾青雪也不至于如此震惊了 顾青雪这时想到了 安娜带自己去第七层的修炼的事情 如今他才明白 自己哥哥 可能是傍上了安娜这位富婆 但自己能在第七层修炼 却绝对不是因为安娜 而是因为自己哥哥 废话 自己哥哥是馆主 自己身为精英学员 享受核心弟子待遇 又有什么问题吗 只是 只是自己哥哥 怎么就成馆主了 少女无法理解 觉得这跳跃 难免也太快了吧 而他这样 教室内的一众精英学员们 就更是如此了 苏星 王大山 李云飞三人 齐齐呆滞地看着顾青云 顾教练 不 现在该叫顾馆主了 可是 这 三人木讷出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最终 惊鸿 谭青松 燕和三人 对顾青云微微弯腰 行了一礼 参见馆主 武馆馆主 地位可就不是普通的工作 那样了 这是真正的大人物 真正有权有势 有实力的大人物 哪怕他们 都得恭恭敬敬 只是顾青云在惊鸿脸上 只看到了似笑非笑 哪有恭敬 他无奈笑笑 对这样赶鸭子上架的行为 既感到无奈又舒爽 被如此一群人类添骄 强者行礼 能不舒爽吗 林远 柳寒韵 苏星等所有学员 也在微微地愣神后 对顾青云微微恭身 参见馆主 众人声音很大 所有人大脑 都基本是一片空白的 等他们结束 顾青云美好气地看向金红 金红姐 那是不是可以 让我上课了 金红的红唇微微翘起 点点头 走到最后一排坐下 上课吧 我也听听 学习一下馆主的见到 顾青云被对方行为给逗笑了 挥挥手 开始上课 这节课 可谓配置拉满 不仅金红 柳寒韵 顾青雪三人 坐在最后排 谭青松 燕老也没走 留在第一排听课 林远坐在二人身边 没敢去最后一排 顾青云一个半小时地 见到课开始 这节课 学员们体会到了 什么叫战战兢兢 三位副馆主都在 给他们上课的 还是新任馆主 这压力能不大吗 不过上起课来就还好 所有人都沉浸在 顾青云的见到指点中 一个半小时 每个人顾青云 都指点了一分钟 其中 苏星 王大山 李云飞三人 依旧是最好的三个苗子 苏星的资质最好 见到感悟最深 王大山重剑无风 大脚不攻 力道很大 李云飞则是很快 三人练剑 如今都有了各自的风格 顾青云与三人说了一句 下课后来找他 便转身离去 金鸿望着顾青云背影 红唇翘起 还真是厉害啊 顾青云的剑道课 他都看不懂 因为哪怕是他 都无法在一分钟的时间内 看出一个学员的剑道破绽 并给出针对性指点 顾青云 效率太高了 可以说 金鸿最多能教导 数个核心弟子 但顾青云 却能同时教导 成百上千个核心弟子 区别只在于他想不想教 这太夸张了 金鸿喃喃着 走到顾青云办公室前 想找他切磋一番 是不压制境界的那种真正切磋 而不仅仅局限于剑道 来到办公室前 他就见顾青云 在指点苏星三人 金鸿悄悄门走了进去 看了苏星三人一眼 你是想培养他们 去参加普通赛 顾青云点点头 不然呢 老馆主的愿望 他既然继承了 苍云武馆的馆主之位 自然就要帮对方完成 更何况 这只是随手的小事罢了 对自己也有利 为何不去做 金鸿点点头 没说什么 静静在一旁 看着顾青云对三人的指点 三十分钟后 三人激动着身心离开 他们被顾青云 私下叫来指点 这是什么概念 顾青云如今已经是馆主 这是馆主清传 努努力 未必没有机会 成为顾青云的清传弟子 届时 地位比起一般的核心弟子 都要更高 那样 他们几乎堪称一步登天 三人走后 顾青云瞥一眼金鸿 仿若看透了对方的来意 见记我已经传给柳寒韵 你去找他学就是 切磋就不必了 没有必要 金鸿这女人太过要强 自己要是在全方位击败对方 恐怕会挫败对方身上那股锐气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至于剑开天门 对方想学 他无所谓传不传 还是那句话 自己的剑技 没人熟练度 可能比自己更高 在自己面前用 那就是扳门弄斧 找不自在 金鸿没想到 自己的根本目的 直接被顾青云看穿 切磋只是借口 实际上 他也很眼馋顾青云的那两门剑技 毕竟自古就有切磋 比试之中赢下的人 对方需要献出自己的剑技 或是兵器 金鸿不可能要苍云剑 那自然就是剑技了 然而现在 顾青云直接给了 太豪横了吧 金鸿有些惊喜 有些不理解顾青云 这是S级5G如粪土的行为 他点点头 起身临走 顾青云叫住了他 我苍云无管 可还有其他方面的见解 第95章 又一门S级5G 金鸿顿住脚步 看着顾青云 眉头微皱到 自然有 但你 难道要同时修炼 说着 他就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纵使 是他这样的天才 也不过是如今将 苍云剑修炼至圆满层次罢了 其他的剑技 距离圆满还远 有的甚至只是小成 因为毕竟时间不够 舞者精力有限 哪怕是天骄 都不可能同时修炼太多武技 那是不可能的 顾青云笑了笑回应 我想试试 金鸿看着他这头铁的样子 不禁心下摇头 他缓缓开口 将苍云武管剩下的几门剑技 告知顾青云 一共有四门 正是对应剑阁分离后 剩下的四大剑管的剑技 其一 剑门武管的开合剑 其二 剑封武管的风华剑 其三 无影武管的无影剑 其四 天心武管的天心剑 四门剑技都是A级 四家武管只是侧重点不同 但对于各自的剑技 都了如指掌 甚至互有修炼 但却也都各有侧重点 这也是五大武管 迟迟无法重新合并的原因 顾青云点点头 将金鸿所说的四门剑技 全部记下 对方走后 顾青云没着急修炼 另外四门武技 而是率先将今天剩下的 一千多次练剑做完 这次 时间只用了两个多小时 时间临近六点时 顾青云完成了今日练剑 刷 叮 恭喜主人挥剑一万五千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苍云剑熟练度加一百 最后一剑落下 顾青云缓缓将苍云剑归翘 同时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顾青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五兵四重 气血 四万三千四百十五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武技 大日神剑 SS级 精通 五千 一零零零零零 剑开天门 S级 小城 八二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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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actually alar A 其中 碧ọ 번 身 电瘴 видели 滇 虑 800 明天赋 碧 艮 mov 刚 see 一天的熟练度就增加五万点 直逼大成 这一点 顾清云决定待会去看看柳寒韵和金红修炼的如何了 是否有机会一次性将自己的剑开天门提升到大成 八万两千点熟练度 他现在对剑开天门的领悟已经完全不同 最后的苍云剑 这门A级5G早已经圆满 但来到圆满后 就变得有些不动了 虽然熟练度伴随每次挥剑依旧在增加 感悟也实实在在地在堆叠 但顾清云却迟迟没让苍云剑迈入下一层次 他皱皱眉 没在此事上多想 反而寻找触类旁通之法 苍云剑既然是和另外四大剑技同出一门 那他就不能闭门造车 那样只会原地踏步 顾清云看向金红给自己留下的四门剑技 开合剑 这是剑门武馆的看家剑技 大开大合 以力破道 但细看之下 顾清云一眼就能瞧出 这开合剑运转气血中的精妙 将力道的控制运转到了完美层次 风华剑顾名思义 施展起来不仅速度极快 还很美 所以 剑锋武馆大多数都是女子 就算是男的 也有些娘 顾清云没有忌讳 将其认真看完 取其精华 无影剑 剑出无影 鬼秘无踪 这剑法很硬 初剑角度刁钻 往往一招致敌 最后的天心剑 可以说是最为精妙的一门剑法 挥剑之时 仿若有刹那星华浮现 耀眼无比 这门剑技 也是唯一让顾清云 产生浓厚兴趣的 但以他作用两大S级之上剑技的底蕴 仍旧能看出 其中的弱点与优点 照例 顾清云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同时 他以苍云剑圆满的层次 去审视苍云剑 苍云剑飘渺不凡 密集白雾红尘 更是飘渺难寻 但苍云剑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飘渺 是让敌人仿若处于迷宫中的剑道 自然是风华剑 苍云剑中最缺少的 就是开合剑之中的力道 以及天心剑内的精妙 顾清云仔仔细细地沉吟 以自己如今的剑道造诣 仔仔细细地审视这五门剑技 最终 他仿若误了 意识猛地被拖拽下沉 再次来到 那片白茫茫的意识空间 琉璃人影手持长剑 率先挥动 白雲一般的剑光生成 在顾清云身前 画出一片领域 随后 开合剑施展 将白云斩的溃散 但苍云剑之中的飘渺奥妙 却被加持到了开合剑上 大开大合的开合剑 在下一瞬 变得飘渺 又急剧力道来 随后 剑身上力道刚猛 飘渺难寻的同时 又变得迅捷无比 一瞬间能斩出数剑 下一刻 剑身又变得无影无踪 冷剑难防 冷剑毅然 最后 四大剑技融入最后一招中 顷刻之间 琉璃身影面前七星连珠 兼具舞者精妙之剑 横扫乾坤 琉璃身影头顶 七颗沉心连线 一瞬间爆发浓郁的剑光 顾清云亲眼所见这一切 呼吸不免急促 叮 恭喜 主人结合五大A级剑技 成功以绝顶悟性 领悟出S级剑技 七星剑 意识回归 顾清云缓缓回神 听着脑海内的系统提示 他自己甚至都有些惊恶 完全没想到 自己仅仅就是试一试 居然就融合五大剑技 领悟出了一门S级剑技 七星剑 顾清云愣神之际 瞥了眼五技一览 五技 大日神剑 SS级 精通 510000 剑开天门 S级 小城 82000 1000000 七星剑 S级 大城 1000000 5000000 原本圆满的苍云剑 悄然消失 融入化为了七星剑 而七星剑 这门S级五技 直接来到了大城十万点熟练度 死 办公室内 响起顾清云倒吸冷气的声音 这算是 他第一门大城的S级五技了 哪怕获得许久的剑开天门都没大城 反而这全新领悟出的七星剑 直接大城了 顾清云觉得颇为惊讶于不可思议 简直就跟做梦一样 第96章 什么 七星剑 顾清云是真没想到 他就随便一搞 居然就搞出了的S级五技 要知道 S级五技在系统中 也是比较难以获得的了 他现在练剑一万五千次 想拿到下次的特殊奖励的话 那就需要十万次 以现在的进度看 还要整整十七天 但是现在 直接又获得了一门S级剑技 这也太 妙了 实话说 苍云剑这等A级五技 对现在的顾清云来讲 作用已经不大 对敌的时候 他基本就用不上A级五技 出手 就是最低S级 毕竟接下来他所遇到的敌人 最低肯定也是五军起步的 五将 凭A就死了 根本没有必要动用五技 所以 A级五技对他来说 就仿若鸡肋 不过现在好了 苍云剑直接融入了全新的七星剑内 而七星剑是S级五技 这肯定能派得上用场 真不错 真心称赞一句 顾清云正向笑笑走出办公室 去看看柳寒韵和金红的修炼进度 恰巧 来到下班时间 安娜敲响房门 笑意盈盈地走了进来 他双手捧着一个锦盒 笑道 清云 送你个礼物 安娜将锦盒放在顾清云的办公桌上 顾清云看了一眼 没有拒绝 笑着道谢 多谢安娜姐 他伸手打开锦盒 看着锦盒内放着的东西 顾清云脸色逐渐变得复杂 昨晚的战斗 让自己的那身白色西装战斗服破败不堪 已经无法再用了 而安娜 他抬眼看向安娜 眼中复杂意味难明 安娜笑意盈盈地看着她 解释道 你那战斗服不能用了 肯定还没来得及买新的 我特意找人定制了一套 应该和你那身一模一样 就是不知道尺码合不合身 你试试 说着 安娜坐在一旁的椅子上 没有要走的意思 顾清云脸色一致 有些不自然 哟哟哟 这是我们那位 怒斩傅郡长的白衣剑客吗 居然还害羞了 听着金发玉姐的挑逗 顾清云笑了笑 猛地将上身的黑色练功服脱下 金状云衬 仿若大师艺术品般的上身 出现在安娜眼中 肌肉线条清晰 层层分明 给人一种蕴藏浓厚力量质感 安娜看着翘脸通红 不禁转过头去 你个坏地点 说着 她转过身去 背对顾清云 顾清云笑了笑 飞快脱下裤子 穿上一身白色西装 安娜的眼光很毒 看得尺码很准 对方是抢手 还是狙击手 这一点 顾清云并不感到意外 顾清云感受着 这身安娜送的全新战斗服 只觉得周身运动起来极为舒适 一点都没有不自然 自己妹妹买的那件 虽然也不错 但跟这件比起来 就差了不止一点半点 顾清云看向安娜 问道 安娜姐 这身衣服多少钱 她虽然看不出什么名堂 但也能察觉出 这身衣服绝对价值不菲 安娜纹身回过头 看着换上一身白色西装 帅气逼人的顾清云 有些发愣 她本能搬白白手 没多少钱 安娜站起身 细细打量顾清云 口中称赞话语不绝于耳 顾清云也没再追问 她和安娜是生死之交 情义已经远远比身外之物更重 况且这衣服再贵 能贵得过她的人情 就在这时 顾清云忽然发现 属性面板上的武器一栏 多出了一行 武器 苍云剑 五阶极品 三阶战衣 顾清云微微一愣 这白色西装 是三阶物品 顾清云虽然从前对武道不甚了解 但也知道一些基本常识 一阶物品 最低售价在一万蓝星币起步 二阶十万 三阶则是百万 这件西装 百万蓝星币 安娜还真是个富婆 顾清云越发惊讶 安娜将这么昂贵的衣服送给她 还说没多少钱 心中再次记下对方情谊 顾清云笑了笑 带着安娜走出办公室 她来到七层 发现柳寒韵和金红 恰巧待在一起 柳寒韵剑身高高抬起 举过头顶 做出剑开天门的骑手势 随后 其手中长剑 猛地下劈 刷 一道剑光闪烁 却没有丝毫 剑开天门的傲义在其中 顾清云摇了摇头 知道剑开天门 很是难练 敲了敲门 她带着安娜 走入训练室内 一头短发的金红本 看着柳寒韵徽剑 施展剑开天门 她眉头皱紧 没有半点头绪 见顾清云来了 金红脸色一致 看着她懊恼摇头 这剑开天门 仅仅只是S级剑技吗 S级剑技 这么难练 哪怕是她 堂堂武军强者 都压根看不透其中傲义 云里雾里 难以捉摸 说着金红画风一转 能将你的大日神剑 再给我施展一遍吗 话落 她继而就是摇头道 罢了 你那大日神剑 比这剑开天门 还要捉摸不透 不是我的路子 算了算了 她摆着手 很是无奈的样子 顾清云被逗笑了 摇头没有多说 她的两大武技 哪是那么好修炼呢 要不是自己有琉璃身影 直接灌顶 哪有那么容易就掌握入门 换成金红和柳寒韵来修炼 一下就体现出难度来了 看着被逗笑的顾清云 金红有些不服 她思考片刻 眼神玩味地问道 怎样 那四门剑技 你修炼得如何 顾清云被提起这件事 顿时就来劲了 这金红 现在依旧在自己面前 很是傲气 但这傲气 该收一收了 练得还行 马马虎虎 确实马马虎虎 从圆满直接跌到出入大城 她没有谦虚 但却有隐藏 果然 金红看着顾清云 脸色很快挪郁起来 你这人可真有意思 明明难以修炼 哪怕是你都不可能 同时修炼那么多门剑技 精力不可能够 你还说马马虎虎 练得还行 哼 金红喝了一声 没再跟顾清云多说 顾清云却看着她 笑道 我将剑阁的五大剑技 融合了一下 开创出一门全新的剑技 此话一出 金红愣住了 有些强势的脸上 闪过金恶 随后是浓浓的怀疑 与不相信 你扯淡了吧 第97章 坚持练剑顾清云 顾清云笑了笑 对对方道 是不是真的 你来试试不就行了 见顾清云很有底气的样子 金红有些惊疑不定 因为顾清云 真就是比她还强的天才 这样的天才身上 发生什么 都是不让人意外的吧 所以 她说的 难道是真的 一旁的柳寒韵 和安娜二女也都来了兴趣 二人纷纷看向自己师父 组长 面带微笑 顾清云和金红之间 他们想看谁的笑话 不言而喻 金红不服的性子 瞬间就上来了 看着顾清云点点头 来 你说你融合五大剑技 开创出全新的剑技 我们切磋试试看 顾清云点头 没问题 她有心将七星剑传给金红 因为她可以预见 两天后的论剑大会 势必会有麻烦 金红学会七星剑 便能给她挡下诸多麻烦 她懒得再处理那些小事情 金红见她底气十足 顿时越发金一不定 但她不可能退避 腰胯红色长剑走上前 柳寒韵与安娜退避后 顾清云与金红对视 下一秒 二者腰间的银白长剑 细红长剑瞬间出窍 金红这次学会了 跟顾清云对战 出手就得是杀招 密集白雾红尘 瞬间被其施展 红云在顾清云身前凝成 继而化作无边剑气袭来 仿若要将顾清云的剑给绞碎 金红暗自存了 让顾清云知道 知道自己厉害的心思 以免今后再看不起自己 但是 她的小心思 终究是要落空了 顾清云手中的苍云剑挥动 煞时间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是在漫天红云剑光之中 一颗星辰陡然出现 将红云瞬间逼退部分 随后 是第二颗 第三颗 直至七颗 红云已经尽数被分割开来 顾清云长剑下落 七星连珠 无穷的剑光暴射 既有苍云剑的飘渺 又有风华剑的迅速 也有开合剑的力道 更有无影剑的刁钻 最终 还有天心剑的精妙 舞者合一 瞬间逼退金红数步 谢红长剑剑剑烈颤鸣 金红一双美眸瞪大 不可思议地看着顾清云 那道白衣身影此刻在金红眼中 仿若高大到完全不可战胜 这还是 身为天才的她 第一次被人正面一击击败 并且刚才 她还在关键时间动用了舞军镜的气血 才勉强没受伤 这是什么概念 太夸张了 金红看着顾清云 呼吸停滞两秒 最终变得急促 教我 她有些沙哑地开口 只觉得喉咙干涩 这是她第一次 向人如此请教剑道 但金红的双眸却很亮 她能看出来 顾清云刚才那一剑 有剑阁五大剑剑的影子 而这 融合五大剑剑 重现剑阁荣光 这是老馆主那一辈人毕生的愿望 顾清云没有再打拒对方 认真介绍起七星剑来 听闻七星剑居然是S级5G 不止金红惊讶 柳寒韵与安娜也震惊住了 什么人啊 如此短的时间 融合五大同源A级5G 领悟S级5G 这也太逆天了 三女进阶嘴巴微张地看着顾清云 眼中净是不可思议 顾清云不理沉浸在七星剑震撼中的惊鸿 她看向柳寒韵 开口问道 你修炼得如何了 柳寒韵汇报进度 回顾馆主 苍云剑两天内必能进入大城 但剑开天门 她摇了摇头 眼中有明显的失落闪过 柳寒韵身为S级天赋资质的天才 至今还没有什么5G难倒过她 但剑开天门 她是真有点学不会 摸不清 看不透 顾清云轻轻汗手 心中沉吟自己该如何为柳寒韵讲解 她拉过柳寒韵 对七一对一细心指点 这里 手臂抬得太高了 这里 你要去细心感悟 从剑身上涌出的剑影 而后在头顶凝聚天门 最后再打开天门 不对 不行 不是这样 交到最后 顾清云自己都有些无奈了 可不让柳寒韵 掌握一些压箱底的本事 又如何能有把握 拿下论剑大会 这时她成为馆主 所要给老馆主的交代 皱紧眉头 顾清云细细思索 最终 她想到了一个办法 顾清云来到柳寒韵身前 双指凝聚一丝 剑开天门的感悟 点在柳寒韵的额头上 柳寒韵骤然呆自主 五官茫然 继而 一股强大的剑道感悟 涌入她的脑海 让她仿若醍醐灌顶一般 这是顾清云临时想出来的 系统的5G 是否有所限制 没有自己的引导 别人可能 还真的永远无法入门 所以 她才有此尝试 没想到 一尝试 真的成功了 自己不允许 清传的情况下 其他人根本无法学会 剑开天门 大日神剑 这让顾清云惊喜的同时 也有些感慨 亏她还让柳寒韵 白白修炼了一天 有点误人子弟了 但这她绝对不会承认 一旁的金红 渐渐从七星渐渐记中 回过神 她看到柳寒韵这一幕 虽有些无法理解 却没再开口 而不多时 柳寒韵回过神 本能地抬起长剑 举过头顶 柳寒韵头顶 虚空微微颤鸣 只有很小的动静 其长剑很快劈下 刷 一道白茫茫的剑光闪烁 仿若是顾清云当初初次施展 剑开天门一般 那闪电一般的剑光 看到这道剑光 顾清云笑了 金红和安娜则是愣住 柳寒韵自己也好不到哪去 顾清云笑了笑 摇头离开训练室 同时 传授柳寒韵剑开天门 让她的熟练度没有提升 反而降低了两千点 来到八千 倒是凑了个整 顾清云也没太在意 人生之事 谋十分 成一半就是不错 真要世事都求完美 反而不好 从苍云武馆离开 顾清云便带着顾清雪回家 第二日 她照常来到武馆 依旧在八层的办公室待着 只是换了个足足一百平大的 除了日常的练剑五千次外 剩下的就是调教柳寒韵 苏星 李云飞等人 备战明日的论剑大会了 期间 可能是因为顾清云如今成了管主 有太多双眼睛注视她了 她每日待在自己办公室内 就平平无奇地挥剑事情 传遍了整个苍云武馆 坚持练剑顾清云 这名号不知从何而来 第九十八章 论剑大会开始 论剑大会的日子如期来到 同时 这也是顾清云 获得爵士剑仙系统的第九天 距离五考到来 还有二十天 这一日 春城大为热闹 各大高校们今天全部停课 领导和老师们 带着精英天才们 齐齐前往市中心园武馆 这是唯一一座 真正古国官方性质的武馆 但这里却不是教人练武的地方 而是举办大型盛会 解决纠纷的地方 园武馆内人声鼎沸 单是整个外场 便能容纳下足足十万人观看 但何奈春城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除了武馆 武大万 还有高中教师 社会各层人士前来参加 相对而言 那场还算空旷 有着一个巨大的方圆百米擂台 作为论见场地 苍云武馆东家 自然第一个来到 谭清松副馆主 统筹整个布局 并且充当交际花 迎接一位位前来观看大会的人物 这可是苍云武馆大好的一次扬名机会 自然要抓住机会 满头白发的烟河 自然也到场了 他的作用和谭清松差不多 此时正陪着春城 乃至临省胜负的一众有头有脸的人物 二人都是面子 是招待外宾之人 顾清雪 柳寒韵 林远等人 坐在苍云武馆席位上 每个人脸色都不禁激动 顾清雪是单纯地为参加这种盛会 而感到好奇 长见识 柳寒韵 林远则都是苍云武馆的核心弟子 对此次论间大会进阶赛和普通赛 能在春城举行感到荣光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等人 就更不用说 一个个已经激动到颤抖 要知道 他们待会可是要上场战斗 为武馆争光的 两日过去 苏星三人已经成为了苍云武馆核心弟子 并且 是顾清云亲自传他们见到的 虽然顾清云没亲口承认 他们是自己亲传 但三人内心中 已然是这样觉得 这时 那场后方走来一群人 为首的是一席黑衣 冷俊严肃的柳青山 在柳青山身旁 除了黑衣老者李献公外 还跟着一大帮人 对了 周明也在此练 如今他已经高升 成为治安署新任署长 他虽是周俊弟弟 但为人本性纯良 更做出了怒鞭施那等行为 一而得到了柳青山重用 就算他是庄的 但春城有顾清云这尊佛在 就很难有人在短时间内敢跳脚 怒斩王虎 于泰 再到治安署长周俊 副城主段宏图 再到最后的副郡长桑明勇兄弟俩 顾清云的名声已经一泡而红 备受春城许多人敬仰 同时 他也是邪恶的克星 是所有奸邪之人的噩梦 这位爵士天骄还在春城一天 他们便不敢造次 值得一提 柳青山身旁 站着一个优美妇人 正是段夫人 段夫人在被治安员带走后 一番审查之下 发现他竟然真与段宏图 做的那些肮脏事 半点没有关系 并且 段夫人从前也是城主府的人 还跟过柳青山一段时间 于是 发觉段夫人也秉性纯良后 柳青山重新扶持他 成为了新的副城主 接替段宏图本来的位置 段夫人一走入会场 便看向苍云武馆那边 仿佛在期待着 看到某一道身影 但很遗憾 那道白衣身影并不在 段夫人有些好奇地 看向柳青山 笑道 城主 听说顾清云 已经是苍云武馆馆主了 此事当真 柳青山笑了笑 不置可否到 待会你便知道了 段夫人有些期待地点点头 暗纳下激动的心情 她可好好好 感谢感谢顾清云 要不是她 自己一直都不会知道 段宏图居然会是那样一个人 她想当面跟对方说一声 杀得好 柳青山带着一众城主府官员们 坐在那场观众席上 不多时 另外四大见到武馆的人也来了 首先 是一群身子健壮 各个手持厚重铁剑的黄衣人 顾清雪看了过去 目光好奇 柳韩运解释道 那是剑门武馆的人 除了我们苍云武馆是师徒之船外 其他四大见到武馆 都是一脉单传 剑门武馆年轻一辈的最强者名 黄斧约一手重剑 极为强悍 顾清雪抬头看去 就见一个脸色稳重 身躯高大的青年 走在最前方 顾清雪看了一眼 便没有过多兴趣 再厉害的天才 在自己哥哥面前 不也是大菜和小菜的区别 随后 柳韩运又介绍起别家 那边 穿蓝色练功服的 是剑峰武馆的人 年轻一辈佼佼者是风俊 顾清雪看去 看到了一个武官冷俊 有自己哥哥一小点神采的男子 那是无影武馆的李小韩 和我在内是维尔的女子 李小韩是个身穿JK制服的妹子 长相甜美 十分可爱 柳韩运这时说道 别看他长相如此 让你觉得人畜无害 但实则 无影武馆是最阴毒的 李小韩是少馆主层次的人物 你说他会阴成什么样 二女身后的苏星来了兴趣 好奇问道 柳师姐 会阴成什么样 我看他真不像啊 柳韩运瞥了身后一眼 顾管主说 收你们三个为弟子了 感受到柳韩运身上传来的冷意 苏星善善笑了笑 柳韩运训斥对方一句 却也继续道 我曾亲眼所见 他面对一个碍眼闹事的富家子弟 表面笑嘻嘻 出手直接无声无息 斩了对方的下面 这么狠的吗 苏星喃喃一声 顿觉裤装一凉 身旁的李云飞和王大山 也是瞪大双眼 一脸惊恐 苏星连忙缩了回去 不再敢多说 顾清雪多看了李小韩两眼 告诫自己 人不可貌相 柳韩运看向最后一人 介绍道 那是天心武管的少管主 楼耀星 对于此人 柳韩运介绍得极为谨慎 众人也都齐齐看向楼耀星 那是个见眉心目的青年 他站在那 看向四周的神情满是淡漠 一身紫色练功服 闪烁点点心芒 给人浓烈的逼人质感 见到此人 大家仿佛都看到了一把 未出鞘的宝剑一般 凌运打趣地插了一句 大家也别太紧张 见识过真正的天才 你们就会知道 像是我们这样的 包括楼耀星 都是尘埃罢了 凌运划落 众人神情各有变化 但大多数都是激励 他们都知道 凌运所说那真正的天才是谁 自是 一袭白衣顾清云 第九十九章 五大剑管剑的恩恩怨怨 柳寒韵看着众人焕发斗志 带这种超然无外的感觉 他略感欣慰 但还是凝重开口道 剑门五管 剑锋五管 无垠五管 坐落阳城 那是我北方行省的核心主城 而我春城在中 槟城则在最北 哪里 是抵抗异兽的第一线 天心五管正坐落在那 楼耀星实力很强 两年前就是五兵七重了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境界 他会有我对付 是进阶赛的对手 但普通赛遇上天心五管的人 你们也要多加小心 无垠五管 可能是让你们摸不清看不透 但天心五管的人 真就是绝对的强大 硬实力不够的话 无解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三人目光严肃 齐齐点头 知道了 柳师姐 柳寒韵没再拒绝这句师姐 点点头 闭口不言起来 四大五管的人入场后 便是一众五管的高层了 四道身穿黄 蓝 灰 子练功夫的身影走出 三男一女 其中 只有无垠五管的柳管主是女子 她是李小韩的母亲 李小韩的父亲 不幸在抵抗异兽中丧生 十年前便将无垠五管 交给柳管主 柳管主不负众望 扛起了无垠五管 没让其在五大剑馆中落下名声 听着柳寒韵 讲起这位柳管主的生平 众人再次不免唏嘘感慨起来 李管主死时 李小韩尚且十来岁 哪怕过了十年 如今的他 也成不起无垠五管重任 为母则刚 柳管主自然便需扛起大任 众人肃然起敬 这时 顾清雪不由疑惑问道 我看这四位管主 年龄都不算特别大 最大的看起来也才四五十岁 都是正直立状的年纪 叶苍云老管主 是怎么拿下管主赛第一的 听着顾清雪的问题 柳寒韵皱紧了眉头 因为这件事情 他也倍感疑惑 四大管主 都是武军镜 还是武军镜的高手 自己父亲哪怕去了 都未必能拿得下第一 但年迈的叶管主 居然夺得第一 单凭武将巅峰 怎么看也是做不到的呀 柳寒韵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林远想了想 小声说道 叶老管主 是他们上一辈的人 而曾经 叶老管主也是强大的武军 甚至半只脚踏入武侯镜 领悟剑意 但他受奸人所害 跌落一整个大境界 直步武将巅峰 可剑意 依旧是剑意 叶老管主燃尽生命火焰的情况下 拿下四人 还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并非必然 众人都听出了 林远话中的意思 也就是说 四大管主 可能是看在叶老管主 风竹残垣 要完成他一个心愿 放水了 众人脸色都是微变 这件事情 要被叶老管主知道 他得多伤心啊 但 想让他临终前拿个第一 这又何尝不是四位管主 当晚辈的孝心 就在大家想着的时候 四位管主的后方 一道白衣人影 推着轮衣走来 四大武管 各有其在外对应 颜色的练功服 苍云武管自然也有 为白色 金鸿穿着白色练功服 推着的轮椅上 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老人身如枯木 一双眸子 已经褪去大半光滑 只留半数神采 老人一身白色糖妆 那张脸 明明前几日 才在新闻上出现过 如今却显得气息奄奄 让人不自觉心中苦涩 金鸿推着叶苍云 来到苍云武管 所在前方 顾清雪 顿时感觉肃然起敬 这位就是那位叶老管主吗 柳寒韵 林远的眼神也极为复杂 因为说起来 叶老管主是他们的师祖 武管核心弟子 尚且还是外人 但武管清传 就是一家人 柳寒韵和林远七七起身 上前给叶老管主行礼 顾清雪 苏星等人同样 叶老管主看着这群年轻一辈 满脸都是笑容 看到满头白发的顾清雪时 他的双眸陡然亮起 绽放浓郁光芒 他转头看向金鸿 笑着问道 这位 难道就是 你跟我说的顾清云的妹妹 顾清雪 金鸿认真点了点头 老者激动地拉起顾清雪的手 亲切和蔼地笑道 好好啊 他看着顾清雪 不禁像是有些渴求般问道 你哥他 今日可会来 顾清雪很想给叶苍云 一个准确的答复 却不能 因为顾清云没说过自己会来 他不敢保证 叶苍云没怪罪什么 很快放开顾清雪的手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三人看着夜老馆主来道 不禁眼中含泪 哎 你们说 顾馆主他真不来吗 苏星问了一句 李云飞推了推眼睛 摇头道 我觉得不一定 顾馆主每日练剑太忙了 并且 今天和他也没什么关系 他也不喜欢出风头 王大山摇头 那可不一定 顾馆主是重情义的人 就是他不知道 夜老馆主也回来了 可能真不会来 站在众人身前 惊鸿耳聪慕名 听着几人的话 不禁皱眉 顾馆云确实不知道 叶苍云也会来这件事 不然 他肯定来 但现在 再通知顾馆云 好像也来不及了呀 今天一早 叶苍云便独自 从阳城医院离开 回到春城 他 就是要拖着这具 将死之躯 来看这场论见大会 管主赛和亲传赛 他和金鸿 已经拿下第一 接下来 就看小辈们的了 等待大会开始前 柳青山也走来了一趟 拜会自己师父 叶苍云很开心 谭青松和燕河 没过多久也回来了 各自与老管主建立 看着苍云武馆这边 老管主归来的事情 其余四大武馆的人 也都有些动容 但是 管主赛他们让了 青传赛他们不敌金鸿 可今日这进阶赛和普通赛 他们却绝对不会再让了 千年争锋 他们暗自较劲 都在后机勃发 想要一同五大剑馆 重振剑阁威风 但是 这么久了却没人成功 他们不可能将机会 白白让给苍云武馆 让叶苍云 夺得管主赛的第一 这已经是他们所念及的 最大勤奋了 剩下的 那便不可能了 五大剑馆 各凭本事 而只要一场 苍云武馆输了 剑阁一记最高层 就无法开启 这是一场 延续了上千年的恩恩怨怨 第100章 意图心中之快 擂台一脚 春城时报 再次架起了直播设备 公开这场大会 高层赛 不是普通民众们应该看的 但这进阶赛和普通赛 却应该直播起来 宣扬武风 蒋薇坐在主持人位置上 一身职业装 知性大方 优雅得体 他流利地介绍着 论件大会的基本信息 同时在替不知道的人 讲述论件大会的内部规则 北方形成五大监管的论件大会 内部规则十分严苛 每场赛事 必须有对等层次的人物参战 不可以大蹊跷 管主赛 高层赛前夕已经举办完毕 夜老管主何金鸿拔得头筹 而如今 进阶赛和普通赛开展 都由楚管主清传弟子外之人参与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年轻一辈 苍云武馆这边 年轻一辈自然是当之无愧的春城骄傲 四年前的武考状元柳寒韵 剑门武馆为黄斧月 剑锋武馆为风俊 无垠武馆李小涵 天兴武馆楼耀星参与 进阶赛采取抽签车轮战方式 依次抽取上阵顺序 而只要站在台上 下来便算输 讲为话落 会场内哗然出声 不少人都觉得 这样的规则有些不公平 第一个上场的 岂不是要被车轮号到历劫 完全没有赢的机会 蒋薇听着耳旁的哗然声 继而笑道 武道哪有绝对的公平 我们若讲公平 异兽却根本不与我们讲公平 他的一番话 直接将所有人给震住了 会场上的哗然渐渐停止 所有人不再说话 蒋薇继续说出普通赛的规则 普通赛 规则依旧是车轮战 但具体有些变化 每家武馆可派出三人 任意一家武馆弟子 都可上台挑战 超过规定时间 没人挑战 或是所有人都被击败 台上的武馆弟子获得胜利 就是这么简单 听着普通赛的规则 大家倒是还能理解 每家有三个 起码比进阶赛要好一些 没那么残酷 只是被抽中第一个上场的 就有些惨了 时间渐渐临近中午十二点 金鸿潮会场通道瞥了一眼 依旧没发现那道白衣身影 他遗憾地摇摇头 知道顾清云每日练剑 比什么都重要 他多半不会来了 同一时间 柳青山 段夫人 以及不少人 也都朝这边看了一眼 没看到那道身影 所有人都有些遗憾 春城白衣剑客的名号 如今已经太响亮了 大家还以为 今天能见一面那位白衣 但很遗憾 对方好像没有来的意思 动 一声钟声敲响 十二点来到 蒋威对着话筒宣布道 普通赛正式开始 苍云武馆众人前方 谭青松双膝微躯 随后拔地而起 直直跳上擂台 与此同时 另外四大武馆那边 也都有一位武将近的副馆主上台 各自坐落一方 充当裁判和关键时刻救人 抽签环节很快结束 谭青松看了一眼 脸色有些难看 苍云武馆今天也脸太黑了 怎么上来就是他们打头阵 谭青松回头 亮出手里的红签 苍云武馆这头众人神情凝重 可以说 这结果是他们都不想看到的 第一个上场 意味着会承受最大的压力 受到所有人的敌视 更何况 今日他们坐落主场 本来就会受到 其余四家武馆的同时敌视 再加上第一个上场 这简直堪称地狱开局 不过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三人 却对视一眼 琪琪笑了起来 林远回头 看了三人一眼 三个臭小子 你们笑什么 还当这是好事呢 苏星坦然自若地点点头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林远皱皱眉 觉得这三人是不是有点傻掉了 三人坏笑一下 谁都没回应林远 王大山拍了拍苏星和李云飞的肩膀 起身拿起自己的重剑刀 我打头阵 先替你们扛一波 苏星摆摆手 一脸的轻松写意 去吧 李云飞也笑了笑 看着这一幕 林远更猛逼了 甚至老管主叶苍云 都不禁回眸望来 连带着金红 燕河等人 大家齐齐看着苏星 让他顿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这才解释到 顾管主说了 见到 一往无前 斩碎一切 第一个上场 最好了 我自横劲而立 而等皆为蝼蚁 卧槽 林远心底惊呼一声 暗叹 这特马还真是顾清云的风格 金红翻了翻白眼 叶苍云都不禁笑了起来 哈哈 真是年轻人的作风啊 我还真期待能见到他 就是不知道 我能否活着 走出这回场了 叶苍云叹息着说道 燕河劝慰道 金红已经找人回武馆传信了 他应该会来 老叶 你放心吧 苍云武馆交给他 没问题的 叶苍云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是啊 虽未谋其面 但我却听闻了他太多的事件 短短七日 如会心般崛起 立于五军层次 此等绝世天骄 老朽毕生未曾见过 哪怕是只听闻了 对方事迹 也够活这一生了 众人肃母 但想到顾青云 却又不觉得 叶苍云的夸奖严重 因为那个男人 真的值得这一生夸赞 王大山提拙重剑上场 浑身迸发 舞者八重气息 他扫视向四大武馆的人 傲然道 苍云武馆 王大山 寝儿等次叫 一声吼 极具气势 除了四大武馆 少馆主层次的人物 其余人 尽皆被这话微微震住 面容冷峻的风峻 看向一位弟子 开口道 李华 你去 被换作李华的弟子点头 抽出细剑上前 身上迸发同样舞者 八重的气息 同是武馆核心弟子 没谁会差 他与王大山对立 手中之剑化作残影 朝王大山展来 舞者间的战斗 来得就是如此之快 不给人仓促反应的机会 王大山憨笑了下 点评一句道 你这剑 连云飞都不如 说着 他重剑劈下 一剑将李华那快成残影的剑 给压了下去 单靠蛮力 王大山便将对方一剑压倒 同时 那李华想逃 想躲 却发现 自己被王大山死死缠住 当初顾清云后退 躲开他一剑的场景 历历在目 王大山自然会防着这一点 更何况 他如今休息的 乃是剑门舞管开合剑 顾清云亲自传授 哇 没过多久 李华手中 戏剑不堪重负 直接崩碎 剑刻断剑 输赢自定 王大山大笑了下 环视全场 我王大山 有幸得顾清云管主清传一朝办事 不算弟子 但可称其一生老师 刚才不好意思说 怕给老师丢脸 但现在赢下一场 终能意图心中之快 第101章 人未至 明先阳 画 擂台上 王大山此话落下 全场都掀起了不小的哗然 首先 外界 包括四大剑馆 是都不知道 顾清云已经成了 苍云舞管管主这件事情的 所以对于王大山称呼顾清云为顾管主 大家就已经很是吃惊了 对于那位在春城近日声名雀起的天骄剑客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所耳闻 但是 叶苍云直接将管主之位传给了对方 这未免 有点太令人惊讶了 四大剑馆的人 齐齐暗中对视 都表示并不知道这一消息 相比之下 柳青山 段夫人等人 就是心情愉悦 满眼含笑了 直播中的蒋威 话语 都轻快了不少 再次听到顾清云的名号 让他觉得恍如着实 他到现在还记得 顾清云手持大日神剑 独闯治安属实的画面 谁能想象 那只是个二十岁的年轻男子 却如今已经拥有了五军层次的战力 王大山站在擂台上 扫视对面四大舞管的年轻弟子 他眉宇傲气 嘴角带着笑容 手中中剑 带给人不小的压迫感 而对此 剑锋舞管的人 不禁有些上头 但风俊并非无脑之辈 虽然自家弟子被王大山直接击败 他的面子也有些挂不住 但普通赛每一方 只有三个上场名额 现在剑锋舞管已经少了一位 还剩下两位 可不能在现在就用了 风俊脸色微动 转头看向了剑门舞管方向 他的视线看向黄斧月 嘴角微微翘起 黄斧月 我没看错的话 那小子用的应该是开合剑吧 苍云舞管弟子 用的却是你剑门舞管看家见的 可真是有趣 他这句话 既在嘲讽苍云舞管 同时也在嘲讽剑门舞管 挑拨剑门舞管派人上场 黄斧月看了他风俊一眼 脸色沉稳中带着一股敌意 他轻轻瞥了一眼身旁的一位青年 那人会议 轻轻汗手道 我上去会会他 必不给少馆主丢脸 黄斧月沉稳点头 青年走上台 同样手持重剑 然而 他与王大山之间的战斗 结束得更快 王大山的开合剑造诣 居然要比那剑门舞管的弟子还要更高 于是 用同样舞技 路子同样的情况下 王大山却更强 这结果 自然不用多想 没有任何悬念 剑门舞管的青年弟子 直接被王大山三两下击败 打下擂台 这一幕的发生 让全场都是不禁有些死忌 特别是四大监管的人 往常论间大会举办 哪次普通赛 不是战斗的如火如荼 各家舞管派上年轻弟子 既是交流 也是切磋 然而这次 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 苍云舞管 怎么多出了一个变态 蒋薇坐在摄像机前 见苍云舞管 接连击败两位敌人 脸上的笑容 也不禁多了起来 我们能看到 苍云舞管派 上场的弟子 使用的并非自家苍云剑 而是剑门舞管的开合剑 这一点 我们不用多想 五大剑馆本就同源 对对方的所有剑技 都了然于心 各自都有对方的绝技 但是 五大剑馆 却也都各自有自己的侧重点 在苍云舞管修炼开合剑 属实是比较少见 并且也得不到最好的指导 蒋薇这话说得很功利 但难免会让人想到 在苍云舞管 没人可以指导王大山 学习开合剑 那王大山的开合剑造诣 是怎么学来的 自然 是其口中的那位老师 苍云舞管新任馆主 顾清云了 黄甫月眼眸微尘 看向苍云舞管方向 却没发现 那位在新闻中 出现过的白衣男子 而其实就算出现了 他会是其对手吗 黄甫月心下轻轻摇头 看了眼自己父亲 黄甫馆主 黄甫馆主和在场 其他三大馆主 此时也都在想顾清云 顾清云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交出王大山这样的弟子 无音无管一方 一身JK制服 长相甜美的李小涵 看向一位师妹 笑道 师妹 你上场试试 看看能否击败那人 他笑着说道 笑容人畜无害 很快 无音无管弟子上台 女弟子让王大山 有些放不开 但是战斗起来 王大山却也是 没有丝毫留守 顾清云曾说过 不要被敌人的表象所迷惑 在战斗中 剑客当摒弃一切杂念杀敌 女人 那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不过这一场战斗 王大山还是有些狼狈 无音无管的人太阴了 特别是 此人还跟李小涵 这位少管主 关系甚是密切 得了李小涵几分真传的他 给王大山属时造成了不小麻烦 手臂被砍了一箭 影响不小 而后 天心武管弟子也随后上场 交战王大山 一身紫衣的天心武管弟子 很是傲气 这仿佛是天心武管的人身上 自带的气息 这场战斗 王大山拿下的比较艰难 但最终还是 成功拿下对方 见苍云武管弟子 接连击败四位对手 全场的气氛 都渐渐走向热烈 这时 王大山还准备继续站接下来的人 但苍云武管这边 苏星和李云飞不愿意了 大山 你也给我们留一点对手啊 不能这么自私 你说对吧 苏星话落 周围四大武管的人 直接看了过来 天心武管少管 主楼要心看向苏星 见眉心目之中 蕴含一抹敌意 这苍云武管 太狂妄了 哪有自家人没到极限 却想让其给自己留点对手的 有这样的吗 难道不应该是拼尽 最后一丝力量 也要帮自家人 多击败两个敌人 这样对最后的结果 才更有把握吗 楼要心看向自己身旁一人 那是他的亲弟弟 楼要海 而也就在这时 王大山对苏星和李云飞 憨厚笑了笑 继而点头 我也确实该休息休息 你们来吧 王大山走下擂台 在万众瞩目之下 李云飞登上擂台 他戴着眼镜 手持细剑 出手就是无形的无影剑 面对天心武管的一位敌人 李云飞表现出了 比王大山更难缠的程度 造诣不凡的无影剑 偷袭斩出 直接将敌人击败 这下 全场都再次知道了一个事实 这个名为李云飞的 使用无影剑的苍云武管弟子 依然得到过顾青云清传 第102章 都是顾青云的弟子 苍云武管这边 看着王大山上场 接连击败四大剑管 随后李云飞上场 哪怕是天心武管 又一位弟子上场 也依然被其击败 轮椅上的叶苍云老管主 满眼激动与欣喜 剑门武管 剑锋武管 无影武管 三方地处杨城 苍云武管 地处春城 而只有天心武管 地处最为危险的槟城 那里 是抵抗异兽入侵的真正前线 天心武管坐落在哪 弟子是何等质量 可想而知 这么多年 天心武管 也一直都是五大武管之中 公认的第一 可这次 天心武管的两位弟子 都败了 叶苍云仿佛看到了 苍云武管 拿下四赛第一的希望 他压下激动 继续看着场上战斗 场上战斗 仍然在继续 天心武管 弟子败北后 楼耀海本要上场 但却被楼耀星拦住 楼耀海是天心武管 除了他之外 年轻一辈第一人 但却根本没必要 这个时候就上场 让其他三大武管 上去顶一顶 楼耀星这想法没错 李云飞随后 又接连面临了 另外三大武管 弟子挑战 然而这次 由于李云飞的无影剑 刁钻无比 没人在他手上 讨到好处 甚至 无影武管的 两位弟子上场 都全部被李云飞击败 在这场战斗之中 李云飞 仿佛才是 无影剑的代言人 而无影武管 却成为了客人 古怪的一幕发生着 让人心头充满诧异 擂台之上 李云飞耀武扬威 宣扬着自己 是顾青云弟子之名 王大山击败四位对手 而他 击败五位对手 同样有资格 自称顾青云弟子 这是在他看来 最为自豪的事情 不过 剑门武管那边 有一人站起 人影身躯高大魁梧 手持一把 比李云飞人 还要更长的宽剑 这一幕 着实吓到了他 而战斗的结果 也并没有多少意外 李云飞本就在 之前的战斗中 有所消耗 这次面对这个男子 他着实是 无法再击败了 对方每次挥剑 就将他的退路 进攻道路 完全封死 可以说 其人是将大开大合 给发挥到了极致 李云飞虽然剑出无影 但却也无法 硬生生越过对方的重剑 去击中对方的本人 所以 他败了 不过李云飞的作用 也完全达到了 他和王大山两人 将四大武管的人 几乎拼了个精光 无影武管 已经没有名额了 注定要与此次普通赛 第一武援 而剩下的 剑门武管的高大男子 剑锋武管弟子 天兴武管楼耀海 三人虽然都是精锐中的精锐 可苏星 又何尝不是 他们三人之中 最为优秀的 万众瞩目之下 长相帅气的苏星上场 手持一把二阶合金长剑 他没用家里 给他打造的特殊长剑 而是使用一把 普普通通的 二阶合金长剑 因为这会让他觉得 自己与顾清云 有那么一丝重合 面对李云飞 无法击败的高大男子 苏星却很干脆利落 他长剑举过头顶 星辰一般的剑光浮现 随后斩下 此为 天兴剑 高大男子 手中重剑脱手 苏星一剑封喉 全场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都不禁陷入了 有些呆滞的情绪之中 天兴剑 继王大山掌握开合剑 李云飞无影剑之后 这个苍云武馆最后的弟子 居然用的是天兴剑 所有人煞时间转头 齐齐看向了天兴武馆一方 楼耀星 楼耀海的脸色 都有些难看 楼耀海握剑 一步步走上擂台 临走 楼耀星看了他一眼 若是无法击败对手 回去我亲自操练你 韩战点点头道 哥哥放心 他手持长剑 站在擂台上与苏星对立 苏星却对其反应平淡 甚至还嬉嬉笑了起来 他淡淡挥剑 出手的路子 却又是一变 并非方才的天兴剑 而是 风华剑 剑锋武馆核心 敌传剑法使用而出 苏星瞬间以狂风咒语般的攻势 压制了楼耀海 楼耀海对此也显得极为震惊 他想象不到 面前之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会天兴剑也就罢了 居然 还修炼成了风华剑 世上居然有此等恶心之人 楼耀海顿时觉得无比棘手 一边抵挡 一边找机会反击 想起哥哥楼耀星的训练 他就有些发自内心的恐惧 那 堪称魔鬼地狱啊 不敢怠慢的他 在交战之中 接连寻找着苏星的破绽 但是 让他更绝望的是 苏星的剑道中 没有破绽 至少 他看不出破绽在哪 我特冒 楼耀海心底破口大骂一声 交战之时 不禁转头看了眼自己哥哥 楼耀星一身紫衣 身上泛着点点星光 剑眉心目的他抱着双臂 看着场上的战斗皱紧眉头 楼耀海看不出苏星的剑道造诣 但他却能看出来 苏星的剑道 其中天星剑 风华剑都已经逼近小城 小城是什么境界 他 如今也才是将天星剑 修炼至小城 苏星这样的人 该出现在普通赛之中吗 楼耀星心底微微摇头 自己弟弟 怕是要败了 果不其然 就在他有此想法之后不久 楼耀海便支撑不住苏星的攻击 败下阵来 苏星站在场上 面朝自己最后剩下的一位敌人 剑锋无管一方 可是 风俊的脸色 此时可以说是难看到了极点 苏星不仅掌握风华剑 还会用天星剑 二者造诣还都很深 这样情况下 他剑锋无管 哪怕上去弟子 却也和自取其辱没什么分别 因为就算上去了 也不可能战胜苏星 风俊缓缓起身 看向苏星道 我剑锋无管 弃拳普通赛 与其上台受辱 让对方用自家绝学 击败自家弟子 还不如干脆一点 直接认输来得更大方 风俊这位少管主话音落下 全场瞬间越发火热 剑锋无管认输了 这意味着苍云无管 已经拿下了普通赛第一 比起开战之前 大家猜测的苍云无管 虽然有可能第一 但却要付出极大代价不同 苍云无管 太猛了 完全是以摧枯拉朽的 无敌姿态 拿下普通赛 而就在这全场瞩目之际 苏星傲然站在台上 也说出了和李云飞 王大山之前一般的话 我叫苏星 赢下普通赛 终于能说一声 我是顾管主教过的弟子 第103章 杨谋 看着苏星站在擂台上 一脸的兴奋与自豪样子 说出我是顾清云弟子 这句话 在场所有人的反应 都各不相同 柳青山 段夫人等人是越发地笑了 老管主叶苍云满脸欣喜 同时也对那传说中的顾清云 感到更加的好奇 顾清雪环顾四周 看着全场都因为 自己哥哥的名字 而为之热烈 自己哥哥甚至都还没来 他心头一股莫名的自豪感生成 与苍云无管众人一方相比 另外四大剑管 可就不是那么开心了 所有人沉默地 听着全场的欢呼 四位管主尚且能保持镇定 因为还有一场进阶赛 普通赛只是各家的 普通弟子之间的佼佼者 进行对决 而进阶赛才是各方 真正的核心侵传弟子 二者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 四位管主看着台上的苏星 却也是眼眸微调 苏星年纪轻轻 便能掌握两大A级5G 并都修炼到了 逼近小城境界 他还能做到力压全场 拿下普通赛第一 毫不夸张地讲 苏星就是如今五大舞馆内 年轻一辈第一人 有几分惊鸿当年的影子 想到这 众人都不免 看向了苍云武馆一方 看向了那个 站在叶苍云身后的短发女子 普通赛正式结束 整场战斗 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 所以如今 方才是下午一点 距离进阶赛开始 还有一个小时 金鸿叫来自己 最得意的弟子柳寒韵 想与其说些什么 叶苍云老管主 也欣慰地看着对方 期待金鸿 会与柳寒韵说些什么 金鸿是他最得意的弟子 而柳寒韵 是金鸿最得意的弟子 这场进阶赛 交给柳寒韵 叶苍云还是很放心的 然而 金鸿看着柳寒韵 看着这名义上 自己最得意的弟子 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满眼都是复杂 最终只憋出了一句 好好战斗 不要大意 别辜负我们的期望 柳寒韵点点头 知道自己师父 是因为这几天 自己一直在跟顾清云 学见的缘故 关键之处在于 金鸿这个老师 特么也在跟顾清云学习 他被顾清云 这就很有意思了 叶苍云看着这古怪的气氛 不禁有些好奇的挑眉 但他人老成精 没多问什么 转而 叶苍云有些期待的 妄想入口处 可直到下午两点 进阶赛快要开始 他都没看到 那道自己想看到的身影 金鸿也看了出入口方向一眼 见顾清云依旧没来 心中不禁有些遗憾 叶苍云也遗憾地摇摇头 眼中光彩有消失部分 不过人生 哪里能没有遗憾的 他今日有希望看到 苍云五管四赛第一 这就已经够了 而这 如今已经 只剩下一个进阶赛了 蒋薇坐上主持台 对着全场宣布道 普通赛已经在一个小时前结束 获胜的是苍云五管 让我们期待 接下来这场进阶赛之中 五大五管们弟子的表现 蒋薇话落后不久 台上继续开始抽签 这次 苍云五管没在那般倒霉 抽中第一个上场 谭清松等几位副管主之中 一身黄色练功夫的 剑门五管副管主举起手 亮出自己手中的红签 剑门五管 这次是第一个上场一方 脸色沉稳的黄甫月毫不犹豫 拿起自己的重剑 便缓缓上台 他每一步都走得很沉稳 这是修炼开合剑到高深层次 从而对自己产生的影响 黄甫月站在台上 台某扫视四大五管的核心清传 剑锋五管封骏 无垠五管李小涵 天心五管楼耀心映入眼帘 最后 黄甫月的目光定格在柳寒韵身上 随即淡淡收回 他尽力台上丝毫不在意 谁会是第一个上场挑战自己的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柳寒韵本想直接上场 凭借他如今所掌握的剑开天门 横扫全场拿下第一局不是问题 但凌远拦住了他 既然沧云五管不是红签 那么先让其他人上场 帮柳寒韵消耗消耗敌人 这也是好的 毕竟上台了 可就下不来了 一旦下来 就是说 柳寒韵想到自己 这一战对叶沧云老管主的重要性 便也不着急了 可他暗纳下自身 却不意味着 别人就会真如其意 风俊和一身JK制服的李小韩对视一眼 李小韩狡黠一笑 风俊也含笑摇了摇头 五大五管竞争千年之久 相互之间早已经视如水火 他们 不可能白白让沧云五管拿下第一 所以 这次进阶赛 他们肯定是不会让沧云五管赢的 刚当的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内 风俊和李小韩碰了个头 制定了一个计划 今天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沧云五管 再拿下这进阶赛第一 二人其实是还想邀请黄辅月 和楼耀星一起的 但是黄辅月为人憨厚 开河见大开大河 不容心性出现任何阴暗 楼耀星则是单纯的太过傲气 根本没搭理他们 不过现在 剑门五管抽到第一个上场 黄辅月率先登场 这正符合了风俊和李小韩的计策 二人坐在原位 丝毫没有动身上场的心思 挑战 是有时间限制的 如若在三分钟内 没人挑战场上之人 那么胜利自动归于场上之人 所以 风俊和李小韩丝毫不着急 他们只是不想让胜利归于 沧云五管 剩下的给谁 他们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楼耀星坐在场下 也没有上场的意思 沧云五管一方 惊鸿的脸色不禁有些难看 林远等人 也都很快看出 其他几家五管的险恶用心 这是不管沧云五管 是否抽到红签 都想让沧云五管第一个上场啊 而若是沧云五管不上场 那也行 反正就是放弃进阶赛第一呗 这是一场 阳谋 只要沧云五管 还想要四赛第一 那么就必须第一个上场 而第一个上场 柳含云需要面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四位 同层次对手 这和抽到红签根本没有区别 所有人不免都看向了柳含云 眼神奇奇复杂起来 迎着众人的目光 柳含云笑着摇摇头 他拿起长剑 身形缓缓站起 全场的目光 煞时间瞩目到柳含云身上 第104章 柳含云见开天门 全场起立 轮椅上的叶苍云也看向柳含云 眼神之中充满了复杂 柳含云感受到那赤裂且复杂的目光 转头回看过去 来到叶苍云身前 柳含云手持长剑 微微屈膝 他半蹲在地上 笑着 看向老馆主 叶苍云颤微微地伸出手 抚摸了下柳含云的头 柳青山看着这一幕 眼神之中有欣慰 也有凝重 他不知道 柳含云能否拿下进阶战 那毕竟是独自面对四位同层次对手 大家都是天骄 没谁自知会差 而进阶赛的胜负取决于老馆主能否在死前完成心愿 他甚至是撑着一口气来到现场的 去吧 不论怎样都没关系 叶苍云苍老的声音响起 没给柳含云半点压力 反而是为其舒缓 柳含云用力点点头 缓缓站起身 他与自己的师父金鸿对视一眼 二女眼中都有莫名神采涌动 金鸿 是唯一知道柳含云穴道建开天门之人 所以 对这场战斗 金鸿没有太过担心 那毕竟是S级5G 虽然柳含云不一定能使用四次 但在关键时刻动用 便足以奠定胜负了 顾清云给柳含云提前埋下的后手底牌 很硬 万众瞩目之下 柳含云缓缓走上台 他一身白色练功服 显得一尘不染 满头白发的顾清雪 看着这一幕 心中暗暗为柳含云加油打气 林远 苏星等人也暗自握紧了拳头 相比普通赛 进阶赛才是真正的天交大战 普通人危机时刻 尚且有可能一个打十个 爆发潜力 但天交们之间的战斗 却绝对不可能 柳含云想一条四 战胜四位同层次天交 这个难度堪比登天 不过 柳含云本人却十分淡定 淡淡走上场 脸色平静地面朝黄斧月 黄斧月没有多说 嘴巴开河 略显沉稳的话音响起 虽然这不是我想 但这并非我能决定 他所说的是自己抽到红签 其他人还都不上场 逼着柳含云上场的事情 柳含云摇摇头 眼神满不在意 他看着黄斧月 伸手握紧腰间长剑 同时 柳含云的声音淡淡响起 通过扩音器响彻全场 交战之前 我也想说一句 此战 我不仅是代表苍云武馆 在打进阶赛 我必须拿下第一 其次 我的师父虽是惊鸿 但这几日 我在跟随顾管主修炼剑道 算是他半个弟子 我若说了 就是在给顾管主丢脸 所以 我绝不会输 柳含云的话语很坚定 而听着他一番话 全场的大多数人 也都有些微微哗然 除了武馆主们 尚且能保持淡定外 风俊 李小韩 楼耀星的脸色 都未知一宁 黄斧月也眉头微皱 眼眸深沉 对于那个和自己等人差不多大 却已经站在武馆主 同一层次的顾清云 他们不得不慎重 虽然还没见过对方 心中有很多不服 但是 顾清云的战绩 却也实实在在地摆在那 不是他们 这群最高武将能挑衅的 黄斧月最终深深点头 道 希望我能见到你 跟随那位练剑后的成果 柳含云嘴角翘起 没说什么 战斗很快开始 黄斧月拔出重剑 势大力尘的开合剑 骤然斩出 柳含云深周 顿时被剧烈的刚风席卷 黄斧月的开合剑 已然是小城禁剑 甚至逼近大城 而开合剑 大开大合 主杀法 柳含云脸色不变 同样小城的苍云剑施展而出 他和自己师尊的红云不一样 而是白云 淡淡的白云剑光闪烁 将黄斧月的开合剑挡住 但柳含云 却因此步步后退 黄斧月脸色不变 没有着急 依旧在逼退柳含云 压制对方 然而 就在战斗僵持 柳含云退至边缘之际 柳含云双目一宁 猛地抓住机会 时间太紧 他还没练成七星剑 但是 从前的柳含云 确实就已经掌握了 另外四大武馆的剑技 七星剑被顾青云开创出来后 柳含云也学到了其中的不少精髓 算是能将五大剑技初步融合 他这一剑 便带了苍云剑的飘渺 无影剑的无形 以及风华剑的迅捷 极为迅猛的一剑 在黄斧月初剑后 动作迟滞的瞬间 一剑封猴 看着这一幕 全场都有些禁忌 苏星双目瞪大 与李云飞 王大山猛地对视 柳师姐 这是怎么做到的 太夸张了吧 是啊 我都没看清 听着身旁三人的话 林远也陷入了茫然与沉寂之中 刚刚 柳含云率先示弱 随后抓住机会 一击击败黄斧月的场景 宛若当初顾青云一剑挑翻他 简直如出一辙 林远的目光瞬间复杂起来 仿佛又沉浸在 当初那一剑的打击之中 不过很快 他反应过来 猛地起声高呼 柳师妹赢了 柳师妹牛辩 林远脸色战红 神情振奋 擂台上 黄斧月神情茫然又震撼 完全不知道自己 刚刚是如何败的 他呆呆地看向柳含云 脸色震惊中有些麻木 你 黄斧月缓缓开口 却只觉得喉咙干涩 什么也说不出来 柳含月对他淡淡笑了笑 收剑而立 黄斧月遗憾走下台 沉默回到剑门武馆一方 其父亲黄斧馆主看向他 道 柳含月刚才那一剑 有苍云剑 无影剑 风华剑在其中 苍云武馆 为了这次论剑大会 是下了血本啊 黄斧馆主感慨说道 惊叹柳含韵的绝强天赋 黄斧月点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柳含韵站在擂台上 平淡的目光 看向剩下三家武馆 风俊 李小韩 楼耀星三人 对上柳含韵那淡然的 仿若你们都是垃圾的目光 三人瞬间做不出了 风俊和李小韩 秉持着绝对不让 苍云武馆拿第一的想法 尚且能压制住上场冲动 但楼耀星 身为终生代最有辞职的天骄 他当即坐不住了 万众瞩目之下 楼耀星缓缓起身 持剑上台 柳含韵双目看着对方 忽然微微亮起 这一战 他最大的对手 其实就是楼耀星 风俊和李小韩虽然难缠 但他单凭硬实力 就可战胜 唯独楼耀星 柳含韵心中没底 所以面对对方 他准备 直接剑开天门 第105章 故青云道场 全场瞩目 一身紫衣的楼耀星 气质不凡 剑眉心目 一出场 便吸引了全场的目光 叶苍云眉头微皱起来 脸色沉宁 柳含韵的天赋资质 都很不错 是S级顶尖 但楼耀星 又何尝不是 并且因为年纪轻轻 就接触剑道 主修天心剑的缘故 楼耀星的实力 很强很强 当初 柳含韵参加五考 能不能拿状元 最大的对手就是楼耀星 不过 楼耀星没在北方行省 参加五考 而是去了中部 于是 北方行省五考状元 才花落到柳含韵身上 否则 楼耀星若是在北方行省 参加五考 那么 北方行省五考状元 是不是柳含韵的都不一定 楼耀星双目看向柳含韵 诞生开口 看来 你走的是 和我一样的路子 修炼五大剑技 尝试将其融合 你可有心得 虽然此地是论剑大会 但楼耀星却丝毫没在乎旁观者 他双目微亮地看着柳含韵 期待在他那获得有感悟这一回答 这样 他便能和柳含韵交流 从而看看 能否尝试融合五大剑技 在他看来 剑阁虽然分立五大五管 传承大半断绝 但昔日的剑阁 五大剑技却应该是一体 而并非分开 五大A级剑技融合 多半会是S级剑技 柳含韵看着楼耀星 听出了奇话中含义 他先是摇摇头 随后又点点头 楼耀星眼神既失望又疑惑 不知道柳含韵这反应是什么意思 柳含韵很快说道 五大剑技融为一体 这件事情我没做到 但有人做到了 此话落下 楼耀星平淡的脸色猛得大变 眼眸瞬间发亮 谁做到了 说着 他骤然转头看向 苍云五管一方的金鸿 金鸿的天赋 是断层式的 在他那一代 没有能与其争锋的对手 不像是柳含韵这一代 所以 若是说 谁能融合五大剑技 那楼耀星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金鸿 柳含韵摇了摇头 淡淡笑了笑 这件事情 等赛后再和你说吧 楼耀星压下心底的好奇与期待 点了点头 他握紧长剑 而后瞬间拔出 其长剑在身旁舞动 一颗颗微量的星辰 环绕周遭 此为天星剑 柳含韵看着 手中长剑 缓缓从身侧提起 面对楼耀星 他不想和对方过多战斗 因为那有风险 他只想 以摧枯拉朽的姿态 击败楼耀星 柳含韵看着对方 忽然心有所感 我有幸 得顾管主相传一招办事 虽不得其精髓 却能马马虎虎地施展 柳含韵的话 让人觉得有些迷糊 但一些知情人士 却猛得双目大亮 好比金鸿 再好比柳青山 蒋薇等人 柳含韵 得顾青云相传一招办事 那会是什么样的招式 蒋薇双眸微动 想到了顾青云的剑开天门 又想到了大日神剑 他观柳含韵的姿势 这都有可能啊 蒋薇心头有些期待 柳青山等人同样 随后 就在楼耀星施展天星剑 准备以强势姿态 击败柳含韵的同时 柳含韵长剑举过头顶 其头顶瞬间轰鸣颤动 观战的所有人 瞬间瞳孔一缩 楼耀星也脸色微变 那段顾青云 斩杀周骏的视频 他见过 所以这时 柳含韵头顶虚空轰鸣 翁鸣战立 其没有过多的酝酿 很快一剑劈下 楼耀星不敢多想 连忙挥剑抵挡 扶星点点 在楼耀星身前 汇聚为点点星光 欲要挡住这一剑 可 柳含韵长剑落下 头顶仿若有一道 虚空门户猛的洞开 剑光倾斜而下 仿若闪电一般的剑光 出现在擂台之上 瞬间斩下 扶星点点破碎 楼耀星身形 瞬间倒飞 摔出擂台 其子一破碎 胸前多出一道 深深的斩痕 柳含韵看着自己 这一剑所造成的威力 不禁自己都有些愣神 这便是 剑开天门 柳含韵震惊同时 全场所有人 也都陷入了震惊震撼之中 远远 苏星几人 更是呆滞到麻木 那 那是顾管主的见解 苏星呆呆指着擂台上的柳含韵 脸色激动朝红 叶苍云老管主坐在轮椅上 身躯剧烈颤抖 神情振奋 他转过头 颤巍巍地看向金鸿 金鸿笑着说道 柳含韵这丫头 这几日跟着顾清云学到不少 这一招 名为剑开天门 是那小子的独创剑技 叶苍云听着金鸿的话 身形不再颤抖 而是陷入麻木 顾清云独创剑技 剑开天门 这等威力 S级剑技啊 独创S级剑技 这是何等恐怖的绝世天骄 叶苍云 都不只是看到了苍云武馆在顾清云手中 大放光彩的场景 他甚至是看到了 蓝星的不久后 人族将再次诞生一位镇守一方的绝世武神 叶苍云只觉得身心激动 心潮澎湃 柳青山 蒋薇等人之前 也虽然都有所期待 但大家也是完全没想到 柳含韵 真的能动用出剑开天门 这太夸张了 顾清云轻插 全场所有人激动之际 忽然 顾清雪朝出入口处看了一眼 撇到了一道白衣身影 白衣身影身旁 跟着一个性感妩媚的金发玉姐 此等绝世家人 站在其身后 却仿若是一个秘书 顾清云腰跨苍云剑 自入口缓缓走入会场 今日练剑五千次的目标达成 他本是不准备来论剑大会的 因为如今的他 身份地位已经完全不同 来了必然会有麻烦 但安娜找到他 说 叶苍云老馆主 托着将死之躯 来到论剑大会 于是他决定 还是要来见一见 顾清雪缓缓站起 满脸欣喜地 看向自己哥哥 并叫了一声 顾清云转头 看了自己妹妹一眼 轻轻汗手 与此同时 整个全场竞技之中 所有人也都发现了 顾清雪所喊的那一声 哥 煞时间 现场上万道目光 和直播屏幕前 无数道目光 同时看向顾清云 一袭白衣的他 腰胯长剑 整个人气质超然 之前 大家所有人看到龙耀星的时候 就已经觉得 这是一个很帅的帅哥了 但当他们看到顾清云 才真正发现 什么叫差距 顾清云 是真正的由内到外 浑然一体 第106章 质疑 馆主赛重来 顾清云瞥了眼场上 见柳涵韵持劲力 此时正看向他 一脸的兴奋 顾清云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他抬步走向 苍云武馆一方 看着金鸿身前 坐在轮椅上的老馆主 顾清云表情肃穆 对其深深点了点头 叶老馆主 他缓缓开口 声音不卑不亢 叶苍云听着他的声音 整个人可谓是激动到了极点 其颤抖着身躯 就想要站起 顾清云抬手 按在了对方肩膀上 老馆主坐着就是 叶苍云拉起顾清云的手 饱含岁月沧桑的眼中寒泪 根本说不出话来 而这时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在看着这边 风骏 李小韩在顾清云出现后 注意力便全部转到了顾清云身上 因而 风骏的脸色 直接僵硬下来 他知道自己的实力 不如顾清云 而顾清云如此耀眼 既让他感到嫉妒 又让他感到自卑 李小韩则是直接被 顾清云浑身的气质被迷住了 完全没了什么战斗的心思 同时 剑门武馆皇府馆主 剑锋武馆封馆主 无垠武馆刘馆主 天兴武馆楼馆主四人 此时也都紧紧盯着顾清云 四人脸色沉宁 一个个都十分好奇地 打量这位声名雀起的年轻人 主持台上 蒋薇见顾清云来到 也是停滞了好一会 才继续解说起来 苍云武馆顾管主来到 现场的气氛 来到了一个全新的高潮 让我们继续期待 这场论间大会进阶赛 蒋薇说着 场上的柳寒韵 从心底里涌出了无穷的底气 虽然剑开天门 对他的消耗极大 面对风骏和李小韩 都有些吃力 但是 柳寒韵却觉得自己此刻不论如何 都能战胜剩下两人 然而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这次 风骏和李小韩 却根本没有在上场挑战 三分钟匆匆而过 蒋薇有些愣神 心想 怎么没人上场挑战柳寒韵了 不过 他还是很有职业素养地 说出了这一战的结果 三分钟已过 无人挑战柳寒韵 其将自动获得进阶赛胜利 蒋薇说着 还看向了剑锋武馆 和无影武馆一方 风骏和李小韩 真不上场吗 虽然他内心是很想看到这一结果的 但却也不能让人留下诟病 李小韩面对所有人的目光 调皮一笑道 柳师姐很强 那一见我无法抵挡 就不上去献丑了 风骏看向周围 也是点了点头 他脸色冷峻 缓缓起身道 我也弃拳 进阶赛的胜利 让给柳师姐 柳韩韵站在台上 忽然觉得 有些仿若是在梦中 怎么顾清云一来 都没人继续挑战他了 顾清云也对这一结果 感到有些惊讶 但他却不觉得 这就一定是一件好事 五大武馆纷争千年 可能因为自己的到来 就让他们拱手让出四赛第一 顾清云心头微动 这时就见见风武馆的风骏 输完弃拳后 并没有坐下 他反而上前几步 来到苍云武馆众人身前 笑着拱拱手道 苍云武馆的诸位 论剑大会一共有四场 管主赛 清传赛 进阶赛 普通赛 对于苍云武馆所拿下的 清传赛 进阶赛 普通赛第一 我没有意见 输得心服口服 但是 对于管主赛 叶苍云老管主 凭借武将之身拿下第一 我却想提出异议 风骏的话落 全场瞬间微微哗然 苍云武馆一方直接炸了 这风骏是什么意思 就对管主赛的结果产生异议 这是在不相信 叶老管主拿下的第一吗 惊鸿脸色一沉 暗道不妙 言和 谭清松等人 也缓缓皱起眉头 他们不知道 风骏此时提出这件事是什么意思 其实管主赛的内情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叶苍云老管主 昔日虽说逼近武军层次 领悟了剑意 但是 他的却根本不可能以一敌四 车轮战的方式 战胜四位武军 拿下第一 是其他四位管主兼叶老管主年迈 处于生命尽头 所以放水了 而如今 剑到苍云武馆 要拿下四赛第一 他们开始坐不住了 剑阁传承最高层 那是从未打开过的 如若被苍云武馆拿到 其他四大武馆会被直接压一头 甚至 被直接统一都说不准 这是四大武馆 所无法容忍的 于是 便有了如今的风骏站出来 质疑管主赛结果的操作 风骏站在苍云武馆众人面前 话语缓缓说道 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阐述清楚 得知管主赛是四大管主 有意放水给叶苍云后 全场煞时间再次哗然起来 四大武馆一方 也有小辈弟子不服 开始不认同馆主赛的结果 青红的脸色瞬间无比难看 担忧地看向自己师父 柳青山同样也看了过来 满眼都是担心 叶苍云一生好强 可能本来还以为是自己 凭借实力拿下的第一 但现在 真相被揭穿 叶苍云会遭受何等打击 顾青云也转头看向了叶老馆主 只见此时的叶苍云 眼中仅剩的半数神采微微暗淡 像是恍然 又像是欺然一般笑着 他颤抖地伸手 拿起一旁的话筒 随即声音传遍 既然是诸位放水 那老朽甘心推翻馆主赛的结果 我苍云无管 没有这个四赛第一 叶苍云说着这话 一生所坚持的执念 都在这一刻破碎 他的生命火焰 犹如风中残竹一般 随风飘摇 风骏看着叶苍云 这时笑道 叶老馆主 晚辈并非这个意思 您身老体弱 气血已经不复当年 我父亲他们放水 想让您临终前获得第一 这也是他们的孝心 风骏这一番话 让所有人听得都不有点头 五大五管虽然恩怨纠葛 相互之间却也有不少的联系 究其根本是一家人 风骏说着 话锋一转 晚辈质疑馆主赛的结果 也并非是说 苍云五管完全没有了四赛第一的机会 晚辈提议 顾馆主不是苍云五管新馆主吗 那么 就让顾馆主和我父亲他们四人 再战斗一场 进行一次馆主赛的比拼 角逐最终结果 如若顾馆主能够击败我父亲他们四人 拿下第一 那苍云五管 才是当之无愧的论间大会第一 夜老馆主说是吧 第107章 非要逼顾青云上场 元五管 众目睽睽之下 风骏淡笑的话音 响彻在所有人耳中 而他的一番话 总结下来 其实就一个意思 四大五管 不服当前苍云五管四赛第一的结果 不想让剑阁传承会花落苍云五管 不想让苍云五管的人 进入剑阁最高层 于是宁可拉下脸 他们也要推翻之前的馆主赛结果 至于这其中 有没有四大馆主 面对夜苍云时放水 或许吧 然而 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苍云五管 现在并不同意馆主赛冲来 让顾青云重新上场 那么 苍云五管今日的面子 将彻底丢尽 顾青云这个新任馆主 之前所打下的所有声望 也都白费了 想着风骏的话 让顾青云上场 面对四位五军馆主 还要战胜四人 不少人都眉头皱紧 脸色不是很好看 特别是苍云五管一方 金红柳眉倒树 盯着风骏 风骏 你一区区 剑锋五管清传 在此质疑 推翻馆主赛结果 你可还有点理说 金红身上气息伶俐 虽然没有握剑 但却已经仿佛一柄出了俏的宝剑 风骏看向金红 心中虽然有些范畜 但面上却依旧故作平静 金红师叔 论剑大会 虽然是我五大五管内部的事情 却也是得到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大事 如此大事 不明明白白 场场亮亮 又如何能服众 我五大五管 今后又如何在北方形成立足 金红看着风骏 一双眸子猛地眯起 却说不出什么话 风骏此刻站在大意上 压迫苍云五管 他在说什么 此刻都显得有些无力 叶苍云老管主年老体脉 这是事实 岂只是武将巅峰 说能打败四位武军 有人信吗 金红自己 甚至都有些不幸 他转过头 看向四大五管方向的四位馆主 现在的事情关键 根本就不在风骏身上 而在那四位馆主 如果这件事情 是四位馆主的意思 那么他说什么都没用 反之 若是风骏自己的意思 也就仅仅只是个闹剧罢了 然而 金红这一眼看去 却是心头咯噔一声 剑门五管黄复馆主 剑峰五管封馆主 无垠五管流馆主 天兴五管楼馆主 四人坐在原位 齐齐沉默着 金红心头恍然 红唇凌然一笑 金红跨前两步 转过头 与轮椅上的师傅 叶沧云对视 看着叶沧云那张老麦的脸 金红眼神坚定地道 师傅 这场战斗 让顾清云上场不合适 还是我来吧 叶沧云眼神 此时已经恢复如初 他眼中的光亮和神采 已经大部分消散 只留下一丝丝不甘的执念 他浑浊的双眼 看着金红 用力点了点头 好 馆主赛推倒重来 让顾清云上场确实不合适 虽然他是现在的 沧云武馆馆主 但顾清云刚刚加入 都还没得到 沧云武馆的什么帮助 就让他替沧云武馆 对决外敌 这是叶沧云做不到的 况且 顾清云这段时间 虽然名声大噪 但他却太年轻了 实力大家虽然都摸不准 但也大概有个极限 五军中期 这就已经是顾清云的极限了 而四大馆主 实力最低的也是五军中期 其中最强的楼馆主 更是五军巅峰强者 触摸到剑一门槛的存在 此等情况下 顾清云上场 几乎没什么胜算 沧云武馆 也没脸让他去上场帮忙战斗 金虹转回身 看向了风骏 他腰胯细红长剑 静静抬不上前 每走一步 金虹身上的气息就强势一分 当他来到风骏 只有三不远的时候 身上的气息 已经压迫了风骏神魂战力 金虹双眸看着风骏 声音不带感情道 滚开 对方自己扯下脸 他也没必要再给对方脸面 风骏又恐惧 又觉得羞恼 但他却死死承受着压力 没有让步 深呼吸好几口气 风骏这才抬起头 直面金虹 金虹吃笑一声 看着并不让路的风骏 冷笑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风骏测开目光 不敢与金虹伶俐的双目对视 他转过身 扫视整个会场 声音朗朗道 论间大会 本来每一轮所上场的人 就不能重复 金虹师叔 已经参与过清传赛 便不能再参与管主赛了 更何况 管主赛 说的就是各位管主之间的战斗 而不是武馆清传弟子都可以 一家武馆 一位管主 往往都是武馆最强者 是门面 也是脸面 顾管主既是苍云武馆新任管主 那就要承担起责任 出战管主赛 这样才公平 金虹五军三重 或许上场了 对四位管主 造不成什么威胁 他虽然是天骄 可能击败一位管主 击败两位 但三位 四位呢 武军巅峰的楼管主 就不可能是金虹可以击败的 所以 风俊可不能让金虹上场 他要是让步了 春城城主柳青山也站起身 说自己是老管主弟子 要上场该怎么办 与金虹相比 柳青山可真正就是武军巅峰强者了 据传还和楼管主一样 触摸到了剑意 此等人物若是上场 那是真的有可能再次一挑思的 风俊不要脸的目的 就是阻止苍云武馆 拿下四赛第一 所以 他绝对不会让步 金虹看着面前的小背 牙关一点点咬紧 气得咀嚼肌 微微凸起 柳青山等官方人员一侧 段夫人也是气得火冒三丈 这四家武馆 可真是不要脸啊 苍云武馆好不容易一次四赛第一 他们还要搞妖蛾子 不过 若是能看到小帅哥上场 段夫人转头看向苍云武馆那头 一直静静站立的白衣男子 不由双目猛的一亮 他倒是不在乎 顾青云能否拿下第一 单纯就想亲眼看到顾青云战斗 而这时形势急转而下 顾青云已经被逼到了不得不上场的地步 不上场 不止苍云武馆丢脸 他也丢脸 面对所有人注视而来的目光 顾青云表情平静 看了眼风俊 让我上场 参加管主赛可以 但你和韩云之间的进阶赛 也不可弃拳 如何 顾青云鬼使神拆地道 第108章 他要一条丝 顾青云今日到场 其实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的 甚至要不是得知叶苍云老馆主来了 他都根本不会来 是以 他的心情一直以来都是很愉悦的 是看戏的心情 哪怕真有什么麻烦找伤自己 惊鸿一般也能直接挡掉 七星剑交给对方 可不是白交 然而 这风俊非要挑衅自己 还贴心地 将自己老子在内的四个老家伙的脸 送到自己面前 给自己打 那 他还退避什么 真以为他怕了四个老家伙 不过 要让自己上场也可以 教训他老子 也可以 但是 风俊挑衅自己不该挑衅的人 也必须要得到教训 这个教训 顾青云自己来 就太过了 所以交给柳寒韵 正好 全场瞩目之间 顾青云的落下 传入风俊耳中 煞时间 风俊的脸色 瞬间僵硬漆黑 柳寒韵见开天门 直接祭拜的楼耀星 他还没自信跟楼耀星比较 所以让自己上场 与柳寒韵对战 这 风俊面旁僵硬 整个人仿若在风中凌乱 主持台上 蒋薇见形式如此 急忙补刀 论间大会进行到如今这个情况 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不过 顾管主答应上场 重战管主赛 这也即将成为 我们今天的最强看点 蒋薇的话落 全场的气氛都热烈到了极致 他们本还以为 今天就只能看到一些小辈弟子们之间的战斗 没想到 管主赛居然要重来 这可是花钱都看不到的节目啊 所有人气氛热烈 对管主赛抱有浓烈期待 而蒋薇说着 话锋一转道 接下来 管主赛开始之前 让我们期待一场热身战 由苍云武馆柳寒韵 对战剑锋武馆少馆主 风俊 此话落下 风俊的脸色再次变得僵硬 他转过头 看了仍然站在擂台上 没来得及下来的柳寒韵 柳寒韵看向他 一脸的似笑非笑 风俊呆呆走上台 握紧自己的长剑 他深呼吸几口气 脸色这才微微镇定下来 然而 就当战斗刚刚开始 柳寒韵再次抬手 长剑举过头顶 对于顾清云的想法 他完全能够理解 不就是让自己教训教训这个风俊吗 正巧 刚刚趁着风俊说话的功夫 他的气血已经恢复了大半 再来一次剑开天门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于是柳寒韵毫不犹豫 上来直接开打 头顶虚空微微颤鸣 风俊呆呆抬头看去 仿佛看到了两道洞开的天门 剑光倾斜而下 闪电一闪即逝 柳寒韵常见下批 带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斩向风俊 风俊仓促间施展风华剑抵挡 漫天剑影在身前汇聚 然而 一切风华都是过眼云烟 剑开天门之下 风俊的抵挡 显得那般苍白无力 动 只听一声闷响 风俊身形如风筝般倒飞 速度比柳寒韵展楼要心 那一剑快太多了 其身形落在擂台之外 胸前衣袍全部被展开 一个深可见骨的大口子鼓鼓冒着血液 风俊躺在地上 脸色麻木一片 他知道柳寒韵这一剑很强 但却从未想到 柳寒韵这一剑会有这般威力 将楼耀星一剑击败 伤到也就罢了 他面对这一剑 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直接重伤 剑锋武馆风馆主急忙上前 脸色阴沉地看了柳寒韵一眼 但他没说什么 赶忙给风俊卫下疗伤丹药 擂台上 柳寒韵对着四周拱了拱手 潇洒下场 吼吼 苍云武馆一方 爆发激烈大吼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等人满脸都是兴奋 凌远这个高级荣誉教练 也是哈哈大笑 极为出气 刚刚 风俊站在苍云武馆众人面前 推翻馆主赛时 是有多么耀武扬威 如今呢 馆主赛可以重来 你风俊 也必须先给我躺下 煞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转向顾清云 这位年轻的馆主 不仅实力强大 手段也是 极其很赖啊 被人挑衅 当场就要把脸打回去 嗯 和他们所听闻的 一样 柳青山想到了王虎 周俊 段宏图 桑明勇等人 罪梦楼事件的起因 他事后已经完全得知 因为一个普通教练丁海洋 王虎挑衅了顾清云一下 随后 就被直接跳脸开大 自己丢了命不说 连带着王虎背后的所有人 都被连根拔起 这挑衅的代价 不可谓不重 哦对了 柳青山转头 看向了四位馆主 特别是其中的风馆主 风俊挑衅顾清云 自己先被柳寒运斩了一剑 重伤躺下不说 待会他老子们 怕誓言 柳青山想到这 自己都不免笑了 段夫人也是极为解气地笑着 黑衣老者李献公 也谋恍神 仿佛看到了那个站在牢房内 却依旧能平淡练剑的白衣男子 这 难道就是真正的绝世天骄之姿吗 寻常的天骄 同辈无敌 如柳寒运 金鸿 柳青山等人都是如此 但绝世天骄 就不仅仅只能用同辈无敌来形容了 而是 不管你什么辈分 在我的成长道路上 所能遇到的人 我都是无敌 李献公震撼愣住 蒋威 安娜 顾清雪 柳寒运等人 也都看着顾青云 眼神莫名 顾清云身旁 金发玉姐翘生生地 给她送上苍云剑 加油 安娜说了一句 眼神里没有过多担心 顾清云自身有三门S级之上武技 再配合上她那绝顶的资质 面对四位武军馆主 虽然不容易 却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全场煞时间对这一战充满期待 叶苍云老馆主坐在轮椅上 浑浊的双眼内 重新焕发光芒 或许 或许她还有机会 看到苍云武馆 堂堂正正地拿下四赛第一 万众瞩目之下 顾清云一袭白衣 手持苍云剑 缓步上台 顾清云站在台上 朝四大武馆方向看去 四位馆主 一一映入她的眼帘 四人也在看着顾清云 考虑着谁第一个上场 然而 不等有人起身 顾清云收回 看向四人的目光 淡淡道 你们 一起来吧 第109章 我说了 你们一起来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五兵四重 气血 四万八千四百二十五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进呼道 无上级 五级 大日神剑 SS级 小乘 10000 100000 剑开天门 S级 大乘 13000 5000 七星剑 S级 大乘 15000 5000 5000 武器 苍云剑 五阶 三阶 战一 今日赶来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5000次连剑 境界虽然还只是五兵四重 但除了已经大乘的七星剑外 剑开天门 如今也来到了大乘境界 所以 哪怕面对四位同等层次的武馆主 有的境界还比他高 顾清云也有信心 一条四战胜 注意 是一条四 而不是车轮战 一对一秒杀 原武馆内 本看到顾清云登上擂台 馆主赛即将到来 武馆内的气氛来到了一个顶点 众多的武道学子 武馆学员们都满心兴奋 毕竟这次馆主赛 是真正的武军大战 谁又能不期待 然而 当顾清云说你们一起来吧的话落下后 全场热烈的气氛骤然竞技 黄斧月 李小涵 楼耀心三人双眸瞪大 其中透出浓浓的难以置信 躺在剑锋武馆一方 就等着看待会顾清云 被四位馆主教训的风俊 听着顾清云的话 他先是震惊 茫然 随后 风俊无声大笑起来 眼神之中满是期待 傲气 他可以理解 同辈之中的楼耀心也很傲气 平时都不正眼看他们一眼的 然而 楼耀心再傲气 也不敢说同时挑战他们同辈 剩下的四个天骄 顾清云 这个苍云武馆的新任馆主 年龄还没有自己大的小鬼 居然要同时挑战四位馆主 嚣张 也不是这么嚣张的吧 这特么是在找死 风俊心底哈哈大笑 就期待着待会看到顾清云吃扁的场景了 风馆主看着自己儿子 开口传阴道 我会将他打残在擂台上 与面容冷峻的风俊相比 风馆主长着一个阴沟鼻 整个人显得有些阴翼 风俊微微点了点头 用力太大会 牵动伤口 多谢父亲 他张了张嘴 没有声音 风馆主看懂了 随即转身拿起配件 缓缓登上擂台 其余三位馆主没动 因为在大家看来 顾清云说要一条四的狂言 绝对是在说笑 风馆主登上擂台 表情平静地 缓缓拔出长剑 强烈的气势腾起 展露武军后期修为 说狂言这种事情 谁都会 但是年轻人 五大武馆纷争多年 能成为馆主层次的 谁又不是天骄 四个人同时来与你对战 那太看得起你了 风馆主话音淡淡 像是在对顾清云说教 这种语气 让苍云武馆一方的 所有人都脸色难看起来 要么憋愤 要么抓狂 顾清云却一如既往的平静 他一袭白衣 五官如客 气质不凡 对于风馆主的话 顾清云手握苍云剑 缓缓将这把略显古朴的 银白长剑拔出窍 他力鉴于身侧 看着风馆主淡淡道 我想知道 你现在对我的想法是什么 风馆主心头咯噔一声 阴逸的脸上 闪过一抹阴霾 他和风骏说 要打残顾清云的话 可不能吐露给全场 那就不是拉下脸 推翻馆主赛那么简单了 而是与苍云武馆撕破脸 如果剑锋武馆第一个要撕破脸 那么另外三大武馆 是绝对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而会站在苍云武馆一方 五大武馆虽然恩怨纠葛 却也一直都认为是一体 风馆主脸色阴沉下去 同样缓缓拔剑 年轻人 别想太多 他的话语落下 顾清云看着他 轻笑一声 是吗 苍云剑于身侧缓缓抬起 骑上炙热的气息猛地迸发 剑身滚烫 如烈日一般的大日神剑 缓缓被他抬起 赤金长剑举刀半空 顾清云像是头顶一柄烈日一般 他看着风馆主 再问一句 说说你登上擂台 想如何给你儿子报仇 风馆主咬牙 但下一刻 他不由自主地开口 我要将你打残 废了你的剑道 此话一落 风馆主脸色骇然大变 全场骤然间也是禁忌下去 蒋薇甚至都不知道 该如何解说 这种话 是能当场说出来的吗 在心里想想 也就好了呀 重伤的风骏脸色大变 剑锋武馆一众高层们 也都瞬间骇然 他们馆主 是脑子生锈了 风馆主看向顾清云 眼神一瞬间 锐利到了极点 你对我 做了什么 他传言开口 顾清云回之笑了笑 却根本没有解释的心思 他可不是杀笔 战斗时候 还给敌人解释一下自己的能力 那纯属无脑反派 风馆主脸色阴沉 一瞬间摸不透顾清云的深浅 同时 那柄赤金色的神剑 他也觉得 远远不是自己 能对付的 那根本就不是A级5G 范畴的东西 风馆主脸色阴沉 转头看向其他三位馆主 三位 顾馆主不是说了吗 要一人挑战 我们四人 你们还不一起 教训教训小辈 让他知道天高地厚 这才对他日后 有更好的发展 皇府馆主 刘馆主 楼馆主三人对视一眼 虽然对风骏说 要废了顾清云的话 三人感觉也有些过了 风骏只是被柳寒运斩了一剑 虽然重伤吃苦头 但却也不至于废了 风馆主上场 就要废了顾清云 属实有点太过 但看着那把赤金神剑 几人也都知道 风馆主此刻 在承受何等的压力 他没把握拿下顾清云 所以才让自己等人上场 皇府馆主和刘馆主对视一眼 最终齐齐看向了楼馆主 楼馆主为人一向沉稳 又是实力最强的 让他做决定 准没错 楼馆主沉映一下 最终点点头起身 既然年轻人有要求 我们便一起吧 他也不想以大欺小 更何况还以多欺少 但是 他也有自己所不能输的理由 这次的剑阁 他必须要去一趟 否则 冰城威夷 楼馆主 皇府馆主 刘馆主三人手持配剑上台 站在了封馆主身侧 但三人却没有第一时间动手的意思 虽然上来了 可让他们以大欺小的情况下 还以多欺少 这确实不是几人能干出来的 当然 除了封馆主 然而 顾清云这时 却缓缓散去大日神剑 笑看向四人 诸位 我说了 你们一起来吧 第110章 七星连珠 一串四 顾清云的话 让四人再次愣了愣 楼馆主三人犹豫之时 封馆主侧目看了三人一眼 心头冷笑 三位 既然他有要求 我们又何尝不成全他 年轻人傲气是好事 自傲总比自卑强 但自傲到了自负的程度 就需要出手教训 让他知道 直到天高地厚了 封馆主的话音响起 楼馆主三人 缓缓拔出长剑 却依旧没有要直接动手的意思 只是展露了给各自的修为境界 楼馆主是五军巅峰 并且触摸到了剑异的门槛 身上气息很不凡 剩下的皇甫馆主是 和封馆主同样的五军后期 刘馆主一介女流 境界稍低 只有五军中期 但四位五军联手 又何尝是一位同阶能抵抗的 苍云五管一方 顾清雪的脸色不免有些焦急 虽然相信自己哥哥 但他也没想过 顾清云能同时挑战四位五军啊 这是一个概念吗 没看柳寒韵 金鸿等人都心里没底吗 轮椅上 叶沧云老管主转头看向金鸿 眼神惊骇中带着难以置信 金鸿 金鸿看向自己师父 此刻却心头复杂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一方面觉得 顾清云不可能同时战胜四位五军 另一方面 金鸿又想到了顾清云从前 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战绩 先是测试气血 只有五冰镜 而后直接挑了五冰镜后期的丁海洋 到了当天晚上 直接闯入最梦楼 见斩武将层次的王虎周骏 近看守所两天后 出来直接杀武将 巅峰断宏图 这还没完 面对两位武军 桑明勇和桑明远 顾清云以一己之力 将二人斩杀 只剩飞灰 他的传奇 太多太多了 所以哪怕此刻顾清云 面对的敌人更多 足足四位武军 其中最低的刘管主境界 都比桑明勇更高 楼管主更是触摸到 建议的巅峰武军 此等情况下 顾清云能赢吗 金鸿无法给出否认 但也无法给出肯定 官方一测 柳青山 李献功 段夫人琪琪 看着顾清云 眼神无比复杂 三人也未免觉得 顾清云是不是因为 这段时间太顺利了 从而飘了 他要是一个武者 武兵 哪怕武将 一人独占四位同阶 他们都觉得可以做到 毕竟低境界 数量差距不会太大 但高层次武军 一条四 这口气 未免也太狂了一些 相比之下 反而是顾清云的 不算弟子的三个弟子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三人 对其有着盲目的自信 坐在椅子上 苏星低吼道 卧槽槽槽 顾管主这是要起飞的节奏啊 一条四 战胜四位武军 这要是成了 其他四大武馆今后 在我苍云武馆面前 岂不是永远都抬不起头 是啊 顾管主刚才那 吃惊常见是什么呀 太恐怖了吧 你们没感觉吗 面对那一件 我哪怕只是直视 心里的小九九 就都快藏不住了 天啊 顾管主何时牛逼 到了这等层次 三人低吼讨论着 对顾清云 有着无比盲目的自信 别说四位同阶五军 哪怕五阶五猴来了 他们都觉得 顾清云能战胜 这就是弟子 对师父的盲目自信 柳寒运也有一点 但他层次更高 却也不会有太多 蒋威 安娜等人同样 而就在全场瞩目之际 顾清云手中 苍云剑落下 大日神剑已经散去 他不准备用大日神剑 面对面前几人 大日神剑这等SS 及武技 出手 敌人化作飞灰 面对四人 完全没这个必要 就算其中说 要废了自己的封管主 他也不可能 当场就杀了对方 给其足够的教训 便够了 若是还要找自己麻烦 那再弄死也不迟 大庭广众之下 他只会用手中之剑 劈开邪恶 但邪恶 也得有证据不是 所以 他便按照对方所说 废了对方吧 古朴的银白长剑握在手中 顾清云身上 武军中期的修为气息腾起 感受到他那武军中期修为 封管主双眸一宁 继而心底冷笑 区区武军中期 又何尝谈战胜他们四人 简直开玩笑 全场此时 所有人也都了解到了 顾清云的真实境界 面对四位同层次对手 他不可能再隐藏 所以 顾清云就是武军中期 以武军中期 力战四位武军 这可能吗 就在所有人 这般想象的时候 顾清云面朝四人笑了笑 苍云剑抬起 他的身侧后方 骤然浮现七颗星辰 一身白衣的他 跨前一步 来到为首的楼管主 五米之内 剑近乎道如 本能般发动 此剑百分百必重 楼管主本来还有些 轻松的心情 瞬间凝重 他脸色大变 瞬间抬剑而骑 骑身形周遭 浮现点点星光 天星剑 楼管主的天星剑 已经真挚圆满层次 施展而出 剑光化作繁星点点 带着恐怖至极的力量 然而 五大武馆内的 最强剑技天星剑 在面对顾清云的七星剑时 如土鸡瓦狗 伴随着他挥剑而落 身侧一颗星辰落下 砸在漫天繁星点点之中 长剑落下 楼管主眼神再次嗨然 因为他本来觉得 自己就算挡不住 也能躲开 但当真正直面这一剑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 必无可避 这是什么恐怖天骄 楼管主心头骇然 值得爆发自己最强的力量抵挡 顾清云剑落 楼管主常见被击飞 整个人倒退竖步 一条腿猛地弯曲 半跪在地 部里全场所有人呆着的目光 顾清云看都没看半跪在地的楼管主一眼 转身跨步 面朝剑门五管皇府馆主 无影五管刘馆主 二人此刻 已经完全来不及惊骇 在顾清云动手之际 他们就感受到了极其恐怖的力量 皇府馆主重剑抬起 在身前竖立 开合剑是大开大合的迅猛剑技 同时也有防御招式 皇府馆主重剑抬起立在身前 便处于不败之地 哪怕楼管主想拿下它 也需要费不少功夫 而刘管主 他的无影剑施展 剑出无影 让人根本不知道 会从哪个角度刺向顾清云 顾清云看了一眼 行下微微点头 这无影剑 修炼到圆满层次 有几分他见近乎到的影子了 他手中之剑横斩而出 同时对两人出手 身侧 一颗星辰再次落下 皇府馆主重剑颤鸣 身形倒退 刘管主无影剑险形 脱手 二人齐齐倒退 虽然身上气血翻涌 但却没有受多少伤 而这时的顾清云 转身跨步 来到最后一人面前 深周营绕五颗星辰 顾清云看着封管主 淡淡笑了下 第111章 力压全场 封管主握着长剑 此时已经完全忘记了施展剑技 他只是本能般抬剑 呆滞麻木的抵挡 顾清云却毫不留情 长剑落下 深周五颗星辰 齐齐落下 这一刻 连同之前那两颗星辰 七星连珠 璀璨的剑光于顾清云面前爆发 封管主仓促之间将一身气血 全部爆发而出 不畏挡住这一剑 只是为了 活灭 璀璨的剑光持续片刻 随即缓缓消逝 白衣人影收剑而立 场中无人能与其平齐 楼管主 皇府管主 刘管主三人倒地不起 气血翻涌无法平息 最后的封管主 其整个人身形倒飞而出 在空中划过一连串的血花 此刻场景 就如同顾清云弟子柳寒韵 在击败楼耀星 风骏时的那样 只不过 封管主此时的状况 比自己儿子风骏 还要更惨 他的身形摔在地上 浑身蓝色练功服 已然千疮百孔 身上处处都是血液 握见的手剧烈颤抖 他的气血翻涌四海 在体内一连串爆开 浑身经脉 在这一刻尽碎 而这 还不是他最大的伤势 最大的伤 其实是内心 封管主如今四十多岁 纵横人生四十多年 同辈之中 虽然有对手 但却不可能 有人能像今日这般击败他 至于前辈 比他强不是很正常吗 可今日 一个晚辈 一个比自己儿子 还要年轻一两岁的晚辈 先斩楼管主 再斩皇府管主 刘管主 最后 七星连珠 五颗星辰降落 他被瞬间击败 身受重伤 交战之初所说的 要废了顾清云 如今却是自己 被废了 他是那么的可笑 风管主只听 自己体内有一声咔嚓的声音响起 清脆又明亮 那是他的道心 布里风管主的心态崩塌 以及场边所有人的呆滞的眼神 顾清云收尽耳利 听着脑海内响起的系统提示音 叮 恭喜主人 击败四位武军 奖励 气血加12000 七星剑熟练度 加2000 顾清云文言微微挑眉 看向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五兵六重 气血 60425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五级 大日神剑 SS级 小乘 10000 100000 剑开天门 S级 大乘 13000 5000 七星剑 S级 大乘 17000 5000 武器 苍云剑 五阶 三阶 战一 想不到 来参加一场论剑大会 他居然直接提升了两重境界 这可抵得上 自己练剑两天多的成果了 嗯 击败武军层次对手 奖励就是多 顾清云笑了笑 在全场瞩目之中 缓步下台 直至此时 不少人这才反应过来 剑锋五管一侧 风骏躺在单架上 双目瞪大到了极点 眼眶中满是血丝 他盯着顾清云 走下擂台的身影 低吼道 救我父亲 救我父亲啊 风骏身侧 沉浸在震惊中的三位副馆主 连忙回神 三人跨步而出 三两步登上擂台 面对迎面走下的白衣男子 三人低下头 让开身形不敢动弹 弱者在面对强者时 必须要保持恭敬 这是在这方高五蓝星生存 所最重要的法则 从前 或许还有人质疑顾清云的实力 质疑他的名声 是不是春城特意续谋的 目的就是为了 立起一个榜样添娇 但实则 顾清云就像是那煮熟了的鸡蛋壳一样 一碰就碎 然而结果却是 特意续谋 名不负实 实力雷弱 顾清云有血淋淋的现实 打了所有质疑他实力之人的脸 直到顾清云从身旁走过 见风武馆的三位副馆主 这才反应过来 齐齐登上擂台 来到风馆主身旁 如今的风馆主很是吓人 浑身是血不说 身体还躺在地上不住地颤抖 他眼神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双眸中神采尽数消散 化作一片麻木 三位副馆主赶忙将风馆主带下擂台 带回见风武馆一侧看伤 专业的医师看过之后 不免对着风骏摇了摇头 少馆主 馆主他 医师没将话说完 风骏便身形将主 他呆呆转头 看了一眼走回苍云武馆一侧的顾清云一眼 眼中难以置信 愤怒 杀意等等 一闪即逝 风骏低下头 掩盖自己眼中的各种情绪 他收回目光扫视了一眼在场其他三家武馆 风骏没多说什么 挺着重伤之躯 咬牙说了句 我们走 剑锋武馆的人 很快就离开了 刚刚风骏有多么的耀武扬威 如今走的就有多么的落寞 不少人看着这一幕 还对剑锋武馆有些同情 毕竟风馆主所受的那等伤势 他们虽然判断不出一个具体 但却绝对不清 当场被雇清云废了 都有可能 可同情归同情 谁又能在此刻说出些什么 谁让 那风馆主在擂台上 先说出要废了顾清云的话的 顾清云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 这不是很正常的行为吗 柳青山还师场边那些武道学生 看着每一个人脸上的复杂神情 柳青山却没什么反应 这里蓝星是高五时代 让这些年轻人提前认识到 武者世界的残酷 也好 更何况 顾清云今天尚且还留了风馆主一命 而风馆主今日面对的 如果是异兽 异兽可完全不会留他一命 没办法 这个世界就是这般残酷 身着白衣 顾清云缓缓走回 苍云武馆众人身前 此时 所有人看着他的眼神都变了 之前 一些高级荣誉教练 普通教练们得知 顾清云成为管主 虽然没什么不服的情绪 但大家大多数 还都是因为尊敬 叶苍云老爷子的选择 可现在 顾清云在擂台之上 强势秒杀四位武军对手 还一副轻轻松松的样子 他的实力 彻底震撼到了所有人 可以说 此刻的苍云武馆内 没人不服他这个管主 甚至让他们再选择一次 是让叶苍云来当管主 还是顾清云 基本上所有人 都会选择后者 高五时代 实力为尊 第112章 名副其实 顾清云缓步向前 很快来到了 叶苍云老管主面前 而此时 满头白发的老人 坐在轮椅上 充满岁月沧桑的双眼 饱含热泪 紧紧盯着顾清云 他身躯颤抖 嘴巴开合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顾清云表情肃穆 俯身握住老人的手 眼神坚定地看着对方双眼 叶苍云的双眸 与顾清云紧紧紧对视 此时的双目 不再是之前那样 仅剩半数神采 亦或者一点神采时的样子 反而 满是大量 老人像是回光反照一般 手臂极为有力地握紧顾清云 二人深深对视 全场无声 惊鸿在叶苍云身后看着这一幕 绝强如他 眼中也是不免流泪 这次的论见大会 苍云武管不仅拿下了第一 还是以堂堂正正的实力 拿下第一 普通赛 苏星 李云飞 王大山三人力压全场 进阶赛 柳寒运剑开天门 无人可挡 清传赛 有他金鸿 断层是天骄第一人 而管主赛 叶苍云拿下第一 虽然是各位管主们孝敬的结果 可在被推翻后 顾清云上场 强势秒杀四人 管主赛 毅然毫无任何悬念的第一 纷争了千年的五大武管 算是在今天 画上一个句号 等剑阁一季开启 顾清云亲自进入其中 获得剑阁传承后 那纷争千年的五大武管 将会被彻底一统 从前 叶苍云和金鸿 或许都没有这个想法 因为哪怕拿到 剑阁最高层的传承 苍云武管 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 断层式跨越 最多 就是提升到 和天心武管差不多层次 可如今 有顾清云在 有这位绝世的剑道天骄 带领苍云武管 哪怕没拿到剑阁传承 叶苍云都觉得 他能整合北方形成五大剑馆 重振剑阁威风 毕竟 顾清云可是掌握了 最少三门S级之上武级的存在 叶苍云浑身颤抖 瞳孔中满是热脸 他的生命火焰快速燃烧 但却并非风中残烛 而是 黑夜中耀眼的烟花 他看着顾清云 最终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 握着自己的手力 倒渐渐退去 叶苍云老管主 缓缓闭上了双眼 他靠在轮椅上 嘴角擒着笑 走得很安详 顾清云深深注视着这位老人 感受到了麒麟死前 传递给自己的最后财富 他除了将苍云武管交给自己 有了个势力可用外 叶苍云临死前 还将自己毕生的剑道感悟 传递给了顾清云 苍云建议的一丝雏形 此刻正在顾清云脑海之中 他没有着急研究 缓缓放下叶苍云老爷子的手 随后起身 肃穆低头 伴随着顾清云起身低头 在场苍云武管所有人 也都很快反应过来 齐齐起身 肃穆低头 连带着剑门武管 无影武管 天心武管的所有人 也都在起身默哀 皇府馆主、刘馆主、楼馆主三人 已经缓了过来 站在自家武管前 默默恭送这位老馆主 这位比他们辈分要高一重的老馆主 一生就是一个传奇 如今死前 他能看到苍云武管堂堂正正 拿下四赛第一 也算是人生圆满 蒋薇坐在主持台前 也没有说话 他和现场观众 网友们默默看着这一幕 心头充满复杂 官方一侧 柳青山带头起身 低头默哀 他是老馆主弟子 师父死了 理所应当 而柳青山这一起身 段夫人、李献功、周明等人 自然也不能继续坐着 今日 春城几乎所有的大人物聚集于此 连带剑阁四大武馆的所有人 一同送行老馆主叶苍云 论剑大会 最终就以这样的形式 沉默地结束了 而等他们走出会场 方才爆发激烈的讨论 你们看到了吗 顾馆主也太强了吧 是啊 一人独占四位武军的情况下 初见秒杀 我去 你们没看到吗 顾馆主在击败楼馆主时 用了身旁一个星辰 在击败剩下的刘馆主 皇甫馆主的时候 也只用了一颗星辰 最后五颗星辰降落 那纯纯的是在教训封馆主 谁没看到 我们只是在感叹 顾馆主实力之强好吧 简直太恐怖了 大家 我说顾馆主如今可以取代 柳城主春城第一强者的名号 不过分吧 当然不过分 我估计柳城主都在心中这般认同呢 毕竟同境界下顺秒四位比自己境界还高的对手 这实力拿到中部去都能震撼所有人 不少人们议论纷纷 说得脸色战红 今日的论剑大会算是他们看过的最有水平的一场战斗 苍云武馆的第一 拿得半点都没有悬念 每次交战 基本都没什么艰难 都是秒杀 这固然丧失了不少看点 可武者战斗 需要什么看点 大家更想看到的 就正是这种秒杀啊 原武馆门口 蒋薇穿着知性靓丽的职业装 来到顾馆云身前告别 顾馆主 今天的你可真帅 私下里 蒋薇丝毫不顾忌自己对顾馆云的夸赞 顾馆云腰跨苍云剑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蒋记者这几日如何 当时 斩杀桑明勇和桑明远 获得雷霆武馆的遗产后 顾馆云便将其中的部分资源 分给了蒋薇和安娜 不是因为他们是漂亮女子 而是因为二女陪自己出生入死 最终获得的好处自然要有他们一份 蒋薇便因此获得了雷霆武馆的雷池 那雷池虽然被顾馆云给斩成了两半 但大体上的效用还在 顾馆云让人直接搬到了蒋薇家中 日日帮其淬炼身体 蒋薇见状笑了笑 手上出现一抹紫色电弧 得顾馆主帮助 我现在已经是武将了 蒋薇展露身上一缕气息 已然迈入武将一重 他本就是天才 只是喜欢当记者曝光事实 占用了一部分修炼时间而已 但如今有了雷池 他的修炼速度就再次迅速起来 顾馆主 那我就先走了 考古队那边最近有个遗迹 要发觉 我会跟踪记录 可能一段时间不会回来了 蒋薇留下一句 临走时还瞥了一眼安娜 眼中挑衅意味明显 安娜看着蒋薇离去的背影 特别顾馆云还默默注视着对方 他心底恨恨地跺了跺脚 第113章 柳青山的邀请 别离蒋薇 顾馆云和安娜登上漆黑大G 一路回往苍云武馆 妹妹顾馆雪 现在和柳寒韵关系比较好 一起跟随着回去 路上 顾青云靠在副驾驶的窗边 看着过往景色 正正出神 谁会知道 九天前 他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 打着三份灵工的五道废柴 但九日后 他已经是一改废柴身份 成为了和柳青山名声比肩的顾馆主 甚至无考对他来说 都是锦上添花 而非雪中送炭了 顾青云默默感慨 时过进迁之际 主驾驶位上的金发玉姐瞥他一眼 我的顾大馆主 怎么 还想着人家离去时的背影吗 安娜的话中蕴含点点醋意 是个人都能听出来 顾青云回过神 看了安娜一眼 没有 安娜却不相信 转而道 蒋薇要参与的那个遗迹发觉 说来和你还有些关系 顾青云微微来了些兴趣 挑眉看向安娜 安娜轰了一脚油门 车子如离弦之剑般向前窜出 那个遗迹 是于太之前的盛天地产发现的 据说其中好东西不少 但同时危险程度也有点高 话说着 安娜用余光观察着顾青云的表情 顾青云仔细回想了梁淼于太这个人 才想起来是谁 他点点头 轻恩了一声 安娜继续试探 这次遗迹发觉 除了考古队外 我们第九局也派人去保护了 汪峰 董欣然 无数三人会去 我的顾大馆主不凑凑热闹 也跟着保护保护你的讲记者 要说之前的话 还只是有些醋意 那么现在的 就是醋意十足 都快要溢出来了 不过 顾青云只是平淡地摇摇头 五考十月底的三十一号 如今算下来 还有二十一天 一计探索什么的 虽然会得到一些好处 但对他的作用已然不大 反而 练剑才是他最应该去做的事情 安娜看他反应 哼记两声后 专心开车 心底莫名有些开心 三日后 苍云武馆老馆主叶苍云的下葬仪式举行 顾青云去了一趟 除了剑锋武馆的人没来外 剩下的剑门武馆 无银武馆 天心武馆都来了 参加完老馆主的下葬仪式 顾青云收到了柳青山的一个聚会邀请 聚会在四天后 成竹府举行 柳青山名面上的说辞 是论间大会后 皇府馆主 刘馆主 楼馆主 都想正式认识一下顾青云 顾青云想了想 聚会在四天后的晚上七点 当时的他应该已经练完剑了 于是 他便没有拒绝 也想看看 柳青山几人究竟想做些什么 四天后 晚上七点 顾青云一袭白色西装 身旁带着顾青雪和安娜 走入成竹府 顾青雪今天穿了一件白色连衣裙 配上其满头白发 显得既青春靓丽的同时 又有一股仙气飘飘之感 金发玉姐 则是穿了一件酒红色晚礼服 脚踩高跟鞋 凸显成熟至极的女性魅力 柳寒韵穿着一袭黑裙 在成竹府门口迎接宾客 见顾青云来到 柳寒韵忽然双眸一正 他怎么感觉 此刻的顾青云身上气质 变得更为不同了 那股灵力至极的气质 越发凸显 明明自己昨日才见过对方啊 柳寒韵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呆呆地叫了一句顾管主 顾青雪和安娜 见柳寒韵这个反应 都是不知道他怎么了 顾青云还不熟吗 需要这样吗 虽然这过往宾客比较多 但不用装成这样吧 二女心中费解之时 顾青云却是知道 柳寒韵如此反应的原因 自打论见大会结束 已经整整过去了七日 七日时间 他每日都在坚持练剑五千次 而后打磨自己一身实力 姓名 顾青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五兵九重 气血 九万五千四百二十五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武技 大日神剑 SS级 小乘 四五零零零 一零零零零零零 剑开天门 S级 大乘 480000 5000000 七星剑 S级 圆满 52000 1000000 武器 苍云剑 五阶 三阶 战一 如今 他的境界已经来到五兵九重 明日过了 他就能突破到五将境 届时 顾青云将迈入全新层次 而剑开天门 如今已经逼近圆满 七星剑更不用说 这门S级5G已经圆满了 并且顾青云通过老管主临终前留下的剑道感悟 自身也隐隐触摸到了剑翼的门槛 他若是着急 完全可以闭关领悟剑翼 凭借圆满的七星剑 几日时间领悟出完整剑翼不成问题 但他完全不着急 七星剑提升的同时 剑开天门 大日神剑也要跟上 没必要着急领悟七星剑剑翼 对他的实力增幅也不会特别大 这一点 在顾青云实际运用之中 就能感到一些 系统所奖励的剑开天门 实际施展出来的威力 要比七星剑高出许多 这固然是剑开天门 只有一剑的原因 但七星剑在品质上 比不过剑开天门 这也是事实 所以 要是将S级5G也分个上中下的话 那么 剑开天门就是绝品 而七星剑 最多中品 和绝品层次的剑开天门 差了不少 所以 仅仅是七星剑剑翼的话 还不足以让顾青云闭关 他只需要每日练剑 当七星剑熟练度堆满到百万后 自然而然的 就领悟建议了 完全没有必要抢求 顾青云笑了笑 开口将柳寒韵拉回神 你的剑开天门 修炼得如何了 柳寒韵闻言 顿时打了一个机灵 他低下头 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 唉 还行 顾青云健壮 就知道柳寒韵的修炼 可能陷入瓶颈了 剑开天门的提升 又岂会是那么容易 柳寒韵能在他的帮助下入门 但今后的路 可就要他自己一步一步走了 这门S级武技 可能要够柳寒韵修炼一生 方才可能进入大城 圆满层次 毕竟蓝星天才这么多 柳寒韵只是S级 在其之上 还有SS级SSS级 而哪怕是SSS级天才 其也不叫顾青云 第114章 林议会 槟城危机 柳寒韵这时抬头 岔开话提到 顾管主 我父亲 还有师父 几位管主 他们都已经到了 我们快进去吧 言下之意 您快别说我了 再说 脸都要搁不住了 顾青云看出了柳寒韵的小小窘迫 他没再多说 点点头跟随柳寒韵向城主府内走去 一袭白衣的顾青云 进入别墅政厅 当即便吸引了其内所有人的目光 熙熙攘攘的交谈声一致 所有人看过来后 齐齐净声 柳青山自沙发上站起 笑呵呵走来 青云来了 伴随其动作 其身旁的金鸿 皇甫管主 刘管主 楼管主等人 也齐齐起身 迎向顾青云 今时今日 顾青云在春城的地位 已经大有不同 金鸿柳青山 自不用提 二人是看着顾青云 如何强大起来的 跟顾青云 算是绝对上的盟友 只是 顾青云成长得好似有点快 剩下的三位管主 那就更不用说了 在擂台上 被如此年轻的顾青云击败 他们三人 还怀疑人生了好久 但想到顾青云 这样的天才 在北方行省崛起 日后即便去了中部 那也是北方行省走出去的 甚至 顾青云得到剑阁传承后 说不定能平息 五大剑馆之间的千年纷争 成为剑阁之主 也说不定 到时候 他们没准都是顾青云的手下 顾青云名声更盛 风头越大 他们也自然越发自豪仰慕 柳青山转头 笑呵呵地给顾青云 介绍三位管主 皇府管主率先看向顾青云 伸出手憨厚笑道 皇府青天 顾小友年纪轻轻 就能拥有此等实力 当真绝世天骄 顾青云笑了笑 没有谦虚 也没有自傲 伸手与对方握了我 无影无管 刘管主也笑着伸出手 妇女虽然有着鱼尾纹 但仍旧能看出 年轻时的几分亮丽 她像是看女婿般 看着顾青云笑道 顾小友 我叫刘敏 看你年纪轻轻 应该还没有婚配吧 顾青云心头一致 她女朋友都没有 哪来的婚配 见顾青云反应 刘敏脸上的笑容越发浓厚 拉过身旁一身JK制服 可可爱爱的女儿道 小汉和你差不多大 如今也没有婚配 我看要不 刘管主此话一出 在场好几个女人的神情 都冷了下来 比如安娜 再比如柳韩韵 二女盯着刘敏 却说不出什么愉悦之话 顾青云是站在和刘管主 他们同等层次的人物 但他们二人 层次还太低了 插嘴就是没有规矩 顾青雪倒是笑盈盈地 看着这一幕 感慨自己哥哥厌福不浅 李小汉 翘生生地跟顾青云 打了个招呼 脸蛋还微微红了一下 惹人怜惜 狗绿茶 臭婊子 柳韩韵和安娜心底 催了一口 但不能说什么的 他们越发着急 好在这时 金红看了看顾青云 又看向刘敏 刘管主 顾管主年纪轻轻 正是实力提升的最好年龄 这个时候 不适合谈婚约这种事情 言下之意 你家李小汉 配得上日后直冲云霄的顾青云吗 刘管主也不尴尬 笑了笑接过这个话题 最后 楼管主也自我介绍了一下 其叫楼外楼 让顾青云 想起了自己前世的一个火锅名字 期间 楼耀心 黄斧月 这两位年轻一辈 也上前和顾青云建立 二人对顾青云的看法 是只有仰望 他们连将顾青云 当作目标的想法都没有 废话 顾青云是能顺秒自己父亲等人的人物 他们还将其当作对手 没吃饱饭 也不至于产生这般幻觉 一番介绍之下 小辈们全部留在了大厅内交流 这样的聚会 各大势力都会时不时举行 既是一种友好交流 也是加强正道组织联系的好法子 异兽 邪恶组织严峻形势之下 正道 若是再不联合一切力量 人类迟早有被异兽灭绝的一天 而顾青云则是跟着柳青山 金红 三位馆主登上二楼 他们在柳青山的练功房内 一一坐下 主位上 柳青山深吸口气 脸色沉宁地 看向顾青云 青云啊 不瞒你说 今天邀请你来 认识几位馆主还是其次 更重要的是 我们想和你吐露一些更深层次的事情 柳青山话语很凝重 意味着他接下来的话 绝对设计很大 顾青云脸色不变 静静坐着 柳青山看了眼楼馆主 楼外楼深吸口气 叹道 顾小友 其实这次的论剑大会 我本是势在必得 必须拿下馆主赛第一的 因此 我才默认了 剑锋五馆推翻馆主赛的事情 顾青云心底微微有些好奇 其实也看出了 五大剑馆之中的势力派系 天心五馆 作为五大五馆之中的最强五馆 话语权一直来说都是最大的 苍云五馆有柳青山 金红的原因 算是能勉强与之对立 剩下的三家五馆 一直都是中立派 风俊推翻馆主赛 剑门五馆和无垠五馆旁观 这可以理解 但天心五馆 是有能力阻止的 却没有阻止 顾青云从前不在乎这件事情 现在倒是也没有多少在乎 但对今日柳青山大张旗鼓的邀请众人来到 肯定有更深层次的内幕 他微微点头 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楼外楼叹息一声 天心五馆坐落槟城 近段时间 邪恶组织灵异会一直活动频繁 我和槟城城主商讨过 得出一个结论 灵异会在近期会搞一场大事情 槟城可能就此消失 都说不定 作为北方行省抵抗易寿入侵的第一线 槟城一直以来压力都是最大的 虽然压力最大 也代表着槟城的实力不错 除了北方行省核心主城阳城最强外 槟城的实力在所有城池之中排第二 第三是春城 所以 灵异会如果要动手 槟城自然威胁最大 顾青云脸色微微凝重 这是他第二次听闻邪恶组织灵异会 上一次还是在断红土口中得知 桑明勇和其有勾结 无数的女儿吴月希 也是被灵异会带走的 想着自己带在身上的那块 能够联系灵异会的同镜 顾青云莫名地觉得 一股股威胁只敢生气 这是剑客的直觉 第115章 领悟剑意 武王尽实力 练功房内 气氛有些凝重 提起邪恶组织 几乎每一个还算有底线的人类 都会恨得牙痒痒 异兽大环境如此危机之下 人类之中居然还有叛徒 他们非但不帮助人类抵抗异兽 反而去帮助异兽 那些人就想让异兽 吞并所有人类的生存领地 想让人类彻底为奴 从而 他们好占据先机 趁着和异兽的关系 成为新的人类社会主导者 这群人 甚至已经不能说成是卖国求荣 而是 出卖人族而求荣 顾清云看向柳青山 又看了眼金红 三位管主 所以 柳城主今日邀请我来 是有什么事情 柳青山转头与金红对视一眼 又看了眼三位管主 他目光深沉地看向顾清云 又赞叹也有惋惜 更有不舍 对于他这复杂的情绪 顾清云有些摸不着头脑 柳青山深吸口气 说道 清云 你是我们所有人见到过的 最有资质地见到天骄 你的未来 绝对不仅仅止步于春城 亦或北方形成 你的未来 肯定是会去中部那边的 所以 我们有个不情之请 柳青山搓搓手 有些不好意思 顾清云眼眸微宁 点点头道 柳城主请说 柳青山呼出口气 仿佛是下定了决心 要拉下脸一般 清云 你的剑道已经达到 我都无法看透的境界 应该触摸到剑意了吧 剑意 顾清云微微一愣 继而想到了 柳青山邀请自己来的用意了 他们这些剑道强者聚在一起 除了相互探讨 领悟剑意之外 别无其他 想到这 顾清云笑了起来 柳城主 交流探讨这种事情 你直说就是了 我也很渴望和大家一起 探讨剑道啊 剑道 从来都不是闭门造车 虽然顾清云 自己独自练剑个上百年 也能举世无敌 但那样 未免太过无趣 大环境也不一定会给他这个发展时间 柳青山等人一听 特别是三位管主 顿时恍然如梦 他们没想到 顾清云这样的天骄 居然这么好说话 那可是剑意啊 涉及五王境的力量 顾清云 居然真的要和他们一起讨论 众人还处于梦幻之中时 金红玩耳一笑 我就说吧 顾清云不是那种心高气傲的天才 而是下能和我们探讨剑道 尚能拔剑月劫而战 金红颇为自豪地赞赏顾清云 这让顾清云古怪地看了他一眼 什么时候 这傲娇的女人对自己这般推崇了 他还又记得初次在看守所见对方时 金红那一副傲娇的样子 现在 这又是什么情况 其余众人听着金红的话 也是满心感慨 他们之中除了金红 剩下的包括楼外楼 柳青山在内 其实也就是有晋升武王的可能罢了 甚至可能毕生都无法达到那个层次 武者前四个境界 武者 武兵 武将 武军 尚且有迹可循 只要按部就班地打磨气血 淬炼血肉 皮肤 筋骨 脏腑 终有一天可成 但武王 就是绝对要看资质的了 因为武王境 和修炼前四个境界 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这在于突破武王境的关键 也是硬性标准 领悟意境 或是拳意 腿意 刀意 剑意等等 任何都行 但必须要领悟一门 春城最强者柳青山 尚且只是武军巅峰 可见 意境是有多么难以领悟 武王境又是何等难以突破 众人看着顾青云 目光复杂 如此天骄 愿意和他们坐下来探讨剑意 这是多么大的荣幸 皇甫晴天 刘敏 楼外楼三人都激动了起来 柳青山毅然 他环视一圈 笑呵呵道 既然青云同意 那我便献丑 先说说我对剑意的领悟 说着 柳青山坐立不动 抬起一根手指 柳青山的手指 瞬间充满光滑 其上有股淡淡的剑意雏形 春城最强者柳青山 修行的并非苍云剑 或者说 他也会苍云剑 但并不主修 柳青山主修的是 自己独特开发出的一门武技 也达到了A级 名为剑指 如此 方有了钢筋剑指柳青山的名号 柳青山剑指竖起 其上丝丝缕缕的剑意雏形凝聚 展露给在场众人 同时 他也说出了 自己对剑意的各种领悟 毫无保留 柳青山之后 便到了三位馆主 皇甫馆主 柳馆主倒是对剑意 还没那么深刻的领悟 没凝聚出雏形 毕竟他们只是武军后期 还不到武军巅峰 细细打磨剑意的层次 但到了柳馆主 他拔出长剑 深周瞬间有丝丝缕缕的天心剑意 雏形缭绕 顾青云看着 若有所思 最后 是尚且仅有武军三重的金红 金红拔出细红长剑 不见其挥动 深周红云自成 这是金红的 红云剑意雏形 众人一一说完 自己对剑意的感悟 最终 所有人都目光灼灼地 看向了顾青云 他们期待 这位前无古人的剑道天骄 对此的反应 也期待 他对剑意的感悟 然而 众人这一眼看去 却都有些愣神 顾青云 怎么闭眼坐在原地 一动不动 金红欲要开口 唤醒顾青云 但被柳青山直接拦住 眼神制止 众人齐齐盯着顾青云 就见他没过多久 身上腾起一股莫名气息 顾青云脑海 此刻想起了一道系统提示 叮 恭喜主人 观看各种剑意雏形 触类旁通 彻底领悟七星剑意 这道系统话音落下 顾青云体内澎湃的气血涌动 顾青云内视自身 仿佛看到了七颗星辰排列组合 形成瑰丽的星河 同时 就在这一刻 顾青云体内的星河运转 淬炼向自己的经脉骨骼 五者练肉 五兵练皮 五将练筋骨 鼠星面板上 气血一栏风涨 很快让顾青云 来到了全新层次 五将 他以五兵之身 领悟七星剑意 成就五将 同时 持剑百倍增幅之后 就是五王尽实力 顾青云双腿上摆放苍云剑 在这一刻 握剑拔出 练功房内 气息剧烈变化 第116章 同镜异动 剑意究竟是什么 说白了 就是一种不真正出招 但却能施展剑道奥妙的东西 柳青山的剑指 惊鸿的红云 楼外楼的天星 都是如此 未真正出招 但却已经有了神意 若是在配合上出剑 那威力必然会大幅度增长 此时的顾青云 便是拔出苍云剑 头顶缓缓生出变化 在顾青云脑后 一颗 两颗 三颗 直至七颗 七颗星辰 在他脑后汇聚 连成一线 七星剑意凝聚 真正的剑意 出现在练功房内 煞世间 柳青山 惊鸿 楼外楼三人脸色茫然 剩下的皇府晴天 刘敏二人虽然看不懂 却也大受震撼 几人正正待住 柳青山难难道 青云 我们是探讨建议 可你没说过 你已经领悟建议了呀 柳青山心底亥然 呆滞难难 金鸿也如同看怪物一般 看着顾青云 他原本以为 自己对顾青云的认知 已经够清晰了 这就是个同阶无敌 甚至能越尖战的恐怖存在 然而现在 金鸿觉得自己之前的认知 有着大大的错误 顾青云 这乃是同阶无敌 越计而战 这是飞速突破呀 楼外楼三位馆主 看着顾青云 也是如同看妖孽一般的眼神 谁都没想到 顾青云居然真的领悟了建议 这太夸张了 建议 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是成为武王境 必须要走的路 顾青云 年仅二十岁 已经成就 说是北方行省最年轻武王 不为过吧 金鸿忽忽然想到了顾青云的事迹 武考三次不中 在这第四次武考来临之际 顾青云亦飞冲天 在极短的时间内 不说立于云端之上 但却也成长到了一定高度 武王境 这已经能算作人类高层强者了啊 一位武王 便能镇守一座城池 春城所隐藏的一位辅主 便是武王 比起明面上的最强者柳青山 那才是春城的真正守护神 而现在的顾青云 拥有建议 晋升武王 他 也可称为一座城池的守护神 顾青云没有收起七星剑意 而是大大方方地展示 给柳青山几人看 给几人领悟 同时 他谦逊笑道 柳城主 今日之前 我只是领悟到剑意雏形 尚未真正领悟剑意 什么 顾青云此话落下 全场再次陷入震撼茫然之中 柳青山双目瞪大 完全没想到自己 居然会听到这句话 今日之前 顾青云还尚未完全领悟剑意 也就是说 顾青云是刚刚 看到他们几个的剑意雏形后 触类旁通之下 才彻底领悟剑意 卧槽 几人心底充满惊骇 他们曾听闻 有人能根据强者的剑意 通过剑意雏形 感悟出自己的剑意 今天 他们这些人聚集到一起 也正是这个想法 想看看 能否根据相互讨论 触摸到真正剑意的门槛 然而 这却和真正观摩拥有剑意的强者 差了太多 可顾青云 他直接根据几人的剑意雏形 领悟出了属于自己的剑意 还是那 七星剑意 S级剑意 开什么玩笑啊 众人心底充满惊讶骇然 顾青云打断道 诸位 我来演化七星剑意 你们一并领悟吧 他花音落下 柳青山 金鸿 楼外楼几人的目光 都瞬间亮起 原本他们只是一群菜鸟之间 相互讨论琢磨剑意 但谁能想到 一群菜鸟中 混进来的真正掌握剑意的大佬 这再来带他们 简直事半功倍啊 众人心头兴奋 压下心底的震撼 细细感悟起 顾青云的七星剑意来 在这其中 七星剑已经入门的惊鸿 自然进步最快 他细细领悟 从顾青云所释放 七星剑意上的一切气息 很快伸周红云浮现 微微颤动 柳青山和楼外楼稍慢一些 但也很快演化出 各自的剑意雏形 细细对比 与顾青云七星剑意之间的差距 皇府馆主 刘管主二人也没有歇着 他们连剑意雏形都尚未掌握 如今这正是大好机会 这场宴会 直至来到了深夜 方才结束 二楼练功房内 顾青云看向面前五人 笑了笑 他演化剑意 给几人感悟 成果很是显著 首先是金鸿 金鸿本就入门七星剑 再加上 其极强的剑道天赋 让自身的红云剑意雏形 狠狠向前迈出一步 剩下的 柳青山和楼外楼差不多 二人都大有收获 但并非像是金鸿那般 天资卓绝 需要一定时间感悟 最后 是皇府馆主和刘管主 二人收获很大 他们从前只是对剑意雏形 有些许感悟 如今却已经直接领悟出 剑意雏形 皇府馆主自然是开合剑 而刘管主是无影剑 收获不小的几人一一离去 顾青云也带着妹妹 顾青雪回家 如今 顾青云身份地位不同 还获得了雷霆五馆的巨额遗产 他和妹妹二人自然搬到了市中心 是一套宽大的大平层 还没等睡下 顾青云忽然感觉到了一丝异动 他垂眸向下看去 一直放在兜里的铜镜 此时有些滚烫灼热 同时也在微微颤动 他伸手将铜镜摸出 只见铜镜上此刻浮现几行文字 北方行省灵异会槟城分部 今夜 对槟城各大重要据点 城主府 治安署等地发起突袭 袭击槟城各个重要要地 看着这行文字浮现 顾青云双眸一凝 摸索着有些滚烫炙热的铜镜 顾青云细细沉思 他没有第一时间 莽撞地将这情报 传递给柳青山 金鸿等人 而是细细思考 这情报的真实性 铜镜是从死去桑明勇那获得的 虽然在大日神剑下 桑明勇无法说谎 但是 桑明勇倒台的事情 必定已经传到槟城 槟城灵异会分部 可能还没屏蔽自己这个铜镜 顾青云觉得有些不对 他敏锐感觉 这消息 有可能是槟城灵异会的陷阱 可这陷阱又有什么意义 引诱自己去解救槟城 别傻了 他可没那么大工无私 顾青云现在的实力 最对让他守护守护春城 春城都没保护好 就去管其他城池 他还没那么蠢 第117章 入侵者 手中铜镜变得越来越滚烫 像是要爆炸开一般 不过这点温度 对于执掌大日神剑的顾青云来说 也就是小儿科 他脸色不变地 左手握着铜镜 右手持苍云剑 想了想 顾青云还是拿出电话 通知了柳青山 金鸿等人这个消息 同时 他也将这件事情 告诉了天心武馆楼馆主 消息很快传到了城主府那边 除了顾青云 安娜等人外 楼馆主等人 今日是在城主府休息的 城主府很大 而柳青山也是东道主 有这个招待好大家的义务 得到顾青云的消息 柳青山等人很快汇聚一堂 虽然此时正值深夜凌晨一点 但他们却没有丝毫睡意 刚刚 大家还跟顾青云一起讨论 有关槟城邪恶组织的事情 想不到 转头顾青云就告诉他们 槟城今晚可能有异动 练功房内 柳青山 楼外楼 皇甫晴天 刘敏四人对座而立 脸色都无比凝重 不多时 换上一身黑风衣的金鸿 走入练功房 腰胯细红长剑 短发随风飘扬 显得无比干练 楼外楼 看向金鸿和柳青山 凝重道 顾管主我是相信的 但他的消息 是从何方获得 言下之意 楼外楼相信顾青云的实力和人品 但是 他还是觉得 顾青云有些年轻 哪有他们今天才说了 槟城可能会发生危机的事情 晚上就真发生了 还被顾青云得到了消息 他这位槟城高层 一点消息都没得到 甚至他还联系了槟城城主 天心武馆那边 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听出楼外楼的言外之意 金鸿顿时看向他 轻笑了下道 顾青云有他自己的判断 不要质疑一位武王的判断力 武王二字咬得很重 让在场众人都神情威变 是啊 顾青云领悟建议 已经晋升武王 高五世界 强者为尊 哪怕顾青云年轻 但他有实力 说的话就是能够让人信服 楼外楼善笑一声 摇头道 倒是我 怀疑起顾管主的消息渠道来了 他说着 金鸿和柳青山对视一眼 二人大概想到了顾青云的消息渠道 雷霆武馆丧民勇兄弟俩死后 顾青云曾独自上过一次武馆最高层 取走那里的一样东西 金鸿和柳青山从前不知道那是什么 现在倒是有了大概的猜测 那可能是跟邪恶组织灵异会有关的东西 毕竟断红图当初 可是在治安署内对于太 蒋威使用过灵异服 肯定消息的真实性 几人的脸色彻底凝重下来 楼管主皱着眉道 不管消息如何 我都应该通知一下槟城那边 做好防御准备 哪怕是雷声大雨点小 可我们提前准备了 总好过被邪恶组织打一个措手不及 柳青山缓缓点头 你通知天心武馆那边 我来联系槟城城主 楼外楼点点头 二者分工合作 很快将这消息通知了过去 一番准备做好后 楼管主有些着急地看向众人 诸位 我有些担心槟城安危 现在就称飞机赶回去了 之前倒还没觉得什么 因为他压根没想到 邪恶组织动作会这么快 但如此恰巧的 他这位槟城强者 恰好不在槟城 邪恶组织 如若选择这个时候动手 那太合理了 柳青山等人没有阻拦 进阶宁重地点点头 很快 城主府内宾客竞散 紧留金红和柳青山二人 除了楼管主外 皇府管主和刘管主 也带着自家人回往阳城了 阳城虽是北方行省核心主城 地理位置注定了其的安全性 但也不得不防邪恶组织的狗迹跳墙 他们不能离开太久 练功房内 只剩下了柳青山和金红二人 一旁还陪了个黑衣老者李献功 柳韩运得到消息 也上来看了看 柳青山和金红 没再说什么特别的消息 只是讨论起顾青云来 还好 那家伙不是脑子一热的类型 我真怕他直接冲去冰城 保护冰城 金红无奈地说了一句 毕竟从之前的 《罪梦楼》一系列事件来看 顾青云真不像是做事谨慎的类型 但现在看来 顾青云得到消息 却没有去冰城的意思 而是死死扎根春城 这对春城来讲 是好事 这并非自私 而是全人类异兽大局势不好之下 中部那边的压力也很大 但北方行省的人 就不是人了吗 就应该被异兽所吞食 就应该放弃家园了吗 同理 冰城人是人 春城的人 更是 没谁应该放弃自己的家乡 去保护别的城池 除非太过无奈 柳青山叹息一声 摇头苦笑道 希望无考到来 他离开之前 我能如愿以偿地晋升武王吧 春城 至少还需要一位武王坐镇 金鸿点了点头 同时暗戳戳地想 自己要在顾青云那 多学一点剑技 不止七星剑 那剑开天门和大日神剑 怎么也要搞到一手 如此 才能在顾青云走后 他和柳青山相互对望 守护春城 市中心大平层 卧室落地窗前 顾青云通知完柳青山等人后 手中的铜镜便越发滚烫 他没有着急 静静等待着铜镜的变化 终于 面前的铜镜镜面 如水波般荡起涟漪 涟漪一圈圈蔓延 显得有些诡秘 顾青云双眸深邃 坚毅的意识 感受到了丝丝缕缕的拉扯力 他完全能够抵抗 但顾青云还是放开意识 让自己以灵体形态 进入铜镜之中 不过同时 剑客的灵体依旧坚毅 他仍能带着自己的苍云剑 眼前一黑 随即缓缓浮现点点光芒 顾青云抬眸看向周遭 这里是个小型的洞穴 洞穴密不透风 漆黑一片 但此时 他的周遭亮起一道道光芒 都是灵体 除了顾青云一袭白衣 手持长剑外 剩下的人都进阶身穿黑袍 遮住面庞 让人看不清长相 洞穴最前方 天然隆起些微的高台上 站着一个身穿银白长袍的人 人影面旁 被宽大的兜帽笼罩 依旧看不清面容 对于这一幕 顾青云眉毛一条 暗叹自己 好像进入了邪恶组织的老巢 至少 也是他们秘密聚会 商讨重要事情的地方 第118章 顾青云千里拷问 就在顾青云 想到自己当前处境的时候 说叠 周遭所有黑袍人 以及那高台上的白袍人 起起转头 面朝他一边 即便看不清表情 可顾青云仍旧能感受到 那些人 正在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一袭白衣的他 依旧平静而立 淡然扫视周遭 不等顾青云接受更多信息 那高台上的白袍人抬起手 直接指向了顾青云 他没有说话 而是有一股强烈的精神波动 扫过四周 给众多黑袍人下达指令 黑袍人们一窝蜂地仰起头 对准顾青云 立 强烈的精神打击 齐齐对顾青云施展 数十位黑袍人的精神打击 汇聚在一起 席卷向顾青云 方才聚会时 顾青云也从柳青山等人口中 得知了一些邪恶组织的事情 蓝星的大型邪恶组织 大概分为五个 林一会 易寿盟 幽明教 江盟 燃天邦 其中 林一会主要在北方行省活跃 易寿盟 幽明教 江盟都在中部那边 燃天邦 则是靠近古国南部一带 五大邪恶组织 实力都差不多 只是在不同的地方 对全人类造成威胁 而林一会的主要应敌手段 就是灵体精神方面 数十道精神打击 汇聚成海潮一般 朝着一袭白衣的顾青云涌来 他无奈抽出苍云剑 看向四周 这群人 还以为包围了他 怎么就没想过 他们是被自己包围了呢 苍云剑拔出 于身侧缓缓抬起 剑身逐渐滚烫 抬起的过程仿若大日出生 周遭的黑袍人们 煞时间身上腾起青烟 无法维持精神打击 所有人惨叫一声 齐齐跌坐在地 大日神剑 克制一切邪碎 而灵异会 主要以隐秘和灵体方面的手段为主 顾青云 恰巧天刻灵异会的人 并且 邪恶组织之中 大概分为四个实力层级 普通弟子 高级执事 荣誉长老和核心护法 其中 普通弟子实力最高武兵 高级执事最高则是武军 大部分武将 到了荣誉长老 才会出现武王镜的存在 邪恶组织 哪怕知道桑明勇的铜镜 已经下落不明 却根本不可能派出一位护法对付自己 更何况现在来看 他们根本就没想到 铜镜会落入自己手中 心头微动 顾青云看着四周 褪避开来的黑袍人 开口问道 你们惊艳 要对槟城动手 大日神剑之下 所有人都无法说谎 他距离龙省千里 此刻却能进行千里拷问 黑袍人们哆哆嗦嗦地开口 是 确定了这个消息 顾青云眉宇威宁 就在这时 高台上的白袍人抬手 好似想要离开一半 顾青云毫不犹豫 跨步而出 持剑的他 就是一位实实在在的武王 再加上剑客坚毅的灵体 让顾青云在此地宛若无敌 他来到白袍人面前 大日神剑毫不顾忌地展向对方 顾青云这一剑有所控制 只是要让对方变得虚弱 剑进呼道之下 白袍人必无可避 惊恐同时 被顾青云一剑斩中 他惨叫一声 发出中年男子的声音 身形倒退束步 跌坐在地上 顾青云手持滚烫的大日神剑 缓步上前 渐进呼道时刻笼罩着对方 他们说的 可对 顾青云所指 是自己从普通弟子之中 拷问出的情报 白袍男子点点头 灵体脸色煞白 他只是个出入武军的直视 但在自己所擅长的灵体领域 此刻居然被一个年轻人 如此虐杀 甚至对方手中那柄神剑 太恐怖了 那是所有灵体天然的克星 顾青云点点头 又问 你们此次动手的 有多少人 白袍男子本不愿说 但在大日神剑下 他无法违抗顾青云的口问 整个龙省的灵异会全员出动 分别由圣女和长老带领 对槟城发起进攻 顾青云皱紧眉头 一个邪恶组织 还圣女 他心中冷笑 转而问起另一个问题 吴月熙当初被你带走后 后来去了呢 现在如何了 面前这个白袍男子 多半就是桑明永口中的 灵异会槟城分布直视 所以 他肯定知道吴月熙的下落 听到顾青云迅速转变的问题 白袍男子微微一愣 继而 一些记忆不由自主地袭上心头 让他的神情渐渐惊恐 不 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这个人 他的语气 明显有些惊恐 顾青云微微皱眉 看出了对方的异常 眼前的黑袍男子挣扎片刻 无法规避大日神剑的拷问 但是 就当他要说出什么之际 整个人的灵体 却化作丝丝举的青烟 彻底消亡在原地 顾青云感知了下 没察觉到对方剩下的气息 所以 他这是死了 一个武军 虽然只是初入武军 但其却是灵体方面的专家 仅仅因为吴月熙 就死了 他身上背下了某种静止 顾青云表情微变 暗叹吴月熙的身上 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秘密 这水 看起来比自己想象的深啊 他不再多想 转头看向一众黑袍弟子 给我一个 不杀你们的理由 大人饶命 黑袍弟子们跪成一地 所有人都惊慌地说着各种情报 顾青云听着 但也没什么太过有用的信息 末了 他见身上的滚烫散去 令所有黑袍人 站立的金色光芒消散 他们刚刚好受一些 微松口气时 顾青云身上 一股灵力的剑意 陡然腾起 身后七颗星辰汇聚 顾青云常见挥出 眼前所有灵体 尽数消散 眼前的空间很快破碎 承受不住顾青云强大的力量 不多时 他回到了春城中自己的身体内 今天出手 得到了两个信息 其一 灵异会对槟城动手为真 其二 吴月西被灵异会带走的事情 有大秘密 至少是超越五军层次的秘密 甚至 是超越五王之上 谁很深啊 顾青云感慨一声 看着断裂成两半的铜镜 有些头疼 他进去之前 也不知道那群人 一个个身穿黑袍 不然 他就提前准备一个了 好混入其中 套取情报 罢了罢了 他本来也不是那种 潜入敌对势力 一点点探查那种人 顾青云是 得知对方在哪 直接对脸上输出的人 何须拐弯抹角 第119章 灵异会圣女 与春城相隔500里的槟城 此时凌晨两点 大街上已没什么人 剩下的 只是一些为了生活劳苦奔波的苦命人 夜色之下 一道道人影飘在半空 朝着城主府 治安署 武大 屋馆等等 一一而去 市中心的一座大楼顶 一道身穿灰袍的老者 站在天台边缘 仔细一看 他五官显得还有些祥和 不似邪恶之人 但实际上 他却是整个龙省灵医会分部的长老 今夜的针对 《槟城覆灭计划》第一步 也是他所来制顶执行的 这时 老者身后一道脚步声响起 他转头看了一眼 身穿月华长袍的人影 映入眼帘 灰袍老者笑了笑 想不到 三年过去 你都已经成为了圣女 月华长袍的人影 解下兜帽 露出一张精致漂亮的面庞 但很特殊的是 他的双眼是红色的 血红一片 没有半分人性色彩 被换作圣女的女子 面色不变 道 清华分部被人剿灭了 是在灵异空间中 灰袍老者神情一宁 缓缓点点头 我知道了 圣女继续问道 今夜的行动 还要继续吗 灰袍老者沉阴片刻 微微点头 剑在弦上 不得不发 一个清华分部 影响不到多少东西 更何况 今夜的行动 是我们在整个 北方行省动作的第一环 今夜能否成功 决定着今后第二环 第三环的计划 能否成功 圣女轻轻汗手 和老者一同看向下方的 一座五层小楼 哪里 是槟城省府 其中城主府也坐落其中 这里交给老夫 你去统筹队伍大 武馆的行动吧 说吧 灰袍老者身形一跃而下 非但没有因为重力迅速下落 反而脚踏空气站在半空 他五指朝着下方的省府 猛地一握 偌大的冰城省府 连带城主府在内 便被一道半透明的屏障 笼罩其中 屏障之内的省府 城主府等 缓缓隐去 看着眼前逐渐消失的省府 灵异会圣女没有多想 血红的双眼 依旧没有半分神采 他扫视整个冰城 起身飞往龙大 龙省武大 是他们今夜行动最重要的目标 一日 春城苍云武馆 最高层 顾青云一袭白衣 缓步走入管主办公室中 他查看了一眼 自己的属性面板 姓名 顾青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武将一重 气血 十万 体质 混沌舰体 无上级 天赋 渐进呼道 无上级 武技 大日神剑 SS级 小城 45000-1000-000 剑开天门 S级 大城 48000-5000-000 七星剑 S级 圆满 6000-000-1000-000 武器 苍云剑 五阶 三阶 战一 他的气血 如今已经来到十万 达到武将一重 而七星剑 在昨夜领悟建议后 熟练度也直接从原本的五十二万 来到了如今的六十万 嗯 我是不是该将每日练剑的次数 再提一提 境界提升至武将一重后 顾青云能感受到 自己的剑 近乎到这门天赋 又有所提升 范围从原来的五米 提升到了现在的十米 十米范围内 初剑必重 心中想法涌动 顾青云先是拿起长剑 挥出一剑 爹 恭喜主人 挥剑五万五千零一次 剑到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七星剑熟练度加十 这次提升后 链剑的奖励 依旧和从前一样 没有大幅度提升 顾青云判断 上次大幅度提升 还是自己 链剑一万次 触发特殊奖励的时候 而今 距离十万次的特殊奖励 还有四万五千次 所以 链剑的奖励 依旧没变 每日链剑 任重道远 顾青云感慨一声 通过刚才的一剑 也判断出了 自己如今 每日链剑的上限 大概在一万次左右 所以 他便将自己的每日链剑目标 提升到了一万次 武将境的修炼 难度更大了 哪怕他每日链剑一万次 可也需要十天 才能提升一重境界 还好 他只要持剑 就是武王 哪怕不持剑 单凭剑指 那也是武军层次无敌的存在 心中确定目标 顾青云拔出苍云剑 一剑一剑地挥动起来 一个上午的时间 他成功链剑五千次 成就武将境 并领悟剑意后 系统 每次所加的剑道感悟 对他影响 就越来越低了 他可能成百上千剑 都无法感悟到 之前挥剑有什么破绽 水多 则赢吗 顾青云没有在乎 这是他在绑定 绝世剑线系统 最初就想到的事情 刚开始 他的提升肯定会无比迅速 而越到后面 提升就会越来越慢 毕竟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总比平地起高楼更难 不过还好 他能伴随着自己的实力提升 去增加练剑次数 如今武将境 拥有一身铜皮铁骨的情况下 练剑五千次 已经不会对身体造成多大负担 其实磨练的 更多的是他的毅力 中午时分 顾青云没去找顾青雪 小丫头现在每日 跟着武馆教练训练得不错 在武者层次修炼得很快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如若没有顾青云 参加这次高考 他可能都能拿下高考状元了 顾青云来到食堂 看到已经为他打好饭的安娜 见他来 坐在椅子上的安娜 朝他挥挥手 吸引来不少武馆教练们 羡慕极度的目光 但当看到安娜招呼的是 顾青云这位馆主后 所有人又都巧妙地收回了目光 顾青云缓缓走近 同时也看到了安娜今日地穿着 金发玉姐 今天穿着恢复到了之前的 白衬衫 包臀裙 配高跟鞋 只是这次的包臀裙 是长款开刹的 腿上也没有黑丝 性感犹存的同时 也带上了一股知性的风韵 他这是要将蒋卫的路给 直接堵死 顾青云没有多想 坐在了安娜面前的椅子上 多谢安娜姐 他说了一句 便大块躲移起来 安娜也笑应地拿起筷子 一边吃 一边与她说道 你知道吗 槟城昨晚发生大事情了 顾青云故作不知 问道 什么大事项 第120章 吃瘪的邪恶组织 经过安娜的一番讲述 顾青云也得知了 昨夜槟城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林议会龙省分部长老 突然下令偷袭 槟城各个重要腹地 其本人 更是亲自对槟城省府 和城主府动手 虽然双方没真正打起来 那位林议会长老 只是施展进制手段 让槟城省府和城主府 无法派出强者四处支援 但事态也是闹得极为严重 不过 就在林议会偷袭的时候 槟城天心武馆楼馆主 及时赶回 不仅解救了自家天心武馆的危机 还同时帮槟城治安署解除危机 就是龙省武大 在昨夜被偷袭 损失有些惨重 但大体上都是一些经济上的损失 人员损失并没有太多 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安娜得意洋洋地 炫耀自己的小情报 最后总结道 这次灵异会对槟城动手 来得太快了 并且让人错不及防 差一点就出大乱子 但还好 槟城那边好像是提前 得知了对方计划似的 楼馆主关键时刻赶了回去 他虽然不敌你 但却也是巅峰武军 作用太大了 安娜说着 顾清云怀中手机微微震动 顾清云没避讳安娜 接起电话道 那头 很快传来了楼馆主 略显疲惫的声音 顾老弟 昨天还多谢你的消息了 若是没有你的消息 槟城这下可能要遭殃 听着话筒中传出的声音 安娜表情一致 看了顾清云一眼 自己口中 那让槟城提前得知灵异会计划的 难道是顾清云 这 顾清云与楼馆主寒暄两句 便挂断电话 电话挂断后 金发玉姐明显有些生气 清云 你这 不是有心看我出丑吗 顾清云笑笑 摇头道 我虽然提前得知了灵异会的偷袭 但却也不知道具体战果 安娜姐所说 对我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安娜这才重新笑起来 二人吃饭完 安娜继续去大厅上班 顾清云则回到管主办公室 上午的五千次练剑 已经让她的剑开天门 跨入圆满层次 顾清云如今还领悟了七星剑意 她想借助自己 对七星剑意的感悟 让自己尽快领悟天门剑意 如此 她才能在战斗时 拥有更多的底牌 当然 若是能将大日神剑这门 SS及5G也一并领悟 就好了 只是领悟剑意 可能需要5G 最低达到圆满层次 抢求不来 管主办公室内 顾清云一剑一剑挥出 直到傍晚练剑五千次才结束 期间 她抽空去给精英剑道班的弟子们 上了一节课 如今 顾清云这位管主的课 那可是苍云武馆的一大特色 吸引了不少学员 前赴后继的来着报名 叮 恭喜主人 挥剑六万五千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七星剑熟练度加十 管主办公室内 最后一剑落下 顾清云缓缓收剑 槟城 林医会隐秘分布 挥袍长老坐在守卫 看着面前 身受不少伤势的执事们 脸色难看 其身旁 还站着那位精致漂亮的红眼圣女 挥袍长老有心训斥这些执事们 办事不力 但他想了想 却摇头叹息一声 挥袍老者摆了摆手 你们下去吧 白袍执事们大松口气 所有人很快退去 圣女看向挥袍老者 不带感情地说道 我们的计划 应该提前被槟城官方得知了 消息来源可能是那个楼外楼 挥袍老者叹息一声 点点头 这个楼外楼 在武军巅峰待了已经有几年了 说不定就快领悟建议 晋升武王 他若成武王 对我灵医会来说 将是个极大威胁 圣女表情沉吟 略显民众 挥袍老者再次叹了口气 摇摇头 罢了 最近 管不了兵城的事情了 你在龙大班的事情怎么样了 昨夜 圣女轻轻汗手 报 事情已经办得妥当 龙大炼制出的那颗半成品六阶气血丹 已经到手 挥袍老者点点头 心情略好 接下来的计划 可以继续实行了 说着 他将话题引向了第一件事情 兵城提前得知我们的计划 多半是因为清华分布 清华分布直逝已经身死 我们无从追究 但可以分析 圣女血红的双眼一动 道 这次事情 很可能跟春城城主柳青山有关 柳青山 挥袍老者微微挑眉 想到了一些事情 春城罪梦楼事件曝光后 那个什么白衣剑客顾青云 便被树立成了春城榜样型人物 而当时 对雷霆武馆桑民勇出手之际 柳青山也在 罢了 这次的势力不重要 接下来 执行第二步计划 圣女点点头 挥袍老者最后嘱咐道 春城一记那边 有林长老看着 多半不会出什么事情 但那个春城城主 却是个大麻烦 还有那个近日声名鹊起的 白衣剑客和春城第九局 这些 都要小心解决处理 说吧 挥袍老者起身离开 圣女也随之离去 往后的三日时间里 顾青云一直在每日练剑之中 叮 恭喜主人 挥剑九万五千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七星剑熟练度加十 苍云武馆最高层 顾青云缓缓收剑 轻轻呼出口气 姓名 顾青云 年龄二十岁 禁剑武将一重 气血十四万 体质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五级 大日神剑 SS级 小城 8500 10001000 剑开天门 S级 圆满 880000 1000000 七星剑 S级 圆满 1000000 1000000 武器 苍云剑 五阶 三阶战一 扫了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顾青云微微一笑 又是三日的炼剑 已经让他的大日神剑逼近大城 剑开天门 已经来到圆满层次 至于七星剑 更是熟练度堆满 堪称大圆满 对于更深层次的超脱 寂静呼道等 顾青云现在倒是没什么头绪 不过明日 他应该就能获得 练剑十万次的奖励了 届时 会是什么全新的奖励 第121章 练剑十万次 SSS及5G 一日 距离五考还有9天 同时 今天也是顾青云 绑定爵士剑线系统的第21天 中午太阳高照 穿过宽大的玻璃 照射入顾青云的练功房中 他一袭白衣 手持略显古朴的银白长剑 挥下最后一剑 叮 恭喜主人挥剑十万次 剑道感悟加一 气血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十 恭喜主人 触发练剑十万次特殊奖励 正在为主人抽取 脑海内系统提示 顾青云并未在第一时间关注 如今的他 已经不是初次练剑 一无所有的时候了 而是一个持剑之后 强大的武王 强者的气场 已然在顾青云浑身升起 他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人 姓名 顾青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武将一重 气血十四万五千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武技 大日神剑 SS级 小城 九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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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剑开天门 S级 圆满 九三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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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不仅灰剑就能变强,没有瓶颈。 不持剑的情况下,实力提升十倍。 持剑,实力直接提升百倍。 而剑进呼道,这门无上级天赋,也是顾清云这段时间所仰仗的重要手段。 攻击范围之内,出剑百分百必重,哪怕敌人是在虚空之中,也能一剑斩中。 这天赋,实际运用下来,只能说太强了。 有太多的人,死在了他这门无上级天赋之下。 而剩下的S级5G剑开天门,SS级5G大日神剑更是强出离谱。 到了如今,他终于完成了十万次练剑。 十万次之后,将是百万次练剑。 哪怕每天练剑一万次,也需要一百天。 奖励,越来越难获得了。 顾清云心下暗道,最后有些期待的等待系统提示。 很快,系统的声音再次响起。 恭喜主人获得SSS级5G,清云剑翼。 清云剑翼。 顾清云微微有些好奇之际, 系统的提示音再次响起,介绍起清云剑翼来。 清云剑翼,SSS级5G,剑光万里,不如无敌于身前一尺。 清云剑翼,在主人剑进呼道的攻击范围内, 同境界之下,我自无敌,无视数量,无视消耗, 剑光万里,不如无敌一尺。 系统的话音缓缓落下。 哪怕顾清云如今心性非凡, 但也是难免微微愣住。 剑光万里,不如无敌一尺。 剑进呼道攻击范围内,同境界之下无敌。 这个无敌,多半是他增强百倍之后的无敌, 并且还无视敌人数量,无视自身消耗。 卧槽,哪怕以顾清云心性,心底还是抱了句粗口。 太强了,只能说太强了, 这就是SSS级5G吗? 并且,这清云剑翼,为何直接以剑翼命名? 顾清云好奇之际,整个人呼绝意识下沉。 他再次来到了那片白茫茫的天地之间, 化作了那道手持常见的琉璃人影。 琉璃人影缓缓抬起手中长剑, 对着身前轻轻一挥。 与此同时,琉璃人影身前浮现一道道恐怖虚影。 有十八个头,三百六十条手臂的远古神魔。 有四须四患,如梦幻泡影的阴暗梦魇。 有自诩光明,浑身绽放金光的光明之神。 等等等等,万千神魔不一而足地立于琉璃人影面前。 但伴随琉璃人影这一件麾下, 其眼前一切,寸寸崩碎。 仿佛天地大便一般,眼前一切尽数崩碎毁灭。 顾清云意识很快回归身体。 他捂着胸口,不断大口喘息。 刚刚他所看到的一切,实在是太过于恐怖了。 太夸张了。 这就是,清云建议吗? 顾清云喃喃道,拔出苍云剑。 他只觉此刻的自己,身上一股无敌的气息涌现。 不论多少,多强的同境界对手站在自己面前,他都能一箭斩碎。 所以,我现在是五王进一重,多少个五王一重在我面前,都只有一个死字。 等我到了五皇,五帝,还不。 顾清云自己说着,都觉得有些太过于变态了。 这简直是让他一飞冲天的节奏。 虽说从前也已经一飞冲天。 但他现在,可是同境界之下,忽略一切数量的存在。 简直太过于恐怖,他自己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午饭的时间点,顾清云甚至忘记了去吃午饭。 他心头火热地拔出苍云剑,又是一剑落下。 叮! 恭喜主人挥剑十万零一次,剑道感悟加一,气血加一。 清云剑以熟练度加一,大日神剑熟练度加十,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百。 顾清云双目一亮,看着自己那有了巨大变化的练剑奖励。 不出他所料。 上次再练剑一万次之后,练剑的奖励就有所提升。 如今,果然也有。 每次练剑后,剑道感悟和气血虽然没变。 而清云剑意也是仅仅加一,但大日神剑和剑开天门却都齐齐翻了十倍。 今天再练一天剑,他的剑开天门就能大圆满了。 再加上领悟的清云剑意,他或许今天就能掌握天门剑意。 就在顾清云有些火热地响着时,金发玉姐安娜敲响房门,走了进来。 安娜姐! 看着性感妩媚的金发玉姐,顾清云笑笑,这才知道自己忘了吃饭。 安娜笑着将饭盒放在桌子上,挑眉古怪地看着他。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又不一样了? 顾清云反问,哪里不一样了? 更帅了。 安娜翻了个白眼,称怪一句后,细细思考。 好像,是更强了。 安娜柳眉微皱,有些不确定地道。 但是,这就是他实实在在的感觉。 可…… 他在昨晚,已经成功努力提升到了武将境。 而今,却依旧感觉到顾清云更强了。 这是什么概念? 顾清云身上的提升,绝对很大很大,才会让成为武将的他,有这般感觉。 第122章 蒋威失联 安娜古怪地看着顾清云,心头正震撼着,她怀中电话响起。 看了顾清云一眼,安娜先是笑道。 我接个电话,你先吃饭吧。 顾清云点点头,打开饭盒就吃了起来。 安娜打的饭都是,她爱吃的。 不得不说,金发玉姐很会照顾人。 如果娶回家当妻子,绝对是很贴心的那种。 安娜也没避讳顾清云,当场接起电话,放在耳边听了起来。 电话那头,正在第九局分部的金鸿话语传来。 安娜,顾清云在你身边吗? 安娜看了吃饭的顾清云一眼,点点头。 金鸿组长,她在的。 金鸿那边语气凝重地传来。 盛天地产的那处遗迹,出问题了。 我正在带人往那边赶。 你也来一趟。 安娜翘脸一遍。 盛天地产遗迹。 她仔细想了两秒,迅速问道。 金鸿组长,具体是发生了何事? 金鸿语气充满凝重,具体情况我也还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探查遗迹的所有人都失联了。 什么? 没再多问。 安娜挂断电话后起身。 顾清云已经停下筷子,看向她。 以武王的听力,安娜和金鸿的所有对话都被她听到了。 顾清云缓缓起身,拿起一旁的银白长剑,朝着安娜走去。 走,我跟你一起去。 不论如何,第九局帮助了顾清云不少。 汪峰、董欣然、吴书三人也算和她有些轻易。 更不用说,这其中还有蒋威。 这些人出事了,顾清云无法做到冷眼旁观。 更何况,这是在春城,她还有这个能力管。 为何不管? 不管的话,那岂不是生性太过薄良? 路过七楼,核心弟子训练场地的时候,顾清云找到了顾清雪和柳寒韵,交代二人两句。 她担心这是敌人调虎离山计策,所以想让柳寒韵带着顾清雪回家避一避。 那里有城主柳青山,还有省府的强者不会出大问题。 柳寒韵自然没意见,顾清雪也很懂事,用力点点头。 哥哥,你放心吧。 说着,她的心中有些自卑,只是舞者实力的她,还是太弱了。 不仅帮不上哥哥的盲部说,甚至还会得哥哥外出时拖后腿。 顾清雪咬牙,坚定自己一定要快速提升实力。 帮忙她已经不指望了,但只求不拖顾清云后腿。 别离柳寒韵和妹妹,顾清雪与安娜上了黑色大G,一路朝着城郊赶去。 二十分钟后,二人赶到城郊,纷纷下车。 安娜今日上身穿着短款皮衣,下身是紧身打底裤, 脚上一双黑色马丁靴,净显浑身魅力。 从后背箱取出大G,再在大腿上套了两个枪套后, 安娜阴姿飒爽地跟着顾清云向前走去。 远远的,顾清云便看到了金红和其小助理。 金红今天的穿着比较正式,应该是刚刚在省府那边办事的原因。 其一身黑色风衣,腰胯细红长剑,内里是白衬衣与黑色短裤。 见顾清云和安娜来到,金红朝二人点了点头。 四周治安员们也齐齐让开一条道路。 不少人看向顾清云的目光还充满了复杂。 当日,就是这位白衣沙神硬顶着治安署五口金属风暴闯入治安署。 他的事迹,太多太多了。 周明这个信任治安署长也站在一旁。 见顾清云和安娜来了,他遗憾地看了眼安娜。 从前,他也喜欢这个苍云武馆的性感欲解。 但现在看来,这位从来就与他不会有任何关系。 收起心思,周明来到顾清云面前,介绍起情况。 这处遗迹是圣天地产发现的,之后被我们和第九局接手,让林大教授带领进入探查。 遗迹探查,每次都会有大批人跟随保护,并且约定好每十天通过特定的信号传输器报一次平安。 但今天,是第十一天,里面非但没有给我们保平安,我们反向联系,也没有丝毫结果。 最终,只得到了这么一个定位。 周明将一个战术平板递到顾清云面前。 平板上有个红点,距离此地有十多公里远,已经深入城郊大山内。 那边,就完全是城外了。 与春城内部相比。 春城外,就全部都是异兽遍地的危险区域了。 五王靖,甚至都不敢深入。 这还只是北方行省。 若是在中部那边,哪怕是五皇五帝,乃至是五尊,都不敢深入异兽区域。 顾清云看了一眼,点了点头。 这时,一旁开来一辆绿色的军车。 军车尚未停稳,就有一个人影跳了出来。 其身穿军靴迷彩服,肩扛大校军衔,正是冉卫林。 身躯高大,宛如铁塔一般的冉卫林来到镜前,打给周围不少人强烈的压迫感。 哪怕是金红,这种压迫感也依然在。 不过对顾清云来说,压迫感就纯属玩笑了。 冉卫林看了眼金红,道。 要不是老柳那边告诉我消息。 你们还准备独自前往城外。 他有些不悦,随即又说一句。 哪怕有故老地在,可出城,依旧危险无比。 城内,是你们治安署,城主府,第九局的事情。 但城外,我军方才是专业的。 冉卫林说着,总体就表明一个意思。 这次去,带我一个。 出城,进入异兽环聚的区域,危险可想而知。 冉卫林主动要求一起,足以见得对方的品性究竟如何。 安娜这时皱了皱眉问道。 遗迹下面,派人探查过了吗? 我们是直接前往定位区域,还是踪他们的原路? 周明看了他一眼,再次心中暗叹一声真美,随后道。 下面派人去过了,矿洞坍塌,已经被堵死。 更何况,十多公里的距离,我们若是走下面, 到了那群人可能已经尸骨无存了。 安娜点点头,不再说话。 顾清云看了惊鸿一眼,道。 没什么要准备的话,出发吧。 救人十万火急, 当然耽搁不了一时一刻。 惊鸿点点头,看了眼小助理。 小助理带着众人,很快来到一架充满科技感的银白色直升机前。 这是我们第九局的特殊直升机,很强的哦。 安娜笑盈盈地介绍一句,随后登上副驾驶位。 那里,是操控火力的地方。 而安娜在这方面,是行驾。 第123章,绝境触地。 距离春城郊区,约有15公里的一座山谷中。 这里叫望雅谷,应一面是高耸的山野二德明。 来到这里,再想回到山崖另一侧,纯属吃人说梦。 而望雅谷外,竟是异兽遍地,危险无比。 山谷那一处幽暗孤僻的地方,此时正或坐或站着几个灰头土脸的人。 当先,是一头红毛的青年。 汪峰坐在入口处,不断朝外面望风,探查敌情。 一边担惊受怕着,他一边开口大骂道。 真是可恶啊,这群邪恶组织是怎么知道遗迹消息的? 甚至还能提前埋伏。 汪峰说着,一旁身穿军绿色老旧外套,脸色憨厚的无输也满眼凝重。 二人后方,有两个女人正靠在石头上休息。 其一是身穿JK制服的甜美妹子董兴然。 另一位,则是春城大记者蒋威。 董兴然已经没了往日的轻松甜美,脸上灰头土脸, 眼神中的希望甚至都快要消失。 他哀声叹气道。 我们的传讯器之前就被打坏了,上次传讯还是早上, 距离望雅谷起码也要有五六公里。 哪怕金红组长那边得知,怕是也来不及救援我们了。 董兴然说着,就连蒋威也都皱紧了好看的眉头。 他们此次来探查遗迹,明明行踪很隐秘。 林大教授亲自带队,暗中还有第九局护卫,明明不可能出什么事情的。 但结果,却是他们一进入遗迹深处, 就发现了在那里面守株待兔的邪恶组织。 但是,被林一会一路追杀的他们,不得不逃到了这里。 而今,整个队伍已经仅剩下他们四人。 剩下的,全死了,全部死在了林一会手中。 蒋威一身登山运动服,虽不如职业装那般能够凸显魅力, 但仍就是十分好看,跟一旁尚且年轻的董兴然有着实质性区别。 这时,无数沉声开口。 他们追来了。 几人躲避的乱石外,一道透明白影袭来。 定睛看去,能发现那是一位白衣女鬼。 女鬼劈头散发,此刻发现几人顿时露出阴测测怪笑。 找到你们了。 女鬼没有着急出手,反而是向后退去。 啪。 就在她躲避开来之时,一道雷鞭狠狠抽来,落在其原本所处的地方。 蒋威散去手中的雷鞭,脸色难看地看向半空中那道女鬼身影。 长达一夜的追逃,已经让她的气血所剩无几。 要是她巅峰时期,面对一个小小武兵竞操控的女鬼, 还是能直接劈死的。 可现在,蒋威摇了摇头,身形化作紫色的雷光,猛地冲向半空女鬼。 女鬼速度不及她快。 万般能力之中,雷电几乎可称之为最快。 女鬼在电弧中消散,但临死,却依旧淡定地说出话语。 找到你们了。 女鬼的话,仿若是催命符一般,响彻在几人耳中。 蒋威脸色难看,看向第九局三人道。 此地不能再留了。 三人自然也明白,赶忙起身,准备继续逃。 蒋威抬眼看了一下前方的路。 望雅谷外,就是真真正正的异兽天地了。 他们四人进入了那里,哪怕金红等人来救援了,却也未必敢深入。 但他们没有退路了。 不出望雅谷,就会被灵异会的人追上。 追杀他们的灵异会直势乃是武将巅峰,蒋威根本敌不过。 出望雅谷,起码他们还有一丝生还下来的希望。 几人当机立断,很快来到望雅谷的一座小出口前。 然而,不等他们有所动作。 上空,一道玩味的声音响起,让几人瞬间如坠冰枯。 还想跑? 话落,包括蒋威在内,四人瞬间感觉自己无法动弹。 寒气自脚底蹭蹭向上涌。 肉眼可见的,四道怨铃趴在四人背后,仿若有千军之重。 蒋威咬了咬牙,刺眼的雷光爆发,强行摆脱背后怨铃的控制。 怨铃痴冒着青烟,蒋威化作雷光,冲向声音主人。 那是一道白袍男子,兜帽之下是一张十分俊朗的面容。 只是此时,那面容上带着浓浓的玩味。 面对蒋威的狂暴一击,男子没有强行应接。 哪怕蒋威只是初入武将,可他的雷电依旧让男子有些忌惮。 不过,他也只需要躲过这一击,就能反手倾下蒋威。 和男子所预料的不错,蒋威一击落空,气血本就不多的他指得无奈落地,无法续上下一击。 男子笑了笑,挥了挥手,一具高大魁梧的殷尸走出,猛地袭向蒋威。 蒋威脸色一沉,邪恶组织灵异会主要掌握的能力就是操控鹰雾这方面。 其一,是操控怨灵、鬼物等等施加精神打击。 其二,则是操控殷尸。 殷尸一般是死去强者所炼制的尸体,手法好的话,能保存生前之人的大部分力量。 眼前灵异会执事的殷尸品级虽然不高,只有武将出妻,但蒋威如今已经是强弩之末,不可能敌得过这具殷尸。 高大魁梧的殷尸朝蒋威冲来。 蒋威化作雷光躲避,苦苦支撑。 在此期间,一位为灵异会分布成员来道,将他们团团围住。 奉明执事。 为首的一位弟子开口,想要带人出手。 奉明执事摆了摆手,笑容玩味地看着与殷尸战斗的蒋威。 那人不再说话,也在一旁看了起来。 眼前之场景,犹如困兽之斗一般。 蒋威等人,就是困兽。 奉明淡笑着,操控殷尸不断逼迫着蒋威的生存空间。 至于汪峰、董兴然、吴淑三人,他们根本无法挣脱奉明的怨灵控制。 哪怕是其中最强,位列五兵巅峰的无数也不行。 破! 蒋威被殷尸一拳狠狠轰重,整个人倒飞而出,撞在一块青石上,将青石撞得四分五裂。 此刻的蒋威,已然是真正的强弩之末。 他再也无法维持雷电之身。 对方再出手,他就只能凭借身体硬抗了。 但他能硬抗几次。 看着殷尸直直冲来,蒋威脸色遗憾。 他在最后关头,想到了那个白衣男子。 若是临走前,他能跟顾清云表明一点自己的爱慕。 可多好啊。 哪怕一点。 殷尸很快来到蒋威身前,没有丝毫联系,一拳对着他的面门打来。 蒋威抬起头,眼中泛着绝望。 关键之际,一道土墙在蒋威身前升起。 随后,是一道身上充满了汗臭味的中年大叔。 第124章 两位武王。 吴叔来到蒋威身前,他的土墙无法抵挡武将进殷尸的一拳,被瞬间击碎。 继而,殷尸的一拳轰在吴叔的胸膛上。 他凝聚的防御瞬间便被击破。 整个人甚至来不及倒飞,胸膛便被对方击穿,鲜血淋漓。 蒋威看着吴叔的背后,硬生生打出了一只拳头。 拳头之上鲜血淋漓,还夹杂着些许内脏肉块。 蒋威瞳孔皱缩,完全没想到吴叔会救自己。 他和对方,可没有任何关系啊。 在凤鸣淡漠的眼神下,殷尸平静地抽出拳头,还嫌弃地甩了甩。 吴叔身形倒地,笑着看向蒋威。 蒋威呆滞地看着他,喃喃开口。 为什么?为什么要救我? 吴叔浑身剧痛,但此刻却强忍着露出笑容。 你帮过我,曝光最梦哦。 蒋威张了张嘴,却发觉自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得了,别在这煽情了,你们一个个都要死。 凤鸣冷笑着开口,殷尸再次对着蒋威挥出一拳。 这次,再也没人能替他挡下攻击了。 而在这千军一发之际,一道冷哼声与全场响起。 殷尸挥拳的动作定格,猛地停滞在原地。 淡然立于半空,身穿白袍的凤鸣,脸色一变。 他怎么发现,自己与殷尸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 这怎么可能? 哪怕是武军,也不可能切断他与殷尸之间的联系。 他毕竟也是武将巅峰强者,与灵异会众人的惊慌不同。 听着那道冷哼声,汪峰,董兴然,吴淑三人齐齐瞪打双眼。 蒋威绝望的瞳孔也猛地绽放光芒。 这道声音,他们太熟悉了。 顾清云? 伴随念头落下,一道身穿白色西装的人影落在,站在了场中。 凤鸣定睛看去,脸色骇然大变。 正在他心中回想起顾清云的身份时。 顾清云不带感情地看了他一眼,身上气息腾起,双眸宛若利剑。 啊! 凤鸣惨叫一声,捂着双眼跌落半空,硬生生砸在地上。 与顾清云的双眸对视,他只觉得一股锋利至极的剑翼刺穿他的双眼, 让他这双眼睛直接废了。 他怎么会这么强? 凤鸣惨叫着,心底充斥不可思议。 顾清云舆监大会,一人秒杀四位武军进馆主, 这在邪恶组织中已经传开。 他也很忌惮顾清云,不想与对方遇到。 但是,凤鸣却是万万没想到,顾清云为何会这么强? 仅仅是看了他一眼,就能让他双目失明。 这乃是武军能做到的啊? 并且,那是,建议。 凤鸣心底充斥着匪夷所思。 汪峰、董兴然三人则是充满了轻松。 他们,终于坚持到了援兵赶到的那一刻。 甚至,第一个来的,还是顾清云这等大佬。 汪峰回想最梦楼之夜时, 自己当初还质疑过顾清云的实力, 就不禁心头苦涩。 董兴然甜甜地笑了起来,浑身轻松。 蒋卫也大松口气,整个人放下了心。 此刻的顾清云,可以说是春城最强者,也不为过。 带给他们的安全感,那是极其难以想象的。 顾清云扫了几人一眼,目光很快定格在躺在地上的吴书身上。 他从兜里取出一管真迹,递给走上前来的董兴然。 快给吴书治疗一下。 吴书的伤势很重,但凭借武兵巅峰的强大体魄,尚且能留存一口气。 若是他晚来一点,怕是吴书就要交代了。 如今看来,虽然需要调理休养很长时间,但却能保住命。 董兴然接过真迹,给吴书注射后,这才松了口气。 清云哥哥,你终于来了。 他甜甜开口,笑容清纯。 蒋维看他一眼,心中敌意生起。 不过此刻形势还不允许他和董兴然针锋相对。 而此时的凤鸣终于是缓过来双目失明的刺痛。 他站在那,身旁聚集着灵异会成员。 凤鸣利用怨灵的双眼看着顾清云,正准备说些什么。 望牙谷上空,轰鸣的直升机引擎响起。 一架银白色的直升机映入眼帘。 很快,几道人影飞尸而下。 惊鸣,阮卫灵二人各自带着安娜,周明落了下来。 惊鸣,阮卫灵。 凤鸣脸色大变,捂着鲜血淋漓的双眼,转身就想逃走。 不等他有所动作,阮卫灵轰鸣着冲到其身旁,一巴掌就将他拍在了地上。 奶奶的,阴沟里的臭老鼠,也敢伏击我官方的人。 你们这群臭老鼠是想找死吗? 阮卫灵很是愤怒,强大的武军镜气息震荡,让凤鸣宛弱个小虾民一般听话。 顾青云没关注那边的事情,转而看向身旁的蒋威。 蒋威知道他的意思,飞快将他们此行探查遗迹的全部事情说了出来。 得知蒋威他们进入遗迹后,发现遗迹空空荡荡,并且直接被追杀后。 顾青云皱紧眉头,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邪恶组织既然提前埋伏,又怎么会只出动这点人? 还能让蒋威他们跑了? 并且,邪恶组织难道就没有屏蔽信号的手段? 蒋威他们能活下来,不对劲。 顾青云看向凤鸣,有心动用大日神剑拷问一下。 但还不等他有所动作,望崖谷上空,就又响起了大笑声。 没想到,这次钓鱼会这般成功。 不仅钓出了金鸿这位第九局组长,还钓出了春城军方的阮卫灵。 甚至,还有个声明确起的春城天骄,太直了。 花音落下,一个裹着灰袍的老者将落在不远处的大石上,身旁站着一道人影。 人影一身黑袍,看不出什么特别。 灰袍老者解下兜帽,但笑着看向顾青云。 自我介绍一下,林义会春城分部长老,凤熙公。 听到这道声音瞎了眼睛的凤鸣当即出声。 爷爷,您怎么来了? 凤熙公没看凤鸣,而是自顾自向前走来,身旁带着那句音诗。 而与此同时,顾青云已经想通了一切。 讲为他们之所以还能活着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底牌多,坚持了下来。 而是,林义会根本没想杀了他们,而是在钓鱼。 钓的是金红、柳青山这类人。 甚至,是自己。 那么出手之人的实力,不用多想了。 武王剑? 算上那句音诗,两位武王。 第125章,剑光万里,不如无敌一尺。 除了顾青云外,其他人也都不是傻子。 林义会分部长老,最低都是武王进起步。 眼前,凤熙公外加那句音诗,实力可能还要比一般的武王更强。 而他们这边,可有武王占领。 蒋卫四过而去,只看到了金红、冉卫灵、顾青云。 金红是武军初期,但天赋卓绝,战力深不可测。 冉卫灵是武军巅峰,实力也很强大。 最后的顾青云,蒋卫尚且记得,顾青云在论剑大会上一人顺秒四位武军的场景。 所以,三人的实力都很不错,都是武军境的好手。 可是面对一位武王,外加一句,音诗,有胜算吗? 蒋卫心底一沉,摇了摇头,没有胜算。 武王和武军,天差地别。 哪怕顾青云天赋逆天,外加金红和冉卫灵在一旁掠阵, 却也不可能战胜一位武王。 三人最多,就是拖住这位武王,给他们争取逃脱时间。 但是,三人却绝对会有检员。 这,蒋卫心底极为复杂。 本来看到顾青云来救他的时候,他是很开心的。 但现在,得知顾青云救他的代价,可能是自己生死后。 蒋卫便开心不起来了,他宁可自己去死。 而不是让顾青云来救自己,还搭上对方的命。 现场的局势再次对春城一方不利起来。 而也就在这时,凤锡公拍了拍手,笑着看向一个方向。 老兄,你是不是也该露露面了? 凤锡公画落,一侧的小山头上,一道身影拔地而起。 原本凤锡公不开口,大家还并未发现,相隔千米的地方还有个人。 哪怕顾青云都没发现。 毕竟灵异会,太擅长隐秘了。 而此时,那道人影拔地而起,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人影浑身粗壮有力,不断长高。 不多时,一道约有三十米的黑熊便站在了山头上。 山头在其脚下,仿若都承受不住那沉重的体重一般。 浑身强烈的气息涌来,压迫着所有人。 武王?又是一位武王。 顾青云身侧所有人脸色大变。 哪怕是惊鸿,安娜这些知道他晋升武王的人,此刻也都在难淡定。 顾青云本就刚刚突破,对付一个凤锡公就已经很悬。 此刻,居然又来了一个。 凤锡公见顾青云等人脸色巨变,笑呵呵地为他们介绍道。 这位,是异兽盟北方分部长老,雄王。 我们邪恶组织之间,虽然也有争斗,但大体上是合作关系。 这次,我们得知你跟第九局的关系,还有与那个蒋记者的关系,所以不下局。 没想到,你居然真来了。 凤锡公笑呵呵道,声音淡定无比。 其孙子凤鸣这时呆滞说道。 爷爷,就对付一个顾青云而已。 我们用出动两位武王吗? 这位免,也太看得起他了吧。 自己这一方重新得势,凤鸣再次淡定下来,并耀武扬威。 而在他看来,顾青云再怎么强,天赋卓绝,可也毕竟就是个武军。 面对武军,他爷爷凤锡公这位武王出手,就已经很给对方面子了。 现在,两位武王? 是不是有点太看得起顾青云了? 凤锡公呵呵一笑,看向顾青云。 他并不回应自己孙子的话,反而问向顾青云道。 顾小友,觉得我们做得过了吗? 算上阴师,三位武王围杀顾青云。 邪恶组织属实,表现出了对顾青云浓烈的注视。 顾青云没有心思回对方的话。 他伸出修长的手指,握在苍云剑剑柄上。 拔剑同时,顾青云身上的气息一变。 强烈的武王气息涌现而出,席卷周遭。 强大的剑意更是瞬间席卷全场, 让那凤鸣不再敢巴巴巴。 顾青云充满冷意的双眼看向凤锡公。 对方感受到他的武王气息顿时点了点头。 凤锡公感慨道,看来我们没有做过啊。 不过,小友难道以为以一己之力, 就能对付我们两位武王? 还有老夫的一具武王静音师? 老夫给小友一条道路, 加入我们邪恶组织, 你可以直接成为长老, 未来必成护法, 甚至是会长,盟主。 此话一落, 冉卫灵,惊鸿奇奇看向了顾青云。 安娜,蒋威, 董欣然等人也奇奇看来, 众人心中半点都没有觉得顾青云会反水。 蒋威复杂地看着顾青云, 从罪梦楼初见再到如今不过二十几天, 顾青云却已经是一位武王了。 而这样的人还难得地有着一身正气。 所有人胡思乱想之际, 顾青云看了一眼吴叔。 吴叔躺在地上, 伤势略有好转, 憨厚笑着看向他。 吴叔, 您好好养伤, 吴月夕, 我会替你去找。 是死是活, 我都会给您一个消息。 吴叔深深点头, 笑着道。 谢谢。 顾青云持剑转头, 站在众人身前。 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 凤溪宫和远处的雄王对视一眼, 笑呵呵摇头。 小友, 不识抬句啊。 话落, 其身旁的英尸猛地冲出。 眨眼间, 那具武王英尸便来到了顾青云面前。 小友, 这具英尸虽然仅仅只是武王初期, 但老夫找姜蒙要了些材料, 他的浑身宛若最坚硬的钢铁。 哪怕你已经领悟剑轨, 却也不可能。 凤溪宫的话音说到这, 戛然而止。 英尸站在顾青云面前, 本正要挥出拳头。 然而, 顾青云抬手, 周遭七颗星辰凝结为一点。 七星剑轨施展, 同时伴随的, 还有青云剑轨。 剑光万里, 不如无敌一尺, 是这个意思。 顾青云这才明白, 青云剑轨, 为何要叫剑翼? 并且, 青云剑翼之中没有任何的招式。 和大日神剑, 剪开天门等完全不同。 青云剑翼, 只他自身的一种无敌剑翼。 持剑, 我为无敌。 七星凝结一点, 猛地刺出。 武王竞阴尸浑身本比钢铁坚硬百倍, 哪怕同阶武王想要破防, 也得费很大功夫。 可是, 苍云剑却直接毫无阻碍地刺破面前阴尸的身体。 而后, 七颗星辰在其体内爆发, 七星剑翼将其瞬间撕成四分五裂。 顾青云缓缓收剑, 看向凤熙宫。 这就是你, 得意洋洋的武王敬殷尸。 第126章 剑斩武王 原本所有人, 包括金鸿, 冉卫灵都几乎认为今天要完了。 算上殷尸三位武王的围杀。 哪怕顾青云在天赋卓绝, 都不可能再创造奇迹。 哪怕有奇迹, 他们也可能看不到了。 最多就是顾青云 最后拖着重伤之躯 逃回春城, 日后给他们报仇。 然而, 结果确实, 一具武王出气的殷尸 在顾青云面前 一剑都支撑不住。 安娜, 蒋威奇奇复杂 又震撼地看向顾青云。 那个白衣男子 一直以来面对任何人 都几乎指出一剑。 林远如此, 丁海洋如此, 王虎如此, 周骏亦然如此。 面对桑民勇兄弟时 算是付出了些代价, 才斩杀二人。 但随后的论剑大会, 他又是一剑, 让四位童阶管主败北, 甚至游刃有余。 而今, 他突破武王, 继续延续神话。 面对童阶的武王静英师, 一剑斩杀。 这, 就是真正的天骄吗? 金鸿, 阮卫灵都不禁看看自己。 他们能成为武军, 昔日也都是天骄。 金鸿更是天骄中的天骄, 如今的成长速度也很快。 但是, 越到后面的境界, 他们却越不可能做到童阶无敌。 谁的起点都差不多。 天赋弱的, 早就已经被刷下去了。 剩下的, 都是天赋很强的。 他们到了武军境, 虽然依旧很不错, 但也就只能说比平庸强一点。 可是顾清云呢? 武者静他们不知道。 武兵境, 武敌, 武将境, 武敌, 武军境, 武敌。 如今武王境, 一剑斩杀同皆因尸, 莫非, 毅然无敌。 顾清云身旁, 所有人呼吸急促。 蒋卫拿起摄像机, 激动地拍下画面。 22023年6月21日, 白衣剑仙顾清云, 剑斩武王英师。 蒋卫贴心地给照片附上标注。 当他做完这一切, 发现邪恶组织一方依旧没有反应过来。 挥炮老者凤锡公站在那, 整个人脸色麻木又呆滞。 一旁山头上, 三十多米高的雄王愣在原地, 失去行动能力。 片刻后, 凤锡公缓过神来, 咬牙开口。 老夫, 还真是小看你了呀。 他本以为, 自己已经十分看重顾清云了。 这次针对对方的出手, 他不仅带上了自己最心爱的武王静英师, 还邀请了雄王一同出手。 就差将灵异会北方分部的另外两位长老也叫来了。 然而结果却是。 凤锡公觉得, 今天自己和雄王很难拿下顾清云了。 一见斩杀武王英师, 顾清云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恐怖实力。 即便不敌二人, 他却也能从容退走。 凤锡公心中满满的不甘心, 与雄王对视一眼, 猛地仰天长笑。 精神打击! 顾清云深周所有人的大脑都在这一刻陷入呆滞。 哪怕惊鸿, 染卫灵都不意外。 只是二者仍然能保持些许的思考能力。 这精神打击再持续一秒, 安娜, 蒋卫等人的脑子就得爆开。 然而下一刻, 顾清云抬剑而起, 剑身滚烫炙热, 化作赤金色的大日神剑。 大日神剑, 驱散一切邪碎。 精神打击瞬间被阻隔在外。 蒋卫, 安娜等人瞬间反应过来, 蹲在地上大口呼吸。 众人心有余悸地看向灰袍老者。 感慨, 这就是一位武王的恐怖。 不等众人过多思考, 远处山头上的雄王大步奔来。 趁着凤锡公施展精神打击, 拖住顾清云的一瞬间出手。 眨眼间, 雄王接近顾清云, 沉重高大的身躯压迫感十足。 他一掌压来, 带着晴天霹雳之势。 顾清云脸色不变, 大日神剑抬起此去, 清云剑意施展。 SSS集武技, SS集武技, 两大武技瞬间叠加施展。 汪汪! 雄王一掌下, 虚空颤鸣。 空气震荡, 顾清云衣袍烈烈作响, 那强烈的刚风像是要将他撕成粉碎一般。 可结果却是, 顾清云大日神剑刺出, 雄王一掌被狠狠刺穿, 发出怒吼惨叫。 咚咚咚。 雄王硕大的身躯猛地后退, 整个人无比忌惮地看着顾清云。 顾清云望向凤西宫和雄王, 大日神剑消散, 抬剑而起。 剑开天门。 轰隆崩。 恐怖宛若银河的剑光瞬间倾斜而下。 但二人此时, 处于顾清云剑近乎道的范围之外。 二人感受到那恐怖的剑技, 瞬间满心退役。 灰袍老者身形直接消散天地间。 雄王则是重新化作人类, 那是个皮肤有黑的男人。 男人深深看了一眼顾清云, 而后躲入望雅谷外。 那里异兽丛生, 有五王镜之上的异兽存在。 而他, 异兽蒙长老能化身异兽, 拥有和异兽们同样的气息。 所以他不会被攻击, 躲入异兽之中, 反而会无比安全。 顾清云面对二人的逃走, 遗憾地摇了摇头。 他的剑近呼道范围, 还是太近了, 只有十米。 下次, 再让他遇到这两人, 绝不会让他们跑了。 这时, 顾清云脑海才落下一道系统提示。 叮! 恭喜主人, 斩杀五王初期英诗, 奖励气血两万五千点,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一零零零零。 姓名, 顾清云。 年龄, 二十岁。 境界, 武将一重, 气血, 十七万。 体质, 混沌剑体, 无上级。 天赋, 剑境呼道, 无上级。 五级, 青云剑翼, SSS级, 入门, 零一千。 大日神剑, SS级, 大乘, 1000000, 5000000。 剑开天门, S级, 圆满, 930000, 1000000。 七星剑, S级, 圆满, 1000000, 1000000。 武器, 苍云剑, 五阶, 三阶战一。 顾清云扫了眼属性面板。 境界距离五将二重已经不远。 而大日神剑的熟练度, 也来到了大城。 过了好一会, 周遭众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怎么, 两位武王就跑了? 直接丝毫没想, 落荒而逃。 还有顾清云刚才那一剑。 众人抬眸看去, 只见被顾清云剑开天门所展的地方, 多出了一道长达千米的深深沟壑。 望亚古, 今日被一分为二, 只因顾清云的一剑。 众人对面, 凤熙宫临走时, 那里来得及带走自己孙子。 所以, 凤鸣和一众灵异会弟子, 全部被留在了此地。 他们此刻, 正大眼瞪小眼地相互看着。 长老他, 是跑了吗? 好像, 是吧? 连执事都没来得及带走。 所有人说着, 奇奇心迹地看向顾清云。 第127章, 名声大噪。 原本以为自己爷爷奉熙宫 能够将这些官方的人全部震杀的奉鸣, 也是傻了眼。 虽然他的眼睛 被顾清云那对剑谋之中 迸发出来的剑义刺瞎, 但通过操控英灵鬼物 仍是能看清周遭的一切。 看着自己亲爷爷身影消失的地方, 凤鸣心中尽是错愕, 没有想到在他心中强大无比的爷爷。 不但没有杀了那个 将他眼睛刺瞎的家伙, 更是被那家伙挥出的一剑, 吓得顿逃了。 甚至临走之时, 连最心爱的孙子都没有救走, 就落荒而逃, 一阵阵感慨与无奈 从凤鸣的心中生出。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逃? 一旁的灵异会的外围弟子们 仿佛失去主心骨一般。 有的人看到眼前的那长达 上千米的断崖剑钩 开始不由自主地打触。 如今在他们心中 不可匹敌的春城分部长老, 五王强者都不是那个 白衣剑客的对手。 难道他们这群小喽喽 还要出手吗? 出手, 那不是给人家送人头吗? 虽然他们是邪恶组织 灵异会的成员, 但是邪教组织人 就不怕死吗? 正当这些人惶恐不安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之时, 一声幕后从前方传来。 不许动, 全都蹲下。 不然老子, 让顾小游砍了你们的脑袋。 同时处在顾清云 那恐怖一件的威势之下的, 冉卫灵听到林毅慧 这群家伙口中慌张的话语。 赶忙甩了甩脑袋, 让自己恢复神志。 虽然冉卫灵 也被顾清云的这一件惊懵了, 但是作为军人素养。 恢复神志的他 借助顾清云的威势 恐吓面前的这群家伙, 让其不要反抗。 虽然林毅慧最强的凤夕宫 以及那名异兽蒙的武王强者 已经被顾清云吓跑了。 但是这些残留下来的 林毅慧的虾米们 还有战斗能力。 若是这个时候 不将他们心神震撼住, 到时候奋死反抗 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蹲下,蹲下, 都老实点。 看到那个眼神失明的凤鸣 仍是傻傻地站在那里。 染卫灵没有丝毫客气, 上去就是一酒, 将其踹得地趴下。 其余林毅慧的外围成员们 看到执事身份的凤鸣 都无力反抗, 也都纷纷放下去, 武器投降。 见此, 染卫灵脸上 这才露出豪爽的笑容。 哈哈, 顾小友, 这回多亏你了。 若是没有你, 我们真的要阴沟里翻船了。 没想到, 这林毅慧真的下了血本, 居然出动王晶的长老 来对付我们。 这回好, 偷鸡不成十把米, 不但没有达成他们的目的, 更是损失他们很多的 林毅慧的成员啊。 染卫灵一边说着 对顾清云感谢的话语, 一边阴冷的目光 看向放弃抵抗的邪教成员。 面对染卫灵的夸赞, 顾清云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笑了笑。 与之一同前来支援的金红 则是眸光正正地 看着顾清云的背影, 以及面前的那道鸿沟 美眸之中尽是哑然。 其身后郁姐庄的安娜 则是美眸含情默默地 看着顾清云的背影。 她想不到, 至于美人记者蒋威 红唇微章地看着眼前画面, 那个名叫顾清云天才 正在一种难以想象的速度在成长。 论剑大会上, 一剑击败四位武馆馆主。 如今在她蒋威身陷险境之时 突然来到, 如同她盖世天骄一般 拯救她于水火之中。 林毅慧能够操纵武王镜僵尸 长老及强者被她一剑震退, 那异兽萌的武王镜雄王 被她一剑重伤顿逃。 好像在蒋威的视角之中 看到顾清云出手之时 就是白衣少年败敌之客 没有失手的时候。 无论是昨日的论剑大会 还是今日的一剑震退 两大武王镜强者, 顾清云都未尝一败。 想到这, 蒋威的呼吸微微急促起来, 这就是盖世天骄吗? 能够见证这样的 一位天骄崛起之路, 她死而无憾。 而后, 蒋威手中摄像机的镜头 对准顾清云那一剑 展为两半的断牙 拍下珍贵的画面。 很快在冉卫林与周明等人 共同努力下, 除了一开始顿逃的凤熙宫 以及雄王, 其他参与围剿蒋威等人的 邪教成员无一人逃脱。 上飞机吧。 冉卫林对着在地面之上 仍是不断拍下珍贵画面的 蒋威开口说道。 而后众人乘坐直升机 朝着春城飞去。 飞机上, 冉卫林看着一众 蹲坐在地上的 林议会邪教成员嘴角冷笑。 如今有着这些家伙, 军方可以和第九局 联合行动一番。 将林议会在春城的势力 大幅度削弱一番。 面对这位冉卫林的目光, 林议会的成员们 周身感到冰冷瑟瑟发抖。 春城, 城主府办公大楼之中, 城主柳青山 则是谋光全都放在手中 通讯电话之上。 嘟,嘟。 许久过后, 仍是没有人接通, 自从蒋威等人失联之后, 金鸿等人前去探查支援。 柳青山手中的电话 就没有接通过, 先是蒋威等人, 而后是金鸿, 这一连串的意外 让柳青山不禁思考起来。 因为一处盛天地长遗迹 还不足以让具有武将 巅峰实力的阮卫林等人 处于危险之中。 但这手中的电话 却迟迟没有打通, 这让柳青山 忍不住思考起来。 在春城之中, 什么东西能够威胁到 武将强者们的生命? 同时, 柳青山也开始回忆起 蒋威等人失联之时的 前后时机。 一个不好的消息 从柳青山的脑海之中划过。 灵异会? 所以, 这一切都是一个陷阱, 蒋威与第九局的成员 不过是一个儿。 仿佛是在验证 自己脑海之中的想法, 城主柳青山的脸色 变得难看起来, 而后看向黑袍老者李宪公 焦急地说道, 金鸿和顾青云 他们可能有危险。 我现在去遗迹一趟, 你去省府通知一声, 请求支援。 听到柳青山这样的焦急话语, 李宪公有些错愕, 但是却没有任何质疑, 正当他要起身离去之时。 嗡!嗡! 大楼外, 一架银白色直升机飞回, 正降落在广场上。 柳青山和李宪公停住脚步, 齐齐转头, 吃惊地看向窗外。 第128章 美女记者的答现 苍云武馆内部 顾青雪正在刻苦地训练着, 此时柳寒韵走进来, 看向他眼神之中 透露无奈说了一句, 你哥又出名了。 听到柳寒韵口中的话语, 正在修炼的顾青雪那双灵动的眸子 微微愣神, 而后眼神疑惑地看向柳寒韵。 虽然没有开口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却表达得明显。 他哥顾青云怎么了? 什么叫又出名了? 因为柳寒韵提及叨叨他哥哥, 顾青雪也就不再将自己的注意力 放到打磨自身汽血之上。 而连顾青雪都没有注意到 一抹香汉缓缓缓从脸颊之上流淌而下, 划过他那张精致漂亮的脸颊, 汗珠缓缓流过洁白的脖梗。 柳寒韵看着顾青雪, 这令他这个做女人兜些恋爱的脸蛋, 微微一正, 但思绪很快回转过来。 看着顾青雪眸光之中, 对自己哥哥的担心与疑惑, 没有打算卖官司地开口解释起来。 刚刚父亲大人给我打了一通电话, 你哥哥, 他又做了一件大事。 不但帮助春城军方 抓获众多的邪教灵异会的成员, 同时在城外, 对抗灵异会的长老级别的罪犯。 听到自己哥哥顾青云 与邪教组织的长老对战, 顾青雪的美眸之中 流露出更多的担忧之色。 之后呢? 之后, 你哥他凭借一己之力, 一剑将五王静的殷尸斩杀, 更是将异兽蒙兽王 与灵异会的长老 两位五王静强者下退。 柳寒韵口中 诉说着刚刚收到的消息, 虽然自己已经从父亲口中听过一遍, 但是从他的口中讲述给顾青雪, 也不过是两位, 在整个春城之中 打个喷嚏都能让整个春城 颤抖一下的大人物强者。 即便是他柳寒韵的城主父亲 也不过是五军巅峰强者, 而不是五王, 足以说明五王静强者的强大。 但是就是这样的人物, 居然被与自己年龄相似的家伙 给吓退了。 而且还是两个, 听到柳寒韵向其转述消息的顾青雪 听到自己哥哥没有危险, 先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而后美眸之中皆是震撼, 震惊, 没想到自己的哥哥 已经成长到如此的地步, 即便是五王静的强者 都不是自己哥哥对手。 想到这, 顾青雪缓缓收起震撼之色。 自己若是再不抓紧修炼, 恐怕再也无法赶上哥哥的脚步。 再次调动气血打磨自身, 看到顾青雪再次认真修炼起来, 柳寒韵也没有过多说些什么。 很快, 顾青云在遗迹之中 救下蒋薇等人的消息 同样传回到苍云武馆之中。 收到消息的凌云与副馆主谈轻松, 焉河两位馆主齐齐震撼。 两位馆主听到消息之后, 双双哑口无言, 而后无奈摇了摇头。 凌云眼神之中, 一阵阵疑惑地看着两位副馆主 落寞离开身影。 心中阵阵疑惑, 顾馆主如今以这样的年纪 拥有五王静的实力, 不是一件好事吗? 为何要摇头? 不过, 凌云也没有在意太多。 傍晚, 一身白衣的顾清云 就带着短发女魔头金红, 以及性感金发玉姐 回到了苍云武馆之中。 同时, 在这次遗迹获救, 还有美女记者蒋薇 也陪着三人回到武馆。 金红与安娜 回到各自的办公室休整, 美女记者蒋薇 却没有离开馆主办公室。 尽管因为白天的战斗, 蒋薇身上的运动服 已经破损了些许, 但仍是无法掩盖 这位大美女的凹凸魅力。 至于她没有立刻离开的原因, 当然是因为 今日顾清云在遗迹之中救下她。 蒋薇想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同时脑海之中 浮现出顾清云今日出见的身姿, 让顾清云在其心中地位 再次提高一些。 咔嚓! 办公室的大门打开, 将白天战斗过的衣服吞下, 换上一身休闲武道服的顾清云, 缓缓坐到蒋薇对面的办公桌上。 看到蒋薇此刻仍是没有离去, 顾清云眼神带着疑惑地看着蒋薇。 蒋记者, 你这是有事? 听到顾清云那唇厚的嗓音传入脑海之中, 蒋薇思绪回转, 红唇上扬露出亲人的笑容。 轻轻御手遮挡自己面前的轻轻发丝竖在耳后, 悦耳的声音从蒋薇的口中传出。 顾管主, 今日多谢您出手相救, 我对此十分感激。 见此, 顾清云淡淡一笑。 不必如此, 蒋记者你也曾帮过我, 举手之劳。 看到顾清云对自己露出笑容, 让蒋薇小鹿乱撞, 小脸微微一红, 但口中的话语没有停顿。 顾管主不必谦虚, 今日你救了我一性命, 所以明天我想请你吃顿饭, 表达感谢, 你看可否。 听闻此话, 顾清云眸光微微一顿, 而后开口道, 好, 不过我白天没有时间, 最好是选在晚上。 顾清云没有拒绝, 每日炼剑一万次后, 他就是自己的时间。 他可不是什么修炼狂, 也需要放松一下。 听到顾清云答应, 蒋薇眼神之中满是喜悦, 赶忙开口回应道, 可以, 晚上也行。 蒋薇知道, 顾清云每天都要练剑的习惯, 所以, 时间定在晚上并不意外。 一日, 顾清云像以往一样拿起苍云剑, 在半空之中不断挥砍着, 时间就在他一剑之中流逝着。 到了傍晚, 身着白色西装的他, 来到一家日料餐厅面前, 而后缓缓走入其中。 走入大厅之中, 顾清云一眼就看到了蒋薇的身影, 昨日还是一身运动服的蒋薇, 换了一套搭配。 今日的蒋薇似乎为了和顾清云吃饭, 换了一身充满仙气的白色连衣裙。 绿色的长发微卷, 随意披在一侧肩上。 蒋薇坐姿端庄, 双腿并拢, 脚上是一双高跟鞋, 身旁放着个精美的女士包包。 他似乎没注意到顾清云的出现, 偶避依靠在桌子上, 一双玉手撑着下巴。 看着原本一身干练气质的女记者, 居然摇身一变, 成为知性温婉, 大家闺秀的模样。 顾清云微微一正, 随即笑笑。 他抬起脚步, 来到蒋薇面前坐下。 蒋记者今天真漂亮。 顾清云大大方方, 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赞。 蒋薇回过神来, 猛地听到顾清云的夸赞, 瞬间有些不好意思。 第129章, 世界格局。 蒋薇听到爱慕之人的夸赞, 精致的脸蛋微微一红。 但作为八面玲珑的记者, 这些对于蒋薇来说都是小场面, 很快脸上的羞红之色, 就被其掩盖过去。 而后示意顾清云坐在他身旁, 看到蒋薇用手弄好的座椅。 顾清云也没有推脱, 起身落坐在其身旁。 看着距离自己不到十几厘米距离的顾清云, 蒋薇的美眸眨了眨的, 看着顾清云的面孔。 俊朗的面容, 精致如刻的脸庞, 那对眸子其中仿佛蕴含星辰, 其上的那对眉毛更是凸显顾清云的刚毅俊美容颜。 看到这样的面孔, 回想起在遗迹之中一件斩断望牙骨的画面, 这使得蒋薇一阵阵的失神。 可嗨嗨。 这时, 一阵突兀的咳嗽声将蒋薇脑海之中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之中。 只见一个助力在一旁许久的日料餐厅服务员, 倾格地提醒着蒋页。 美女, 人已经到了, 咱们需要点餐吗? 服务员微微弯腰, 脸上带着职业的笑容, 先是看向顾清云。 顾清云微微摇头, 看了眼蒋薇。 服务员会议, 忙将手中的平板放在蒋薇的面前。 哦, 好, 点餐。 这时蒋薇才反应过来, 有些歉意地看了顾清云一眼。 而后对面前的平板指点江山一番过后, 服务员才面带微笑地离去。 留下蒋薇与顾清云二人独处, 蒋薇作为春城时报的记者, 空场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 如今二人约会, 若是都不开口说话, 就会变得很尴尬。 所以蒋薇率先开口打破安静。 顾管主, 昨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今日这顿饭算我蒋薇对你感恩之情, 当然这一顿饭当然不能算是救命之恩的报答。 所以, 你有需要我蒋薇的地方尽管开口。 顾清云则是缓缓收回观看四周的余光, 这样的日料餐厅他也是第一次来吃。 不过听到蒋薇口中感激的话语, 嘴角淡淡一笑, 给蒋薇心中一阵阵温暖。 不必如此, 蒋小姐, 你以后称呼我的名字不用这么笼罩, 叫我顾清云就好。 看到顾清云如此的亲近随和, 蒋薇也不再扭泥对气点了点头。 嗯, 好, 很快在等待菜系上桌子前, 渐渐的熟络起来, 聊起天也没有之前那般尴尬, 很快日料地被服务员端了上来。 而蒋薇口中的话语也从一开始在一记感谢顾清云, 开始聊到今年的五考话题之上。 清云, 再有八天的时间就是咱们谷国的五考大日子。 那时候又是一番盛世场面。 蒋薇口中轻叫顾清云的名字, 将二者之间关系拉得更加微妙起来。 而听到他这样称呼自己, 顾清云也没有多说什么。 嘴角淡淡微笑, 倾听蒋薇口中话语。 那日不知道咱们春城哪位天才黑马能够横空出世, 而后其名字被春城百姓家喻户晓。 想必, 那些想要在五考之中一战成名的年轻舞者们, 此刻正在努力地打磨自身的气血吧。 同时作为一位记者, 每每拿着话筒在摄像机面前采访他们, 也是让我们这些职业记者热血沸腾的时刻。 此刻蒋薇眼神之中满是憧憬地想象着那个盛世的场景, 说到五考蒋薇的柔和的目光缓缓落到顾清云的身上。 蒋薇原本谋光异议的谋光却有些落寞, 这次五考跟顾清云没关系了。 无法再看到顾清云人前险胜, 蒋薇心中还有些小遗憾, 不过他转念一想, 眼前这个绝世天骄在崛起之前, 不正是三年五考年年落榜, 没有考上五搭的考生吗? 当时这件事情, 当年还在春城时报的报纸之上登报过。 只不过当时的那一篮并不是蒋薇负责, 但是同样知晓这件事情。 所以想到这, 蒋薇有些尴尬地看向顾清云, 或许在顾清云的心中, 这件事情应该也是一道伤疤吧。 如今他提及此事, 算不算当着顾清云面前在伤疤口上撒盐? 仿佛是知道蒋薇现在的想法, 顾清云并没有这件事情生气, 脸上带着清静的笑容。 蒋薇姐, 菜已经上了, 咱们动快吧。 顾清云话音落下, 品尝了一口眼前的金枪鱼寿司, 感受着口中滑而不腻的鱼肉, 微微点头表示赞同其味道。 但显然, 蒋薇心思并不在眼前的美食之上, 思绪活跃, 眸光一亮, 仿佛是想到什么令他兴奋的事情。 因为眼前的顾清云, 也不是没有参加今年五考的可能。 若是到时候顾清云参加五考, 以他五王镜的实力, 定然会拿到春城的五考状元。 甚至临省五考状元也很有希望。 至于全国状元, 蒋薇没敢往那里想, 毕竟这个高五世界之中, 什么妖孽天才都有可能蹦出来。 到时候, 如是将顾清云五考三次不中, 但他却没放弃。 如今第四次五考, 他却已经是五王镜的强者了。 这若是报道出去, 多励志啊。 当然这件事情, 蒋薇也仅仅是在心中想一想, 毕竟这件事情涉及到顾清云本人的名声问题。 到时候, 也得去询问顾清云的想法。 不过话又说回来, 如今顾清云的名声已经够大了, 应该也不需要让其声名远扬的报道直播。 一旁的顾清云, 看到蒋薇一直思绪涣散, 没有动快的意思, 顾清云询问道, 蒋薇姐, 你喜欢吃日料吗? 啊, 蒋薇微微回神, 微微摇头, 不太喜欢, 但是偶尔也会欢欢口味。 什么都吃得下, 怎么样? 他们说, 这家日料还不错。 所以, 今日才请你到这里, 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说话间, 蒋薇的眼眸之中仍是带着心迹之色, 对遗迹之中发生的一切。 真是没有想到, 林一会居然提前做好了埋伏。 这群邪恶组织的人, 真该死。 说到林一会, 邪恶组织顾清云谋光来了兴趣, 作为记者的蒋薇很快察觉到顾清云的兴趣, 嘴角微微上扬开口说道, 邪恶组织其实不仅仅林一会这一个, 那个能将身体异化成庞大猛兽的武王, 同样属于邪恶组织其中的异兽萌。 不仅仅我们古国, 岛国之中同样有些邪恶组织, 据我了解, 大日神教、 蛇帮、 黑龙教就有三大赫赫有名的邪恶组织。 其中, 大日神教信仰大日, 蛇帮信仰八旗大蛇, 黑龙教在很久之前叫黑龙会。 岛国三大组织之中都是半黑半白, 那里是真正的混乱区域。 顾清云不断吸收着这些信息。 第130章 美女记者的滋味 听到蒋威说起岛国的邪恶组织, 顾清云的眸光也是微微一鸣。 关于古国的邪恶组织, 他从春城城主刘青山的口中的了解过一些。 无论是蒋威口中一开始提起的灵异会, 还是之后的异兽盟, 都是古国之中五个大型邪恶组织之中其二, 除了异兽盟与灵异会, 还有幽冥教,江蒙,以及燃天邦。 但是蒋威口中提到有关岛国的邪恶组织, 大日神教,蛇邦,黑龙教, 顾清云是一无所知。 看样子, 不仅仅在古国之中有这样的邪恶组织, 同样其他的国家也同样有这样令人厌恶的组织。 想到这, 顾清云心中也不禁有了疑惑。 那么这些邪恶组织又为何要存在呢? 它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就都是一群内心邪恶的人? 而后顾清云带着些许疑惑的目光看向蒋威, 这个春城时报的记者, 他掌握的消息必定是比他这个小白强太多了。 毕竟他没有获得爵士见仙系统之前, 还仅仅是因为为了生活, 为了自己妹妹能够获得更好的修炼资源, 而一个月打三份工的牛马。 那这些邪恶组织其中的道义信仰, 或者像小说之中写的那样, 有什么主要的理念吗? 顾清云的眸光, 缓缓落入了蒋威那张漂亮脸颊之上。 听到顾清云这样的询问, 蒋威偶臂依旧是依靠在桌子上, 一双玉手撑着下巴, 灵动的毛子眨了眨, 仿佛是在思考着顾清云的话语。 而顾清云就是这样静静欣赏着这张 会让无数宅男都在脑海之中幻想过的女神脸。 思索片刻, 蒋威轻轻动了动自己的嘴唇, 仿佛是有了答案, 清脆而悦耳的声音再次开口。 在我看来, 这些邪恶组织之中的大部分成员 一开始并不全都是识恶不赦的坏人, 只不过是。 蒋威的话语轻轻停顿了一下, 脑海之中仿佛是想到什么令人作呕, 令人十分愤怒的画面。 一群苦命人罢了, 就好比说, 那群被王虎所在最梦楼之中的女子们 或者是他们的家人。 在遭受到迫害之后,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正义, 最终想要以自己的方式去实施正义, 最终走向极端。 听闻此话, 顾清云缓缓点头明白蒋威话语之中的含义。 这些邪恶组织其中囊括了很多鱼龙混杂的人。 其中有家破人亡的, 也有自身遭受过迫害而自甘堕落, 将自己身上的迫害同样发泄其他人身上。 有的人一开始是闪亮的, 但是被黑暗笼罩过之后, 被黑暗给染黑了, 而后走向无尽的深渊。 不能说他们好, 也不能说他们话。 只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可能是错的, 所以人是复杂的。 当然, 这些邪恶组织之人之中并不缺少思想极端的人。 而一开始, 组织邪恶组织的人就有可能是这样的。 我在春城时报当记者, 这些年之中就听到过一些。 蒋威挑了挑眉, 仿佛是在回想着什么, 口中话语继续。 他们认为, 全球灵气复苏, 异兽崛起, 不断侵袭杀戮人类, 都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 因为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过度采罚, 以及对环境的破坏, 天因此动目, 所以派出异兽对人类清洗。 尽管人类能够获得天赋与修行能力, 但是在其影响之下, 异兽比人类更加强大。 邪恶组织的首领则认为, 只有当人类灭绝或者在异兽求龙统治之下, 才能够平息这场天怒, 蓝星才能恢复到和平状态。 听到蒋威口中的话语, 顾清云嘴角抽出了一下, 原来这就是邪恶组织的中心思想。 怎么听起来像是一个精神病为了保护环境, 而衍生出来的极端思想, 至于所谓的天? 那更是无稽之谈, 就算是有。 他顾清云也会用手中之剑, 一剑破之。 在蒋威不断对邪恶组织的解释之下, 也让顾清云微微出神, 说起邪恶组织就让他想起林义慧。 林义慧, 她的脑海之中一个名字闪烁出来, 吴月希。 吴月希, 第九局成员无数的女儿, 也是被林义慧兵城分部执事带走之人。 而因为吴月希, 顾清云通过铜镜抵达那处神秘空间之中。 他用大日神剑拷问那名执事, 仅仅是询问其名字, 就让那名武将强者的灵体当场化作青烟, 生死到消。 所以这个名为吴月希的女子身上, 究竟涉及了什么样的秘密? 看样子, 邪恶组织的水粉身, 至少不像他眼下看得那么清澈。 想到这, 顾清云的眸光变得凝重起来。 如今各大国都在抵抗着异兽的侵袭, 而我们谷国同样如此。 中部那边压力很大, 我们北方行省因为处于边境, 没有像中部那边众多的强者, 所以说压力更大。 即便是在这样危及存亡的时刻, 这些邪恶组织就好像是人类的蛀虫, 在全人类都在奋力抵御异兽侵袭的情况下。 他们不但不帮助, 还在内部捣乱。 蒋卫恶狠狠地开口, 同时也打断了顾清云的思考, 思绪回转。 顾清云微微点头, 表示赞同其话语。 这场不一样的约会就这样地进行着, 从一开始的邪教组织聊到全球, 聊到世界格局等等。 这些话题结束后, 二人的用餐也要到了尾声, 同样二人的气氛也变得微妙微笑起来。 咱们吃完饭, 要不要去看一场电影? 蒋卫不想让这场约会草草地结束, 美眸灵动地望向顾清云。 灵动的大眼睛,诱人的红唇, 眼神之中带着寒情默默地请求。 顾清云看着眼前这个能令无数宅男都疯狂的女神, 眸子眨了眨, 看一眼时间还早。 而后微微点头, 口中传出一个好字, 表示同意。 来到电影院, 蒋卫选择则是情侣座, 中间是没有那种栏杆的那种, 同时选择的电影更是恐怖电影。 看着荧幕之中的鬼怪, 落在顾清云身旁的蒋卫眼神之中露出惊恐之色。 在顾清云的眼中, 一身白裙的蒋卫如同受到惊吓的兔子一般, 那对轻柔欲臂猛然搂住顾清云的肩膀, 脑袋向顾清云的肩膀靠了靠。 顾清云没有直接去看蒋卫, 而是用余光掠过她。 蒋卫作为春城时报的记者, 各种惊险的遗迹都敢去探查, 又岂会害怕眼前这样荧幕之中虚假鬼怪。 所以, 顾清云明白蒋卫的意思, 同样她也没有拒绝。 昔日的顾清云还只是个平庸之辈时, 她或许只能从电视上看到蒋卫这样的大美女。 但现在, 一切都不同了。 见到顾清云并没有抵抗, 就是这样让她轻轻地靠在气宽厚的肩膀上, 一阵阵欣喜从心中升起。 电影结束, 二人走出电影院, 而后朝着春城大酒店走去。 第131章 午考将至, 终不来人 顾清云在酒店之中和蒋卫缠绵好一番之后, 直到后半夜, 二人才缓缓入睡。 蒋卫这个大美女记者的滋味, 不得不说十分美妙。 一日, 清晨的太阳从天边升起, 透过宽大的玻璃, 照射到苍云武馆最高层, 馆主办公室内。 即便是有着蒋卫这位大美女的陪伴, 仍是无法动摇顾清云的意志。 身为剑客, 每天练剑的习惯是不可动摇的。 所以当光线照射到办公室的那一刻, 顾清云早已经从春城大酒店的温柔箱之中离去, 并且已经换好一身白色的练功服。 至于那柄看起来古朴的苍云剑 已经被顾清云握在手中。 但此刻顾清云并没有着急今日的练剑任务。 昨天练剑一天也好看一看如今的状态, 随后透明属性面板出现在顾清云的视野之中。 姓名,顾清云。 年龄,20岁。 境界,武将一虫,气血,18万。 体质,混沌剑体,无上级。 天赋,剑境呼道,无上级。 武技,清云剑翼,SSS级,精通,110000。 大日神剑,SS级,大成,2000000,5000000。 剑开天门,S级,圆满,1000000,1000000。 七星剑,S级,圆满,1000000,1000000。 武器,苍云剑,五阶,三阶,战一。 看了一眼旗上的树植, 顾清云就开始今日的练剑训练。 随后,苍云剑在办公内挥舞起来。 随着他的手臂挥动,脑海之中空灵的提示音响起。 丁,恭喜主人挥剑11001次, 剑到感悟加一,气血加一, 清云剑意熟练度加一,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十,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百。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顾清云已经这样的变化,习以为常。 他将全部心神沉浸在炼剑之中, 脑海之中的提示音频发响动。 直到他挥剑的动作来到1001次的时候, 他脑海之中提示音才有不一样的变化。 丁,恭喜主人挥剑111001次, 剑到感悟加一,气血加一, 清云剑意熟练度加零,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十,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百。 听到这样的提示音, 顾清云的眸光微微一凝, 再次抬手挥剑。 丁,恭喜主人挥剑11002次, 剑到感悟加一,气血加一, 清云剑意熟练度加零, 大日神剑熟练度加十, 剑开天门熟练度加一百。 听到脑海之中提示音, 这时候顾清云才更加确定心中的想法。 这幅场景,昨日就已经出现一次了, 但他不敢确定。 SSS及5G, 清云剑意在他只有前一千次练剑, 才加熟练度, 后面就不加了。 但是想到清云剑意系统给出的介绍是, 剑光万里, 不如无敌于身前一尺。 这样严简一该的解释, 就已经能够说明SSS及清云剑意的强大。 同时, 顾清云的脑海之中回想起, 那个手持长剑流离身影。 无论面前是多么强大的万千神魔, 在流离身影麾下的手中之剑的刹那间, 全都化为乌有, 归于虚无。 这就是清云剑意给顾清云带来的震撼之感。 领悟清云剑意, 手握长剑便是无敌。 所以, 每当清云剑意的熟练度增长一分, 那么他顾清云周身的无敌之势就拔高一尺。 这就是清云剑意给顾清云带来的增幅。 清云剑意太过深奥, 每日只有一千点熟练的涨幅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除了清云剑意之外, 顾清云掌握的两大武技剑开天门和七星剑都来到大圆满层次。 七星剑意越发娴熟, 天门剑意则是还尚未领悟。 顾清云觉得, 自己于掌握天门剑意之中只差一层窗户纸。 但对于天门剑意的事情, 他并不着急, 水到渠成的领悟剑意对于剑道本身更加重要。 在顾清云沉浸在望我的灰剑训练之时, 另一边, 城主办公室内。 一身黑袍老者李宪宫仍是像以往的那样站在柳青山身旁。 但是今日办公室内, 却多出了一个身穿正装女人。 随着柳青山的视野看去, 那女人五官娇好, 皮肤白皙, 虽看年纪有些徐娘半老, 但保养得很不错。 此人正是段夫人, 接替其丈夫段宏图的位置, 成为如今春城的副城主。 虽然已经很久没有在职场上工作, 但能力还在, 所以得以柳青山的重用。 走吧, 上面下来的今年五考主考官就要抵达春城机场, 再晚一点就要迟到了。 柳青山厚重的嗓音响彻在办公室内, 而后三人缓缓起身乘坐商务赶往机场迎接。 来到车上, 徐娘半老的段夫人双腿并拢坐在商务后排, 眉头微挑在车上开口道。 距离五考的时间还有七天, 这回上面下来的领导居然来这么早。 而且, 我还收到消息, 与主考官前来的还有一位中部天骄, 不知道这个时候来咱们春城干什么。 听到段夫人摊开话题, 黑袍老者李献功也是微微点头。 是的, 我也收到消息。 据可靠消息, 这个中部天骄其背后家族在中部行省很有势力。 同样他来此的目的并不是游玩看风景,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春城参加五考与咱们北部行省的考生们竞争。 传言这个天骄的实力很强, 对于我们本土的考生来说, 矮者不善。 人未到, 就已经放出豪言, 欲要夺下, 北方行省五考魁首。 李献功脸色阴郁的无比的开口分析整理来的消息。 听闻此话, 段夫人冷哼一声, 表示对此的不满。 意思就是, 来咱们这里渡经事吗? 真是太不将我们北方的天才放在眼中了。 虽然很是赞同段夫人的话语, 但是李献功的眼眸之中露出一抹无奈之色。 中部来的天才的来袭, 对我们北方行省的考生确实是降为打击。 眼睁睁看着, 将咱们北方行省的五考状元拱手让给中部天骄, 实属惋惜, 说着, 李献功也是贪了贪手, 表示无可奈何。 知晓中部天骄来此的目的就是明摆着要抢北方行省五考状元, 更让段夫人心中怒火上升几分。 其话语变得几分积风冷对高层的种种行为不满。 中部, 有这个必要吗? 异受行事之下, 很少支持北方行省, 而一遇到好处都先给中部。 这就是谷国官方对北方行省的态度吗? 难道我们北方行省就没有为谷国整体安慰效力吗? 话音落下, 商务车内的气氛变得压抑起来。 这是一直没有开口的城主柳青山开口。 这样的话等会下车, 就不要再说了。 段夫人注意你如今的身份。 至于中部天骄来此镀金之事, 若是本土考生的实力强大, 也就不怕任何人参加, 若是不敌, 也能够磨练磨练考生们的傲气。 这也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说着, 柳青山目光悠悠, 并没有多少在意那位中部天骄。 段夫人当然明白的柳青山的好心提醒, 所以也就不多说什么。 第132章 飞扬跋扈的中部天骄, 三人很快来到机场内等待。 不多时, 一台通体泛白的客机降落在众人的面前。 呼! 螺旋角动的机场一阵阵强风, 令段夫人白衬衫驳处的领口 在半空之中不断地舞动着。 从商务车下来之后, 段夫人的脸色恢复平淡。 无论是他还是柳青山, 以及身旁的李宪公的目光 都郑重地看着眼前的飞机。 巨大的风力没有在三人的脸上掀起任何的波澜。 在巨大飞机的侧翼缓缓打开一个舱门, 从中缓缓走出一行人。 这些人齐刷刷地穿着正装西服, 脚踩黑色皮鞋。 为首之人看到柳青山等人, 抬步而来。 柳青山身旁的老者李宪公看到迎面之人的模样, 轻轻在其耳旁开口诉说起来。 领头的应该就是本次临省无考主考官, 沙天江。 听到李宪公在耳旁介绍, 柳青山的眸光微微抬起, 看向沙天江的面容。 只见一个鹰勾鼻长在中年男人的脸上, 其五官给人一种锐利之感。 那对眸子更是像是一对鹰幕, 对视一眼给人极大的冲击感。 其周身渐渐散发出强横的威压, 让柳青山都感到些许压力。 显然是一名武王镜的强者。 就在沙天江缓缓向三人走来之时, 李宪公在耳旁不断地一一介绍着前来之人的身份信息。 听到李宪公的告知, 柳青山的目光轻轻在几人后方瞟过。 那是一个身着黑色精致西装, 脚踩名牌皮鞋的年轻男子。 其手臂之上名牌手表, 这时太阳的光芒微微摄入到柳青山思索的眸光之中。 虽然还没有到面前, 就能感受到那年轻男子高傲的气质。 在一众行人之中, 高傲地扬起自己脑袋, 仿佛是在用目光打亮着四周以及柳青山等人。 其身旁则是站着一位头戴黑色斗笠, 整张脸都隐藏在斗笠阴影之下神秘人。 给人一种神秘而又强大的感觉。 很快, 沙天江带着众人来到李青山的面前, 其身后一同前来的还有三位武军镜的副考官。 沙天江锐利的目光缓缓与城主柳青山对视一眼。 下一秒, 原本威压肃穆的脸上露出淡淡笑容, 微微抬起右手, 示意友好的动作。 见此, 柳青山也没有任何的城主架子, 微微抬手与之相握。 沙天江, 你好, 柳城主, 你好, 沙主考官。 画面并没有想象那样的上头来人与地方本土势力相碰撞。 大家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 毕竟无考结束, 大家都会回到各自的岗位, 彼此不会有任何的交集。 即便是沙天江是中部那边派下来的, 但是没有任何官威, 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样子。 随后, 柳青山对着身后二人一一介绍起来。 傅城主, 段夫人, 秘书, 李宪公。 当官方之人身份介绍完毕之后, 沙天江一脸客套的笑容看向柳青山。 柳城主, 此次不仅仅我等前来监考, 同时, 我还要向你介绍一位小友。 话音落下, 身后的三位傅监考们纷纷让出身形, 将那个一脸桀骜不逊的年轻人模样展露给众人。 沙天江微微抬手介绍。 这位是中部行省, 傅家嫡传傅鸿明。 也是中部行省众多无考生之中, 数一数二的天才。 向柳青山介绍完傅鸿明的身份, 而后转头看向傅鸿明脸上带着柔和娇好的笑容开口。 这位是临省春城柳城主。 话音落下, 还未等柳青山开口。 只见那个名为傅鸿明的年轻人, 高傲的脑袋对着柳青山微微点了点头。 在众人的视角之中, 仿佛是二人之间的身份转换。 傅鸿明是柳青山的长辈。 原本刚刚对中部行省之人心生好转的段夫人, 看到这个毛都没长气的小子, 居然有这样的态度对待柳青山。 其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丝的怒意, 不过很快又压了下去。 因为在场众人的身份十分特殊, 不是他一个小小春城傅城主能够得罪的。 李宪公看到这样桀骜不驯的家伙, 眼神之中也是生起一丝丝的怒意。 但身为城主的柳青山脸上仍是波澜不惊, 眸光打亮着眼前这个傅家子弟, 傅鸿明。 一时间, 气氛的变得尴尬起来, 仿佛也是察觉到了不一样的气息。 沙天将嘴角一裂, 露出笑容。 哈哈,柳城主,傅小友处处茅庐, 希望你大人大量。 咱们走吧,柳城主。 见到沙天江开口,柳青山也不好发作。 毕竟他一把年纪的城主, 也不好和一个尚未参加无考的年轻人计较。 沙天江的开口, 很快掠过这个尴尬的场景。 但是傅鸿明却不以为意地四处打亮着, 眼神扫尸四周。 一边用手扇动鼻前的空气, 仿佛是水溪春城的空气, 让其感到咽气一般。 轻轻仰头, 对着身后的黑袍之人开口轻轻说道。 叔叔, 这就是北部新省其中几大主城之一的春城吗? 我看也不怎么样吗? 家族为何要让我来参加这北部航省的五考? 这临省的五考状元, 对于我来说, 压力并不是很大。 傅鸿明一边开口, 眼神之中闪烁轻烈之色。 但是一旁被叫做叔叔的神秘人, 在那斗篷阴影之中传出一道沙哑的声音。 鸿明, 切勿好高勿远, 即便是这边塞之地, 也有其特殊之处。 听到自己叔叔的教导, 傅鸿明却没有再开口说些什么, 但是眼神之中仍是带着上位者姿态, 看着四周的一切。 包括对柳青山等人, 眼角之中仍是轻蔑地俯视着众人。 那种感觉就像是城里公子哥下乡一般。 他的种种举动, 全都看在柳青山、段夫人、 李献公三人眼中。 柳青山边走边和沙天江闲聊着, 李献公则是眼不看为尽, 不理会这个身世庞大的忠不天骄。 至于段夫人, 只在心中审查了一遍, 一边审查, 一边厌恶着。 这个名为傅鸿明的年轻人, 实在太不尊重春城, 不尊重北部行省。 仿佛北部行省的所有天才在他的眼中都是垃圾。 哼, 我看你才是垃圾, 中不来的垃圾。 段夫人心中怒气安骂着, 同时也暗暗付费着。 这个傅鸿明不是来北方行省拿走高考状元的吗? 哼, 顾青云应该也会参加这次五考, 傅鸿明哪怕是中不天骄, 都得黯然低头。 第133章, 腹黑柳青山。 柳青山带着沙天江等人慢慢走出春城机场。 春城机场大门口的马路旁早已经停靠, 两台豪华版的商务车再次等候。 显然这些车牌是0A的商务车, 就是柳青山安排再次接机沙天江这些中部下来的主考官们的。 柳青山微微侧身, 看向一旁同行的沙天江。 沙主考官, 你们这些领导从中部飞来已经舟车劳顿, 看看时间已经要到中午饭点了。 既然如此, 那刘某就将地点安排在我的城主府如何? 这样, 也好让我展示一下地主之意。 柳青山面带笑意地看向沙天江询问, 因为这些人都是以沙天江这位主考官为首, 所以询问他最为何事。 话音落下, 沙天江眼神流露一丝丝欣喜, 然后开口。 早就听闻春城城主府的装修别具一格, 沙某也早就想见识见识。 既然柳城主开口, 那我等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嘴角露出笑容, 看向身后的三位副监考官, 其三人的脸上同样是赞同沙天江的话语, 表示也想看一看。 请! 见此, 柳青山微微抬手, 示意众人上车。 但是就在这时, 等一下, 那个在众人心中留下不可一世形象的傅宏明在这个时候, 又一次突兀地打断柳青山的话语。 高傲的中部天交说话时, 仍是扬起高傲的脑袋, 鼻孔看人, 眸光仿佛是在思考着什么。 但是口中话语已经传入众人耳中, 我想去你们春城的苍云武馆。 因为傅宏明的开口, 让刚刚抬起一脚的沙天江, 微微停顿下来。 一旁开口宴请众人的柳青山, 以及身后的段夫人, 李宪宫都是将目光再次投向傅宏明的身上。 王超, 二哥喜欢的那个安家女子, 是不是在苍云武馆? 即便是面对一众人脸上疑惑, 带着询问的目光, 傅宏明也没有任何在意。 仿佛眼前这些人等待他一人都是应该事情。 傅宏明眉头轻挑, 用那个带着名牌手臂的手掌轻轻抚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 而后对着一旁开口。 王超, 二哥喜欢的那个安家女子, 是不是就在这春城苍云武馆? 众人顺着傅宏明询问的声音看去, 这时候才看到在傅宏明身后还站着一人。 是一个染着红发的青年, 看年纪与傅宏明相差不多。 其面容给人一种小人质感, 眼小如锐, 双目斜飞。 整个人看起来骨瘦如柴, 其身高一米七左右, 还是一副点头哈腰的模样。 所以, 整个人的身形完全被傅宏明掩盖, 众人这才没有注意到此人。 被傅宏明换作王超的家伙, 此刻正双手负在身后, 做出一副领导巡查的姿态, 观看着四周的风景。 听到耳旁的话语, 王超这才微弯回过神来。 同时, 因为傅宏明刚刚在叫他的名字, 给王超一种莫名的自信感, 学着傅宏明的样子, 微微扬起脑袋。 一副上位者的姿态, 扫射一眼柳青山, 段夫人等人, 而后一脸谄媚的笑容对傅宏明开口。 傅哥, 你记得没有错, 那个安家的女人就在这春城的苍云武馆之中。 听到王超开口, 傅宏明眸光一亮, 脸上的表情更加认同自己前往苍云武馆的决定。 二人的对话同样清晰可见地传入众人的耳中。 听闻此话, 城主柳青山露出思索的目光, 虽然脸上仍是面无表情, 但是内心不断地思考着。 傅宏明的二哥喜欢安家女子。 安家? 据柳青山所知, 整个苍云武馆只有一位姓安的女人。 恐怕那傅宏明口中安家女子就是安娜。 随着安娜二字在其脑海之中闪烁出来, 柳青山的思绪之中牵连着另外一人的名字同样呼之欲出。 正是一件下退两位武王强者的顾青云, 如今苍云武馆的馆主。 柳青山的目光看向那个带着上位者眼光扫视眼前的一切的傅宏明。 那目光同样包含着他这个春城城主。 柳青山的嘴角轻微地笑了一下, 但是很快就一闪而逝, 没让任何人察觉到问题。 眸光一闪, 缓缓看向傅宏明。 不过一旁的沙天江却率先开口说话, 故作训斥的语气。 傅小友, 莫要胡闹, 辜负柳城主的一番好意。 但还为傅宏明开口说些什么, 柳青山眼眸一亮, 脸上露出温馨的笑容, 结果沙天江的话语。 无碍, 无碍,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他想随意在春城逛逛, 那就逛逛。 听闻此话, 沙天江也不再好多说什么, 微微点头。 中不天交的二哥, 喜欢安娜。 但是在春城各方大人的眼中, 明面上顾青云与安娜, 没有实质性的关系。 但谁不知道, 安娜是顾青云的竞篮。 这副红鸣, 就这样高傲姿态, 前往沧云武馆找麻烦, 其下场。 脑海之中, 整理各种信息的段夫人, 与一旁的李宪公对视一眼。 脸上奇奇露出古怪之色。 柳青山, 没安好心啊。 二人的表情, 却并没有被傅红鸣看在眼中。 随后在柳青山的安排下, 前往沧云武馆。 沙天江则是在柳青山的邀请下, 前往城主府。 众人就此分别此地。 另一边, 沧云武馆之中。 一上午的时间, 顾青云完成五千次的挥剑, 前往食堂与安娜享受美食。 这样秀色可参的日子, 好不自在。 顾青云就看到金发玉姐安娜独自坐在空座上。 今日安娜穿身穿OL套裙, 衬衫下摆塞入群里勾勒出曼妙的身姿。 两条修长被黑丝包裹眉腿, 并拢颜丝合缝端坐在那里, 静静地等待着。 看到顾青云到来, 安娜双手抱胸, 故作生气的样子轻轻侧脸。 随着顾青云坐下, 安娜轻轻地用美眸撇了顾青云一眼, 口中忧愿说道, 顾管主昨夜, 安娜姐吃醋了? 安娜则是满不在乎的样子回应了一声, 谁吃醋了? 那安娜姐今天怎么没给我打饭? 顾青云乘胜追击道, 花音落下, 安娜将面前餐盒推给顾青云。 我最近在减肥。 顾青云微微一愣, 察觉到安娜的点不开心地继续开口哄了两句。 安娜姐身材如此完美, 为何还要减肥? 安娜将抱胸的手臂缓缓扶在桌子上, 不再故作生气。 她只是隐狠没能拿下顾青云的第一血, 但却是从来都知道, 顾青云这样的人, 从来都不是她独自能够占有的。 想了想, 安娜没有在顾青云面前隐瞒, 吐露心扉。 有个让我很不开心的人来春城了。 第134章 联姻? 与此同时, 一辆豪华版的商务轿车, 正从春城机场赶往苍云武馆的路途之中。 商务车内, 一身黑色精致西装的傅红鸣, 此刻手中握着香槟, 享受着惬意的时光。 不过, 当酒杯的杯口触碰到这个傅家嫡系公子的嘴唇之时, 刚刚被他送入口中的香槟美酒就被他吐了出来。 呸, 这种垃圾香槟也配拿出来招待我。 眼神之中充满厌恶与恶心的开口。 傅哥, 说得对, 这种垃圾香槟都能招待您。 我看这春城的城主柳青山, 完全没有将你放在眼中呀。 听到傅红鸣开口, 小弟姿态的王超同样附和了一句。 不过, 看向傅红鸣刚刚咽弃的香槟美酒也带着一丝丝饥渴之色。 显然在傅红鸣眼中的垃圾货, 在他王超的眼中也是好东西。 见到王超这般舔狗地舔着自己, 傅红鸣嘴角冷笑。 你拿去喝吧。 话音落下, 直接将整瓶香槟摔到王超的怀里。 谢了, 傅哥。 仿佛是这车内没有能够提起傅红鸣兴兴趣的东西, 缓缓将目光看向车窗外。 红鸣我知道你对这次临省无考魁首状元, 志在必得。 但是, 这春城之中, 对于你现在的实力来说, 还是有个十分重要的对手的。 若是那个人也参加今年无考, 对于你去争夺临省无考状元。 以及对于傅家接下来的计划, 都是十分不利的。 一直坐在一旁, 斗碰神秘人凝重话语, 缓缓从阴影之中传来。 而听到此话, 傅红鸣眉头轻挑, 仍是不在意地开口。 叔叔, 你是说, 那个名叫顾清云的家伙吧? 听说他的实力很强, 但是那又能怎么样? 而后傅红鸣甩了甩手臂上的名表, 嘴角冷笑。 家族的祖老们, 不是已经想到办法对付他了吗? 嘎啊。 刚刚将半瓶香槟倒入腹中的王超, 打了一个宝阁开口道。 傅哥说得对, 那个顾清云, 在来之前, 已经查到了他的一些消息。 土生土长的北部行省之人, 没有任何家族背景, 只是自身实力有些强以外, 在我看来并没有任何卵用。 在我傅哥面前, 无论是从身份还是地位, 那顾清云不过是一只蝼蚁。 傅哥只需动动手指, 就能将他捏死。 王超开口分析, 一边跪舔地开口道。 听闻此话, 斗篷男人缓缓点头, 口中发出笑声。 确实如此, 如今这个顾清云, 正好也是苍云武馆的馆主。 等会儿, 我会与他见上一面。 若是他识相的话, 我给他一条路选, 如是不是不识相。 男人的话语没有说完, 但语气冰冷, 让王超也感受到车内温度骤降, 寒毛站立。 另一边, 顾清云享受着美女安娜 特意为妻挑选的便当盒饭。 有菜有肉, 还有香喷喷的米饭, 足以看出安娜对顾清云的用心。 一口肥嫩酥软的五花肉 缓缓在味蕾之中展开, 细细品尝着。 顾清云的眸光缓缓看向一旁, 灵动眼眸之中透露出一丝丝的忧郁。 金色的鬓角缓缓垂落在脸旁, 如花似玉的脸蛋因为眸子的忧愁, 让无数男人心中生起怜惜疼爱之感。 同样顾清云作为正常男人亦是如此, 感受到安娜的不开心。 刚刚口中美味的食材也瞬间没了味道。 见此, 顾清云缓缓放下手中的盒饭, 眸光郑重地看着安娜精致的容颜, 缓缓开口道。 让你不开心的人。 随着话音的落下, 顾清云的眸光逐渐变冷。 因为思考而犯愁的安娜注意到顾清云一脸认真的样子, 那对眉眸轻轻跳动。 脸颊微微抬起, 看向顾清云的目光微微一正, 有些慌神。 显然没想到顾清云会如此认真地关心她的事情。 不过下一秒, 安娜那张令人怜惜疼爱的脸上露出无奈的笑容, 摇头道。 这件事情和你没关系的。 这, 仿佛是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却被脸色郑重的顾清云直接打断了。 安娜姐的事情, 就是我顾清云的事情。 随着这样的带着些许霸道总裁的话术传出, 还想解释的安娜直接懵了。 顾清云这么男人的一面给震住。 一时间仿佛空气, 时间都沉寂下来。 顾清云的眸光与安娜的眼眸对视着。 当当。 一头黑色短发, 腰胯细红配件, 脚踩高跟鞋的金红刚好掠过此地。 正正好好的打断了眼前的画面。 咳咳咳。 有些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安娜回过神来, 没有去看顾清云的目光。 不过, 顾清云脸上认真的神色仍是没有变换, 仿佛是在等待着安娜的回答。 正要去找你们, 正好你们都在。 金红娴熟地落在在二人的对面, 脸上也没有任何尴尬的表情, 温润的嗓音缓缓传来。 刚刚师兄柳青山给我发消息, 一个叫傅鸿鸣的家伙, 已经在赶往苍云武馆的路途上了。 一边开口, 金红的眸子扫尸了一眼, 眼神忧郁的安娜。 显然这些话更多的是在说给安娜听, 其次也将消息传达给顾清云。 不过听闻此话, 顾清云眉头微微一皱, 显然是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傅鸿鸣? 虽然顾清云不清楚她是谁, 但是她不是傻子, 竟然金红在这里提及, 定然是与安娜的忧愁有关。 随后顾清云的目光看向金红, 仿佛是在等待着接下来的话语。 被顾清云这样带有疑惑的目光盯住, 让金红浑身不舒服, 但是紧接着仿佛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诧异而后转为玩味的, 看向一旁安娜。 你不会, 还没有跟她说吧? 此时, 安娜微微点头表示还没有。 顾清云一直没有开口说话, 静静地等待着。 最终安娜满眼复杂地看着顾清云, 缓缓开口讲述这一切。 我的真实身份是魔都安家嫡系子弟。 而金红族长刚刚口中的傅红明是傅家子弟。 傅家与安家世代交好, 所以家族长辈会让家族子弟与对方联姻。 这样就可以更加巩固两大家族之间的关系。 而我就被家族长辈的安排下, 要与傅家二公子联姻。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一怒之下来到逃到了这里。 听到安娜独自来到北方行省, 其目的是为了躲避联姻。 顾清云听到这, 双目一鸣, 眼中透露危险光芒。 恰在此时, 她的。